顾小白弱弱地回应道,这不是你们也没问过我吗?反正里面空荡荡的,就只有一张纸条。他一边说着,一边将那张纸条从空间袋里拿了出来,递给众人过目。沈寒威郑重其事的结果,面色肃然地深吸了一口气,念出了纸条上所记录的字句,抹了个鸡的,这墓碑刻得可真丑。众人,庄严肃穆的气氛,瞬间消散一空,所有人的目光都再次聚焦在了顾小白的身上。 不是这面,你拿反了。顾小白无奈地提醒道,沈寒威调转纸条,这才发现原来纸条背面还有一小行字,向死而生。这,难道院长他已经复活了?沈寒威看到这句话,忍不住猜测道。既然只有一张纸条,没有圣物,那应该就代表着,许兆凡院长已然复活没错了。可,若真是如此,他为什么不着手重建陆和书院呢?宋洪博轻声说道。 说到这里,夫妻二人似有所感地望向了顾小白,一口同声道,该不会,你真是院长复活转世吧?合着你们从一开始,就真没信过我呀。顾小白哭笑不得,我长得就这么像骗子吗?这倒没有,只是,有些让人难以接受而已。宋洪博斟酌着用词,缓缓说道,许兆凡院长曾经是魔法界最璀璨最耀眼的天才,可是大家都知道,骷髅怪事无法使用魔法的,我们实在是很难把你跟许兆凡院长联系起来。 他顿了顿,目光再次转向悬崖上的那只猫头剪笔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猫头又是什么意思?顾小白仔细想了想,这个猫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说的是和许家兄弟同个时代的一只肥猫。 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从千年前一直存活至今,而且正是那只肥猫引导我去到许兆凡的葬身之处,所以我怀疑他可能当年与许家兄弟有着很亲密的关系。 或许,许兆凡当年留下这个猫头,就是想告诉那些来寻找盛气或是寻找许兆凡的人们,线索全在那只肥猫身上。 宋洪博激动得连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那你,你知道那只肥猫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嗯,算算时间,他现在应该早就已经回到乌影镇里了吧。 顾小白道,乌影镇,拥兵工会。 上官烈惊讶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上官小豪和夏小悠,眼中闪烁着震惊的目光,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你们,你们两个,我不是在做梦吧? 夏小悠嬉戏一笑,道,上官大叔放心,你现在清醒着呢? 可是,你们出门历练到现在,不过也才两三个月而已吧。 就这么两三个月的时间,小豪居然都已经酒品上街了。 上官烈瞪大了双眼,显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妈的,老子当年自己晋级到酒品上街都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凭什么这小兔崽子三个月就搞定了? 难不成是基因变异? 上官小豪嘿嘿一笑,得意地说道,老爸,是你太弱了啦,我现在可是很强的。 嘿你这小兔崽子,在你爹面前居然还敢嚣张? 上官烈伸手一抓,便将上官小豪抓了过来。 虽然上官小豪的进击速度的确很快,但是在八品修为的上官烈面前,上官小豪的确还是有些不够看。 便见上官烈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上官小豪的身体,确定上官小豪体内并没有什么暗伤,根基也没有受损。 这才心满意足地在上官小豪的屁股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大笑道,好小子,给你爹长脸了。 上官小豪揉了揉屁股,撅嘴道,给你长脸,你还打我屁股,晚上我就去跟老妈告状,让她好好收拾你。 上官烈哈哈大笑,也不介意。 而后又看向下小優,感慨道,你也是,进步速度飞快啊,以你现在的修为,连上官大叔都看不透了。 下小優吐了吐舌头,道,我的进步速度比小豪还要再快一些呢,现在已经是七品中阶了。 这一下上官烈是真的震惊了。 从八品上阶突破到七品中阶,这其中的难度比上官小豪从五品阶晋升到九品上阶,不知道要难出多少。 你,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上官烈瞠目接舌道。 怎么说呢,其实就是找了个地宫历练了一个月,然后等到我们从地宫里出来,就已经是这个修为等级了。 下小優老师说道, 精灵球带他们去的地宫秘境都是从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好地方,并且这些地宫秘境都是精灵球认真思考过后,根据下小優和上官小豪的体制所特意挑选的,因此效果十分显著。 看到上官烈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下小優干咳了两声,继续道,这其实还不算什么,小豪的提升才叫快呢,他现在都已经七品上阶了,据说正在冲击六品的瓶颈啊。 这下,上官烈终于是彻底猛逼了。 合着这年头的年轻人,修为提升起来,都这么恐怖的吗? 雾影镇,好多年,没有回来了,没想到,居然变化这么大。 走在雾影镇的街道上,宋洪博看着周围的建筑,忍不住这么感慨道。 顾小白指着旁边的几状房子,道,从这里往前一片都是前段时间新建的,因为之前雾影镇被巫妖袭击过一次,那只巫妖召唤过来一片亡灵大军,拆了几处城墙,然后还把小半个镇子都给毁了,所以大家只好重新造过。 宋洪博脸色顿时就变了,显然是没想到会从顾小白口中得到这样的回答。 而沈寒威更是忍不住道西一口凉气,轻呼道,被巫妖袭击。 怎么回事? 在宋洪博和沈寒威夫妇二人看来,小小的雾影镇根根不可能承受得住巫妖的攻击,更不用说仅仅只是小半个镇子被毁了,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小白说的是真的了,爸妈你们两个要是不信,完全可以随便在街上拉个路人,他们都会告诉你前几个月巫妖攻城的事情。 宋秋璇替顾小白作证道,连自家女儿都这么说了, 宋洪博和沈寒威总算是勉强接受了这个现实,只是他们仍旧有些疑惑,这小小的镇子到底是如何抵挡住巫妖的? 这次换唐明后来解释了,他也算是当事人对这其中的细节比较清楚。 只听他出声说道,说出来叔叔阿姨,你们可能不信,是小白把那只巫妖给干掉的。 巫妖一死,亡灵大军自然也就退去了。 宋洪博瞪大了双眼,惊诧地望向顾小白,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七品的骷髅怪,居然能够杀死巫妖? 老爸你先别急着惊讶,我跟你讲啊,顾小白他跟巫妖交手的时候,其实还是九品上街来着。 宋秋璇笑嘻嘻地说道,满脸自豪,就好像干掉巫妖的人是他自己一样。 而顾小白则是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道,其实也没有宋秋璇说得那么简单了。 主要是因为我最后关头,晋级到八品,领悟了一个新的天赋技能,然后又配合买骨之地里的无头骑士领主,这才把那只巫妖击杀掉的。 宋洪博与沈寒威这才了然地点了点头。 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顾小白所说的那个无头骑士领主的身上。 在二人看来,顾小白应该只是打了个辅助,顶多也就是参与到了围攻巫妖的战斗中去而已。 而顾小白虽然看出二人心中所想,却也没有过多地去解释,他知道,骷髅怪实力弱小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并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更改过来的。 加之宋洪博和沈寒威跟他还不是很熟,会有这样的误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叔叔阿姨,我和明浩先去一趟拥兵工会,你们就先和宋秋璇回家休息一会儿吧。 顾小白对着宋洪博和沈寒威如是说道,你们这么多年没见了,也该好好聊聊才是。 宋洪博露出了一丝和善的笑容,点头道,好的,那你们去吧。 而沈寒威则是若有所思地看了顾小白和宋秋璇一眼,仿佛是看出了什么一般,忽然问道,那小白,你什么时候回来? 宋秋璇虽然听出了沈寒威的言外之意,但在沈寒威的注视下,他却是什么都不敢说,只能期待顾小白这家伙能够机灵点。 可惜顾小白在这方面的天赋实在是低,完全没有意识到沈寒威这事,在给他挖坑,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道,应该不会太晚回来,半个小时左右吧。 顾小白回答得很快,宋秋璇想通过精神链接给他传讯,都没能来得及,只能低下头,装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沈寒威的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缓缓点头道,嗯,那你先去忙吧。 顾小白应了一声,正准备和唐明浩一起离开,却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般,转过身来,从自己的腰间,把空间带解下,递给宋秋璇,道,这里面还有些银两在,你拿去带叔叔阿姨去买张床铺啥的,然后再给叔叔阿姨添置点新衣服。 还有,我早上看了一下,家里已经没吃的了,一会儿你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别忘了买点菜,再买几根大点的骨头,给小小背着。 就艾肯那个,哦,对了,那猪五宁草,你别忘了种回去,就种在之前那个院子角落里就好。 宋秋璇红着脸,结果顾小白的空间带,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能不停地点头点头再点头,看上去倒是像个乖巧的小媳妇。 宋洪博看着看着,忽然哑然失笑,扭头对沈寒威低声说道,居然还安排上了,我怎么感觉自己是去别人家做客呢? 沈寒威则是美好气地瞪了宋洪博一眼,闭口不语。 真是的,你女儿都快被这只骷髅怪骗走了,你竟然还笑得出来,是要有多缺心眼。 交代完之后,顾小白这才和唐明浩一起离开,而沈寒威则是似笑非笑地看着宋秋璇,道, 璇儿,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好像发生了很多事情了。 要不这样好了,买菜买床铺什么的,就让你爸去吧,咱们娘俩回去好好聊聊天。 宋洪博顿时不乐意了,哎,为什么是我去啊? 我就不能跟璇儿好好聊聊了。 沈寒威忍不住翻了个白眼,道,你这个缺心眼的,连发生什么事情了都不知道,话倒是挺多的,干你的活去吧。 他这么说着,顺手从宋秋璇的手中抓过空间带,往宋洪博的方向随手一抛。 这个动作引起了宋秋璇的一阵惊呼。 而这声惊呼让沈寒威略微有些不高兴。 不就是一个破袋子吗?就因为是那只骷髅怪给你的,所以就连这么丢一下都不许了。 谁知他这个念头刚刚升起,另一边宋洪博也突然惊呼了一声。 你又大惊小怪个什么啊?这袋子里装的是黄金吗? 沈寒威皱眉,望向宋洪博如是说道。 而宋洪博则是愣愣地看着手中的袋子,老半天才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产生道。 还真被你说中了,这里面一大堆黄金。 而且我估摸着,在这袋子里,黄金应该已经算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了。 当顾小白和唐明浩抵达佣兵工会的时候,二人发现佣兵里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 一大群佣兵正围在大厅里浏览任务,或是等待着看有没有金主来工会里雇人干活。 是唐明浩?唐明浩回来了? 有眼见的佣兵看见唐明浩正朝着这边走来,连忙忍不住大喊出声,引得旁人纷纷侧目。 什么?唐明浩回来了? 哈哈哈哈,小唐,你可算是回来了,大家都很想念你呢。 一群人顿时就纷纷围了上来,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激情满满。 我不对,应该说是情真意切的笑容。 这主要是因为,往日里工会里有唐明浩在,大家做任务不慎受伤,只要不是缺胳膊少腿,都不用特地去招呼,唐明浩就会热心地主动过来帮忙。 而之前唐明浩外出历练去了,佣兵工会里少了一个强力奶妈,出任务受伤的人多了, 大家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怀念唐明浩在的日子。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看到唐明浩回来了的时候,大家才会如此地开心。 而很快地,有人便注意到了唐明浩身边还有个穿着黑色袍子的家伙。 这个跟唐明浩一起的人是谁啊? 这件黑袍子看起来好像有点眼熟。 黑袍?难道是顾小白? 顾小白这个名字也很耳熟啊,以前似乎有听到过。 就是那个女装大佬,草猫狂魔。 啊,原来是她。 于是,人群愈发喧哗了。 顾小白听着旁人谈话的内容,内心毫无波动,甚至还有点想打人。 唐明浩强忍着,没有当场笑出来,拉着顾小白走进了佣兵工会。 而后静止来到二楼的会长办公室,推门进去。 上官列这会儿,正在跟上官小豪以及夏小悠交谈。 听到开门声,便抬起头来,看到是唐明浩和顾小白时,她的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道,明浩,听说你已经开始冲击六品了。 修为精进的速度很快吗? 唐明浩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道,上官大叔,你就别夸我了。 我这修为晋级的速度,在人家小白眼里,根本不够看哪。 哦? 上官列文言,顿时讶异地望向顾小白,道,我记得小白你出发的时候,还只是八品下街修为吧。 难不成你现在的修为,比唐明浩还要高。 顾小白没急着回答,而是嘿嘿一笑,说道,上官大叔,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别到时候被我吓到了。 上官列眉毛微挑,道,哦,有这么夸张吗? 难不成你后来居上,抢在唐明浩前面,晋级到六品了。 嗯,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是六品上街巅峰修为了,还差临门一脚。 就能晋级到五品修为了。 顾小白笑道,上官列愣愣地坐在位置上,老半天才反应过来,压然道,你,你都已经快五品了。 那你岂不是马上就要凝聚出肉体了吗? 不知为何,顾小白迟疑了片刻,这才笑着点头道,是啊,再努努力,我以后就不需要依靠你行术,才能到处晃悠了。 你要是凝聚出肉体,岂不是跟我们人类一样了,有血有肉的。 下小悠眨了眨眼,有些好奇地问道,那到时候,你还算是亡灵生物吗? 顾小白面色不变,开玩笑一般随口道,谁知道呢,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像死而生吧。 虽然顾小白说得很是轻巧,然而唐明浩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面色却是变得凝重了一些。 不过她的表情也只是变化了一瞬,这丝凝重的表情很快被她隐藏起来,看上去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找个地方闭关吗?还是说继续外出历练? 上官烈问道,顾小白想了想,我在乌影镇里怕是待不了多久,还有些事情需要去处理一下。 什么事情?或许我能帮得上忙。 上官烈道,是这样,我想要查阅一些历史资料,具体时间的话,大约得追溯到千年之前了。 顾小白道,上官烈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道,帝国的资料库或许有相关的资料,不过应该不会太全面。 而且这些资料并不是面向公众的,你如果想要查阅帝国的资料库,怕是没那么容易。 顾小白摸了摸下巴,轻声道,我前段时间在帝都里的时候,跟第三公爵打过交道,如果找他帮忙的话,或许能够借阅一些资料来。 只是如果资料不全的话,倒是有点头疼啊。 就在这时,夏小悠忽然出声说道,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想办法直接找当事人问问不就好了? 啥?找当事人? 你是说,顾小白被夏小悠的这句话整得有些猛逼。 精灵族啊,一千年的时间对精灵族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嘛。 别忘了,你还可以去找小简姐姐啊,她肯定很乐意帮你这个忙的。 夏小悠提醒道,顾小白一拍脑门,苦笑着说道, 还真是,我怎么把精灵族给忘了? 的确,如果去找精灵族的话,就算他们没有千年前的资料,但是找个活了几千岁的老精灵肯定不成问题。 说起来,你怎么突然想要找千年以前的资料了? 唐明浩问道,我想找找看有没有跟骷髅怪一族有关的信息。 当年的骷髅怪曾经是大陆上赫赫有名的强大种族,然而仿佛一夜之间,骷髅怪一族突然就变弱了。 这其中必定发生了什么,我必须得找出原因才行。 顾小白认真地说道,上官列倒是没有想到顾小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她沉思了一会儿,这才说道,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先把修为提上去,等到自己足够强大的时候,再去追查这件事情。 毕竟,能够对整个骷髅怪种族施加天赋稚固的,绝对是我们无法望其向背的强者,贸然追查,说不定会把自己也搭进去。 顾小白沉默片刻,站起身,缓缓开口。 虽然道理的确是这样,但是我没法再等下去了。 我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件事情查清楚,并且将骷髅怪一族的稚固就此抹去。 以骷髅怪的身份,夕阳渐渐下沉,街道两旁的房屋内飘出阵阵饭菜的香味。 路上的行人们闻到了,只觉鸡肠碌碌,赶紧加快脚步,恨不得赶紧回家,美美地吃上一顿晚饭。 顾小白走在人群中,步伐不紧不慢,显得和周围有那么一丝的格格不入。 这丝格格不入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大家都赶着吃饭。 而他则是悠闲的,像是在街上散步一样,更是因为周围的都是货真价实的人类,他却只是一只顶着人类皮囊的骷髅怪。 毕竟不是一个种族,多少会觉得有些孤单。 喂,破剑。 走着走着,顾小白突然轻声唤道,叫本剑干啥? 破剑随口回应道,你想啊,等我晋级到五品之后,就算是完成从亡灵生物到生物的过渡了,但是到那时候,我就会拥有一具完好无损的身体。 那我岂不是连散架都没法用了? 顾小白道,破剑似乎是完全没想过这个问题,一时间竟是被顾小白给问住了。 而且这样的话,我的九品天赋技能分金错骨大法,岂不是也废了? 不能想废就废了呀。 顾小白感慨道,破剑沉默了一会儿,道,但是拥有一具人类躯体的好处远比想象的要多。 况且,你的其他几个技能不也还是可以生效吗? 相比而言,只不过是失去一个无足轻重的技能而已,还是很划算的。 顾小白无声地笑了笑,慢吞吞地朝前走着,随即诱导,对了,如果我到了无品之后,不去凝聚人行,你觉得怎么样? 破剑大惊,脱口出道,这怎么行? 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会怎么样? 顾小白看似饶有兴致地追问道,破剑却突然不说话了,气氛开始变得有些诡异起来。 顾小白静静地等了一会儿,见破剑没有要继续这个话题的意思,便自顾自地继续往下讲。 其实吧,我自己也挺好奇的,如果我突破到无品,并且凝聚出人形的话,究竟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只是现在,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低头望向破剑,轻声道,破剑,你看我现在,还是一只骷髅怪对吧? 破剑不答,算是默认。 然后我凭借着我骷髅怪的身份,接受了骷髅王的传承委托,对吧? 破剑还是没有回答。 顾小白本就没有逼着破剑回答的意思,他直接往下说道,我不知道,晋级到无品的。 我还算不算是骷髅怪,反正我自己感觉肯定是不算了的。 所以说啊,为了防止事情出差错,我必须要在我还是骷髅怪的时候,把这个传承任务解决掉。 我这么说,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次破剑微微震战了一下,低声答道,我明白。 嘿嘿,可以的,你明白就好。 顾小白嘿嘿一笑,连带着语气都变得轻快起来。 好了,我们赶紧回家吧。 我总觉得,回去之后,还有很多麻烦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呢。 之前没怎么细想,现在仔细一琢磨,怂怂,他妈好像看出点什么来了。 感觉他好像,是在试探我,与破剑说了一大堆话之后,顾小白只觉得轻松了不少,快步朝着宋秋玄家的方向走去。 等到他回到家中的时候,正好看到,有许多工人在进进出出。 他上前随便叫住一个询问,才知道,这些都是家具店的工人,这是在将宋洪博和沈寒威所挑选的东西,全都送过来安装好。 看到这么多工人,即便是顾小白也忍不住有些折舌。 他不禁开始怀疑,宋秋玄他爸妈会不会是把整个家具店都给搬空了。 不过他又仔细想了想,以他的小金库存量,别说是搬空整个家具店了,把整个雾影镇买下来似乎都绰绰有余味。 咦?小白你回来了呀? 顾小白刚一踏进家门,宋秋玄便喜不自胜地迎了上来。 他将空间带交还到顾小白手中,然后迅速转过头去,小心翼翼地朝着后面看了一眼。 这才对着顾小白小声说道,那什么?小白我跟你说个事啊,你听了可别生气。 你看我像是容易生气的娄吗?顾小白耸了耸肩,有什么事情你直接说不就好了吗? 宋秋玄张了张嘴,却又什么都没说出来,整个人看上去都很纠结的样子。 不仅如此,他在原地扭捏了一会儿之后,脸颊居然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 这副模样反而让顾小白越发地好奇起来。 究竟是什么事情,才会让宋秋玄露出这样的神态来呢? 唉,算了,那我就真的直说了。 宋秋玄最后狠狠一咬牙,仿佛是下定了决心一般,一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顾小白。 我妈今天问咱俩的事情了。 顾小白一愣,咱俩的事?咱俩能有啥事? 宋秋玄急得直跺脚,就是咱俩以后的事情啊。 你不是都快要晋级到无品了吗? 但拥有人类躯体也是迟早的事情了。 我妈说,如果你真的想,那啥的话,反正该有的程序一道也不能少。 虽然宋秋玄说得遮遮掩掩,不了解情况的人或许会听得云里雾里,但顾小白终归还是听明白了,只见她哑然失笑道,合着你妈是担心你不明不白的就被我给拐走了是吧。 宋秋玄不满地瞪了顾小白一眼,道,那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可不得看紧点吗? 她现在就整天担心我被你给骗了,我能骗你啥? 光凭我这么一个空间带都快足够买下大半个清风帝国了吧。 顾小白苦笑道,而且怂怂,说到这件事情,我倒是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商量。 宋秋玄眨了眨眼,歪着脑袋问道,你想跟我商量啥呀? 我之前跟你讲,如果我是许兆凡的话,到时候晋级无品凝聚身躯就来你家上门提亲,对吧? 顾小白道,宋秋玄不明所以地点了点头,那,万一我判断失误,其实我不是许兆凡呢? 顾小白一字一顿地问道,宋秋玄瞪大了双眼,老半天之后突然像是回过神来了一般,气鼓鼓地说道,你,你该不会是反悔了吧? 我跟你讲你要是敢反悔,我跟你没娃啊? 我没说我要反悔啊,这不是担心你到时候不乐意吗? 顾小白委屈地说道,宋秋玄哼了一声,道,我管你是不是许兆凡呢? 反正我喜欢的是顾小白又不是许兆凡,总之,只要是你就好了 他的语速飞快,仿佛是想在自己害羞之前赶紧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顾小白微微一震,而后脸上露出了湿然的笑容,道,放心好了,不管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一定会来上门提亲的 宋秋玄翘脸通红,低着头,不敢去看顾小白,只是轻声应道,这算是约定吗? 嗯,这是约定 顾小白坚定地说道,这天晚上,宋秋玄家的晚饭是沈寒薇做的 原本宋秋玄觉得,宋洪博和沈寒薇在碎星谷里待了这么多年 今天应该让他们两个好好休息一下才是 然而沈寒薇的一句话,便让宋秋玄呆愣在原地 玄儿啊,妈都已经这么多年,没有给你做过饭了 今天就让我给你做一次吧 于是,沈寒薇在厨房里忙碌着,宋洪博坐在客厅里,浏览着数年来帝国内外发生的大事 而宋秋玄,宋秋玄发现自己完全没有事情干了,只好坐在庭院里发呆,等着顾小白回来 只是事实证明,虽然顾小白回来了,但宋秋玄却反而更加局促不安了 原因无他,当顾小白回家之后,宋洪博的注意力立刻便从手中的报纸上转移到了顾小白的身上 就好像他从始至终一直都在等着顾小白回来一样 回来了? 宋洪博听到厅堂外传来的脚步声,抬起头望向顾小白,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如是问道 顾小白点点头,道 嗯,回来了 宋洪博放下手中的报纸,朝着顾小白招了招手,道 哎,咱们俩聊聊 顾小白虽然不知道宋洪博想跟他说些什么,不过倒也没反对 顺从地坐到宋洪博旁边的椅子上,而后望向宋洪博等待着他的开口 宋秋玄也很好奇,自家老爸到底想跟顾小白说些什么 然而宋洪博却是对着宋秋玄摆了摆手,道 玄儿啊,你妈她在碎星谷里那么多年,怕是连怎么做饭都忘了 你去帮她打个下手吧 我不嘛,我就想听听看你们两个要聊点啥 宋秋玄死赖着不想走 宋洪博一瞪眼,快去,我们大佬爷们的事情 你一个女孩子,往里瞎凑合啥 哎,好吧好吧 宋秋玄看出宋洪博是铁了心,不想让她在客厅里待着 只好满不乐意地挪着步子去厨房了 但是顾小白却忽然面色一变,随即无奈地低下头去 不让宋洪博看见她此刻的异常 宋秋玄这家伙,表面上看起来对宋洪博言听计从的样子 不情不愿地再往厨房走着 但实际上,却是悄咪咪地通过精神链接 对顾小白发号施令 从现在起,我爸跟你说了什么 你都得通过精神链接给我如实转发过来 听到没有 宋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皮了 我觉得,叔叔应该就是单纯地想跟我聊聊而已吧 顾小白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显得正常些 这样,宋洪博就不会看出什么端倪来 哎呀,顾小白你怎么这么笨啊 从宋秋玄的链接那头 传来了气急败坏的情绪波动 我爸非要赶我走 肯定是有什么不能或者不方便被我听到的事情啊 到时候你要是不小心说错话 那岂不是又会变得很麻烦 顾小白陡然醒悟 卧槽你说得好像很有道理啊 那咱们还是随时保持交流吧 一波暗地里的交流完毕 顾小白望向宋洪博 微笑着问道 宋叔叔 你想跟我聊点什么 你别紧张 我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就是单纯地想问问 你跟玄儿之间的关系 宋洪博嘴上说着 让顾小白别紧张 自己却显得很是纠结 看上去一副欲言又止 欲止又言的模样 你们俩 嗯,看着挺亲密的哈 顾小白暗自苦笑 啊 我跟宋秋玄认识差不多也快半年了 关系的确挺不错的 宋洪博往厨房的方向望了一眼 然后和颜月色道 其实我和孩子 他妈都看出来了 你跟玄儿之间肯定是有感情的 但是你现在的身份 还是一只骷髅怪 你阿姨肯定会有顾虑 这点你明白的吧 顾小白一愣 这宋叔叔 怎么好像是 给他通风报信来的 按照正常话风来讲 一个父亲要是知道自家的宝贝女儿 差点被一只骷髅怪拱了 不应该提着斩骨刀冲上来 就开始剁骨头吗 或许是看出了顾小白的疑惑 宋洪博微微一笑 继续道 我知道你肯定很奇怪 的确 作为一个父亲 我也会担心很多事情 毕竟 我就只有玄儿这么一个女儿 但是呢 正是因为我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 所以我才更应该尊重她的意见 这一点 你沈阿姨跟我的观点就不一样 她总觉得玄儿还小 分不清好和坏 不过我倒是觉得 玄儿这个年纪 早就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了 更何况 宋洪博说着 目光微微下移 最终定格在了顾小白腰间的玉坠上 既然老爷子把玉坠都给你了 这就说明她已经认同你了 老爷子看人可是比我都准 那我还担心什么呢 你能从碎星谷里 把我们带出来 就已经足以说明你的实力了 想要当我的女婿 总得有保护我女儿的实力 这点很重要 至于你到底是不是许兆凡的转世 这点我并不在意 反正玄儿喜欢就好 这个我不干预 但是呢 有一点我必须要说一下 顾小白心头一动 知道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 她赶紧出声道 宋叔叔你说吧 我听着呢 宋红伯汉手道 那我就直说了 你们亡灵生物修炼到五品之后 拥有一次抉择机会 究竟是凝聚人形继续修炼 还是保持原形各有各的好处 我听玄儿说 你曾经接受过骷髅王的传承 要带领骷髅怪异族走上巅峰 可若是如此的话 你就无法凝聚人形 更不用说跟玄儿走到一起 所以我想知道 在你看来 究竟是骷髅王的传承更重要 还是玄儿更重要 这个问题 顾小白并不是没有想到过 或者说 宋红伯会提出这个问题 本就是在情理之中的 宋秋璇通过精神链接 同样能够感应到这边的情况 但她却并没有说话 显然 她也是在等待着顾小白的回答 两个选择 代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 宋红伯自认为 如果她是顾小白 面对这个问题 绝对会陷入到艰难的抉择中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顾小白根本就没有犹豫 反而是一脸轻松地说道 宋叔叔 这个问题 我早就思考过了 现在说给你听 倒也无妨 到底是继续完成 骷髅王的传承 还是凝聚成人形 和宋秋璇在一起 其实这二者并不冲突啊 我只要在晋级到五品之前 将骷髅怪异族的 桎梏解除掉就好了 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 而我已经是一只 成熟的骷髅怪了 所以 我全都要 考虑到宋秋璇的 爸妈已经回来了 顾小白思前想后 变成人类的模样 毕竟 她的拟形模板是宋秋璇 到时候 宋洪博和沈寒威 看着面前忽然多出来一个女儿 只不定会想些啥呢 像是什么爱 她就变成她的样子啊 之类的近段话题 既然没有使用拟形术 那么骷髅怪形态的顾小白 就不需要食用人类的饭菜了 看到宋秋璇一家 坐在餐桌前 其乐融融的样子 顾小白想了想 对着宋秋璇说道 我去趟死亡山脉 小小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有点担心 宋秋璇冲着顾小白 认真地点点头 道 嗯 早去早回 顾小白向宋洪博和沈寒威道过别 而后伸展出分金错骨大法 朝着雾影正外的方向急射而去 转眼间便不见了踪迹 宋洪博看着顾小白消失的方向 忍不住感慨道 没想到啊 突破品级之后的骷髅怪 居然如此之强 刚才小白施展出来的速度 连我都有些看不清了呢 可能是因为你瞎了吧 沈寒威面无表情地看了宋洪博一眼 吃你的饭去 人家快不快关你什么事 宋洪博呵呵一笑 也不争辩 只是趁着沈寒威不注意的时候 对着宋秋璇几眉弄眼了一番 这才继续低头吃饭 而宋秋璇在看到宋洪博的眼神时 心里顿时一片振奋 果然 老弟是自己这边的人 虽然之前通过与顾小白之间的精神链接 宋秋璇大概也清楚 宋洪博并没有要反对的意思 但他不能确定 宋洪博对顾小白说的那番话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的 不过现在好了 看到宋洪博的眼神之后 宋秋璇先前一颗半悬着的心终究也是放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 只要搞定老妈就可以了 顾小白借助着分金错骨大法的位移效果 如同一道白色闪电划过雾影镇的天空 在这个时间点 很少会有人注意天上的情景 而且顾小白的速度这么快 就算是有人此刻望着天空 也无法捕捉到顾小白的移动轨迹 顶多也只是会觉得 自己眼前一花 仅此而已 然而让顾小白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马上就要冲出雾影镇范围的时候 一个声音忽然从身下传来 顾小白 顾小白向下望去 看到城墙上站着一个魁梧的身影 正一眨不眨地望着他 是杜明 不愧是杜将军啊 我都飞得这么快了 明居然还能看到我 顾小白轻巧落地 笑嘻嘻地朝着杜明拱了拱手 杜明眼中有金芒闪烁 显然是感受到了 顾小白现如今的修为 已然突飞猛进 于是他忍不住感叹道 没想到数月未见 你的修为竟是精进至此 就连我都忍不住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哎呀 杜将军客气了 我这点修为 在您面前 还是不够看的呀 顾小白倒也没有因为杜明的这一句话 便沾沾自喜 他知道 杜明的修为是五品中阶 比起现在的他来 还是要高出太多 虽然五品中阶和六品上阶 看起来似乎差距并不是很大 无非只是两个小段而已 但只有修炼到这个层次的人才会知道 哪怕只是相差一个小段 双方之间所存在的战斗力差距 便可堪称云尼之别 即便以顾小白现在的实力 或许能够越级挑战五品下阶 只是在面对杜明的时候 依旧还是有些不够看的 好了好了 你也别谦虚了 就你这修炼速度 如果保持下去的话 说不定明年这个时候 你就已经晋级到一品了 杜明随口打句道 话说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顾小白从腰间解下一枚精美的玉坠 晃了晃 笑呵呵地问道 杜将军 这东西您觉得眼熟不 杜明只看了一眼 便猜到了事情的大概 苦笑道 你知道 我是被宋孤独那老东西丢过来的了 他抬起头 看着天上的繁星 悠悠地叹了口气 这老东西也是不讲究 跟上头申请 要把我丢到这儿来 还说什么等我到地方了 自然会知道原因 打死我都想不到 这老东西 居然是让我过来 给他带孙女的 看着杜明一脸惆怅的样子 顾小白却是能够感觉到 杜明跟宋孤独的关系应该不错 否则 他也不会心甘情愿地 帮宋孤独带孩子 同时还一口一个老东西了 想来 二人应该算是忘年之交吧 说起来 这么晚了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杜明问道 顾小白也没隐瞒 道 我家小小不知道咋回事 现在还没回家 不知道窝在死亡山脉的那个角落里了 我去把他拽回来 这样啊 那行 你去吧 杜明点点头 正准备离开 却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一般 开口道 对了 你要是有空的话 去躺镇长府 前些天我好像听到李镇长提起过你 李清 提起过我 顾小白有些猛逼 不过他也没有往生了想 只是点头应下 知道了 谢谢杜将军 没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嗯嗯 去吧去吧 杜明朝着顾小白摆了摆手 转身离开 而顾小白则是再次冲天起 借助分金错骨大法 继续往死亡山脉飞去 他虽然不知道小小的具体位置 但他却并不担心会找不到小小 小小的狗鼻子这么灵 自己会找过来的 果不其然 当顾小白刚刚进入到死亡山脉区域没多久 便听见从远处传来了一阵熟悉的犬飞声 没过一会儿 小小的身影便出现在了顾小白视线之中 真是的 都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难不成你在外面野了几天 就把自己当成野狗了 顾小白揉着小小脖梗上的毛发 如是说道 走了走了 我带你回家啃骨头去 然而让顾小白没想到的是 小小却完全没有要跟着他一起离开的意思 反倒是低头一叼 将顾小白叼在口中 而后轻车熟悉地往自己背上一甩 转身便朝着死亡山脉内部跑去 喂喂喂 纯狗你这是要干嘛 我说的啃骨头 不是让你啃我呀 顾小白赶紧大叫道 小小带着顾小白 朝着死亡山脉内部一路急迟 沿路遇到的所有魔兽 在看到小小的时候竟都纷纷避让开来 眼神中似乎还带着浓烈的畏惧之色 这一幕落在顾小白眼中 自然是令他嘖嘖称奇 要知道 小小现在的修为仍旧停留在七品下接 而刚刚仓皇避让的那些魔兽里 甚至还有十例接近六品的存在 就连那些魔兽都要给小小让路 可想而知 小小现在在这死亡山脉里 混得是要有多么风生水起了 事实上 小小能够在死亡山脉内这么横行霸道 并不是因为他现在的修为 而是因为他体内的血脉 三头地狱犬的血脉 能够对于其他魔兽造成天生的威压 虽然小小现在还只进化出了第二个头 但别忘了 他的项圈里还住着一个老爷爷 二部住着一条地狱三头犬的魂灵呢 哟 怪不得你不舍得回去 何着是在这死亡山脉里 当上山大王了 顾小白笑着打趣道 小小的两颗狗头 七七扭转回来 冲着顾小白得意地汪汪叫了两声 顾小白赶紧抬手 把其中一颗狗头强行扭回去 看路啊 不然一会儿撞狗了怎么办 这时 从小小的项圈里飘出一缕白烟 那白烟在飘出后迅速扩散 最后变成了顾小白曾见过的那条地狱三头犬 只是不知为何 地狱三头犬的体型 比起之前来说 竟是要小了不少 看起来 他甚至可以在小小的背上随便打滚 都不用担心会掉下去 骷髅怪 好久不见了 小号地狱三头犬端坐在小小的背上 冲着顾小白点了点头 数日未见 你的实力竟能突飞猛进到如此底地步 倒是真让我有些刮目相看 如此看来 五主当初并没有选错人 顾小白挠了挠头骨 老实说道 机缘巧合而已 往后可能就没法这么快了 地狱三头犬呵呵一笑 道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你怎么知道 往后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呢 他顿了顿 继续道 说起来 你现在既然已经达到了六品修为 那么五主的那所宫殿 就算是正是归你所有了 顾小白点了点头 自从顾小白晋级到六品上街巅峰之后 他就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骷髅王那座宫殿的存在了 仿佛只需要一个念头 就可以将其从虚空中召唤出来 只不过稳妥起见 他暂时还没有尝试过召唤 试想 若是在外界召唤出一座亡灵大军的宫殿来 绝对会引发大范围的轰动 所以 顾小白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 想要找个机会回趟买谷之地 在买谷之地里进行召唤 毕竟买谷之地里到处都充斥着死气 生者在里面待久了会很难受 所以很少有人会到买谷之地里去 只要顾小白随便在买谷之地内 找个空旷点的地方召唤 想来就能把影响降到最低 骷髅怪 我看你修为接近满意 似乎已经接触到了五品的瓶颈 虽然 你应该已经有所觉悟 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既然你接受了亡灵大军的传承 那么你就不要再想着凝聚人形了 大军在宫殿里存留了许多笔记 其中记录了他修炼过程中所体会到的心得 若是你凝聚了人形 那些笔记对你而言就全然无用了 更何况 你是无主的继承人 维持骷髅形态本就是你最大的荣耀 地狱三头犬缓缓开口 顾小白沉默片刻 朝着地狱三头犬拱了拱手 前辈 实不相瞒 其实我已经打算好了 等到无品之后 便会舍弃这骷髅之身 以人形继续修炼 果不其然 地狱三头犬顿时勃然大怒 骷髅怪 你这是将无主的恩赐 当成什么了 难道说 还有比复兴骷髅怪一族更重要的事情吗 嗯 非要说的话 复兴骷髅怪一族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的确是一等一的大事 顾小白诚恳地说道 听了这话 地狱三头犬面色稍稍缓和 正要说话 但顾小白又紧接着继续说道 不过吧 我还有另一件一等一的大事 也是不得不去做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 小小心领神会地回过头来 爷鱼地看着顾小白 宠他呵呵直笑 妈爷你是一条狗啊 一条狗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笑声啊 也不知道 小小和地狱三头犬 是如何进行交流的 总之 顾小白就看着地狱三头犬 焦躁不安地 在小小的背上绕来绕去 最后他停下脚步 目光灼灼地望着顾小白 沉声道 所以 你想要为了那个人类女孩 放弃骷髅王的传承吗 顾小白干咳了两声 道 前辈你听我说 不管怎么样 我首先是一只骷髅怪 既然如此 解决骷髅怪一族的修为智骨问题 我绝对会尽心尽责 等到解决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会把宫殿交还给你 然后你可以去找一只 你看着顺眼的骷髅怪 把传承交付给他 地狱三头犬正要发怒 顾小白又赶紧说道 我们讲道理啊 骷髅王当时 只是让我带领骷髅怪一族重回巅峰 又没说让我继续当骷髅怪 我可不算违约啊 小小也跟着 汪汪叫了两声 似是在帮顾小白说话 两久 地狱三头犬 终究是露出一丝颓然之色 悠悠叹息道 好吧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我也无话可说 只是我必须提醒你 想要以六品上街的修为 去解决问题 无异于天方夜谭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说吧 地狱三头犬不再停留 再次化作一缕白烟 回到了项圈之中 而小小这时 也逐渐放缓了速度 最后在一片树木丛生的草地前 停下了脚步 顾小白从小小背上跳了下来 不明所以地看了小小眼 问道 你带我来这干嘛 小小轻轻地熬了一声 硕大的狗头往地上拱了拱 竟是从草地里拱出来一只通体雪白的小东西 这是 地狱魔犬 顾小白不由地大惊 这时他才注意到 草丛里居然趴着三四只 小小的地狱魔犬 赫然是前不久才出生的 顾小白面色古怪地看着小小 道 你不会告诉我 这些都是你的狗儿子吧 我跟你讲 就算是你们地狱魔犬 生崽子也不可能这么快的 总得有个受精卵发育成熟的过程 小小一脸猛逼地看着顾小白 好像是没有反应过来 顾小白叹了口气 同情地拍打着小小的身体 道 小小 怕不是喜当爹了 经过了一连串连猜带蒙的交流之后 顾小白总算是明白过来 摸着脑袋扇扇道 这些不是你的狗崽子 小小美好气地瞪了顾小白两眼 两颗狗头同时露出了一副嫌弃的表情 显然是因为顾小白刚才的妄加猜测 而表示不满 而顾小白也只能抱以一个 尴尬而不失礼仪的微笑 蹲下身子 开始观察草地里 那几只连眼睛都还睁不开的小地狱魔犬 然后他仔细数了数 发现这里一共有三只狗崽子 我说小小 这几只狗崽子的亲爹妈呢 为什么是你在这给人家带孩子 顾小白不解地问道 然而小小却是摇了摇头 看起来他也不知道 生下这一窝小地狱魔犬的魔犬妈妈 到底去哪了 就在这时 其中一只幼犬忽然嗷嗷叫唤起来 而其他几只幼犬仿佛是受了连锁反应 也跟着不停地叫唤起来 一共三只幼犬 闭着眼睛仰着脖子嗷嗷直叫 看起来就像是等待投食的幼鸟 慢着等待投食 顾小白瞬间恍然大悟 连忙开口道 小小 这几只幼犬饿了 要吃东西呢 小小狗去一阵 两双狗眼此刻惊恐地望向顾小白 其中透露着惊慌失措的意味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只不过是阐述事实而言 难不成这几只小东西 大半夜没事干的这瞎尖叫唤 顾小白完全想不通 小小为什么会突然用惊恐的眼神看着他 只觉莫名其妙 比起这个 你倒是快点给小东西们弄点吃的呀 身为一只骷髅怪 顾小白自然是不知道 地狱魔犬们在幼犬时期应该吃点什么 但小小肯定清楚 所以顾小白觉得 这种事情当然应该交给小小来解决才对 在顾小白的不断催促下 小小哀怨的仰天长鸣 心不甘情不愿地趴下了身子 而那几只幼犬 也像是有所感应一般 往小小这边拱了过来 爬得最快的那只幼犬 在小小的肚皮下面寻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秃点 然后便心满意足的一口雕筑 开始用力地瞬息起来 熬屋 小小羞愤地抬起两条前爪 分别捂住了自己的两对狗眼 还好他现在只有两颗狗头 要是进化出了第三颗 那么两只前爪还真不够捂的 很快的 第二只幼犬在小小肚皮下 也找到了一个小秃点 同样开始瞬息起来 而第三只幼犬来晚了一步 他的两个兄弟已经分别占了一个位置 但他并不死心 开始沿着小小的肚皮 一路向下 汪汪汪汪汪 小小惊得差点从地上蹦起来 如果顾小白能够听懂地狱魔犬的语言 那么他就会知道 小小刚刚喊的是 妈爷 下面那个不能雕啊 不过 虽然语言不通 但是顾小白这会儿也知道 小小这是误会了他话里的意思 他只好哭笑不得地上前 将那条正宫向小小下路的幼犬抱了回来 同时说道 小小你 哎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小小四眼无神 就像是被玩坏了一样 总之 这几条幼犬 是要喝奶的对吧 那不如我们先将这几条幼犬带回乌影镇里去 到时候找找看 有没有谁家的母狗刚刚生产的 咱们去接个奶 顾小白提议道 小小一听 觉得这办法似乎挺靠谱的样子 他连忙站起身来 将那两只还在一个劲儿吸吮着的幼犬叼在嘴里 随后 他冲着顾小白转了转脑袋 示意它赶紧上来 顾小白却没有急着行动 而是在那几条幼犬的位置留下了一根止骨 同时向小小解释道 这样的话 如果这些幼犬的妈妈回来 我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了 在这之后 顾小白才抱着最后一条幼犬 跳到了小小的背上 朝着雾影镇的方向赶去 因为考虑到速度太快 几只幼犬或许会不适应 小小这次特地放满了速度 饶是如此 当他们从死亡山脉内回到雾影镇时 也只不过用了十多分钟而已 此时正值夜间 守城的士兵们正在城墙上巡逻 这时有人忽然朝着外面看了一眼 淡然道 那条地狱魔犬回来了 哦 边上的人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可是现在城门已经关了 关了就关了吧 这条狗什么时候走过门吗 说的也是啊 话音落下 小小已经临近城墙 只见他轻车熟路地纵身一跃 便直接跃过了高高的城墙头 然后稳稳当当地落在地面上 继续朝前跑去 至于城墙上的士兵们 他们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顾小白坐在小小身上 道 咱们不急着回家 先去镇长府找李镇长帮忙 小小一眼 朝着雾影镇的中心位置跑去 得亏这会儿 街上没什么行人 否则按小小这个速度 怕是得撞上一群人 又过了几分钟 顾小白和小小 总算是抵达了镇长府 守在镇长府前面的两名士兵 看到一个身着黑袍 还骑着地狱魔犬的人 从狗背上跳了下来 心里多少已经有了点数 其中一人上前几步 陈深问道 顾小白 顾小白连忙回答道 对对对 麻烦老哥 您帮我通报一下 我找镇长有点事情 于是 两名士兵留下一人 另一个则是匆匆忙忙地进了镇长府 不多时 那人便快步走了出来 道 跟我来吧 镇长在会客厅等你 顾小白让小小 在门口等他一会儿 将怀里的右拳 放在小小脚边 而后便跟着那士兵 朝会客厅走去 此时虽至夜间 会客厅却依旧灯火通明 顾小白走进厅内 压抑地发现 这里居然不仅仅只有李清一人 还有些他之前 从未在雾影镇里见过的人 哦 当然 熟人也是有的 比如说 上官烈和慕容云 小白你来得正好 我听说 你回来了 正想着明天去找你呢 李清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 来 这边坐 顾小白却没急着坐下 反倒是语气急切地说道 李镇长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李清好奇地看着顾小白 问道 什么忙 我需要一条刚生产的母狗 顾小白语气诚恳地说道 众人 啥情况 大晚上的来找镇长 居然是让人家帮忙找条 有奶水的母狗 这小子 他不是脑袋有问题吧 大晚上的跑到镇长府 让镇长帮自己找一条 有奶水的母狗 这特喵的是个什么操作啊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这种事情好吗 小白 这是为何 李清的眉头微微皱起 他并不会因为顾小白 这个莫名其妙的理由 就对其产生反感 相反的 他很快便意识到 顾小白会因为这样的理由来找他 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顾小白认真地说道 我在死亡山脉里 捡到了三只地狱魔犬的幼犬 到处都找不到狗妈妈 所以只好来乌影镇 先借个奶 此话一出 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般地看着顾小白 对于人类来说 想要拥有一个忠实可靠的魔兽伙伴 最稳妥的方法 便是从魔兽幼年期便开始培养 然而捕获一只魔兽幼崽 却并非那么简单的事情 尤其是品阶越高的魔兽幼崽 就越不容易捕获得手 每年都有许多魔兽猎人 为了那极高的利益 冒着生命风险去捕捉魔兽幼崽 有的满载而归 但更多的则是永远无法归来 成为魔兽们果腹的食物 而现在 这个叫顾小白的家伙居然说 他有三只刚刚出生不久的地狱魔犬幼崽 这简直就是在炫富啊 当然 他们不知道的是 对顾小白来说 这真的不能算是炫富 他要是把自己的空间带丢出来 这才叫做真正的炫富 李青强行压下眼中的激动 道 小白你在这里坐一会儿 我这就派人去镇子里找狗 在他看来 顾小白既然带着这三条地狱魔犬幼崽过来 那么 只要自己帮他一把 就算是赠送给了他一个人情 到时候 他就算不把三只幼崽全都留下 至少也该留下一只来吧 顾小白点点头 在会客厅里找了个位置安静坐下 等待着李青回来 会客厅里的其他人左右四顾 都有些蠢蠢欲动 而这时上官烈却是 志得意满地站起身来 故意清了清嗓子 而后笑容满面地 走到了顾小白的身边 看上官烈那家伙得瑟的模样 肯定是要去套交情了 有人不爽地低声咕弄道 上官烈自然也是听到了这声咕弄 不过他并没有半点尴尬 毕竟 他的确就是去跟顾小白套交情的 这种时候 有交情不往外摆 难不成留着过年吗 他走到顾小白身边坐下 笑道 小白啊 这三只地狱魔犬的幼崽 你想好要怎么安置他们了吗 顾小白摇摇头 道 目前暂时没有 上官烈眼中 笑意更盛 没有就好 没有的话 他还有希望 能为自己争取一只 然而他还没说话呢 顾小白又继续说道 反正能养就先养着 等我找到他们的亲生母亲 到时候再送回去吧 上官烈变色一僵 亚然问道 全部 顾小白不明所以地 看了上官烈一眼 点点头道 是啊 家里有小小在 开销就已经够大的了 这要是再来一只 先不说我们养不养得起的问题 我估摸着家里的墙 怕是挨不了他们几天折腾啊 上官烈不死心 又问 你就不考虑卖掉几只 上官大叔你想要 顾小白直截了当地问道 嗯 是啊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摸手伙伴来着 上官烈善善地说道 顾小白沉默了一会儿 道 这样吧 如果我真的找不到他们的妈妈 那到时候就给你一只好了 上官烈大喜 放声笑道 好小子 我果然没看错你 周围的人听到上官烈的笑声 便知道他应该是得手了 一时间 其他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浓重的羡慕之色 纷纷挤上前来 跟顾小白套着近乎 从这群人的七嘴八舌中 顾小白总算是大概了解了这群人的身份 原来他们曾经与上官烈和李青 是一个佣兵团的 现在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 齐聚到了这雾影镇里来 如果顾小白没记错的话 上官烈之前有提到过 他当年所在的这个佣兵团 名字似乎是叫 虎牙 而这个时候 李青正好回来 看到一群人将顾小白围在中间 自然也是猜到了几分 他赶紧大声说道 你们几个这都是干啥呢 一会把人家给吓到了怎么办 再说了 分明是我先来的 你们这群老油条 争抢的什么劲呢 要选也是我先选 人群中有人坏笑道 分明是你先 李青啊 上官那家伙 可是已经节足先登了哦 李青面色一变 狠狠地瞪了上官烈一眼 丝毫不顾及 形象地大喊道 上官你这混蛋 居然也跟我抢狗崽子 上官烈黑黑一笑道 我只预约了一只而已 还有两只呢 老李你自己去跟小白商量去吗 而顾小白也适时地点头说道 如果是李振长的话 也可以跟上官大叔一样 收养一只幼犬 对了 李振长 母狗找到了吗 李青听闻顾小白的保证 顿时心情大好 连连点头道 放心 我已经吩咐下人 找来了一条刚刚生产完的母狗 现在正在外面 给那三只狗崽子喂奶呢 顾小白这才松了口气 笑道 那就好 其他人见李青和上官烈 都有了一只幼犬 心里也臊痒难耐 恨不得马上就将剩下的最后一只 幼崽占为己有 然而就在这时 顾小白忽然面色一变 猛地站起身来 上官大叔 李振长 我有点事情 必须要离开一趟 门口那三只地狱魔犬又在 还劳烦你们 暂且带为照顾一下 顾小白沉声说道 说完 也不等上官烈和李青回应 顾小白便匆匆忙忙地 冲出了振长府 留下会客厅内一群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虽然顾小白也知道 这样的行为 显得很是失礼 但他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就在刚才 他通过遗留在死亡山脉中的 那节止骨 清楚地看到 有一只鬼鬼祟祟的魔兽 来到了之前那三只 地狱魔犬又犬所躲藏的地方 似是在寻找着什么 顾小白认得那只魔兽 那是 七品魔兽 复眼云文豹 复眼云文豹 这种魔兽在死亡山脉中 并不常见 作为七品魔兽 复眼云文豹的实力 自然不容小觑 事实上他 一度被认为是 死亡山脉中 最为难缠的七品魔兽之一 因为复眼云文豹的速度极快 而且 爪牙也异常锋利 除此之外 他们所特有的一对复眼 能够让他们更好地寻找到 躲藏在附近的猎物 可以说 被复眼云文豹盯上的猎物 很少能有幸运逃脱的 当然了 他绝对不会知道 这会儿两个实力 都已经达到了六品上街巅峰家伙 已经盯上了他 居然是复眼云文豹 看来那几条幼犬的父母 怕是真的凶多吉少了 顾小白稳稳当当地坐在小小背上 通过留在那边的止骨观察着情况 而后止不住地叹息 那只复眼云文豹的身上还有血字 却没见到伤口 应该是在跟那两只大地狱魔犬搏斗时 所沾染上的吧 小小的喉咙中 发出抑制不住的低吼声 这是他发怒到极点的表现 很明显 那只复眼云文豹 摸到那片草地上 就是冲着那几只幼犬去的 或许是为了果腹 或许是为了赶尽杀绝 但无论是哪个理由 若非小小偶然发现了那几只幼犬 否则现在 那几只幼犬 肯定已经被这只复眼云文豹给杀死了 虽然小小不认识那两只地狱魔犬 但本着同族的情谊 他也已然下定决心 要将那只复眼云文豹碎尸万段 六品上街巅峰的他 想要收拾这只修为 只有七品的复眼云文豹 还不是手到擒来 周围的景色飞速倒退 聪裕的树木逐渐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岩壁 以及高耸如云的群峰 这代表着顾小白和小小 已经回到了死亡山脉之中 然而就在这时 顾小白突然发出了一声轻疑 居然发现我了吗 他苦笑着轻声说道 可别被我这肢骨里蕴含的剑意给吓跑了 卧槽这活特么要干嘛 复眼云文豹在草地里搜索了好一会儿 似乎正在奇怪 为什么本该躲藏在这里的地狱魔犬幼崽 一直都不见了 他的嗅觉并不算特别灵敏 所以直到现在他也没有闻出 这里还来过另一条地狱魔犬和一只骷髅怪 但是比起嗅觉来说 视力才是复眼云文豹的强项 所以他凭借着出色的目力 成功发现了顾小白特意留在地上的那节止骨 他凑过头去 用力地嗅了几下 惊喜地发现 这似乎是个好东西 赶紧将那节止骨一口叼在了嘴里 用力嚼巴了几下 只是很快的 复眼云文豹便发现 这骨头有点硬 发现根本咬不碎 如果要是硬来的话 说不定会把自己的牙给崩了 于是思考过后 也可能这祸完全没有思考过后果 复眼云文豹 直接将顾小白的止骨给吞了下去 是的 吞了下去 骑在小小背上的顾小白 此刻差点被这只复眼云文豹的行为 气得原地爆炸 喵了个咪的 这个蠢豹子 竟敢把我的止骨吃掉 过分了呀 这下真的是 不把这只复眼云文豹干掉 都说不过去了 不过转眼功夫 小小带着顾小白 又回到了之前 他们找到地狱魔犬幼崽的地方 只是此刻那只复眼云文豹 自是已经不在原地了 想要找到它 还要花上一点时间 顾小白仔细感应着自己 被吞的那节止骨 发现那节止骨被吞了之后 自己想要对其进行定位 就显得非常困难 即便是通过分金错骨大法 也无法建立太紧密的联系 只能大概地感应到一个方位 好在这里还有小小 论追踪能力 小小绝对是一等一的 他微微扬起头颅 两颗狗头在空气中随便秀了几下 便迅速锁定了方向 飞速朝前冲去 只是让顾小白和小小 没想到的是 他们寻着那只复眼云文豹 留下的气味 追寻了大概五分钟左右之后 空气中复眼云文豹的味道 却逐渐变得浓烈起来 这让小小无奈地止住了脚步 顾小白很快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 如此浓烈的味道 当然不是因为那只复眼云文豹 常年不洗澡散发出来的体味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自然是因为 他们已经摸到 复眼云文豹的群居地里来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 小小引以为豪的嗅觉 自然是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而顾小白的定位也很模糊 只能判断出一个大概的方向 仔细思考了一番之后 顾小白从小小的背上翻身跳下 示意小小暂时先待在这里 不要乱跑 自己则是收起身上的黑袍 而后大摇大摆地 朝着复眼云文豹的地盘边上走去 没走多远 他就撞见了几只 在外圈钉梢警戒的复眼云文豹 这几只复眼云文豹 看似懒散地趴在地上休憩 但顾小白能够清楚地感应到 当他朝着这边走来的时候 那几只复眼云文豹的契机 便已经将他锁定住了 其中有两只复眼云文豹 甚至还睁开了 眼睛 目露凶光 准备发出吼叫声示警 嗯 骷髅怪 这里又不是买骨之地 这只骷髅怪 是从哪冒出来的 负责看地盘的复眼云文豹们 互相对视了两眼 干脆又趴了回去 而锁定在顾小白身上的那几道契机 也随之散去 骷髅怪这种弱小的亡灵生物 干嘛浪费力气去管它 而顾小白 也是暗自松了口气 果然 出于对骷髅怪的轻视 这些复眼云文豹连动手 都懒得动手了 顾小白慢悠悠地 朝着复眼云文豹的地盘内走去 尽量保持着 与其他复眼云文豹之间的距离 他知道 自己现在就像是一只 钻入别人家里的小苍蝇 只要别老是 往人家身边转悠 基本上就不会有巴掌拍过来 循着与植骨之间的那一丝丝联系 顾小白缓缓前进 可就在这时 他忽然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一般 止住了脚步 并且朝着另一头望去 那里 躺着两条地狱魔犬 准确地说 应该是两条地狱魔犬的尸体 它们的身上早已血肉模糊 许多地方甚至还露出了白森森的骨架 死状极其惨烈 从那两条地狱魔犬身上 所流淌出来的血液 将周围的地面都染成了褐色 空气中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息 但对于复衍云文豹们来说 这样的气味 只会令它们食欲大增而已 弱肉强食 从来都是世界上最恒定的法则 即便是顾小白 也无法更改这一现象 所以他能做的 就是不断地让自己变强 再变强 并且努力让身边的人 也一起变强 至于现在 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除了要将自己的肢骨取回以外 更重要的是 他还得替小小出口气 之前也已经说过了 弱肉强食 本就是自然界中的法则 顾小白不会 也不可能因为两条素未谋面的地狱魔犬 做出涂漏整个褐眼云文豹种群的事情 但至少 那只想要对幼崽们下手的褐眼云文豹 顾小白必须得要干掉 既然小小摆明了 要护着那三只幼崽 想必就是把那三只幼崽 当成自己的狗崽子看待了 而顾小白和小小的关系这么铁 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只是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他与那节止骨之间的联系 实在是太微弱了 根本就不知道应该上哪去找 总不能把那个方向的褐眼云文豹 全都给干掉吧 不过很快的 顾小白便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虽说他与自己那节止骨之间的感应比较弱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就无法控制那节止骨 至少做一些手脚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 让那节止骨释放点建议出来 于是没过多久 一只懒洋洋的趴伏在树下 休奇的褐眼云文豹 忽然有些不安的低声咆哮起来 而周围的褐眼云文豹 也是很快感觉到 从那只褐眼云文豹的体内 竟是散发出了一股 令他们都感觉到胆寒的气息 一时间纷纷远离开来 肠胃本就是柔软脆弱的器官 被建议这么一丝虐 那只褐眼云文豹 虽说没有当场去世 却也是虚弱无力地躺倒在地 浑身抽搐 看上去奄奄一息的样子 而顾小白 也借此成功锁定了目标 趁着其他褐眼云文豹 都还惊疑不定地 看着那只奄奄一息的同伴 顾小白一改先前的目棱模样 如同一道闪电般冲上前去 而等到顾小白 从树枝褐眼云文豹身边穿过 冲到树下之时 他的手中 已然多了把通体默色的短剑 好吧 现在的破剑 已经不能算是短剑了 自打吸收了两块云文蜜蜜 又吞噬了整个碎星谷的剑气之后 破剑的剑身 就比之前长了不少 此刻的他 甚至已经到达了原先的两倍长度 而风锐度更是远超于前 在所有复眼云文豹 都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 顾小白已经将地上的那只复眼云文豹 开膛破肚了 直到这时 那群复眼云文豹才意识到 究竟发生了什么 纷纷开始愤怒地咆哮起来 妄想顾小白的眼神中 也开始有暴力的凶光迅速蔓延 而顾小白 却是浑然不惧 他弯下腰 从那只复眼云文豹的尸体中 找到了自己的止骨 并装了回去 然后不慌不忙地是 放出了自己的修为气势 六品上街巅峰 与此同时 躲藏在复眼云文豹岭地外的小小 感觉到了不远处传来的冲天气势 知道顾小白那边已经起了冲突 他想都没想 直接起身朝着顾小白那边冲去 他和顾小白都是六品上街巅峰 虽说仅凭他们两个 就想把此地的整个复眼云文豹种群 屠戮殆尽 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若是仅仅想要安然而退的话 还是可以做到的 当然了 走之前必须先收点利息才行 小小的两颗狗头便同时张开血盆大口 左边的狗嘴中有烈焰正在凝聚 而右边的狗嘴中则是闪烁着丝丝电芒 汇聚成球 在幽暗的夜色下 小小这里反而格外显眼 之所以说地狱三头犬是神兽级血脉 原因在于地狱三头犬的三个头都能看作是独立的个体 但却又能够共享修为 话而言之 若是小小晋级 那么他的两颗头颅都会分别多出一个天赋技能 相当于两个心有灵犀的人能够 同时进行施法配合 虽说如此一来 体内魔力消耗也会变得很大 但是以小小现在的实力 至少撒个半小时的坡 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小小那边闹出的巨大动静 成功吸引了顾小白周围那一圈赋眼云文豹的注意力 而顾小白则是趁着这个机会 寻了个包围圈上的缺口迅速脱离 并且朝着小小的方向汇合 差不多了 咱们快走 顾小白在小小耳边低声说道 小小示意顾小白赶紧上来 同时自己也有意识地朝外围撤离 两个六品上街巅峰的存在 让这群复眼云文豹完全不敢上前 他们连群起而公之的胆量都失去了 偏偏就在顾小白和小小 马上就要从复眼云文豹的领地中撤离出去的时候 一道惊天动地的咆哮声忽然响彻此间 光是这一声咆哮 即便是小小都感到有些头晕目眩 精神恍惚 而顾小白因为精神免疫的缘故 所以倒是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他反应很快 几乎是在瞬间就意识到 自己和小小这下 怕是遇到应查了 不好 小小快跑 顾小白凝声喝道 直接将小小从恍惚状态中唤醒过来 小小回过神来 目中闪过一丝惊慌 就要准备离开 却听有人淡淡地说道 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真当我祖领地 是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这次 无论是顾小白还是小小 都忍不住绷紧了身体 缓缓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而那些原本在围攻顾小白 和小小的复眼云文豹 这会儿都停下了攻击 恭敬地匍匐在地 像是在攻迎他们的王 在顾小白的视线镜头 一个身着白色瘦皮衣的成年男人 正缓缓走来 他的眼神中分明带着怒火 脸上则是挂着一丝冷笑 虽说看他的外形是人类模样 但顾小白和小小都没有傻到 真的把他当作是人类 顾小白嘶哑着声音 喃喃道 五品化型大佬 在复眼云文豹的地盘中心 有一个宽敞的洞穴 之前顾小白也有留意过这个洞穴 并且猜到了 这里或许会是 复眼云文豹头领居住的地方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复眼云文豹的头领 居然会是一个修为 已经达到了五品 并且成功凝聚了人形的存在 嗯 我看到了什么 一只六品上街巅峰的骷髅怪 复眼云文豹头领的目光 落在顾小白的身上 原本满是怒火的面庞上 此刻多了一丝丝的好奇 有意思 你的身上肯定有秘密 我突然不急着杀你了 顾小白没有说话 只是冷冷地看着复眼云文豹头领 紧接着 复眼云文豹头领 又看向顾小白身边的小小 好奇之色更甚 还有你 一条有着两个头的地狱魔拳 你是来为你的同伴报仇的吗 我刚刚注意到 你的两个头 居然能够同时释放两种不同属性的魔法 这又是如何做到的 小小压低身子 摆出攻击姿态 从喉咙里 发出充满威胁意味的低吼 看来 你们两个都有着不小的秘密啊 值得我亲自出手来把你们 永远地留在这里 随着话音落下 复眼云文豹头领突然爆起 整个人的气势如狂风般大涨 而夜空中原本遮蔽了月光的云 此时竟像是受到了某种牵引一般 汇聚成缕缕云气 直接灌注到了复眼云文豹头领的体内 顾小白从未听说过 复眼云文豹 竟然还有这样的本事 想必那个复眼云文豹头领 必定是有着某种功效未明的天赋技能 才能将天上的云彩都吸引到自己的体内去 不管怎么样 顾小白觉得他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复眼云文豹头领吸收云彩 就算干扰一番也是好的 于是他迅速抬手 朝着复眼云文豹头领射出一节止骨 意图打断他引云入体的状态 而复眼云文豹头领的反应也非常之快 他几乎是在看到顾小白抬手的瞬间 便意识到了顾小白想要对自己出手 虽然不知道顾小白要怎么做 才能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对自己造成威胁 云文豹头领完全没有要拖大的意思 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可以看到 即便是凝聚出了人形 但复眼云文豹一族特有的速度优势 还是被他保留了下来 更让顾小白感觉情况不妙的是 哪怕复眼云文豹头领一直在变换位置 但他的头顶上却依旧连着一缕云气 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云气灌注到他的体内 该死 他这样到处乱跑 我完全没法锁定他 顾小白面沉如水 低声说道 小小 你能快限制住他吗 小小发出一声清明 这意味着他一时间也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 顾小白咬了咬牙 握紧了手中的乘风剑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实在不行的话 就只能冲上前去 与那复眼云文豹头领近距离交手 虽说这么做危险性很大 但说不定能争取到一丝机会 我说小骨头 偶尔也尝试着使用一下新获得的能力啊 这时 被顾小白握在手中的破剑 忽然懒洋洋地开口道 你的那些剑意 难道只是摆上吗 在周围布置几道剑气下去 想办法把那家伙关在里面不就好了 真的是 这种事情居然还要本剑来教你 顾小白苦笑着低声回应道 可是我不会啊 你说的这个方法啊 我不是没有想过 但想要让剑气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 而且还不消散 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有人叫过我啊 破剑满不在乎地回应道 既然没人叫过你 那你自己领悟不就好了 二愣子可是千百年前就领悟来 你可差得太多了 喂喂喂 徐兆平本来就是千百年前那个时代的人好吧 你这是个什么鬼逻辑啊 顾小白哭笑不得 但与此同时 他也尝试着调动体内的剑意 开始按照破剑说的那样 用剑气去封锁复眼云文豹头领的走位 而令顾小白有些惊讶的是 自己虽然是第一次尝试 但体内的剑意却很是活跃 几乎只是他一个念头的功夫 数道剑气就已经散发出去 隐隐有将复眼云文豹头领包围在内的趋势 剑意这种东西 原来这么神奇的吗 顾小白忍不住嘖嘖称赞 一旁的小小自然也不会光看着 顾小白与破剑的对话 他也是听得清清楚楚 现在只需要把那个剑眼云文豹头领 引到剑气潜伏的位置上去就好了 于是 他的两个头都深深地吸了口气 然后 七品天赋技能 烈焰龙卷 七品天赋技能 雷龙豹 两个强力的七品天赋技能 被小小释放出来 烈焰与雷电交织 冲着剑眼云文豹头领 狂袭而去 之所以不用更强力的六品天赋技能 主要是因为损耗过大 万一技能落空的话 反而得不偿失 然而即便如此 这两个技能 也让副眼云文豹头领 感觉到了棘手 他到现在都还没有使用过任何的攻击技能 只是一直在引云入体 但现在 他忽然感觉到 四周隐约传来了令他胆寒的气息 而正面又有强力的魔法袭来 看来对面的骷髅怪和地狱魔犬 已经布置下了一些针对他的手段 试图进行反击了 但是 这不过是负于顽抗而已 弱小的生物 为了能够苟活下去 从而不断地挣扎 却从没有想过 自己与强者之间 到底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 副眼云文豹头领 猛地仰天咆哮 皮肤上突然浮现出了 数道雪白色的纹路 在这些雪白色纹路出现的瞬间 他的气势再次暴涨 面对小小的技能攻势 他竟是不闪不闭地冲了上去 试图挥拳 将其直接击溃 也就是说 引云入体这个技能 主要效果是强化体魄吗 顾小白暗自想到 副眼云文豹头领 本就是无品以上的修为 再加上他此刻加持了技能效果 状态正胜 小小所喷吐出的烈焰龙卷和雷龙豹 在副眼云文豹头领的面前 竟是显得异常脆弱 副眼云文豹头领 仅仅只用了一拳 就将两个魔法都直接击散 原本副眼云文豹这个种族 防御力一直是他们的短板 然而此刻看来 这个副眼云文豹头领的防御力 哪能说差 分明是强盗暴表 但是 若是论体魄强度 顾小白绝不输给任何人 只见顾小白猛个前冲 挡在副眼云文豹头领的面前 大喝道 来啊 正面刚我呀 副眼云文豹头领的眼中 流露出一丝轻面 他对自己有着充足的自信 这只骷髅怪如此莽撞 不过是自寻死路罢了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后方的小小 突然出人意料地扭头就跑 其他副眼云文豹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愣是被他冲了出去 想要为同伴 争取逃离的时间 副眼云文豹头领冷笑道 你在我手下 根本撑不住几招 结果顾小白居然认真地点了点头道 我也这么觉得 副眼云文豹头领 显然没想到 顾小白会有这样的回答 一时间竟是不知道 该怎么继续往下接 好在顾小白是个善解人意的骷髅怪 他冲着副眼云文豹头领微微一笑 道 时候也不早了 咱们不如还是就此别过吧 再见了您啊 话音未落 顾小白的身躯 突然像是受到了巨大的吸力 突然离地而起 并且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刚才小小离开的方向飞去 副眼云文豹头领 哪见过这阵仗 直接愣在了原地 这年头的骷髅怪 居然还会飞 但他很快回过神来 发出一声气急败坏的怒吼 朝着顾小白离开的方向便追了上去 要是就这么 被那骷髅怪和地狱魔犬逃了 那他这个头领的颜面何在 云气入体 不仅仅是强化了副眼云文豹头领的体魄 更是让他的速度也提升了不少 副眼云文豹头领自信 要不了多久 他就能追上那两个家伙 他们甚至逃不出死亡山脉 可惜他不知道的是 顾小白和小小 本来就没打算逃出死亡山脉 就在眼看着 快要被追上了的时候 顾小白和小小 终于是成功到达了目的地 只听顾小白惊慌失措地大喊道 熙然小姐姐救命了 陈熙然很郁闷 为了躲着自己家的那个老爹 他特地向隐心塔申请 调到了死亡山脉里 和几位最新于魔法研究 虽说不怎么出名 但实力深不可测的大魔导师 一起看守碎星谷 在这里 因为陈熙然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而且还是此地唯一的女孩 所以 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 其他几位大魔导师的照顾 除了被安排的 活饰最轻松最简单的以外 更重要的是 她不仅不用整天 被自家老爹骚扰 还能安安静静地修炼魔法 或者是没事的时候 外出打个猎 锻炼自己的剑术 平时还能去附近的雾影镇里 好好休息一下 洗个热水澡什么的 结果呢 今天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了一只骷髅怪 她进了碎星谷一趟 然后把里面的剑气全都弄没了 全 不 都 弄 没 了 碎星谷之所以需要特地派人看守 就是因为此地剑气肆虐 若是放任自留的话 必然会导致周围生灵涂炭 帝国自然不会对此坐视不理 这才会在此地设立结界 并定期派遣实力强大的大魔导师 前来对结界进行修复巩固 同时也是要防止有人不慎闯入 白白送了性命 至于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这就不是陈希然可以知道的了 他只知道 现在碎星谷里的剑气 全都被那只骷髅怪弄没了 所以 自己现在的清闲日子 很有可能就这样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一想到自己回去之后 很有可能又会被老爹骚扰 陈希然就显得格外不爽 会出现这种情况 总得要有个谁来背锅才行 而这口锅 毫无疑问地 便扣在了顾小白的头上 该死的骷髅怪 别让本小姐再看到你 陈希然气鼓鼓地低声嘟闹 今天晚上 注定是个失眠的夜晚了 她得要好好想个理由出来 到时候 好在向隐星塔申请外调 一般申请外调 要么是像看守碎星谷 这样的镇守任务 要么就是 有了新颖的学术课题 需要外出寻找资料进行研究 前者大多环境恶劣 想要找到像镇守碎星谷 这样的任务 只能说是可遇不可求 但若是要打着研究课题的名头 申请外调 那至少也得要 有个能拿得出手的课题才行啊 唉 怎么办好呢 陈希然坐在一块高耸的岩石上 苦恼的双手脱腮 比之修长的双腿 无意识地轻轻晃荡着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安宁静谧的夜空 忽然被一声尖叫声划破 西然小姐姐救命啊 这个声音 听上去好像很耳熟啊 陈希然柳眉一挑 右手迅速抬起 法杖自袖间滑落 正好被她握在手中 一个夜视树 眨眼间便已加持完毕 然后她就看到 今天见过的那只骷髅怪 坐在那条双头地狱魔犬身上 正仓皇失措地朝着这边跑来 而在他们的身后不远处 还有个身形鬼魅的男人 正紧追不舍 陈希然的瞳孔 突然猛地收缩 倒吸一口凉气 不对 那分明是个化为人形的魔兽 虽然陈希然是个大魔导师 但大魔导师也是分强弱的 陈希然纵使天纵奇才 年纪轻轻 就成为了大魔导师 可想要与无品魔星号星号手 显然还是有所不足 慢着 我为什么要帮这只骷髅怪出头啊 陈希然愣了愣 她发现自己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怎么帮这只骷髅怪脱困 然而 她刚刚还在想 要给这家伙好看来着 熙然小姐姐 快帮忙手啊 回头 我请你吃两个香菜冰淇淋 顾小白迟迟等不到陈希然的援手 赶紧继续大喊 陈希然闻言 理智的嫌顿时崩坏 想也不想 就打出一道竖法 同时气急败坏的大吼道 混蛋 你再提一次香菜冰淇淋试试 顺便一提的是 这道竖法 是冲着顾小白去的 而顾小白看到陈希然终于出手 也没注意这道竖法的目标到底是谁 只是喜不自胜地大喊道 熙然小姐姐你放心 我顾小白说到做到 保证不会拖欠你 哪怕一个 哎呦喂 话音未落 顾小白直接被这道竖法打飞出去 而与此同时 一道云气凝成的灰色利剑 正好从顾小白原先所在的地方飞了过去 但因为顾小白已经被陈希然打飞的缘故 这道云剑射了个空 谁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不是巧合 但因为实在太巧合了 看起来就好像是陈希然有意帮了顾小白一把 复眼云文豹头领止住脚步 冷冷地望向陈希然 道 人类 你要与我作对吗 说话间 他将自己的气势完全释放出来 陈希然这才清楚地感知到 复眼云文豹头领的真实修为 他竟是已经修炼到了五品中阶 若是五品下阶 陈希然还有信心 能与之周旋一番 但五品中阶 还是洗洗睡吧 不对 我根本就没有要帮这只骷髅怪的意思而外 陈希然再次反应过来 气得直跺脚 趁着复眼云文豹头领 没有继续追击 小小赶紧躲到了陈希然所在的那块岩石后边 两个狗头冲着复眼云文豹头领 呲牙咧嘴白鬼脸 赫然是一副仗势欺人的嘴脸 而顾小白身在空中 仍不忘继续怪叫 希然小姐姐厉害啊 我要给你做五个 不 十个香菜冰淇淋 啊 陈希然几乎抓狂 法杖尖端迅速汇聚了大量的魔法元素 他打算给顾小白来一剂狠的 而一直关注着陈希然的复眼云文豹头领 在察觉到他准备出手的时候 顿时眼神一领 并且同样凝聚起云气 抢先朝着陈希然轰去 在出手的同时 复眼云文豹头领的心里 还忍不住琢磨了一会儿 这所谓的香菜冰淇淋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居然能让这个人类女性 瞬间爆发出如此昂然的战意 陈希然叙事完毕的法术还没出手 就感觉到 有一道威力强大的云气 正朝着自己这边飞来 他不得不暂时放弃顾小白 转而将续好的法术 向那团云气砸了过去 双方都有留守 这波护功打了个平手 陈希然恶狠狠地盯着复眼云文豹头领 目露凶光 大喊道 你过分了 居然偷袭我 复眼云文豹头领 瞪大了双眼 顿时哑口无言 讲道理阿卫 不然我难道要站在这里 让你打吗 都说人类女性 是种蛮不讲理的存在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他要是知道 陈希然刚刚根本就不是冲着他去的 现在就不会这么想了 但现在的结果是 他成功从顾小白那边 继承了陈希然的怒火 强行给自己 又加了个对手 哦 事实上 其实不只是一个对手 嗯 哪来的畜生 竟敢对小希然动手 一个苍老的声音 自另一侧响起 并且在声音响起的同时 一道由火焰组成的大手 从天而降 不仅照亮了死亡山脉 还将复眼云文豹头领 吓得肝胆剧烈 他想也没想 转身便逃 转眼间便消失不见 至于那火焰大手 再快要落到地面上的时候 同样消散开来 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这种收放自如的手段 让一旁的顾小白 惊讶不已 他可以判断出 这一定是个比陈希然强出数碑不止的 大魔导师 而陈希然也很快反应过来 冲着先前声音传来的方向 甜甜一笑 道 谢谢徐爷爷 那个被陈希然称作是徐爷爷的大魔导师 并未露面 只是呵呵笑道 没事没事 不过希然啊 你要准备收拾下行李了 这边的情况 我们已经向帝都汇报完毕 帝都那边表示 让我们近日回影星塔报道呢 以陈希然对其他大魔导师们的了解 虽然帝都那边发来的消息 是近日回影星塔报道 但以他们的性格 绝对是明天天一亮 就即刻动身出发了 不仅如此 一位队伍中有一名风系的大魔导师 可以给众人加持群体风行术 如此一来 只需要短短几天的时间 他们就能从死亡山脉 一路飞回到帝都去 换句话说 他又要去面对自家那个 成天没事干 就喜欢跟只苍蝇一样 嗡嗡嗡地在他边上绕的死鬼老爹了 不对 如果那个死鬼老爹是苍蝇的话 那他岂不就是 陈希然深吸了一口气 狠狠地望向另一边 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 硬生生地挤出来的 哭 老 怪 顾小白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 以同样的节奏小声应道 我不 在 不在你个鬼啊 给老娘麻溜地滚过来 陈希然毫不顾忌淑女形象的破口大骂道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现在 你把我坑惨了 你知道吗 顾小白色缩着走上前来 试探着说道 那要不二十个香菜冰淇淋 陈希然感觉自己几乎快要气炸了 你再提香菜冰淇淋 信不信我到时候 直接全都戳到你眼窝子里 顾小白仔细思考了一会儿 终于意识到 陈希然对香菜冰淇淋 完全没有好感 于是她选择暂且闭嘴 只是陈希然依旧没有解气 她在原地急躁地来回踱步 最后破罐子破摔一般地剁了剁脚 大声道 我不管 骷髅怪 你必须得给我想个办法出来 打死我都不要在帝都里待着 这事是你惹出来的 你必须得给我想办法解决了 那 那我要怎么帮你解决啊 顾小白弱弱地问道 我也不为难你 你不是亡灵生物吗 有没有什么标新立异的 跟死灵系能扯上关系的课题 给我想一个出来呗 陈希然如是说道 说到课题 顾小白突然感觉 这个话题好像似曾相识 她下意识地便开口说道 论骷髅怪是如何保持固定的 说完之后 她才想起来 自己之前假冒宋秋璇去替她上学 曾经随口提过这个 并且还引发了当时 宋秋璇那个魔兽课老师的深入思考 似乎她当时也说着 要拿这个当研究课题来着 还说什么 如果真的研究出来了 绝对能够造成空前反响啥的 陈希然眨了眨眼睛 她完全没想到 顾小白居然还真的张口就来 而且 这个课题虽然听上去感觉怪怪的 好歹也算是搭边啊 更不用说 这个话题她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听说有人做过 那么说不定还真的可以尝试下看看呢 至于究竟能不能研究些东西出来 那就不是她需要思考的事情了 大不了等过个几年再回去 然后宣称自己在外面研究失败好了 想到这里 陈希然心里的气一时间也消了大半 而当她再次望向顾小白的时候 她突然觉得 这只骷髅怪 似乎也没有之前看上去的那么不顺眼嘛 可以啊 骷髅怪 你居然能想出这样的课题来 还真是让人有些刮目相看的 陈希然赞叹道 你是怎么想出这个课题来的 顾小白黑黑一笑 颇有些不好意思地挠着头骨道 其实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主要这个课题也不能算是我发现的 完全是课堂上受到了老师的启发 误打误撞的就出来了 当时那老师也很激动 说是这个课题 如果研究出来 一定会造成轰动什么的 你等会你等会 陈希然越听越不对劲 你是说 这个课题已经有人用过了 顾小白有些不确定地点了点头道 应该吧 当时那个老师是说 要去研究来着 不过具体情况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那你说个屁啊 别人都做过了 你还跟我说 有什么用吗 真的是 白高兴一场了 陈希然颓然地一屁股坐在石头上 哀叹道 天啊 想搞个没人做过的死灵系课题 难道就这么难吗 看到陈希然这副样子 顾小白也知道自己不经意间坑了他一把 愧疚的同时 也开始绞尽脑汁 帮陈希然琢磨 就在这时 顾小白突然心面一动 连忙开口说道 对了 你知道什么叫做向死而生吗 向死而生 那是个什么东西 陈希然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 只觉得这个话题似乎很厉害的样子 但却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顾小白其实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用来做可题 而且事实上 他自己对向死而生的概念 也还只能算是一知半解 因此 他也只能将自己所理解的部分 大致地介绍了一下 而陈希然听着听着 眼睛逐渐地亮了起来 他激动地拽住了顾小白的胳膊 欢欣鼓舞地说道 这个课题好 不仅没有人做过 而且听上去 比之前那个有深度多了 骷髅怪 你总算 还是靠谱了一次啊 看到陈希然这么高兴 顾小白也总算是松了口气 不管怎么说 晚上陈希然也算是帮了他一把 这就当作是投桃报李吧 天色也不早了 顾小白正打算告辞离开 却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他望向陈希然 出声问道 对了 希然小姐姐 你知不知道 精灵之森应该怎么走啊 陈希然闻言一愣 下意识地问道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打算去一趟精灵之森 但是不知道具体的路 正好你妈妈不是精灵族的吗 我想着你 说不定会知道 顾小白如是说道 陈希然水灵灵的大眼睛 滴溜溜地转了一圈 忽然笑着说道 这样好了 我跟你说你 肯定也记不住 倒不如 我带你一起过去啊 诶 这怎么好意思啊 顾小白亚然道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反正我也是要申请外出的 与其还要花脑筋 想个目标地 倒不如跟你一起去精灵之森玩玩 陈希然笑嘻嘻地说道 反正我也已经好久 没有见过我妈妈了 就当是报答你 送我的这个课题吧 总之事情就是这样 希然小姐姐盛情难却 等明天天亮之后 我就先和她一起去趟帝都 等完事了之后 再出发去精灵之森 院子内 顾小白坐在石凳上 把先前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向宋秋璇 陈述了一遍 小小趴伏在边上小气 蓬松的大尾巴 偶尔轻轻晃动一下 看起来很是惬意 而宋秋璇 则是眯着眼睛 上上下下地看了顾小白好几眼 突然说道 那个什么 玉女心经呢 拿出来我看看 啥 怎么突然跟我要这个 少废话 让你拿你就拿 顾小白一脸莫名地 从空间带里 掏出那本 玉女心经 递给宋秋璇 而宋秋璇接过之后 迅速地翻阅了一会儿 表情越来越难看 到最后 她干脆重重地把书一盒 冷笑道 你就是靠着这本书 把人家小姐姐骗到手的吧 闻言 顾小白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开口道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 我只是 帮了人家一个忙而已 为了感谢我 人家才说 要送我过去的 哪来的骗到手啊 你自己好好回忆一下 咱俩白天一起到死亡山脉的时候 人家一言不合 就对你动手 现在反而一片好心 说要亲自送你去精灵之森 要说这里面一点鬼没有 反正我是不信的 宋秋璇气鼓鼓地说道 然后她想了想 表情愈发微妙起来 又道 等会等会 该不会你其实老早 就把人家姑娘骗到手了吧 白天她之所以对你出手 就是因为 看到你边上多了个我 醋坛子打翻了 这才 呗呗呗 你这脑瓜子里 整天想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顾小白抬手在宋秋璇的小脑瓜子上 轻轻地敲了一下 随后干脆地放开了自己的尸海 诺 这下你应该能判断出 我没有说谎了吧 借着精神链接 宋秋璇能够轻而易举地感觉到 顾小白此刻尸海内一片平静 而且 顾小白的情绪波动 也能够实时地 传达到宋秋璇的内心中 借着这样的举动 宋秋璇总算是面色有所缓和 知道顾小白这家伙 的确是没有说谎 她甘咳两声 正打算开口说些什么 来缓解一下气氛 结果顾小白却是先一步出声道 奇怪 我这边怎么突然觉得酸酸的 怂怂 该不会你才是吃醋的那个吧 宋秋璇的脸瞬间涨红一片 赶紧断开与顾小白的精神链接 手足无措地大喊道 你你你 你才吃醋呢 本姑娘会因为你这家伙的事情吃醋吗 雪儿 大晚上的 不要吵吵嚷嚷 会吵到邻居们休息的 卧室的窗忽然被推开 沈寒威脸上带着些许责备之色 冲着宋秋璇这么说道 哦 知道了 宋秋璇低下头嘟囔道 沈寒威意味深长地看了顾小白一眼 又把窗户给关上了 而趴伏在二人身边的小小 也是被宋秋璇突然提高的音量吓了一跳 强行从睡梦中惊醒 他打了个响鼻 愣愣地抬起头 看了宋秋璇两眼 随后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一般 幸灾乐祸地看向顾小白 眼神中满是揶揄 去去去 你这条死狗也想来嘲笑我 顾小白做事要踹 小小纹丝不动 他知道顾小白肯定不会真的忍心下重脚 这时 从顾小白的空间带里突然冒出来一缕青烟 随后那缕青烟迅速化为人形并稳定下来 正是小幽灵 小幽灵虽然能够凝聚人形 但这具身体只不过是徒有其表而已 内部和人类躯体完全不同 饶是如此 若是用来在人类社会中行走 倒是已经完全足够了 哥哥你怎么整天在外面勾搭别的女孩子 小幽灵很是忧愿地看了顾小白一眼 张开双手 露出一副要抱抱的模样 你都有我了 还不够吗 宋秋璇瞪大了双眼 赶紧上前把小幽灵拽开 像是护崽子一般地将顾小白护在身后 同时警惕地望着小幽灵 语速飞快 喂喂 小幽灵你想干嘛 连你都要跟我抢吗 小幽灵阵阵有词道 我跟哥哥都是亡灵生物 在一起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再说了 哥哥以前可是跟我表白过的呢 你一个人类 没事掺和 进来干嘛 表 表白过算什么 顾小白 他还跟我提过亲呢 宋秋璇即便面色通红 也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哎 提亲 小幽灵面色顿时变得比先前更加惨白 落寞地看着顾小白 伤心欲绝地低下头 念如道 怎么这样 明明是我先 顾小白只觉自己头都大了一圈 赶紧抬手将宋秋璇和小幽灵分开 义正言辞地说道 你们两个现在就先别给我添乱了好吗 我可跟你们说清楚了 我跟陈希然一点点非正当关系都没有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以后也绝对不可能有 宋秋璇将脸扭到一边 低声道 你跟他有没有关系 关我什么事 小幽灵却是笑着一把抱住了顾小白的胳膊 喜悦地说道 不管你是 那当然最好不过了 这样哥哥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喂 你怎么趁虚而入啊 宋秋璇急了 眼看着修罗场又要再次上演 顾小白无奈之下 只好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 道 你们两个差不多了呀 大晚上的 还要不要睡觉了 宋秋璇不满地瞪了顾小白一眼 干脆利落地转身就走 为了表示自己现在很不高兴 宋秋璇关门的声音格外响亮 当然 这一举动自然而然地又被沈寒威一通教育 至于小幽灵 在顾小白的注视下 他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而后乖巧地钻回了顾小白的空间带里 现在的他 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稳固自己的修为 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 他都是选择待在顾小白的空间带里修炼 虽然被顾小白训斥了一通 但是小幽灵的心里并没有半点怨怼 他只知道 自己有着宋秋璇所无法企及的优势 在宋秋璇眼中 顾小白是跟陈熙然孤男寡女一起去精灵之森 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哼 哥哥这个花心大萝卜 我这次一定要把他盯紧了 再也不能让他在外面拈花惹草了 小幽灵暗暗下定决心 这才开始修炼 当陈熙的微光穿透云层 降临在雾影镇上的时候 雾影镇也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冬雪 再过个几天 差不多就是一年里面最冷的时候了 陈熙然紧了紧身上披着的外套 如是说道 有时候还真是羡慕你们骷髅怪呢 温度对你们来说 似乎一点影响也没有 顾小白则是摇摇头 道 其实也不是这样 主要买骨质地里 平时就差不多是这样的温度 我们也只能算是习惯了而已 要是温度再冷一些 我们就会选择通过冬眠的方式来度过冬季 等到天气稍稍回暖的时候 再恢复行动 骷髅怪也会冬眠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陈熙然压抑地瞪大了双眼 眉目间流露着几分感兴趣的神色 所以你打算啥时候开始冬眠 我呀 我其实抗寒能力比较强 所以往年的冬天 我其实都在瞎溜的 顾小白说着 稍稍犹豫了一下 又道 那什么 你能不能让那几个老家伙 别老盯着我看了 我总感觉甚得慌 此刻 陈熙然和顾小白 正坐在乌影镇的一家客栈里 悠哉悠哉地吃着早饭 而除了他们两个以外 还有三名白发苍苍的大魔导师 老神在在地坐在旁边的位置上 盯着顾小白的背影 不住地嘖嘖称奇 他们活了大半辈子 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像顾小白这样 能够修炼到六品上街巅峰的骷髅怪 如果不是因为陈熙然提前打过招呼 那么 以这几位大魔导师的性子 怕是早就按捺不住 要将顾小白抓起来 从里到外研究一番了 至于顾小白这边 虽然有着陈熙然的保证 但他从之前开始 就一直被这几个大魔导师死死地盯着 愣是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不行 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怕不是还没等到帝都呢 自己就已经被拆成骨头堆了 必须得要想个办法出来 顾小白暗自下定决心 三两口解决完面前的食物 站起身来道 我有点事情 先出去一趟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回来了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其中一个白胡子大魔导师开口说道 我们在回帝都之前 还需要去拜访一下杜明将军 估计也要花去半个小时的时间 等你回来之后 直接联系 熙然就可以了 这个说话的白胡子大魔导师 就是昨天晚上 低退赋眼云文报领主的那位火系大魔导师 也就是陈熙然口中的徐爷爷 虽然他在看着顾小白的时候 眼神中同样有着浓烈的好奇之色 但除此之外 还有着几分亲切 顾小白冲着众人点了点头 然后便快步离开 告别什么的 他昨天晚上 已经跟宋秋玄他们都说过了 至于现在 他是打算去找另一个人 准确地说 应该是一只猫 之前顾小白跟肥猫一起在侯赛雷那里 偷了个圣杯回来 虽说后来顾小白莫名其妙地 就被召唤到帝都里去了 但是在他看来 肥猫应该早就已经回来了才对 说起来 顾小白也好久没有见到过蕊蕊了 那个文静柔弱 成天喊着拥兵先生的小姑娘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身体有没有好转现 既然都已经回来乌影镇了 那就去看看吧 刚好 他也有些事情 想要问问肥猫 轻车熟路地来到蕊蕊的家门口 顾小白正准备上前敲门 却忽然听到 边上传来了一声猫叫 嗯 肥猫 顾小白下意识地转过身去 结果他恶然发现 刚刚发出叫声的 并非是肥猫 而是另一只小巧的白色猫咪 说起来 这只白色猫咪 顾小白之前 也是有见过的 那时候 他在拥兵工会里 还接到过一个委托 委托内容就是帮忙寻找 被某只肥猫拐走的白猫 虽说 后来他也了解到 那只白猫 其实是一种名为 幽冥灵猫的魔兽 并且当时也不是被肥猫拐走 而是被当地的大户诚实抓去 用于制造幽灵 但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后来肥猫好像是有说过 把这只幽冥灵猫 给送回到幽冥灵猫的 肿群里去了 既然如此的话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呢 正当顾小白好奇的时候 从房子的那边 又传来了一声猫叫 这次顾小白听得真切 发现是他熟悉的猫叫声 于是他欣喜地转过头 去呼唤道 肥猫 肥猫慢悠悠地 走到顾小白身边 低声道 这里不太方便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说吧 他也不等顾小白回应 便自顾自地朝着外边走去 而那只幽冥灵猫 则是小跑着跟在肥猫后面 看上去似乎与肥猫 很亲密的样子 拐了几个弯之后 肥猫在一条偏僻的小巷子里 停下了脚步 转身对着顾小白说道 这里平时没什么人来 我们就在这里说吧 你找我是想问圣悲的事情 顾小白点点头道 也不单单是圣悲 还有蕊蕊的身体情况 而且除了这些以外 我还想问问碎星谷里的事情 肥猫双眼一闪 对于顾小白提到碎星谷 他似乎毫不意外 圣悲我前些日子 已经帮你还给黄鼠狼了 那只黄鼠狼拿到圣悲的当天 就收拾戏软回了部落领地 临走之前 让我帮他向你道一声谢 肥猫缓缓地说道 他们把圣悲当作是镇足圣器 却不知道圣悲的具体作用 拿着也是浪费 我还给他的 其实只是一个空壳而已 至于圣悲中原本住藏着的能量 全都被我用光了 他顿了顿 突然黑黑一笑 道 顿鼠狼一族来说 这个圣悲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而已 这些力量留给他们也是浪费 而且 就算是他们知道了 估计也没法拿我怎么样 反正他们追不上我 那些力量 是用来给蕊蕊 顾小白感觉自己猜到了几分 嗯 肥猫也不避讳 干脆利落地点头承认 全不用在蕊蕊身上了 这样一来 他灵魂上的影集 就能得到最彻底的治疗 不会再出问题了 说到这里 肥猫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嗨呀 人类的身体 还真是脆弱啊 顾小白听到这儿 忽然不动神色地开口说道 所以 这就是你抛弃人类身体 以猫形态 在人类社会里活动的原因吗 肥猫面色微微一变 但很快便恢复如初 只听他懒洋洋地说道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听不懂吗 那我再解释得清楚一点好了 顾小白平静地望着肥猫的眼睛 事实上我前段时间就一直在想 你为什么能够修改魔兽契约 甚至还能治疗人类女孩的灵魂 像是这样的操作 从古至今 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吧 而根据我的了解 似乎跟你同个年代的人里面 就刚好有一个人能够做到 当然了 或许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但是我还记得 破剑曾经说过 你这只肥猫曾经出名的原因之一 便是因为整天捣乱作死 却始终都没有被抓到过 后来我仔细一想 既然你这家伙会你行术 那么或许所谓的猫形态 才是通过你行术模拟出来的 你还有着另一种形态 比如说 人形 你说是吗 许兆凡 你说是吗 许兆凡 顾小白的脸上 看不出什么表情 但她的双眼 此时却是死死地注视着肥猫 她想要知道 肥猫在听到这个之后 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反应 只是让顾小白有些意外的是 眼前的肥猫 无论是眼神还是表情 都显现着一种波澜不惊的感觉 甚至还带着几分 说不清到不明的意味 你觉得 我是许兆凡 肥猫的尾巴 很随意地晃动了几下 既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只是这么简单地反问道 顾小白点点头 道 我觉得之前我说的那些 应该已经足够证明很多事情了 肥猫不置可否地撇了撇嘴 道 你这就是瞎尖猜 那我还想说 其实你才是许兆凡呢 真是的 没有决定性的证据 就知道胡思乱想 这样得出的结果能可信吗 她顿了顿 又继续说道 我估摸着 你是看到碎星谷里那张猫脸 所以才怀疑到我头上来的 但其实那张猫脸 根本就是 我自己画上去的 当时我的想法是 等到未来的某一天 会有某人为了寻找某些珍贵的东西 从而顺着我留下的猫脸印记找到我 结果没想到 居然被你给发现了 就说这么多 别都无可奉告啊 就算你问我 某天某人某物 到底都是些啥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也是不可能告诉你的 这么看来 肥猫应该是不打算承认了 而顾小白 也没有要继续逼问的意思 只是淡定地跳过了这个话题 转而问道 这只幽冥灵猫 怎么又被你带回来了 哦 之前引导圣杯的力量 需要借助幽冥灵猫的天赋能力 所以我就把它带回来了 肥猫轻描淡写地说道 而那只幽冥灵猫 像是听懂了肥猫的意思一般 冲着肥猫甜甜地喵呜了一声 顾小白突然怀疑地望着肥猫 道 我说 你这家伙 该不会是看上这只小公猫了吧 打算从小培养 话音尚未落下 肥猫猛地扬起爪子 露出一副超胸的表情 恶狠狠地说道 信不信我挠你一脸啊混蛋 顾小白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 对于这只肥猫的节操 顾小白一向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 这货如果说着要挠你一脸 那就是真的会冲上来挠脸的 他可不敢用自己的骨头硬度 来测试肥猫的爪子到底有多锋利 于是 顾小白果断转移话题 道 好了 不说这个了 其实我这次过来 主要是想向你道别的 肥猫冷哼一声 缓缓地放下爪子 问道 你这次又打算去哪 精灵之森 我之前不是接受了骷髅王的传承吗 想着在无品化行之前 尽量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 顾小白说道 肥猫愣了愣 很快反应过来 压然道 顾小白 你不做骷髅怪了 顾小白摇摇头 道 并不是这样 就算我凝聚了人形 骨子里也还是一只骷髅怪 不过 既然要带领骷髅怪一族回归巅峰 顶着个人类的外形总归有点不像样 所以我觉得吧 如果我能想办法解除掉 限制骷髅怪天赋的智骨 到时候 就可以把骷髅王的传承 交给其他有天赋的骷髅怪 自己也就无视一身轻了 肥猫一脸了然地点头道 原来如此 倒还真像是你的性格 不过 你为什么非要去精灵之森找线索 而不是选择来问我 顾小白内心一动 连忙问道 你知道 他这才发现 自己居然走入到了一个误区之中 肥猫同样是从千年之前 存活至今的啊 为什么要舍尽求远 千里迢迢地赶到精灵之森去呢 在顾小白期待的目光下 肥猫理直气壮地摇头道 巧了 我还真不知道 这么多年下来 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我都是睡过来的 顾小白 不知道的话 那你还收个尖了 但是有一点 我必须得提醒你 肥猫收起了嬉笑的神情 正色道 能够让曾经称霸大陆的骷髅怪异族 沦落到如此境地 幕后黑手的强大 必然不是你现在可以抗衡得了的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或许你还得找几个帮手来 帮手 顾小白若有所思地低下了头 是的 帮手 或许你可以拜托那个精灵族的小姑娘 帮你找几个实力强大的精灵来 最好实力能够达到三瓶以上 肥猫说道 关键时刻不要逞强 你们亡灵生物一旦被击败 就只有魂消魄散这么一个下场 没了就是真的没了 三瓶的强者 在这整片大陆上 都已经算是顶尖水平的强者了 怕是寻遍整座大陆 也凑不够双手实质之数 更不用说 在网上的二品和一品 从古至今也没出现过几个 好的 我知道了 顾小白轻声应下 她能感觉到 肥猫隐藏在平单面孔下的关切之一 和肥猫道别完毕之后 顾小白本还想再去找蕊蕊道个别 但是肥猫表示 蕊蕊现在还在休养 没法见人 于是顾小白也只好作罢 咦 骷髅怪 你回来了 陈希然站在将军府外 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不时抬头往街道口的方向望去 好不容易 她总算是看到 前边走过来一个身穿黑袍的熟悉身影 顿时欢心地朝着顾小白摆了摆手 而顾小白快步走上前 朝着将军府内看了一眼 好奇地问道 他们还没出来 陈希然无奈地叹了口气 道 可不是吗 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哪来的那么多话要说 哎 对了 刚刚那个叫杜明的将军 还在找你来着 你要不要进去跟他说两句 杜明找我 顾小白虽然不知道 杜明找他到底有什么事 但还是点点头道 行 我知道了 你要跟我一起进去吗 我才不进去嘞 到时候又要各种应付 烦都烦死了 陈希然撅着嘴道 我就在外面等你们 你们快点讲讲话 敢等着好无聊的 既然陈希然这么说了 顾小白也就不再多言 禁止走进了将军府 将军府内的士兵们都认识顾小白 因而没有人加以阻拦 他就这么轻松直接地走了进去 在下人的带领下 顾小白来到了议事厅 正好看见杜明 与那几个大魔导师相谈甚欢 咦 小白你来了 看到顾小白走进房间 杜明双眼一亮 大笑着迎了上去 其他几个大魔导师 看到这一幕纷纷愣住 下意识地互相对视了一眼 他们没想到 杜明跟这只骷髅怪 居然也一副很亲近的样子 顾小白先是向房间里的 那几个大魔导师点头致意 然后这才望向杜明 好奇地问道 杜将军你找我 是啊 我听李镇长说 你从死亡山脉里 带回来三条地狱魔犬的幼崽 其中一条分给拥兵工会 一条分给李镇长 然后还剩下一条 不知道有没有打算 杜明问道 顾小白顿时了然 杜明这是也看上地狱魔犬幼崽了 我昨晚去了趟死亡山脉 发现那几只地狱魔犬幼崽的父母 已经被杀死了 所以 与其把那三只幼犬 留在死亡山脉里 任其自生自灭 还不如交给你们抚养 顾小白认真地说道 事实上 就算你今天不来找我 我也想把那只幼崽 托付给你来着 杜明的眼中 顿时散发出了惊喜的光芒 他府长笑道 既然这样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你放心 我当然不会白拿你的魔犬幼崽 就以这个东西作为泄礼吧 说完 杜明便转身来到桌子前 俯身从抽屉里 找出了一件 被布条包裹着的长条形物品 就是这个 我和李镇长花了好大的心思 这才帮你搞出来的 本想作为感谢你 之前出手拯救乌影镇的谢礼 不过现在看看 倒是正好用来当作回脸 杜明面带微笑 故作神秘地说道 打开看看 保证你会很满意 顾小白文言 自然是惊喜万分 赶紧当着众人的面 黑羞黑羞地拆起了布条 结果 当他看到布条里包裹着的事物时 整只怪都忍不住傻愣了好一会儿 看 我就知道他会喜欢 杜明面上笑意更甚 得意的神色 简直掩饰不住 冲着意识厅里的其他几个大魔导师炫耀道 都已经开心到说不出话来来 几位大魔导师定睛望去 这才发现 顾小白手中拿着的 其实是一把剑鞘 看着剑鞘的尺寸 应该是为短剑配备的 没错 杜明与李青 为顾小白准备的礼物 就是一把剑鞘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剑鞘这种东西 应该算是送给破剑的礼物 不过按照正常情况来讲 杜明和李青他们两个 都已经费心了 顾小白觉得自己 也就不用计较其他有的没的 反正只要能用就行 等会 能用就行 能用 骂大 这东西没 罚 用 啊 顾小白默默地将剑鞘放到边上 然后从自己的空间袋里 抽出了破剑 之前顾小白去找肥猫的时候 因为有些事情不想让破剑听到 所以他特地先将破剑塞进了空间袋里 结果这一塞就忘了拿出来 还好刚刚杜明提了一嘴 这才让顾小白回忆起这件事情来 否则破剑都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破空间袋里待上多久 妈大 小骨头你这混蛋 你居然一言不合 就把我塞到空间袋里去 破剑刚一出现 就忍不住对着顾小白大吼道 这也就算了 关键是你 竟然还故意把那些高级金属都放到最里面的位置去 难道在你眼里 本剑就是那种 看到高级金属 就挪不动步子的剑吗 这一番连猪炮般的话语攻势 着实是让几名大魔导师看傻眼了 他们活了大半辈子都还没有见过会说话的剑 其中一人反应最为迅速 尸口道 这是 神兵 天哪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神兵 未曾想今日 居然有幸得剑 是啊是啊 简直太幸运了 几个白胡子老头 围着顾小白 准确地说 是围着顾小白手中的乘风剑 满眼放光地嘖嘖称赞 而破剑这时 也发现了 躺在桌子上的那把剑鞘 只听他轻移一声 道 这剑鞘 做得还可以啊 如果本剑没看错的话 这把剑鞘的材料 应该是掺了一小块热药石 有温养剑身的作用 杜明惊异于破剑的剑多识广 他连连点头 对着顾小白道 正是如此 虽说因为材料不够的原因 这把剑鞘做得不是很长 不过刚好你的这把剑是把短剑 应该够用 直到这时 杜明这才突然发现 顾小白手中的乘风剑 似乎比之前要 长了一些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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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这把剑居然还能变长呢吗 怎么的 本剑也是个纯爷们好吗 既然是纯爷们 那么变大变粗变长 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破剑理直气壮地说道 房间里的男性们 文言齐齐一愣 而后一口同声地 嘿嘿笑出了声 只是笑过之后 杜明不禁开始犯起了难 他苦恼地盯着那把剑鞘 道 既然这样的话 这把剑鞘 岂不是用不上了 那倒不至于 本剑最看不得铺张浪费了 破剑说着 便从顾小白的手里挣脱出来 朝着桌上一蹦 这把剑鞘 就用来给我当点心吧 话音落下 树道光芒如丝线般 从破剑的剑身上蔓延出来 随即齐齐连接到了 那把剑鞘上 不过一会儿 那把剑鞘 就被破剑吞噬得干干净净 杜明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 躺在桌子上 打着宝格的破剑 满脸的不可思议 那可是用日药石打造而成的剑鞘 就这么被吃掉了 顾小白看着一脸肉疼的杜明 苦笑着说道 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 我都不知道 被坑了多少高级金属了 反正如此一来 好处也算是 落到破剑身上了 顾小白就当自己 已经收到了回礼 不再介怀此事 而且事实上 他自己空间带礼 就还放着好几块日药石来着 哦对了小白 李镇长还说了 昨天晚上你走得急 他本来有事情想跟你说的 结果就这么错过了 如果你不急着走的话 就再到镇长府那边去一趟吧 杜明说道 顾小白想了想 点点头道 也好 顾小白觉得 自己这趟回到乌影镇里来 真的是各种忙活 几乎都没有能够 好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的机会 这不 他到将军府 连一盏茶的时间都不到 就又要往镇长府那边跑了 虽说颇有些无奈 不过顾小白 还是向将军府内的几人先行道别 而后朝着镇长府的方向赶去 或许是从杜明那里得到了消息 当顾小白赶到镇长府的时候 李清已经在镇长府外面等着了 看他笑容满面的样子 想来心情应该还算不错 当然了 如果在家坐着 就有人送宝贝上门 顾小白觉得 换成自己的话 肯定也觉得很美滋滋 顾小白走到李清跟前 还没来得及说话 便突然想起 昨晚他在镇长府会客厅里看到的那一大票人 于是下意识地探头 朝着李清身后看了几眼 别看了 他们几个都不在这儿呢 李清像是看透了顾小白的想法 师生笑道 那群人这会儿应该是在拥兵工会里 那里的氛围比较适合他们 顾小白就着李清话里的意思 琢磨了一会儿 问道 那些都是虎鸦拥兵团的人 李清赞许地看了顾小白一眼 点头道 正是如此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猜到了 关于他当年曾经是个拥兵 和上官烈 还有慕容云 在同一个拥兵小队的事情 之前的时候 上官烈也是有说过的 他本以为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顾小白对此的印象 或许不会那么深 未曾想顾小白 竟是直接便一语道破 那些人都是我以前的老伙计 这次过来乌影镇 目的是想让我和上官慕容 他们两个帮忙 不过 我因为已经是乌影镇的镇长了 所以没办法离开 这件事情 只能落在上官和慕容的身上 李清这么说着 脸上未免也有些淡淡的 遗憾之色显露 不过这一丝遗憾之色 很快便消散一空 他定定地看着顾小白 道 昨晚你走得急 有些事情没来得及跟你讲 趁着现在没什么事情 我正好可以跟你说说 他拉着顾小白 来到镇长府的内厅 让那些下人们 都在外面等候着 这才对顾小白说道 你还记得 之前 我们曾经拜托过你一件事情 让你帮忙寻找 虎牙拥兵团的团长 这事 你还记得吗 顾小白点了点头道 嗯 不过前段时间 一直没怎么得闲 而且也没有相关的线索 所以 没事没事 我今天找你来 就是想跟你讲这件事情 李清双目微眯 压低了声音道 团长他 之前之所以下落不明 音讯全无 是因为他 一直潜伏在帝国某个大人物的浮底里 为了防止走落了风声 所以不得不跟大家都断了联系 不过现在好了 团长他潜伏了数年之久 终于是得到了自己所想要的信息 现在他就在帝都之内 等着我们虎牙拥兵团的人整合起来呢 顾小白隐隐觉得自己 似乎想到了一些什么 却又有些捉摸不透 他干脆暂时将这事放到一边 直接了当地问道 所以李镇长您的意思是 很简单 我需要你帮我们找个人 李青说道 顾小白的脸顿时就垮了下来 苦着脸道 又要找人啊 这次是要找谁 李青拍了拍顾小白的肩膀表示宽慰 放心好了 这次的找人任务比上次要简单多了 之前让你帮忙 其实也就是随口一提而已 毕竟那时候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团长到底躲到哪里去了 找你帮忙 也只是多个念想罢了 但是这次不一样 我会给你提供地图 你只需要按着地图上的提示 去那找人就好了 听到李青这么一说 顾小白顿时变得好奇起来 问道 既然有地图 那你为啥不自己去找啊 虽然暂时还没有证据 但是我怀疑 我们这群虎鸦拥兵团的老成员 应该都已经被监视起来了 现在只能找局外人帮忙 李青面色凝重地说道 具体情况我不能告诉你 这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你只需要负责帮我把消息 带到那人手中就好 李青一边说着 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和一张地图 郑重其事地塞到顾小白的手中 记住千万不要擅自打开 知道的越多 你就越危险 顾小白将信封和地图都塞进空间带 点头道 李镇长放心 我会尽快帮你送到的 然后他犹豫了一下 又问道 对了李镇长 你让我找的那个人是谁啊 李青沉默片刻 似是觉得这件事情告诉顾小白 应该也没什么关系 于是他亲生开口道 那人是我的亲生弟弟 他的名字叫做李白 此时 帝都之内的一幢房子里 六爷正慵懒地躺在床上 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他已经很久很久 都没有接到过来自上头的任务了 甚至于平日里连房门都不能出 只能百无聊赖地待在这间房子里 虽说有着下人伺候他的日常起居 但他觉得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自己迟早会有一天被逼疯掉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归根结底 都是那只骷髅怪的错 一想到那只骷髅怪 六爷就忍不住气得牙痒痒 他快步走到书桌前 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笔记簿 粪笔记书到 10月4日 还是被关在房子里出不去 死筹记在骷髅怪头上 写完这段话之后 六爷感觉自己的心情 稍微平复了一些 他心满意足地合上本子 随手放在旁边 那一摞笔记簿的上面 像是这样的记筹本 他已经写了数十本 叠起来几乎有一人高 都说知名的作家 往往都是著作等身 六爷也差不多快要到达这个境界了 哎 好无聊啊 好想出门逛个街 六爷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 拉长了声音抱怨道 就在这个时候 放在床头柜上的摩石通讯器 忽然响起 六爷瞪大了双眼 猛地坐起身来 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个摩石通讯器 整个人就像是傻掉了一样 过了好一会儿 六爷这才如梦初醒一般 手忙脚乱地朝着摩石通讯器扑了过去 颤颤巍巍地将通讯接通 凑到耳边 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去找大老虎接头吧 对面传来一个冷酷的男生 这次要是再搞砸 你就可以以死谢罪了 六爷咬了咬牙 狠狠道 明白了 我这就去 温润光滑的青花瓷杯中 被注入了滚烫的茶水 其中嫩绿的茶叶 在茶水中上下纷飞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房间里顿时辛香肆意 嗯 好茶 东方卫明端起茶杯 只是轻敏了一口 便忍不住双目发亮 泽泽称赞道 不愧是帝国内最好的茶楼 庆方阁果真名不虚传啊 低头大师坐在东方卫明的对面 手中同样捧着一杯香茗 虽双目紧闭 脸上却也录着一丝笑意 微微汗手 轻声道 善 没想到啊 我居然还有 来庆方阁喝茶的一天 讲着 我之前还以为我被那个咸鱼商人给坑了呢 东方卫明笑着说道 不过现在好了 本少侠也是摇缠万贯的男人了 想去哪去呢 想喝啥喝啥 美滋滋呀 低头大师微笑不语 淡定从容地继续低头品茶 他们二人 自从与唐明浩等人作别之后 便将从精灵球那里得来的几块圣光药金 尽数出手 换来了一大笔钱财 而这笔钱财数目之大 甚至能够轻易买下整座庆方阁 正当东方卫明 话音刚刚落下之时 突然有个声音 自雅间门口传来 东方家的小子 本座只不过是代号咸鱼而已 又不是真的咸鱼 你这样称呼 我为咸鱼商人 岂不是咸得本座很没有逼 当这个声音响起的瞬间 无论是东方卫明 还是低头大师 两人皆是神色微变 猛地扭头朝着门边望去 若非那咸鱼商人自己出生 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二人 甚至都还没有察觉到 雅间里竟是多了一人 是你 东方卫明亚然道 你怎么进来的 咸鱼商人微微一笑道 自然是走进来的 他大大啰啰啰地 走到东方卫明身边坐下 看上去 似乎完全没有把自己当外人一样 笑着说道 怎么样 上次委托给你们两个的任务 报酬可还满意吧 东方卫明狐一地看了咸鱼商人一眼 并没有接下他的话茬 而是反问道 你今天来找我们 难不成是 又想委托给我们什么任务 哼 东方少侠果真是才智过人 一眼就看出了本座的来意 咸鱼商人伸手入怀 摸索了几下 最后竟是掏出来一把七尺剑鞘 然后随意地朝着东方卫明的怀里一丢 东方卫明反应迅速 抬手便将这剑鞘接住 他的目光迅速地在剑鞘上走了一圈 眼中闪烁着惊芒 随即点头赞叹道 这剑鞘 是个好东西啊 哦 你看出什么了 咸鱼商人问道 东方卫明一本正经地说道 说实话 其实我什么都没看出来 不过 既然是你丢出来的东西 那就一定是好东西 咸鱼商人闻言 顿时哈哈大笑道 好小子 这话倒是没有说错 从本座手里流出来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有水货 你手里的这把剑鞘 若是被拾货的人看到了 怕是会倾尽所有与你进行交换 虽说猜到了这剑鞘 或许珍贵无比 但听到咸鱼商人这么一说 东方卫明 反倒是迟疑了一下 这只不过是一把剑鞘而已 又不是剑 怎么可能会珍贵到这种地步 然而 咸鱼商人却也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只是站起身来 道 好了 东西 也已经送到了 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东方卫明愣愣地看着咸鱼商人的背影 不知为何 心中突然泛起了一种 说不清到不明的奇怪感觉 这咸鱼商人 虽说看着从容淡定 但这背影怎么看 都有点落荒而逃的感觉 等等 落荒而逃 喂 你等会 东方卫明大喊道 你还没说 要我们干什么呢 不慌 很快你们就会知道 咸鱼商人的话语声 传入东方卫明耳中 而他的身影 却已然消失不见 东方卫明张了张嘴 一脸猛逼地看着手中的剑鞘 又扭头 望向低头大师 道 大师 我总感觉 咱们这次可能要被那个咸鱼商人给坑来 低头大师却不回答 只是捧起面前的乡明 将其一饮而尽 东方卫明看到这一幕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要知道 低头大师平日里品茶的时候 总是显得一副慢条思理的样子 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一口饮尽过 而他现在一反常态 是不是就说明 卧槽 东方卫明突然面色大变 伸手就往自己面前的茶杯抓去 我这还有大半杯没喝完呢 可惜的是 就在他伸手去抓茶杯的时候 一道剑气便已然震碎房门 朝着东方卫明袭来 混乱中 只听得有人大喊道 贼子 将剑鞘还来 风锐的剑气 不仅将房门震碎 巨大气静 还连带着将房屋内的桌椅 尽数鲜飞 东方卫明眼睁睁地 看着那杯号称千斤不换的上好茶水 就这样倾倒在地 连茶杯都摔得粉碎 口中顿时发出了凄惨的悲鸣声 该死的 我跟你拼了 东方卫明怒吼着 将剑鞘往自己腰间一塞 看也不看来人的模样 挥舞着拳头便冲了上去 来人身着一件黑色镜妆 脸上则是带着一块面巾 这让人无法看清他的模样 此刻他目光微宁 看到东方卫明的身后 分明背着一把长剑 却翩翩挥着拳头冲上前来 眼神中难免透露出一丝错愕 但这丝错愕 很快便被愤怒所取代 他也跟着咆哮道 把剑鞘给我还回来 伴随着这声咆哮 浑厚的气势 从那黑衣人的身上爆发出来 这赫然是一名六品中阶强者 东方卫明毫不示弱 拳头上闪耀着璀璨的银色光芒 只听他大吼一声 喝道 混蛋 是我一记钻石星辰拳 黑衣人心中暗自提防 已做好了防御的准备 却见东方卫明双拳之上的光芒 骤然闪亮 就像是在房间里 突然多出了一颗银色的太阳 黑衣人猝不及防之下 眼前顿时一片白茫茫 竟是陷入了短暂的失明状态 他连忙惊慌失措地施展着剑招 试图防止被东方卫明近身偷袭 只是等他好不容易恢复过来的时候 却发现房间里早就没了另外二人的身影 是的 所谓的钻石星辰拳 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老 早就趁着这个机会脚底抹油了 东方卫明本以为 只要躲开之前那个黑衣人 接下来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别的大问题了 结果让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无论他和低头大师出现在哪里 都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人找上门来 这群人有的 光天化日之下 便大打出手 有的则是借着夜色阴晕暗中偷袭 说日下来 东方卫明几乎可以说是疲于应付 甚至于都没法睡个好觉 反观低头大师 至少从外表上看起来 倒是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无论什么时候 都保持着低头闭幕的状态 只是东方卫明总觉得 平时低头大师这副样子 是因为他在修炼 而这几天则是表面上装作修炼 实际上偷偷补教 反正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就连东方卫明都看不出来 更别说外人了 不过总而言之 现在事已至此 东方卫明要是再猜不出 自己被咸鱼伤人坑了一把 那他就真诚先天智障了 喵了个咪的 那个咸鱼伤人 到底打得什么算盘啊 居然丢给我这样一个烫手山芋 东方卫明愤愤地低声埋怨道 大师 你是不是也很气愤 低头大师双手合十 默不作声 没事 大师我懂你 你肯定是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 东方卫明 自己接了自己的话查 会发生这种事情 换了谁都忍不了啊 我甚至都想把这个剑鞘直接丢出去 给他们算了 东方卫明说到这里 偷偷地瞄了低头大师一眼 似乎是等着低头大师来劝阻他 只是低头大师依旧是保持着低头的状态 一言不发 大师你既然不说话 那就是默认了我的看法咯 你是不是也觉得 把这个东西直接丢掉 比较省事 但是我琢磨着吧 咱们帮那个咸鱼伤人 背了好几天的黑锅 要是就这么轻易地把剑鞘还回去 那我们这两天受到的骚扰 岂不是都白受了 所以依我看来 这剑鞘不仅不能扔 反而还要好好地看管住才行 东方卫明义正言辞地说道 然后他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当然了 一直把这剑鞘拿在手里 也不是个事 我们需要想办法 把这把剑鞘出手掉才行 可惜之前那个黑衣人是个死脑筋 一点也不懂得变通 非要派人来跟咱们抢 否则他要是啃出个双方多满意的价格 我们自然而然地 就把剑鞘双手捧着奉送回去了吗 眼见低头大师仍旧没有反应 这次东方卫明 终于是忍不住凑上前去看了两眼 嘀咕道 我说大师 你该不会是真的睡了吧 低头大师完全没有要搭理东方卫明的意思 东方卫明自讨了个没趣 只好无奈地拉了条凳子 一屁股坐下 然后开始研究 嫌疑商人塞给他的剑鞘 这把剑鞘通体没色 不知是用什么材料打造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除了颠在手里 让人感觉有点沉以外 就没有其他特殊的了 而东方卫明研究过之后发现 这把剑鞘 应该是卫某把七尺长剑所准备的 所以说 那个咸鱼商人把这剑鞘丢给我 背后的含义 究竟是让我去找把合适的剑呢 还是说 找到剑鞘的主人 东方卫明 轻声自语道 现在的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 正藏身在一处宅院的房间里 这座宅院 是东方卫明前些日子购置来的 虽说位置偏僻了些 但是盛在环境安静 而且宅子的装修也还不错 最关键的是 这座宅院里 还藏着一处地下室 无论是用来藏匿宝贝 还是躲避追杀 都显得非常方便 拜这间地下室所赐 距离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 上次被人追杀到现在 已经过去整整三个小时了 二人也算是难得休息了一会儿 东方卫明之所以要不停地自说自话 与低头大师扯皮 就是因为他需要 借着这样的方式 好让自己清醒 并且时刻保持警惕 不能轻易睡着 否则要是有人 趁着这个时间偷袭的话 两人怕事 直接便会葬身于此 地下室的光线并不是很好 只有一处隐蔽的小铁栏 与外界相通 这仅有的光线 便是从这小铁栏里穿透进来的 东方卫明时不时地 便会借着这处小铁栏 观察外界的情况 确认有没有敌人追踪至此 事实上 从昨晚到现在 已经有好几个人 来这宅子里搜查过了 但因为这地下室足够隐蔽 所以他们始终没有察觉 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 就躲藏在此地 而东方卫明 也并不担心二人的生存问题 在地下室里 背着充足的水源和干粮 完全可以 让他和低头大师二人 支撑两三个月 该死的 那小子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这时 东方卫明突然听到 从外面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他心跳微微加速 赶紧贴到小铁栏边上 试图看清 说话的到底是什么人 很快东方卫明便发现 刚刚说话的那人 正是之前第一次遇见的那个黑衣人 此刻那个黑衣人重重地跺了跺脚 以此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之情 而在黑衣人的旁边 还站着一名白眉老者 只听那白眉老者沉声道 现在形势严峻 虎牙拥兵团 又有开始活动的迹象了 那群人现在绝大多数 都已经聚集到了雾影镇里 就是不知道胡啸天的家伙出现了没 胡啸天失踪多年 这次虎牙拥兵团出现异动 肯定与他脱不开干系 不过现在我们需要关心的 可不是这个 黑衣人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疲惫 那把剑翘 是唯一一剑可以承受住 红军舰威力的剑翘 如果没有那把剑翘的话 虎牙拥兵团的第一剑翘 就永远都没法从天羽山上下来 那个偷走剑翘的人 十有八九 就是虎牙拥兵团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拼尽全力 阻止那把剑翘 被送到天羽山 这个你放心 我已经派人远远地将天羽山围住了 外面的人进不去 里面的人也休想轻易出来 白眉老直冷笑道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某个手持剑翘的人 这会儿就躲在他们脚底下偷听了 天羽山 虎牙拥兵团 这都什么跟什么 东方卫明满心猛逼 不过 那个什么天羽山 我倒是好像有那么点印象 天羽山 你去那个地方干嘛 陈熙然压抑地看着顾小白 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提出说 想去天羽山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顾小白则是无奈地耸了耸肩 当然是因为受人之托啊 人家说去精灵之森的话 天羽山正好顺路 让我帮忙带个话 陈熙然听了 顿时目光更加怪异了 赶紧说道 你被骗了 这算是哪门子的顺路啊 我们去帝都 然后转到精灵之森 只需要一路东行就好 但是天羽山 天羽山在帝国的东北面啊 顾小白文言一愣 啥 简单地说 如果你要去天羽山的话 我们就得先从帝都北上 完了之后 再沿着青形山脉 向东南方向前进 需要绕一大圈才行 陈熙然解释道 虽然咱们去天羽山 可以用风行术赶路 但是从天羽山 再改到精灵之森的话 风行术是撑不住那么久的 顾小白想了想 问道 那能不能用魔法卷轴 先储存一个风行术下来 陈熙然道 风行术已经属于 风系高级魔法了 普通的魔法卷轴 是踏印不下来的 必须要高级魔法卷轴才行 只是高级魔法卷轴的 制作材料比较珍贵 需要花大价钱才搞得到 没事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那就都不是问题 顾小白才大气粗地一挥手 没别的事 我们就赶紧出发吧 这一刻的顾小白 浑身都散发着金闪闪的光芒 那是土豪大佬的气息 陈熙然自然是想不通 区区一只骷髅怪 口气为什么会如此之大 但既然顾小白都已经这么讲了 那他也不会再去多说些什么 反正花的也不是他的钱 而这时 那几个大魔导师 也从将军府内走出 杜明热情地将他们送了出来 顾小白望向杜明 问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帝都 任期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至少这段时间里 我还得在乌尹镇这边待着 宋明哲那个老狐狸啊 把我丢到这里 让我帮他带孙女 结果现在害我在这无所事事 杜明像是在抱怨 但是顾小白能够听出 其实杜明对于宋孤独 并没有那么大的愿意 或者说 能够答应宋孤独的请求 过来帮他照顾宋秋璇 杜明跟宋孤独的关系 绝对非同一般 只是仔细想想的话 作为帝国的第三公爵 宋孤独和身为大将军的 杜明关系不错 这其实本来就是 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到了宋孤独 这个位置之后 所相处的基本上 都是朝廷众臣 多多少少都会有所结交 若是没有交好之人 反而容易令人怀疑吧 好了 时候也差不多了 我们也是时候离开了 杜将军 后会有期 几位大魔导师 向杜明拱手行礼 其中一个白胡子老头 掏出法杖 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了 剧烈的风属性魔法元素波动 顾小白只觉自己的身体 突然变得轻巧了许多 仿佛随时都可以冲天起 遇风前行 杜明也冲着几人抱拳回礼 道 一路顺风 在那个白胡子老头的带领下 顾小白跟在众人身后 飞速地朝着帝都的方向飞去 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略微有些生疏 不过飞着飞着 他便发现 其实像这样飞行 跟他用分晶错骨大法的 二段效果进行位移 其实差不了多少 习惯了就顺手了 那个风袭的大魔导师 一马当先 其余人则是跟在他的身后 可以看到 风袭大魔导师的身前 还顶着一个青色的半透明护盾 这个护盾 能够有效地阻挡空中的狂风侵袭 减小飞行时受到的阻力 我们今天傍晚左右 应该能到达帝国中部的风亭城 在那里休整一晚上 然后明天早上再继续动身 风袭大魔导师 一边预风飞行 一边还朝着身后的几人出声提醒 陈希然显然是早已知晓路线安排 他扯着嗓子干嚎道 我们又要飞一个白天吗 好无聊的呀 这时 旁边的那个兴许的火系大魔导师 大笑道 既然如此 不如老规矩玩两把 老规矩 顾小白难免有些好奇 那是什么 这是我们魔法师的专属玩法 需要有几个不同属性的魔法师 才能玩得开 陈希然给顾小白解释道 每个魔法师各自汇聚出四个魔法球 通过魔法球的相生互克 来进行互相拼斗 同时还能锻炼魔法师 对于元素的操控能力 是魔法师圈内比较流行的玩法 然后 他又笑嘻嘻地说道 不过你这个 骷髅怪不会魔法 只能在边上看着了 顾小白倒是不介意 只是说道 你们玩吧 反正当的观众也挺好的 只见在前边带头冲锋的 风系大魔导师 熟练地在空中一个翻转 竟是由之前的背对众人 变为正对 只见他一边倒飞 一边大笑着出声说道 那就由我来开这个局吧 话音落下 风系大魔导师的面前 便多出了四个绿色的风系魔法球 这四个风系魔法球 围绕在他的身边 缓缓地旋转着 虽看似平静 却散发着巨大的威能 其他几名大魔导师 也不甘示弱 纷纷凝聚出各系的魔法球 一时间 场上五彩分成 煞是好看 相比而言 虽说大家都是大魔导师 不过陈希然凝结出来的死灵系魔法球 比起其他几个白胡子老头而言 却是给人一种躁动不安的感觉 这是因为他的修为还不够 无法在飞行的过程中 保持平稳的魔法输出 不错啊 小熙然 之前来的时候 你连凝行都还做不到呢 没想到 现在居然已经能够凝聚成形了 那个被陈希然称作徐爷爷的白胡子老头 赞许地看向陈希然 微笑着点了点头 陈希然得意地哼哼两声 显然是对自己的表现很是满意 然而 理应对魔法一窍不通的顾小白 此时突然开口道 熙然小姐姐 你能不能试着把精神力覆盖在那几个球体的表面上 陈希然一愣 下意识地反问道 这是要干嘛 顾小白解释道 巨龙啊 就像是用精神力制造一个外壳 把那几个魔法球包裹在里面 然后进行压缩 这样一来 魔法球应该会变得稳固很多 算了我直接给你演示一下吧 他感觉自己形容起来 或许不太抽象 干脆撸了撸袖子 准备来一段实际上手操作 陈希然瞪大了双眼 一脸不解 你给我演示 你连魔法球都放不出来 怎么演示给我看 当然是用你的呀 顾小白理所当然地说道 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精神力 直接将陈希然的那几个魔法球 给包裹住了 陈希然顿时急了 连忙喊道 快住手 你这样 精神力会被魔力能量反噬 哎 预想中顾小白惨叫崩溃的情况 并没有发生 反倒是他的那几个魔法球 竟然真的变得凝实了许多 精神力被魔力能量反噬 主要是因为 用于包裹魔力的精神力太少太脆弱 但只要加大精神力的输出量 让这层精神力变得更厚实 那么就不会轻易地受到反噬了 顾小白淡然出声道 这下 其他几个大魔导师 又忍不住多看了顾小白几眼 之前顾小白说的道理 他们不是不明白 包括陈希然本人也是知道的 但是 一只骷髅怪 为什么会对魔法领域的事情这么了解啊 而且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想要达到顾小白刚刚所说的这种精神力强度 需要至少数十年的修行才能做到 陈希然就是因为太过年轻 精神力不够浑厚 所以才无法进一步压缩魔力球的 所以说 这只骷髅怪 到底是何方大佬 游离的魔法元素 之所以有时候难以被吸收 主要还是因为空气中存在些许杂质 这些杂质 或许会与你们想吸收的魔法元素 进行魔法反应 所以 若是按照常规方法进行元素吸收 就有可能出现 你们所说的效率不高的情况 不过呢 还有种例外情况 大家都知道吸收魔法元素 是通过身体毛孔进行吸收的嘛 但是有的魔法师 整月整月的不洗澡 让魔法元素从哪里进去了 哎哎哎老王别转移视线 我说的就是你 你身上的味道真的是 熏我一路了知道不 施法过程中 出现魔力反噬 其实不仅仅是因为身体素质欠缺 还与精神力操控能力不够有些关系 当然身体素质 也是一方面原因 你们魔法师整天宅在家里 宅到个四十来岁 变成大魔导师 平时又不出门锻炼 也不知道找个对象 做些喜闻乐见的事情 身体素质好得了 才有鬼类 啥 你问我 什么叫找对象 做喜闻乐见的事情 这我特妙 喂 我是个骷髅怪 这种事情 你居然跑来问我 作为一个男性 这么多年下来 你难道就没有产生过 某种源于灵魂的身体冲动吗 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 难道都没发现 有什么东西 精神饱满昂扬挺立 不好意思 我不太清楚你们人类 你们七老八十的 还能挺得起来吗 关于这个问题 在看到几位大魔导师 纷纷羞涩的汗手默认之后 顾小白不由得哑然 老半天才感慨道 嘖嘖嘖 不愧是老当一状啊 高空之上 一群白胡子老头 围着顾小白 七嘴八舌地询问着 修炼上遇到的问题 他们原本以为 顾小白只不过是对魔法 只是略微有些了解而已 但随着交流的深入 他们惊讶地发现 顾小白居然对魔法修炼 有着独到的见解 所发表的言论 甚至能让他们 这群大魔导师 都感到有所领悟 于是 老头们便纷纷 把困扰自身 许久的一些问题丢出来 请顾小白帮忙进行解答 而经过一番交流之后 顾小白这才发现 这群老头子 虽说魔法修为的确很高 但在人情事故 以及生理知识等方面 却是真的一窍不通 遇到问题 也不懂得变通 只会从魔法方面去寻找答案 这样很容易就会走入死角 百思不得其解 至于顾小白究竟是从哪学到的这些知识 别忘了 她当年可是从陈有信的传承之地里 得到了许多好处 甚至可以说 获得真正传承的 并非是小幽灵 而是她这只对魔法一窍不通的骷髅怪 而陈希然虽然是陈有信的女儿 但她因为被自家老爹坑了一波 对于死灵系魔法 多少有些抗拒 以而死活不肯接受陈有信的知识传承 陈有信也拿她没有办法 不管怎么说 那些珍贵的魔法理论 都是被顾小白给学去了 虽然顾小白没法用出来 但现学现卖 还是可以做到的吗 更何况 顾小白的职业并非是魔法师 所以很多魔法领域的问题 她从另一方面去进行思考理解 反而能够另辟蹊径 得出许多足够让人眼前一亮的答案 总而言之 现在的顾小白 越来越受这些白胡子大魔导师的喜欢了 老头们也愈发觉得这只骷髅怪有点东西 双方的关系迅速升温 就连陈希然都不免感到目瞪口呆 要知道 这几位大魔导师即便是在隐心塔里 也都是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在帝国内的影响力 甚至比普通的官员还要大 结果 他们现在竟是与顾小白交好 言辞之间都透露出了交好之意 这又怎能不让人吃惊意外呢 顾小白自己都不知道 就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内 他到底收获了多少人脉 而在人类社会里 只要有了人脉 很多事情就会变得简单许多 当然 现在的顾小白还不清楚这些 他只知道 这群糟老头子 一点也不让人省心 甚至还有点低情伤 这一路下来 他们问了那么多问题 都不给点休息时间 难道骷髅怪 就可以不用停下了喘口气的吗 哦 好像的确是用不着来着 好在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在夕阳消失在地平线尽头之前 一行人加一只骷髅怪 终于是抵达了旅途的第一个落脚点 也就是封亭城 对于几位大魔导师来说 他们的身份 就是最好的通行证 封亭城的城主 在得知自己城里有七人从天而降之后 连帽子都没戴稳 匆匆忙忙的 便从城主府一路奔跑出来 只为能在第一时间 迎接到这些清风帝国魔法界的中流砥柱 顾小白一开始的时候 还略微有些担心 这么晚了 会不会找不到客栈居住 毕竟他和宋秋璇 上次也是快晚上了 才进了明光城 结果最后 也还是在韩岳小姐姐的房子里睡了一宿 结果很快的他便发现 自己根本就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因为封亭城主直接大手一挥 把城内最好的客栈整个包了下来 嘖嘖嘖 真是腐朽的官僚主义作风啊 顾小白摇头嘟囔着 却也还是口闲体正直地 跟着老头子们住进了客栈 而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里 每天的行程 仿佛都是第一天的重复 白天大家在空中一边遇风而行 一边探讨魔法方面的知识 到了傍晚 就找座城池歇脚休息 等到天亮再继续启程 就这样 原本顾小白和宋秋玄 走了将近一月的路程 在那个风系大摩导师的带领下 大家只不过花了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 就成功地飞到了帝都之外 因为帝都里有规定 不许魔法师在天上飞来飞去 说是影响不好 所以大家只能先在城门外着陆 然后慢悠悠地朝着帝都内走去 各位老哥 我先去我老师那边一趟 晚点再去影星塔那里找你们吧 顾小白朝着老头们挥了挥手 这几天下来 他和老头们的关系突飞猛进 甚至都已经达到称兄道弟的地步了 几位大摩导师双眼骤然发亮 火系大摩法师徐老脾气最为急躁 抢着开口道 你居然还有老师 敢问是何方高人 顾小白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骨 道 徐老哥你误会了 是我练金术的老师 不是魔法上的 几位大摩导师文言 多少有些失望 然后他又望向陈希然 笑道 希然小姐姐 我就先走一步了 晚点见咯 陈希然哑然师笑道 你管几位大摩导师叫老哥 管我叫小姐姐 这是个什么奇怪的辈分 哎呀 这种小事就不要计较了嘛 大家各叫各的就好呀 顾小白黑黑一笑道 就这样 散了散了 虽说仅仅只是十个月余 没有见到肖先生而已 但顾小白总觉得 似乎已经过了好久好久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觉 主要还是因为 这段时间以来 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 多到让他恍惚间有种感觉 自己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见过肖先生了 这次回来帝都 顾小白除了要将之前那枚玉佩 还给宋孤独以外 更多的则是要找肖先生 兑现自己的承诺 顺便把他之前不小心带走的 那珠雾宁草 交还给肖先生 已经达到了六品上街巅峰的顾小白 现在已经可以随意地召唤 亡灵大军宫殿了 当然 他不会傻到 将整座宫殿都召唤出来 毕竟这里是清风帝国的帝都 若是突然间有亡灵大军的宫殿降临 天知道究竟会引发多大的骚乱 说不定 他还会被荡成是亡灵族进攻人族的先头军 引来众多高手围攻 若真是这样 那可就真的亏大发了 所以 之前还未出发的时候 顾小白趁着夜色 又偷偷地回了埋谷之地一趟 并且在那里召唤出了亡灵大军宫殿 并搜集了整整十瓶的幽冥之气 又用玉瓶采了几朵极寒忧火 这些东西 现在都静静地躺在顾小白的空间带里 等会儿见到肖先生之后 便可一并交付给他 走在路上 顾小白感受着帝都的热闹氛围 嘴角也不由自主地弯起了一道淡淡的弧度 自打他进入到人类社会之后 便愈发地感觉到 失而为人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回想起以前在埋谷之地里的日子 着实是有些无聊透顶 不仅没有那么多的书可以翻阅 更重要的是 少了许多烟火气息 顾小白自认为 如果他是个人类的话 那也一定是个俗人 每天贪恋红尘的美好 没事和宋秋璇出去遛遛狗才采风 这样的小日子 光是想想都觉得很安逸啊 走着走着 顾小白耳边忽然响起路人的交谈声 没想到 王家还真的是说倒就倒了呀 咦 王家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那个 依附侯赛雷公爵的王家吧 说起来 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王家的下场究竟如何 顾小白倒还真不清楚 于是 顾小白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 并靠近那说话的路人 想听听看他们的交谈内容 可不是吗 之前还看到王家 连个下人都要舞扬威的 现在倒好 一个个的全被下狱了 说到这个 话说你知道王家被抓的原因吗 这 官府也没有发公告啊 我们这群平头百姓 怎么可能知道啊 嘿嘿 我跟你讲啊 我有个表就是在衙门里当差的 他消息可比咱们灵通多了 我前两天听他说 那个王家暗地里杀了好多人 用来制造亡灵生物呢 居然有这种事情吗 那岂不是要满门抄斩了 可不是吗 这下连侯赛雷公爵都保不住他们了 对了 你说侯赛雷公爵会不会其实 嘘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 话题于是到此中断 二人缩了缩脑袋 见周围似乎没有人注意他们俩 便赶紧快步离开了 而顾小白 则是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 思索着其背后所蕴含的一些信息 以及之前他在冯村客栈里 曾碰见过的那群土匪 说起来 当时小幽灵从外面的土匪楼楼那里 搜来一块玉牌 而那块玉牌上面赫然雕刻着一个宋子 不仅如此 土匪二当家也说 背后指使人是宋家 而更令顾小白感到是有蹊跷的 则是赵德元不明不白地死在了 明光城的监狱里头 侯赛雷 宋孤独 还有 唐牙 顾小白琢磨了一会儿 发现自己对人类的权谋计策 实在是一窍不通 便干脆把这件事情给丢到一边 他现在可没那么多心思来分给这些事情 光是骷髅怪复兴的传承任务就够他头疼的了 来到肖先生的家中 顾小白将他准备好的各种炼金材料 都交到了肖先生的手中 果不其然 和顾小白想象中一样 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肖先生 在看到这些珍贵的炼金材料之后 整个人差点没激动到 直接当场去世 比起这些炼金材料 顾小白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便从七品上街巅峰 变成了六品上街巅峰的事情 反倒是被肖先生完全抛到了脑后 他甚至都没怎么招待顾小白 拿着这些炼金材料 便冲进实验室里做实验了 顾小白倒也没觉得被冷落 毕竟他一早就知道 肖先生就是这样的性格 他站在实验室门口观望了一会儿 发现肖先生似乎要忙活一段时间 便也没跟肖先生打招呼 悄悄地离开了肖先生的住宅 在这之后 顾小白又转到宋府 因为他的擬行术 模拟的是宋秋玄的外形 所以那些下人们 还当是宋秋玄回来了 他们正要向内通报 大小节回府的消息 常威的身影 便如同鬼魅一般 出现在了宋府门口 你回来了 常威平退其他下人 看着顾小白淡淡开口 顾小白微微一笑 知道常威已经看穿了 他的真实身份 他微微一点头 道 老爷子在吗 我有东西要交给他 常威眉头微皱 道 有什么东西 我帮你转交就是 顾小白摇头 事情比较重要 需要和老爷子当面说 你要是不放心 在边上看着便是 常威略一迟疑 便转过身朝前走去 同时冷冷地说道 希望你真的有重要的事情 要向老爷交代 放心好了 我又不是闲着没事干 跑来找你们消遣娱乐的 要不是因为宋秋玄那丫头 我才懒得掺和 你们这档子破事呢 顾小白低声嘀咕道 常威的脚步稍稍停顿 只当自己什么都没听到 继续前行 很快的 顾小白便被常威带着 来到了书房门口 只见常威站在书房门口 抬手轻敲两下 公声道 老爷 顾小白回来了 哦 让他进来吧 不多时 从书房内便传来了 宋孤独的声音 顾小白也不矜持 直接大大咧咧地推门进去 正好迎上了宋孤独的目光 回来了 宋孤独问道 回来了 顾小白点头 你儿子和儿媳妇 我都帮你就出来了 宋孤独却像是早就知晓一般 微微点头道 辛苦了 有什么想要的报酬 我会尽量满足你 顾小白咧嘴笑了笑 并没有急着提要求 而是把玉牌和玉佩 都放在了宋孤独面前的书桌上 一个是你借我的 一个是我捡来的 正好一起还给你 顾小白说道 书房内 宋孤独的目光微微闪动 在桌子上的玉佩和玉牌上 停留了片刻 淡然开口道 这玉牌 宋孤独的表情 并没有太大的波澜 仿佛这块玉牌对他来说 也就只值得起 这么一句简单的询问而已 顾小白也没有要隐瞒的意思 直接说道 是我从帝都数十里外的冯村里 在一个土匪喽啰身上找到的 土匪喽啰 嗯 这些土匪大肆抓捕周边村庄的青年壮汉 你应该能想到 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你觉得我是幕后黑手 不排除这个可能 当然也可能是被人陷害 听了顾小白老实道 不能再老实地回答 一旁的常威顿时对顾小白怒目而逝 放声喝道 大胆 而宋孤独同样面露不悦 瞪了常威一眼 不满道 那么大声干什么 我耳朵都快被你震聋了 下次说话小声点 常威汗颜连忙躬身道 属下之错 顾小白看到这一幕 没忍住幸灾乐祸的笑出声来 也不管常威此刻投射过来的眼神中 藏着多少羞恼的意味 反正他吃准了常威不敢在这书房里对他动手 宋孤独伸手捏起那块玉牌 反复看了几眼 道 这玉牌的确是我们府里的信物 而且还是只有府内高层才能获得 说到这里的时候 宋孤独微微偏过头去 换道 常威 这件事交给你去查了 今天之内 我要看到结果 常威重重一抱拳 心知此事事关重大 却又担心自己此时离开 留顾小白单独与宋孤独相处一事 恐有不妥 一时间竟是有些迟疑 宋孤独则是一眼看穿了常威的心思 皱眉道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 常威这才咬牙拱手 领命离开 而宋孤独见常威离开之后 这才望向顾小白 低声说道 若此事是我所为 今天的你 走不出这宋府 顾小白只是微微一笑 并未去争辩什么 只是下意识地活动了几下 缩在黑袍里的右手 他的右手上 分明只有四根手指 隐心塔 陈希然跟在几名大魔导师身后 低着头 快步走进一层的魔力大厅 作为清风帝国 绝大多数 身处魔法意图顶端的魔法师们聚集的场所 隐心塔内的魔力元素活跃程度 就像是崩腾的江海 即便是整片大陆上 也很少能有像隐心塔这般魔力活跃的地方 即便陈希然 原先一直在死灵元素聚集的 埋谷之地附近修炼 此时回到隐心塔内之后 却也还是感觉到了一种 被各种魔力元素包围的满足感 据说 在隐心塔周围 设立着一个魔法大阵 这个魔法大阵 能够无时无刻地吸引周边的游离魔法元素 供隐心塔内的魔法师修行 这才造就了 隐心塔富有魔力元素的现象 当然了 满足归满足 若是让陈希然在这里 待上哪怕一天 他都会表现出万般的不乐意 至于为什么 哦 我的希然小公主回来了 快让爸爸看看 你这几年在死亡山脉是不是瘦了 一个声音迅速游远而近 引得众人纷纷侧目 只见一名身穿灰色魔法师袍的中年男性 从楼上飞奔来 手中还拿着一个气味可疑的绿色冰淇淋 说起来 不光是气味问题 这大冬天的吃冰淇淋 本来就不对劲吧 其余人看到这个身穿灰袍的身影 都纷纷快步避让开来 他们已经认出来了 这位便是隐心塔内掌管死灵系的大魔导师 实力甚至能排在整个隐心塔前十之列的 陈有幸 而陈希然则是顿觉自己脑袋上清金爆起 他毫不犹豫地 从袖口掏出自己的法杖 直指那飞奔来的身影 大吼道 你给我滚远点啊 话音响起的同时 陈希然的法杖顶端骤然闪亮 树道散发着黑色器物的魔力剑使 毫不留情地朝着陈有幸袭去 因为隐心塔内的魔法元素足够浓郁 所以陈希然在施法的时候 速度比起平时来要快上数倍 但陈有幸并不是空有一身实力 面对陈希然射来的魔法剑 陈有幸不闪不避 另一只空着的手在面前随意地划了几下 就见一道透明的护盾 浮现在了陈有幸的面前 甚至还能够跟随着陈有幸一起移动 西然小宝贝 爸爸知道 你心里特别开心 但这么做 可不是表达开心的正确手段哦 陈有幸的脸上 依旧挂着慈爱的笑容 快 和爸爸来一个久别重逢的拥抱 然后吃下这满含着父爱的香菜冰淇淋吧 陈希然的表情 此时已经彻底扭曲了 多年来与陈有幸交手的经验 让他清楚地预见到了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那个散发着令人绝望气息的绿色冰淇淋 绝对会被陈有幸以各种理由各种方法 完完整整地塞进他的嘴里 就在陈希然万般绝望的时候 一个柔和的声音忽然从他的头顶上响了起来 希然 来我办公室一趟 隐心塔的结构 属于螺旋向上的中空型建筑 而刚刚喊话的那个老玉 此时就趴伏在楼梯的扶手上 正向下微笑地张望着 陈希然仿佛是遇到了救星一般 欢呼到 灵塔主 他全然不顾正往这边扑来的陈有幸 而是绕着另一侧的楼梯 蹦跳着冲了上去 他知道 只要有这个老玉在 陈有幸就拿他一点办法 也没有了 原因无他 要知道 这座隐心塔也是有主人的 既是主人发言 那么住客们自然也无法反驳 哪怕这些住客 全都是大陆上实力顶尖之人 也是如此 毕竟 隐心塔塔主的实力 绝对是大陆上超顶尖的存在 陈有幸无奈地停下了脚步 看着陈希然欢喜地 搂住了老玉的手臂 一脸眉开眼笑的模样 老玉深深地望了陈有幸一眼 随即拉着陈希然 进办公室里去了 老太婆 我跟我女儿叙叙旧 你出来捣什么乱 陈有幸不满地嘀咕道 他越想越不舒服 干脆把手中 还在冒烟的香菜冰淇淋 往自己嘴里一塞 然后 感觉热度还是有点过来 果然想用熔岩 完全代替冰淇淋的冰冻奶油 有点问题呢 陈有幸低声自语 随后三两口把那个冰淇淋吃完 像是个没事人一般 回自己的实验室里去了 从宋府里出来之后 顾小白便朝着隐心塔的方向走去 说实话 顾小白其实并不知道 隐心塔是个什么地方 只不过 当时和陈希然分开的时候 他跟陈希然商量了一下 然后便将自己的一节止骨 塞到了陈希然的行李里面 除了到时候方便他找过去以外 同时也是为了以防不测 所以之前 当宋姑读说 顾小白可能走不出宋府的时候 顾小白却是并没有多少担心 反正他随时都可以通过分金错古大法 一路飞到陈希然那里去 而且事实证明 宋姑读并没有要留下顾小白的意思 在顾小白表达了离去的意愿时 宋姑读甚至起身 亲自将他送出了书房 顾小白虽然不知道 宋姑读到底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 但他本能地不希望 宋府会牵扯上此事 毕竟现在还有宋秋玄这层关系夹在中间 如果制造增物的背后 也有着宋姑读的影子 那么宋秋玄 他一定会很难过吧 人流湍急 顾小白依靠着自己与植骨之间的精神联系 不紧不慢地朝隐心塔的方向移动着 开着你行术的他 基本不用担心 自己会被人轻易发现真实身份 虽说先前宋秋玄跟他讲 帝都这个地方 简直是四平满地走无品健如狗 但这些高手没事的时候 应该只会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待着 有什么事情都交给下人去办 很少亲自出门 更何况 就算街上真的有这种无品以上的高手 顾小白也不是没有任何应对措施 毕竟他的身上还特地裹了一件黑袍 如此一来 便没有人能够轻易看穿他黑袍下的面容 不过 话说回来 光天化日之下穿件黑袍 会不会太过引人注目了 总感觉这是摆明了 在跟人说我要隐藏身份 你们别看我 说不定反而会更加引人注目 顾小白正这么想着呢 突然看到迎面走来一人 同样穿着一身黑袍 无论是面貌还是身材 都被隐藏在冒檐之下 只能隐约看到一张精致的下半脸 咦 怎么感觉看上去好像有点眼熟了 顾小白眨眨眼 稍稍思索了一会儿 便猛地想起自己究竟是在哪产生的印象了 无论是那件黑色外袍 还是那张精致的下半脸 都是顾小白曾在陈有信的传承之地里见过的 那个 来自万宝哥 名为六爷的女人 六爷今天的心情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挺不错的 被关在家里那么久 今天是他第一次出来放风 为此 他特地 画了美美的妆容 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衣服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美艳不可芳物的气息 就差没大喊帝都的狗男人们 都快点来拜倒在老娘的石榴裙下了 可惜的是 当他准备出门的时候 管家默默地挡在了他的面前 六爷 您是去执行秘密任务的 这般打扮太过招摇 况且冬日风寒 您不如还是套件外套吧 听闻管家此言 六爷皱眉犹豫了片刻 终究还是觉得 管家言之有理 于是他便点头道 也行 我去加件外套 在他看来 即便是加上一件外套 自己同样风采不减 毕竟颜值已经摆在那儿了 穿啥都好看 六爷不必烦恼 小的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管家躬身道 并且拍了拍掌 示意下人将外套拿上来 六爷满意地眯起眼睛 称赞道 不错 能够把事情安排得如此周全 甚好甚好 他转身望向下人拿来的那件黑色外套 同时口中仍在勉力管家 看在你事无巨细的份上 这个月的薪水就给你加上 卧槽 他突然说不下去了 因为下人拿过来的 哪是什么黑色外套 那分明就是一件黑袍 六爷在原地沉默地站了好一会儿 管家便在他的面前 沉默地厚了好一会儿 这特喵的 就是你说的外套吗 六爷终于没忍住 暴怒而起 穿着这么件破东西 老娘还怎么出去勾引男人 六爷 您是去执行秘密任务的 不是去约会的 还是把这个穿上吧 管家浑然不惧 依旧用平静的声音说道 还有 声音也要变一下才行 六爷对管家怒目而逝 试图以此表达自己的愤怒 可惜管家始终微微俯身 双眼一直望着自己脚前的青石板砖 根本就不与六爷对视 六爷的满腔怒火落了个空 心情无比烦躁 但他也知道管家说的没错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好一把夺过下人手中的黑袍 胡乱往身上一劈 风风火火地就要出门 六爷 您的帽斗 管家在后面提醒道 郭躁 老娘自己不知道戴吗 六爷粗暴地回手 瞪了管家一眼 一把把帽都给拽上了 穿上黑袍的六爷 心情自然而然地 变得阴郁起来 之前在明光城里是如此 此刻在紫川城内 同样也是如此 之前在明光城里的时候 鬼王中的人 都以为六爷生性冷漠 不易近人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他只是单纯地 因为自己分明风光无限 却偏偏要被一袭黑袍禁束遮掩 甚至连声音都要进行掩饰 因而感到气愤 不想说话而已 走在紫川城的街道上 六爷心中愤愤不平 咒骂管家的同时 也有些犯嘀咕 不管怎么说 光天化日之下 穿着一件黑袍 在外面溜达 岂不是摆明了 在跟人说老娘在隐藏身份 你们别看我吗 这样会不会更引人注目 他正这么想着呢 结果走着走着 突然发现 对面竟是 也走过来一个身穿黑袍的人 一时间 不由地好奇地 打亮了对方两眼 不管怎么说 前一刻他还在想的 大白天穿件黑袍 在街上走的都是沙雕 结果这个念头刚刚起来 对面就跳出来一只沙雕同胞 多少还是让六爷 感到有些意外的 可以看到 对面那个穿着黑袍的家伙 个子应该不高 身材不知如何 不过从茂檐下 露出来的那半张小脸 看上去倒是挺精致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面的那个黑袍人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 总给六爷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好像跟他之前交手过的那只骷髅怪 很是相似 骷髅怪 两个大白天 身穿黑袍的沙雕 同时站定了脚步 之前在陈有信的传承之地里的时候 顾小白就与六爷打过一场 虽说当时与顾小白交手的 只不过是六爷的分身 但不管怎么说 终究是顾小白胜了一筹 再到后来 六爷用精神之法控制了花小姐 若非顾小白误打误撞 帮其解脱出来 还不知事态究竟会如何发展 所以 顾小白和六爷的两子 自打之前结下来之后 便越结越深 直至今日 若非一直没有机会 否则顾小白早就想把六爷 按在地上揍一顿了 当然 六爷也一直是这么想的 于是乎 正所谓择日不如撞日 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在这样一条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顾小白与六爷终究是相遇了 骷髅怪 你居然还敢在老娘面前出现 六爷抬手指着顾小白 满腔怒火 不知该何处安放 咬牙切齿地 恨不得当场扑上去 把顾小白当骨头给啃了 顾小白毫不示弱 同样抬手指了回去 同时悲愤地大吼一声 妈大 把我的摩石通讯器还给我 双方完全不顾 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颇有一副剑拔弩张之事 眼看着就要动手 然而 六爷终归还是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他总算想起自己还是有任务在身的 这次如果再被眼前这只骷髅怪给搅黄了的话 自己这条小命 怕是就真的没法保住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冷冷地看了顾小白一眼 韩生道 等着吧 你迟早会遭报应的 顾小白 几个意思 我迟早会遭报应 特喵的 为什么搞得 好像我才是反派一样了 他还想与六爷理论一番 最好能够打上一架 可惜六爷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借着庞大的人流 他竟像是一条回归溪流的鱼儿一般 轻巧地汇入人群之中 连一朵细小的水花都没有溅起 转眼间便消失不见 顾小白愣在原地好一会儿 发现六爷竟是真的说溜就溜 气急败坏之余 多少还是有些疑惑 按理来说 六爷的修为并不弱 当初的他 仅仅凭借着一道分身 就能让顾小白疲于应付 更不用说其真身的强大了 但他现在说走就走 岂不是意味着 他其实 只会精神系的法术 自打顾小白领悟了精神免疫的天赋技能之后 天下的所有精神系魔法师 在顾小白的面前 便再也没有任何威胁可言 在顾小白看来 六爷一定是想起了 之前与他交手时的情况 意识到精神系的法术对他没用 这才夹着尾巴逃走的 但仔细想想 这事儿似乎又没这么简单 说起来 看六爷刚才一副急匆匆的模样 难道他又有什么任务要执行 一想到这里 顾小白顿时精神大振 顾不得去找陈希然 而是找了个没什么人的小巷 偷偷往先前六爷离开的那个方向上空 发射了一截止骨 没错 他这是打算跟六爷杠上了 不管他要去执行什么任务 反正顾小白都打定了主意 要捣乱一番 反正陈希然应该也不急着 这么一时半会儿 晚点也没关系 顾小白的止骨 在街道上空迅速飞行 很快便锁定了某个身着黑袍 在人群中穿梭的身影 说起来 这大白天的 非要穿着一件遮脸黑袍 在街上瞎晃悠 有人注目吗 尤其是还要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这样暴露的机会更大吧 正当顾小白这么想着的时候 就见六爷推开了街边某家店铺的店门 顾小白不敢怠慢 赶紧借着与止骨之间的联系跟了上去 很快便来到了那家店铺门前 他不知道 这家店铺会不会有后门 好让六爷换完装扮之后 轻轻松松地离开 所以他觉得自己得要进去看看才行 但当他透过橱窗 看到店内售卖的物品时 却愣是硬生生地止住了脚步 咦小妹妹你在门口愣着干什么呀 这时一名女店员正好看到 站在门前呆若目击的顾小白 连忙热情地迎了出来 放心 这种事情又没什么好害羞的 看你应该是第一次来吧 嗯 到你这个年纪 是应该准备一件合身的内衣了 这样才有助于发育吗 顾小白只觉得浑身僵硬 尤其是被那女店员推进内衣店之后 更是如此 琳琅满目的内衣 此刻就这么毫无遮拦地呈现在她的面前 即便她是骷髅怪化形而成的人类 此时依旧还是觉得体内热血沸腾 面旁也红了一片 女店员的动作非常麻利 顾小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身上的黑袍便被她解了下来 看到顾小白的脸时 女店员忍不住赞叹了一声 小妹妹生得可真是俊俏啊 就是可惜身材还没长开 不过没事 花姑都总有绽放的时候嘛 现在还急不得 来 我先给你量个胸尾 然而顾小白没法急不得 她现在不紧急 而且还慌得一逼 姐姐我问你个事啊 刚刚是不是有个跟我一样 穿着黑袍的人进来 顾小白赶紧出声问道 借此转移女店员的注意力 女店员拿着卷尺的手 果然停了下来 只见她笑嘻嘻地冲着顾小白眨了眨眼 道 对啊 你姐姐特地吩咐过呢 一定要给你挑一件合身的内衣 我 姐姐 顾小白吃惊地瞪大了双眼 对啊 她说自己还要去前面买衣服 说是让我先给你挑好内衣 她等会再回来接你 店员理所当然地说道 同时再次抬起了拿着卷尺的手 来来来 小妹妹 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吧 当顾小白追进内衣店的时候 六爷已经借着人群的掩护 来到了另一家服装店里 她的心里难免有些得意 口中轻哼道 居然还想跟踪我 真当老娘是吃素的 不得不说 六爷还是有点本事在的 当她察觉到 自己可能被跟踪了之后 只不过耍了点小手段 便将顾小白骗了过去 不出意外的话 现在那只骷髅怪 应该正在被店员按着梁三围吧 想到这里 六爷忍不住眼嘴倾笑 而先前堆积在心头的郁杰 此时也消散了数分 那件黑袍已被六爷换下 取而代之的 是一套再普通不过的戎装 同时 她还给自己化了妆 亮丽的容颜被妆容掩盖 原本的美貌容颜 此时变得平淡无奇 即便是顾小白在此 都不一定能认得出来 做完这一切之后 六爷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才朝着自己的目的地走去 她要去见大老虎 好不容易摆脱了 缠人的内衣店店员 顾小白狼狈不堪地 从内衣店逃离出来 然后她发现 自己果不其然地 失去了六爷的踪迹 虽说顾小白不知道 六爷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发现自己被跟踪的 但不得不说 她的反应还是很快的 只不过耍了个 简简单单的小手段 就成功地 把顾小白给甩掉了 不知为何 顾小白本能地认为 六爷一定是有什么大动作 可惜现在 她根本不知道六爷的去向 只能无奈地 先回去找陈希然 循着与止骨之间的联系 顾小白很快便找到了隐心塔 只是她还没走进隐心塔 守在塔门前的两名五位 便抬手拦住了她的去路 此乃重地 闲人误入 左边的那名五位 冷冷地说道 顾小白想了想 我是来找人的 找到人我就走 两名五位对视了一眼 左边那名五位再次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来此地找谁 先前可曾预约过 我叫顾小白 来找陈希然 她今天不是刚回来吗 我之前跟她说好等会来着找她的 顾小白道 或许是因为这种找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因此 两名五位也没有急着赶人 而是由一名五位进塔询问情况 另一人则是站在外面看着顾小白 在确定顾小白所言属实之前 五位们是不会轻易放顾小白进去的 不多时 先前那名五位快步走出 她的面色叫先前稍稍缓和 道 陈大摩岛被她主传唤走了 若是阁下不介意的话 可以先在附近逛逛过会再来 然而顾小白却没有立刻离开 她思索了一会儿 又道 那这样 我还想找你们这里 一名姓王的风系大摩导师 她是和陈希然一起回来的 不知道她现在有没有空 麻烦兄弟再帮我问问 王姓的风系大摩导师 这两名五位几乎是转瞬间便意识到了顾小白所说的是谁 二人望向顾小白的眼神一变再变 先前那名负责传话的五位只说了句请稍等片刻 便又急匆匆地快步走进塔内 大概过去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就听到从塔内传来了一阵惊喜的爽朗笑声 先前用风行术带着顾小白一路飞回帝都的王老大步迈出 笑道 顾老弟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顾小白正要说话 却忽然眨了眨眼睛 笑道 王老哥 你这是 刚洗了个澡 王老也不介意 哈哈大笑道 是啊 老弟你说的果然没错 我刚刚感觉吸收魔法元素的速度竟是真的快了不少 过会儿我就去找塔主提议 让他把日常洗澡定为隐心塔的塔规 两名五位看到平日里一脸高冷 生人物尽的王老竟是与这少年 女 如此亲切 一时间难免有些瞠目结舌 心中暗自庆幸 先前并没有对此人恶语相向 否则现在怕是要吃苦头了 顾小白跟在王老身后 顺顺利利地进了隐心塔 然后又跟着王老来到了他的实验室 便见王老关上实验室的门 笑眯眯地望向顾小白 问道 顾老弟来找我 想必是为了风行术捐客的事情吧 是啊 西安小姐姐说了 如果是从帝都出发去天羽山 然后再转到前往精灵之森 怎么也得要个六份风行术卷轴才行 老哥 你看你能搞定吗 顾小白问道 王老略一思索 摇头道 我一个人自然做不到 不过 我可以去帮你找塔里的其他风行魔法师帮忙 六份风行术卷轴而已 问题倒是不大 只是关键在于 你有空白的高级魔法卷轴吗 顾小白想都没想 反问道 这种东西 你们隐心塔里应该有吧 王老迟一道 有是有 就是这个价格 顾小白笑道 价格不是问题 您看是用银票交易 还是直接上黄金 王老 所以说 这只骷髅怪到底 是从哪搞来的那么多钱 六爷出了紫川城的城门 在路边随便租了辆马车 上车便道 去西郊 车夫一愣 道 西郊 那可是后公爵的领地 夫人您确定要去那边吗 六爷面路不悦 道 喊你去就去 又不是不给你赢钱 如此多嘴作甚 车夫苦着脸道 不是小的不肯去 但是西郊最近一段时间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那位公爵大人下了令 不许任何人进出 若是有发现可疑之人 轻者监禁 重者当场斩杀啊 六爷柳眉轻调 想了想后道 那这样吧 你送我到西郊附近即可 车夫见六爷态度坚决 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 驾着马车朝西郊赶去 约莫过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车夫停下马车 对着车厢内说道 夫人 最多只能到这里了 在网里 可就不让进了 然而 车厢里并没有人回应他 车夫又唤了几声 感觉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 赶紧伸手先连 却见车厢内空空荡荡 根本就没有人引 只有座位上静静地 躺着一张银票 那显然是 支付给车夫的车费 至于六爷 他早就在合适的位置 偷偷下车了 以他的本事 想要做到中途下车 且让车夫毫无察觉 完全是信手拈来的事情 之所以这么做 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有心人 追查到他的下车地点 毕竟 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越少人知道越好 虽说六爷下车的地点 距离西郊 尚且有些距离 不过以六爷的本事 只是几分钟的功夫 他便来到了 侯赛雷公爵的领地之内 并且没有引起 任何巡逻守卫的惊动 按照上头的吩咐 六爷要来与侯赛雷公爵 进行一场 无人知晓的会谈 其实 说是与侯赛雷公爵会谈 但六爷的心里 却是清楚得很 他真正要对话的人 其实是另一个 位高权重之人 而侯赛雷公爵 只不过算是 那人的影子而已 都说万宝阁从不干涉内政 但这次 真的是不得不这么做了 六爷在心中暗自叹息 目光则是投向了 不远处的灰红城堡 有了王老的帮助 仅仅过去半个小时的时间 顾小白就成功搞到了 二十个名刻了 风行术的魔法卷轴 事实上 顾小白一趟来回的话 一共也只需要 十二个卷轴就够用了 不过考虑到有备无患 所以他干脆凑了个整 直接搞了二十个 这样 就算路上遇到点什么问题 也不担心会单个形成了 而且 就算这次用不完 还可以留着以后用吗 王老哥 这次可真是太感谢你了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知会我一生 只要我有空 随叫随到 顾小白欣喜地 一边往空间带里塞卷轴 一边对王老说道 而王老则是笑眯眯地捋着胡须 道 区区小事 何足挂齿 再说了 老弟你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想法 对于整个法世界 都是很重要的 就算是要感谢 也应该是 我们感谢你才对吗 顾小白黑黑一笑 倒是没有反驳的意思 虽然他的魔法知识 全都是脱胎于陈有信的魔法传承 但作为一只毫无魔法天赋的骷髅怪 顾小白从战士的角度 去理解魔法师的修炼经验 思维从魔法师们的固态定势中跳出 自然能够看到 许多魔法师们 无法参透的事情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说的 就是这么个道理 接下来 就是等陈熙然出来 然后一起去天语山了 顾小白正打算在王老的实验室里坐会儿 结果他还没来得及找位置 实验室的门 却突然被敲响了 老王 骷髅怪在你这不 一个清脆的女声 自门外响起 王老下意识地扭头 看了看身旁一脸猛逼的顾小白 道 老弟 找你的 这声音 听着也不像是陈熙然呀 顾小白完全反应不过来 我在这里除了你们几个老哥 和熙然小姐姐以外 难道还有其他熟人吗 虽说搞不清状况 不过顾小白 还是先动作麻利地 将圈轴全都放好 然后小跑着前去开门 房门打开 首先入眼的便是一对毛茸茸的白色兽儿 再往下才是犬娘交好的面容 姐姐 你怎么在这里 顾小白惊喜地望着来人 好久不见呀 被称作姐姐的 自然便是陈友信家里养着的那条犬娘 只是不知道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姐姐欢快地摇着大尾巴 笑道 我当然是在这里了 而且在这里好久了呢 传承之地那边 不用开门了 我可不得过来投奔主人吗 顾小白很快反应过来 问道 陈友信先生也在隐心塔里 是啊 他说一会儿再过来找你 我在房间里待着无聊 所以就忍不住先过来了 姐姐呲牙咧嘴地笑着 尾巴一通乱甩 可以看出 姐姐这会儿的心情也很是不错 陈友信先生要来找我 他找我干嘛 顾小白眨了眨眼 有些莫名其妙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出来的时候 我好像有听他说要算账什么的 具体的 我也没仔细听 估计应该是 让你帮他核算账目 姐姐歪着脑袋猜测到 顾小白沉默许久 叹气道 姐姐啊 你的人类语言 还需要多学学才行 算账哪是这么个意思啊 姐姐轻易一声 露出一副很惊讶的样子 问道 那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顾小白话没说完 走道上就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而从这阵脚步声中可以听出 来人的心情似乎有些急躁 所以脚步声不仅快 而且沉重 好的 不用解释了 郑主马上就登场了 骷髅怪 你好大的胆子 陈有信还没等走过来 便怒发冲冠地冲着顾小白 咆哮出声 顾小白缩了缩脑袋 本能的就是一套否认三连 我不是 我没有 你瞎说 好小子 你只还敢否认 陈有信一脸凶恶地 走到顾小白面前 低头俯瞰顾小白的双眼 目露凶光 说 你是不是对我家小 欣然有想法 有啥想法 没想法呀 顾小白一脸无辜地予以否认 陈有信冷笑道 还不承认 刚刚塔主都已经发布通告了 欣然他才刚回来 就又要申请外调 说是要跟某位骷髅怪大师 一同结伴外出研究课题 你敢说这不是你搞的鬼 顾小白张了张嘴 却愣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能咋整 总不能说你女儿存心要躲着你 所以特地找了个理由 想往外溜吧 只是看到顾小白露出这副模样 陈有信心中对此事的猜测 又确定了几分 他毫不客气地朝着顾小白一伸手 道 那本《玉女心经》呢 还我 我要是跟你说 那东西被欣然小姐姐一把火烧了 你信不 顾小白小声问道 这倒是实话 之前陈欣然知道 有这么个东西之后 二话不说 便从顾小白那里 把书给躲了过去 然后直接烧了个干净 信你就有鬼了 陈有信果然不信 你一定就是 靠着我的那本书来跟小夕然搞好关系的 不是我说你 你一只亡灵生物 还想跟人类谈恋爱 你要是真的春心萌动 大不了我给你找个母的骷髅怪配对嘛 你别盯着我女儿下手啊 很明显 陈有信对于自己编撰的《玉女心经》 有着充足的自信 我可跟你讲啊 当初我把《玉女心经》 放在我的传承之地里 就是等哪天 能有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小伙子进来 然后拿到那本书 也算是想 找个有本事的女婿来 谁知道 居然被你这只骷髅怪给搅了局 陈有信这么说着 表情很是不满 哦 找女婿 又一个声音 从陈有信的背后响起 陈有信浑身猛的一颤 机械般缓缓扭过头去 正好看见陈欣然站在她的身后 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 顾小白摸了摸鼻子 从边上搬来个小凳子 默默地坐下看戏 她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陈有信 根本就是过分操心女儿 却又找不到正确的方法 这才会导致事情 变成眼下这个局面的 不过 这种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看戏多舒服呀 陈有信 当然不会让顾小白 这么悠哉地坐在边上看戏 在她看来 顾小白肯定是已经依靠那本 《玉女心经》里的内容 成功地俘获了陈欣然的芳心 所以 陈欣然现在才会帮着顾小白说话 虽然说自家女儿本来就有些叛逆 但今天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绝对就是这只骷髅怪的锅 所以 陈有信死死地看着顾小白 目光中不知道掺杂了多少复杂的情绪 右手放了右抬 抬了右放 她忽然开口道 骷髅怪 你现在的修为 距离无品还差多少 顾小白一愣 下意识回答道 一线之隔 这个回答倒是让陈有信大大的吃了一惊 她记得 之前借助在传承之地里遗留下的精神分饮 她曾经观察过顾小白的修为 那时候的顾小白 分明还只是刚刚突破到七品 并且 体内还留着暗伤 结果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这家伙不仅暗伤痊愈 甚至还直接突破到了六品上街巅峰 距离无品 仅仅只有一线之隔 这样的晋级速度 即便是放眼整片大陆 也是无出其右的 既然如此 那你有没有想过 等到你晋级无品之后 究竟是要以骷髅怪本体进行修炼 还是凝聚人身 从此在人间行走 陈有信又郑重其事地问道 陈希然仿佛听出了陈有信话语中的几分意思 急忙开口 喂 你这是要干什么啊 我跟顾小白 她本想说自己跟顾小白清清白白 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陈有信却是破天荒地 抬手制止了陈希然继续说下去 只是眯着眼睛 定定地看着顾小白 等待着顾小白的回答 顾小白虽说不知道陈有信到底想问些什么 但她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我的确是决定要凝聚人形的 只是现在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我以骷髅怪的身份去完成 所以必须要维持在六品修为 陈先生您是有什么事情想委托我去做吗 之前陈有信算是帮了 她和小幽灵一个很大的忙 可以说 如果当时如果陈有信不出手的话 小幽灵现在早就已经魂飞魄散了 所以顾小白一直觉得 自己欠了陈有信 一个极大的人情 若是陈有信有失相托的话 顾小白定然不会轻易拒绝 陈有信却是突然脸色一变 先前板着的脸 不知为何竟是放松下来 脸上还露出了和善欣慰的微笑 只见她抬手轻轻地拍了拍顾小白的肩膀 笑道 没什么 没什么 我也就只有一个请求 顾小白眨眨眼 等待着陈有信的下文 我听说 你要跟我家丫头一起出去搞学术研究 既然如此的话 这段时间我可就把她交给你了 若是等她回来的时候 少了一根汗毛 我可是要找你算账的 陈有信迷着眼 意味深长地说完这番话 随后也不等顾小白如何回答 便大笑着 背手离开了房间 留下顾小白与陈希然 还有王老三人面面相去 至于杰杰 她看到陈有信离开 虽说和顾小白他们一样 只觉莫名其妙 却也管不得许多 她快速地向顾小白他们挥手道别 而后便急匆匆地跟了上去 顾小白目瞪口呆地 看着陈有信离去的背影 总觉得自己死活反应不过来 实在是陈有信先前的情绪变化 太过迅速 就像是在玩变脸一样 前一秒还在对你怒目而视 结果下一秒 马上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 这让顾小白多少感到有些费解 而一旁的王老 则是若有所思地 捋了捋自己的胡须 低声咕咚道 这场景 怎么看起来像是在挑女婿呢 这句话的音量不大 所以 无论是顾小白 还是陈希然 都没有听到王老刚刚究竟说了些什么 哎 我那老爹 就是整天这样神经兮兮的 小白你别往心里去 陈希然无奈地叹了口气 虽然他也感觉 陈有信刚才的表现怪怪的 但不管怎么说 陈有信刚刚居然没有纠缠他 这对他来说 已经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了 顾小白也将这件事情丢到一边 转而询问陈希然道 所以 咱们俩啥时候出发 陈希然想了想 这样吧 我先回房间洗个澡 然后再收拾一下行李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出发 你觉得怎么样 一个小时的时间 已经可以说是很快了 顾小白也没怎么犹豫 便点了点头 陈有信回到自己的实验室中 很随意地拉了条椅子坐下 然后也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好事 突然呵呵呵地笑出了声 姐姐帮陈有信关好房门 好奇地歪着脑袋问道 主人 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啊 陈有信并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跟顾小白之前也有过接触 你知道她是骷髅怪对吧 姐姐茫然中点头 骷髅怪是亡灵生物对吧 陈有信又问 姐姐继续点头 并且开始怀疑 自家主人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所以 精神有些不正常 否则的话 这么简单的常识性问题 她怎么都还会问得出来呢 当然了 陈有信并不知道 自家的犬娘 脑子里究竟在想着什么 她只是 兴奋地搓着大手手 道 你也看到了 这只骷髅怪的修为进步速度 堪称恐怖 这家伙绝对是修炼意图上的天才 而且亡灵生物 就算她到无品凝聚了人形 但属性终究是不会产生变化的 如果她能跟熙然在一起 以后生下来的孩子 绝对也会是修炼死灵系魔法的天才 姐姐 不愧是主人 想得竟是如此之远 简直令犬叹为官职 我当初特意将 玉女心经 留在传承之地里 就是在等一个有缘人 虽说最后等来的不是个人 而是只骷髅怪 但是结果也没多大差别 更何况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 欣然跟哪个男孩子 走得这么近关系这么好了 陈有信感叹道 姐姐沉默片刻 提醒道 那是因为小主人前些年 一直都在死亡山脉那边 身边没什么同龄人 陈有信 不管 反正老夫看人的眼光 从来都很准 他顿了顿 又补充道 看骷髅怪的眼光也是一样 顾小白还不知道 他已经被陈有信给盯上了 在等待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后 顾小白和陈希然 终于准备出发前往天羽山 而陈有信不知为何 竟是没有出来送上一波 这让百般提防着的陈希然 多少有些庆幸 脸上露出了如是重负般的神情 心里却不知为何 隐隐有些失落 因为帝都严禁魔法师利用各种魔法手段飞行 所以 顾小白和陈希然 只能先徒步前往帝都城外 而陈希然一路上 则是买了很多零食 并且毫不客气地 全部塞到了顾小白的空间袋里 对此 顾小白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意见 毕竟这段时间以来 陈希然也算是帮了他好多大忙 所以 像是这种代代零食的举手之劳 顾小白当然是很乐意效劳的 只是顾小白没想到的是 陈希然对于逛街 竟是爆发出了极大的热情 从隐星塔出来到抵达城门口 这段本该二十分钟就能走完的路程 他们愣是 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才走完 我说骷髅怪啊 你这家伙 怎么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 陈希然一边啃着刚在路边 买的冰糖胡萝卜 一边还有辛勤数落顾小白 你以后肯定是要融入到人类社会里来的嘛 到时候 万一 还是像现在这样木讷斯版 那你的人生 岂不是很无趣 还不如继续当一只骷髅怪呢 顾小白仔细思索了一会儿 点头道 你说得好像有道理 自打我从买骨之地里出来以后 的确是少了许多娱乐活动 陈希然好奇地看着顾小白 亚然道 你以前还有娱乐活动 顾小白认真地点头道 是啊 我在买骨之地里的时候 经常会看看书啥的 哦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有骷髅怪会喜欢看书的 陈希然一对美目微微睁大 显然即便是他 也从没想过 一只骷髅怪 居然会把看书作为兴趣爱好 话说你还是骷髅怪的时候 为什么就会认得人类的字了 顾小白愣了愣 道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可能是因为我天赋一柄吧 陈希然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脸上却油字带着笑意 道 你说大话的能力 倒是的确天赋一柄 顾小白黑黑一笑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度深究 这种问题如果非要解释的话 其实也挺简单的 无非就是从上辈子传承下来的记忆咯 对于别人来说 这个解释或许很离谱 但放在顾小白身上 却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毕竟 发生在顾小白身上的离谱事 已经太多太多了 在来到一片空旷的原野上之后 顾小白看了看四周 道 咱们就从这里出发吧 陈希然点了点头 拿出地图比对了一会儿 抬手指着自己面前的方向 道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先往北方走 中途在寒洛城休整一晚 然后等明天再继续启程 这样只要三天就能到达天羽山了 顾小白若有所思地摸着自己的下巴 道 理论上来说的确是这样没错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 陈希然微微一正 什么问题 本姑娘制定的计划 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吗 顾小白走上前去 轻轻地握住陈希然的手 将他手指的方向逆时针 偏转了整整九十度 道 你刚刚指着的方向是东方 这边才是北方 陈希然顿时战红了脸 强行争辩道 我 我会不知道吗 只不过是不小心指错了而已 你这个骷髅怪 整天斤斤计较 绝对会助孤生的 我跟你讲 哦 顾小白耸了耸肩 完全没有要跟陈希然争辩的意思 转而开始仔细研究手中的地图 之前从雾影镇那边过来的时候 是由王老带队 所以顾小白并不知道 原来陈希然其实是个路痴 不过还好 现在知道了 也不算晚 确定了方向之后 顾小白带着陈希然一同御风而起 朝着韩洛城的方向急迟而去 因为这次只剩下顾小白和陈希然两个一同出发 所以路上的话题也只能围绕着 两人各自的情况展开 只是时间久了之后 再多的话题也还是不够说 到了后来 他们两个也只能选择埋头赶路 气氛变得有些沉默起来 本来按照这样的发展 或许直到他们抵达天羽山 情况也会一直维持眼下的这副样子 但事情的发展总是会给人一些惊喜 也可能是惊吓 就在二人飞至中途的时候 顾小白腰间的空间代理 突然闪过一道灰蒙蒙的光芒 有什么东西从里面钻了出来 幽灵 陈希然的感知十分敏锐 几乎是转瞬间就意识到 从顾小白的空间代理飘出来的那抹身影 究竟是个啥 不由得微微皱眉 没错 正是不甘寂寞的小幽灵 小幽灵从空间代理出来之后 巧笑嫣然的 就要跟顾小白打招呼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顾小白此刻正身处于数十米的高空中 速度是七十脉 心情是贼劲的嗨 根本没有反应时间的他 差点就直接被甩托出去 只能发出一连串徒劳无力的惨叫 啊 好在顾小白反应够快 赶紧伸手一把拉住了小幽灵的臂膀 同时暗自庆幸 小幽灵转换形态足够及时 否则刚刚那一下 怕是真的就要把小幽灵给弄丢了 只是这样一来 风行术承受不住两个人的重量 顾小白能够感觉到 狂风已经有些后继无力 而自己也开始缓缓下坠 他只好无奈地大喊道 灵儿听话 先回空间代理去 结果小幽灵的声音比顾小白更想 我不 你肯定又想背着我和宋秋璇偷偷聊妹 聊个屁啊 咱们两个加起来重量太大了 风行术承受不住啊 慌什么 我可以转换成精神形态啊 然后顾小白就感觉到 自己掌尖一空 小幽灵的身影也迅速消失不见 顾小白傻愣愣地看着 瞬间变成一颗小黑点的顾灵儿 南南道 妈爷 这下真给弄丢了 花了好大功夫 顾小白总算是把小幽灵给找了回来 你说你啊 没事干嘛老胡思乱想 我要是想聊妹 还用得着背着你们偷偷聊吗 顾小白理直气壮地看着小幽灵 语气中满是义正言辞的味道 要不是人家熙然小姐姐 对死气足够敏感 愣是一路找过来 否则你以后就见不到我了 而小幽灵这会儿 正坐在一个木桩子上 弱弱地低着头 露出一副委屈的小表情 听顾小白在那说着 却是完全没有要还嘴的意思 事实上 当顾小白和陈熙然 找到小幽灵的时候 小幽灵就坐在这个木桩子上抹眼泪 而当感觉到顾小白 终于找过来的时候 小幽灵更是哇的一下 便哭出了声 直接飞扑上去 紧紧抱住了顾小白 说啥都不肯撒手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顾小白原本满腔的怒气 也随之消散一空 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简单地说上几句了事 好不容易等顾小白说完 小幽灵委屈巴巴地抬起头来 小声道 我知道 错了吗 以后我再也不乱来了 顾小白也没有要抓着 不放的意思 拍了拍记在腰上的空间带 道 那你先回空间带里再休息一会儿 等我们傍晚到寒落城了 我再放你出来 你看怎么样 小幽灵乖巧地点了点头 转化为精神体 然后钻回到空间带里去 顾小白满怀歉意地看向陈熙然 道 真是不好意思 又耽搁你时间了 陈熙然耸了耸肩 我倒是没什么关系 反正本来就是出门散心旅游的 不存在耽搁不耽搁的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咱们强行中断风行术 那两个魔法卷轴 就相当于是报废掉了 你还有备用的风行术卷轴吗 这个呀 你这碗放心好了 我直接在你们隐心塔里 买了整整二十个 浪费两个 不算什么大问题 顾小白笑着拍了拍空间带 如是说道 陈熙然很不爽地皱了皱小穷鼻 道 哼 有钱了不起啊 最比是你们这种 整天就知道炫富的人了 顾小白黑黑一笑 正准备取两个新的风行术卷轴出来 冷不防空间带里 又探出个小脑袋 小幽灵冲着顾小白黑黑一笑 道 乘风剑前辈说 要出来透个气 先前进入隐心塔的时候 那些负责看守的五位表示 不得携带武器进入塔内 但是顾小白又不放心 把破剑交给别人看管 毕竟破剑的绝世神兵身份摆在那呢 万一被人偷了怎么办 所以 顾小白干脆就把破剑藏到了空间带里 装作自己是空手而来 这才大摇大摆地进了隐心塔 只是在那之后 他就忘了 把破剑再拿出来 这就让破剑很不爽 觉得顾小白肯定是担心辽妹被他干扰到 所以才故意将他塞进空间带里去的 顺带一提 刚才小幽灵之所以会突然从空间带里钻出来 其实也是破剑怂恿之后的结果 一开始 破剑的本意是让小幽灵出去的时候 顺便把他也给烧出去 结果小幽灵匆忙之下 根本来不及听破剑说了什么 火急火燎的就出去了 没有办法 破剑只能独自待在顾小白的空间带里 通过偷吃顾小白的高级金属来泄粉 现在在小幽灵的提醒下 顾小白终于是想起来 自己空间带里还躺着把孤寡老剑 他赶紧把破剑从空间带里捞出来 口中还不停地说道 哎呀 抱歉抱歉 不小心就把你给忘 卧槽破剑你这混蛋又偷吃我东西 破剑冷笑 你把本剑丢在那破袋子里那么久 我感觉自己都快发霉了 收你点利息怎么了 妈答 有你这样收利息的吗 你特喵的是把剑啊 结果 现在居然都已经把自己吃成桶了 你还要点脸不 顾小白一边痛心疾首地指责破剑 一边伸手去掏空间带 摸着摸着他的脸就白了 卧槽 你是猪吗 这才过去几个小时啊 我的金属库存居然少了一半 破剑不仅没有半点心虚的样子 反倒还得意洋洋地打了个宝格 道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把我关在空间带里 顾小白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他愣是从这个宝格的声音里 听出了张扬的气息来 陈希然在顾小白拿出乘风剑的同时 便兴致勃勃地凑了过来 蹲下身子 好奇地望着通体墨色的破剑 感叹道 哇 顾小白 这就是你说的那把 上古十大名剑之手的成风剑吗 不愧是拥有气灵的神兵爷 居然还会说话 不 他已经不是成风剑了 顾小白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可以叫他成风珠或者成风筒 反正我是没脸管这东西叫剑 不过说来也怪 被破剑吃掉的那堆金属 重量甚至达到了近千斤 连顾小白都很难暴动 但当这些金属被破剑吞噬掉了之后 顾小白拿着破剑 却丝毫没有觉得 重量有丝毫变化 他都有些怀疑 破剑到底把这些金属 吞到哪里去了 哼 小骨头你 就是在针对我 不过本剑大剑有大量 不跟你一般计较 破剑刚刚吃了一大堆稀有金属 心情大好 并没有要跟顾小白 伴嘴吵架的意思 喂 小女娃 我看你双耳间隙 脸型与人类也有些微的区别 你体内有精灵血统 陈歇然眨了眨眼 笑道 对啊 我妈妈是精灵族 成风剑前辈 有什么指教吗 破剑剑身微微震动 道 指教倒是没有 只是本剑 要提醒你一句 这只骷髅怪可是有主的 你就别惦记着了 啥 刚刚空间带里那只小幽灵 你也看到了 除了那只小幽灵以外 这只骷髅怪在雾影镇里 还金屋藏娇了一个人类女孩 所以 你还是另外再找个目标吧 破剑一本正经地说道 陈歇然哭笑不得 前辈 我口味真没那么重 喂喂喂 什么叫重口味吗 我怎么了咯 顾小白赶紧跳出来 为自己证明 呵呵 你自己本体长什么样 心里 难道没点B数的吗 破剑哼哼道 这一刻 破剑和陈歇然 站到了同一条阵线上 在距离帝都紫川城 北面约千里远的地方 有一座名为 天泽城的城池 由于这座城池附近 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 所以 城内的大多数青壮男人 都选择以狩猎为生 然而 从天泽城北去 大概数十里不到的地方 有一片广袤无垠的森林 即便是站在城墙上 极目远眺 也只能看到 那绿色的森林 如海洋一般 朝着地平线的尽头 蔓延而去 渺远而不知边境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片森林 被当地的居民们 称为碧海之森 碧海之森 不同于其他的森林 因其树荫遮天蔽日 光照极差 往往连白昼之时 都暗如黑夜 且在森林里 还居住着许多强大的魔兽 所以 天泽城的猎人们 都很少选择碧海之森 作为打猎的场所 即便是城内记忆 最好方向感最强的老猎人 也不敢打包票说 自己能在碧海之森里 走上一遭 迷失方向 其实还只能算是小事 但若是碰上强大的魔兽 那就真的只能闭目等死了 所以 我们如果往碧海之森里走 然后一路向北 不仅可以更快抵达天羽山 而且还能避开那群狗杂的追杀 东方卫明 认真地指着手中的地图 然后望向身边骑着黑马 正与他并驾齐驱的低头大师 大师我这么说 你能听明白吗 低头大师低着头 没有任何表示 好的 我就当你是默认了 东方卫明 干脆利落地收起地图 抬手在自己身下白马的屁股上 轻轻一拍 白马灰灰地 叫了几声 也不知究竟是感到了愉悦 还是单纯地觉得屁股痒 总之 他的马尾巴 往屁股上甩了几下 随后便稍稍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而一旁低头大师坐下的黑马 见白马开始提速 便也闷头跟上 自从那天 闲鱼商人将那把不知道从哪儿偷来的剑鞘 丢给东方卫明之后 这半个月来 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 每天都会遭遇到一大群赏金猎人的袭击 一开始的时候 东方卫明还会忍不住抱怨你们这群人 到底有完没完了呀 实在不行 我把剑鞘给你们总可以了吧之类的话语 但在发现 那群赏金猎人的目标 不仅仅只有那把剑鞘 还有他和低头大师的向上人头之后 东方卫明就再也没有说过这种废话 只是从那以后 每当有人袭击 东方卫明便再也没有心词手软过 虽说低头大师是出家人 不过他似乎完全没有出家人 当以慈悲为怀的概念 有时候围攻人数太多 东方卫明有些顾不过来 被人偷袭几乎得手的时候 在偷袭者的必经之路上 总会有一根大缠杖等着对方 而且那根大缠杖不敲别的地方 砖敲人的脑瓜子 就好像是在敲打沐浴一般 一敲一个准 经过了数天的长途跋涉 如今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 已经来到了天泽城 在东方卫明的建议下 二人最终还是决定向北进入碧海之森 从碧海之森往天羽山进发 从天泽城到碧海之森 中间还有一段距离 东方卫明看似悠闲 实则一直暗自警戒着周围的情况 而低头大师则是一如既往地低着头 看着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两匹骏马一黑一白 小跑着朝碧海之森进发 东方卫明一开始就打算好了 森林中树木实在太过茂密 马儿无法在其中肆意奔跑 行动多有不便 所以等到了碧海之森外围之后 干脆就把这两匹马给放了 反正这两匹马是从城中驿站里租来的 作为被驯养的马 他们自己知道回家的路 就在这时 东方卫明突然像是后脖梗有些发痒一般 抬起持着剑鞘的手 用手背随意地在后脖梗山蹭了几下 当的一声 有什么金属铸铸的事物 被东方卫明的剑鞘挡了下来 落在了地上 那是一枚飞镖 而投掷飞镖的人 距离东方卫明足足有数百米之远 这枚飞镖 本是冲着东方卫明的脖梗肩去的 谁知道东方卫明偏偏在这个时候挠了挠痒 却是正好将这枚飞镖挡了下来 是巧合吗 还是 他早就发现了 我在跟踪 袭击者心头危震 但却并没有要退去的意思 反倒是直直地冲了上去 既然飞镖已经被挡了下来 那么不管东方卫明之前 知不知道它的存在 反正现在肯定是知道了 如此一来 再继续潜伏 就没有任何必要了 不如就这么冲杀出去 与其站上一场 数百米的距离 就算袭击者的速度再快 也得要跑上一会儿 而东方卫明 却是没有半点戒备的意思 反而是先抬头望了望天 轻声说道 今天的太阳也很好呢 他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数百米之外的 那名袭击者 却依旧听到了 他不仅有些不解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居然还有心情看天气 这小子 究竟在故弄玄虚些什么 眼看着马上就要冲到 东方卫明的身边 袭击者左手再次制出三枚飞镖 这些黑形轨迹各不相同 目的在于封死 东方卫明的闪避路线 同时 他的右手已经拔出了 腰间的匕首 匕首的尖端 还泛着一丝幽绿色的光芒 显然是脆了毒的 这名袭击者的修为 已经到达了六品中阶 比起之前那些刺杀 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的刺客 都要来得更强 他相信 既然自己都已经出马了 那么这笔赏金 就绝对会落到他的口袋里 而面对这名 六品中阶的刺杀者的袭击 东方卫明用剑尖随意挑掉 会对他造成威胁的那枚飞镖 对于其他两枚 则是不管不顾 同时他突然开口 大声道 大师 快低个头 低头大师文言 配合得微微汗手 只是不知为何 他低头的角度 看上去似乎有些微妙 啊 袭击者末地发出一声惨呼 眼前再也看不见其他事物 只剩下一片白茫茫 就在当前 他感觉到 眼前不知为何 竟是射入一道强光 这道强光直接造成了致盲效果 也相当于是宣判了他的死刑 借此机会 东方卫明毫不客气地拍出一掌 直接把那名袭击者给拍到一边 只见那袭击者在地上抽出了几下 随即便气息全无 然后东方卫明望向低头大师 嘻嘻笑道 大师 您的光头还真是好用呀 低头大师 嘴角微微扬起一个弧度 轻声应道 嗯 几十年前 在拥兵界诞生了一个传说 这个传说叫做虎牙拥兵团 之所以能够成为传说 自然不会仅仅只因这个拥兵团 实力足够强劲而已 事实上 在这片大陆上 实力强劲的拥兵团 堪称数不胜数 但他们都没能成为传说 然而 虎牙拥兵团做到了 听说过虎牙拥兵团的人都知道 虎牙拥兵团有着最强之拳 最强之剑 以及 最强之人 最强之拳生了两个儿子 大儿子继承了他的拳 却没有继承下最强之拳的名头 最后跑到了清风帝国边境的一个小镇子里 当了镇长 小儿子虽说没有继承他的拳 却继承了他的最强之名 可惜的是 小儿子并非最强之拳 荣幸的是 小儿子成为了最强之剑 而能够让最强之拳 与最强之剑都心悦成福的 便是虎牙拥兵团的团长 那个被称为最强之人的男人 最强之人 并非是虎牙拥兵团的创理人 但他却是让虎牙拥兵团 成为传奇的人 当时 年仅14岁的他 凭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智慧与毅力 将原本尚且在翡翠级徘徊的虎牙拥兵团 一口气提升到了新钻籍 而这片大陆上的最强的新钻籍拥兵团 即便是全部加起来 也只不过区区四家而已 没有人知道 那个男人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在他只有14岁的时候 完成如此壮举 但这并不影响拥兵们 将其视为拥兵界最闪耀的星星 将虎牙拥兵团 是座新的传奇 而那个男人成为最强之人 则是因为在短短20年之间 他便成功从一个九品下接的小菜鸟 成长为了修为二品 足以俯瞰整个大陆的强者 要知道 虽说大家都认为 一品才是修为的尽头 但自有史以来 整片大陆上曾经出现过的一品强者 一共也就只有两名而已 二品修为 在这片大陆上已属巅峰 所以 他便是名副其实的最强之人 只是让世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最强之人在二十年前留下一封无字书信后 竟是就这么不知去向 再也没有人能够寻觅到他的踪迹 而随着他的离开 虎牙拥兵团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 没有人能够镇压住他们 最后 虎牙拥兵团分崩离析 也只不过是一定的结局罢了 如今的虎牙拥兵团里 最强之人不知所踪 最强之权早已逝世 而曾经那个被称为最强之剑的少年 则是因拥兵团内互相攻结 而心生不满 从而封剑气窍 自此归隐 很多人觉得 这只不过是年轻人的赌气行为罢了 更何况少年狼归隐的并不彻底 至少只要对他的去向稍加关注便能清楚 这位最强之剑的归隐地点 在天羽山 归隐归隐 却归而不隐 这不是赌气是什么 结果 这位少年就真的没有从天羽山里再出来过 他想让大家知道他在天羽山 所以大家便知道他在天羽山 他不想从山中出来 因而自此没有人能够让他从天羽山上下来 哪怕是身为他兄长的李青也做不到 这个被称为最强之剑的少年 名为李白 有人想让李白出山 也有人不想让李白出山 但无论大家怎么想 首先他们都必须要找到一个东西 那便是李白的剑鞘 李白在归隐天羽山之前 曾经将视若珍宝的长剑封入山间寒潭之底 而剑鞘则则是被他随意遗弃在了人间某处 只有长剑归鞘之时 李白才会出山 而若是长剑无法归翘 那么李白便会真的一直待在天羽山里 听起来很奇怪 但事实却的确如此 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 那李震掌干嘛还要去天羽山 感觉完全没什么必要吗 顾小白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思的开口说道 反正他也没法让他弟弟从那山疙瘩里蹦出来 陈希然坐在窗檐 双腿悠闲地不停晃荡着 文言回答道 不过他既然想试试 那说不定真的有让李白出山的可能呢 毕竟他可是李白的亲生兄长啊 再说了 李白在山里待了二十多年 换了是我的话 肯定早就待你了 所以啊 万一李白只不过是碍于面子 不好意思下山的话 那李震掌的这封信 就能成为他出山的最好借口 顾小白赞同地点头 道 若真是如此 那倒也算说得通 毕竟长兄如父 有时候还是要听话的 但要是他真的不肯下山 那你又打算怎么做呢 陈希然好奇地问道 当然是直接转道 去精灵之森了呀 顾小白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只是个送信的 至于结果怎么样 跟我又没啥关系 再说了 世人都说他是最强之剑 但我可不这么觉得 怎么说 若他为最强之剑 那么不仅人要够强 剑也得够强才行 顾小白说着 拍了拍边上的破剑 然而最强的剑在我这里 破剑之前 一直很安静地 听着顾小白和陈希然的谈论 却并没有说话 直到被顾小白夸了一通之后 他才嘎嘎嘎地笑出声来 嚣张得意地开口说道 小骨头 你还是很有眼光的吗 在本剑面前 有那把剑 敢自称是最强之剑 看我不削他压的 是啊是啊 其实你都不用削 光凭你肚子里那堆高级金属 做都给人家做断了 顾小白撇了撇嘴角 如是说道 我看啊 叫你最强之棍 可能更贴合实际点 破剑顿时又不说话了 装作自己 只是一根普通的圆柱子 事实上他之前不说话 也是因为担心顾小白 又因为这件事情唠叨他 现在看来 即便事情已经过去大半天了 顾小白还是对这件事情 耿耿于怀念念不忘 没办法 这把剑这次吃得实在太多 原本平滑纤细的剑身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根圆柱子 顾小白估摸着 要是碰到敌人 自己只要拿起破剑抡过去就行 保证一轮一个准 虽说那些高级金属 大部分都是为破剑准备的 但短时间内被破剑吃掉那么多 顾小白还是感觉有些心疼 经过了数天的奔波 顾小白与陈希然 终于是抵达了天羽山 嗯 有点高哎 顾小白抬头望了一眼 有些无奈地感慨道 咱们不会是要爬上去吧 陈希然连忙摇头 精致的小脸上 写满了抗拒 毕竟 作为一个身体孱弱的魔法师 要是让他去爬山 这跟要了他的命 没啥区别 顾小白也不想爬山 当然这并不是 因为他怕麻烦 好吧 其实的确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因素 在里面 但最关键的问题是 这天羽山如此高大 而且山林茂密 想要在这么大的一座山里 找到一个人 本来就是一件很难搞的事情 若是再把时间花费在爬山上面 那他估计等自己爬到山顶 这一天都差不多地要交代出去 更别说 还得在这茫茫大山中找一个人了 所以他决定用风行术飞上去 他望向陈茜然 问道 你要在这里等我吗 陈茜然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 又看了看周围密林丛生的环境 想到漫天遍野的小虫子 整个人便忍不住狠狠地打了个寒颤 他赶紧伸手 抓住了顾小白的胳膊 并且死死地盯着顾小白的双眸 凝声道 要走一起走 顾小白从抓着自己胳膊的那对御长中 感受到了陈茜然的紧张 于是他说道 行吧 咱们一起上去 陈茜然忙不迭地点头 他看到顾小白伸手进空间带 认真地掏了一会儿 却愣是没拔出来 不仅有些好奇 心想 只不过是拿两个风行术卷轴而已 怎么花了那么长时间 还拿不出来 难不成这家伙是心疼高级魔法卷轴了 所以才 结果陈茜然这个念头 才刚刚在脑海中浮现 从空间带里 便突然传出了乘风剑愤怒的大喊声 妈打 小骨头 你够了呀 我不就是吃了你一点高级金属吗 你用得着每次都跟防贼一样 检查那些破金属块 有没有少吗 啊 我要是不防这点 那些破金属块早没了好吗 顾小白冷笑道 那你摸够了没 马马虎虎吧 我可跟你讲清楚了呀 这点金属我到时候 要用来打装备的 你要是再敢吃了 我可是要跟你翻脸的胃 你这是在怀疑本剑的剑品 别说了 先看看 你那跟柱子一样的剑身 然后再跟我讨论剑品的事情吧 顾小白跟破剑半碗嘴 确认那些高级金属 这次一点没少 这才满意地取出一个 风行术卷轴来 然后望向陈希然 出声说道 我估摸着 咱们两个人用两卷风行术 太浪费了点 一卷应该刚刚好 一卷风行术 两个人倒不是不行 就是因为负重太大的缘故 会导致风行术的持续时间 大大缩短 不过顾小白琢磨着 飞上这座飞羽山山顶 应该是问题不大 不过如此一来 现在顾小白和陈希然 就需要面临一个问题了 他们两个 应该怎么上去 两个人一起飞上去 肯定得要有身体接触才行 但是 具体该怎么个接触法呢 顾小白想了想 犹疑地 看向陈希然 问道 那什么 你介不介意 介意 陈希然想都没想 便大声说道 开玩笑 她一个冰清郁节的大姑娘 怎么可以让一只骷髅怪 抱着往上飞呢 虽然说这种事情 想想倒也感觉挺浪漫的 这种事情 当然是要跟心上人一起做 才说得过去嘛 她又不是那种 随随便便就能让人乱碰的女生 顾小白倒也没露出什么遗憾的表情 因为陈希然会出言拒绝 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所以她对着陈希然点头说道 那就辛苦你了 陈希然 下一刻 顾小白将身上的黑袍解了下来 放在自己脚下 并且恢复到骷髅怪的样子 轻贺道 看我分金错骨大法 然后她就变成了一堆散了架的骨头 骨头堆里 顾小白那颗圆溜溜的头骨 黑羞黑羞地转了个圈 望向陈希然的方向 道 麻烦你把这些骨头都包起来 然后打个结 这样应该就没事了 陈希然完全被顾小白的操作惊呆了 一时间只知道瞪大双眼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既然你不愿意让我带你上去 那当然 就只能你带我上去了呀 顾小白理所当然地说道 放心好了 我不会觉得 被你占便宜的 这番话 着实让陈希然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 她还是按照顾小白说的那样 把她的一身骨头 连同那个空间带 一起用黑袍打包装好 紧紧地背在背上 做完这些之后 陈希然握住手中的风形树卷轴 有些紧张地说道 我飞了 飞吧飞吧 小心别飞过头了 顾小白的声音 听上去有点闷 这主要是因为 中间还隔着一层布料 所以听上去不怎么清楚 陈希然深深地吸了口气 猛地展开手中的风形树卷轴 一股浓烈的风元素气息 从卷轴中爆发出来 并瞬间将陈希然整个人包裹在内 伴随着陈希然心念一动 他的身形很快便冲天起 眨眼间便冲入云霄之中 消失不见 只是陈希然和顾小白都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云端之后 从后面的树林里 突然钻出来几个黑衣人 这几个黑衣人并未用黑金覆面 长得只能说是不堪入目 一个比一个丑 而其中最丑的那个汉子 长了满脸的麻子 就像是个麻球一般 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昂首阔步 看起来似乎是这群人的头头 老大 你说咱们守在这天与山下 真的有用吗 其中一个贼眉鼠眼的汉子 凑到麻脸汉子身边 出声问道 麻脸汉子微微一笑 笑容中充满了自信 似是天下一切尽在掌握 便听他悠然开口说道 放心好了 只要咱们在这守着 肯定是能守到的 别忘了 这里可是上天与山的必经之路 不管上山下山 他们都得从这走 可是咱们把悬赏画像给弄丢了 到时候认不出人来咋办 贼眉鼠眼的汉子又问道 麻脸汉子又是自信一笑 不怕 虽说画像弄丢了 但我还记得 那两个人里面有个突瓢 咱们到时候 只要盯准突瓢 保证一抓一个准 其余黑衣人文言 纷纷恍然大物般连连点头 称赞道 老大牛逼啊 麻脸汉子摆摆手 示意手下们不必吹捧 自己则是背着手转过身去 昂首望天 颇有一种天下难逢敌手的苍然与孤傲 不得不说 风行术的效果的确很给力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顾小白和陈希然 便抵达了天羽山的山顶 只是让陈希然有些头疼的是 茫茫山野 即便是站在山顶上往下看 也很难找到 有人居住活动的痕迹 天羽山海拔上千米 想要在这样的地方找到一个人 无异于痴人说梦 顾小白站在山巅之上 望着底下茫茫的森林 微微叹了口气 我喊一声试试吧 顾小白说道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用这种看似愚笨的方法试试看了 陈希然歪着脑袋想了想 道 你打算怎么称呼那位 顾小白也想了想 道 他哥跟我都已经称兄道弟了 我辈分又不差他的 干脆就直接叫名字 陈希然虽然感觉似乎有什么地方怪怪的 但是听顾小白的话 又好像挺有道理的 所以 陈希然干脆便点了点头 顾小白大喊一声 李 白 回音在山巅之间不断回荡 远远传开 听起来仿佛有千百个顾小白 正在呼唤李白 喊完之后 顾小白与陈希然满怀期待地在山顶上等着 等到鱼音见脂 却依旧没有回应 正当顾小白打算再喊一声的时候 突然有人在山底下喊了一声 不 对 同样是鱼音鸟鸟 不绝于耳 陈希然面色古怪地看了顾小白一眼 道 这怎么跟你一个性子呢 之前在死亡山脉里面的时候 顾小白也是这么回复陈希然的 顾小白摸了摸下巴 问道 你说刚刚回答咱们的那个人 到底是不是李白啊 你问问我问谁去啊 我又不认识他 陈希然没好气地说道 那要是被人框了 咋办 顾小白又问道 陈希然翻了个白眼 道 你以为谁会闲着没事干 跑到这荒郊野岭的来逗你玩啊 顾小白琢磨了一下 觉得似乎是这个道理没错 陈希然又道 你刚刚听清楚没 那个声音好像是从山底下传上来的 你的意思是说 咱们这趟白上来了 顾小白的表情有些僵硬 虽说他现在是骷髅怪的外形 但陈希然愣是从他的脸上 看出了一股僵硬质感 虽然听上去很绝望 不过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 我也可以找个借口安慰你一下 比如说 其实刚刚你 幻听了之类的 陈希然随口说道 所以 我又得下去 顾小白问道 陈希然叹了口气 道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顾小白欲哭无泪 什么都不说了 你在这等我吧 他可以用分金错骨大法再飞上来 陈希然却是不行 所以只能顾小白自己下去看看情况 不过这波怎么说 终究也算是省了个风行术卷轴下来 虽说顾小白的身家很是丰厚 但之前被破剑吃掉了那么多高级金属不说 就算是钱再多 也顶不住这样乱花啊 高级魔法卷轴 可是很贵的嘞 顾小白已经可以想到 如果是宋秋璇知道这件事情的话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了 他留了一节止骨 在陈希然这儿 然后套上黑袍 便直接从这天雨山上纵身一跃 直接跳了下去 虽说以他的身体素质 若是从如此之高的山巅上一跃而下 多少也会受点伤 但顾小白根本就没打算直接这样强行落地 在下落的过程中 顾小白不时地用分金错骨大法 控制着自己的身形 始终保持着一股不强不弱的吸引力 这股吸引力 虽不至于把它吸回到山顶上去 但却能够有效地保证 顾小白的下落速度 不会太快 在这样的情况下 顾小白很快便抵达了地面 若是他刚才没听错的话 先前的回复声就是从这传上去的 虽说有些担心自己的骷髅怪身份 吓到李白 不过顾小白思索了一下之后 还是决定不做遮掩了 反正那李白在山中修行多年 想来星星应该远超常人 应该不会被一只骷髅怪给吓到 而之所以不用你行术 主要是因为顾小白一会儿 还要用分金错骨大法再飞上去 到时候又要消耗大量的元气 所以能省一点算一点 顾小白刚刚准备去四处找人 忽然听得身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然而这阵脚步声并没有让顾小白感到欣喜 因为他听到这脚步声很杂乱 显然是好几个人正朝着他的方向走来 等会 难不成真的被骗了 顾小白气愤地转过身去 想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缺德 居然用这种方式把他哄骗下来 只是不知是不是因为顾小白动作太大太急的缘故 他头上的兜帽不小心脱落了下去 顿时露出了他那光溜溜的头盖骨 好在顾小白眼急手快 在整颗骷髅头都露出来之前 赶紧把冬帽又给拉了回去 可惜的是 后面的那几个人已经看到了顾小白的头盖骨 顿时发出一连串的惊呼 哎 你们看到没有 他没有头发 有人大喊 是了 绝对是那个秃驴 有人振奋 但是之前悬赏上说的是两个人 这里只有他一个呀 有人疑惑地说道 而且你们发现了没有 这家伙刚刚是从山上跳下来的 这句发言让气氛显得有些沉默 直到这时 顾小白总算是有时间好好看看 这群不知道从哪钻出来的莫名其妙的人了 首先他可以确定的是 他并不认识这群穿着黑色衣服的人 之所以能够确定 主要是因为 这群人丑得很有特点 属于那种过目不忘的类型 其次 他多少能从那几个人的对话中判断出来 对方应该是把他误认为是 其他的某人了 顾小白无奈地摇了摇头 正要开口说话 然而那个站在人群最前面 长得也是最丑的马脸汉子 抢在顾小白前面开口 一锤定音道 没错 在这里能碰到突驴 那这突驴绝对就是悬赏目标 跑不了的 兄弟们 动手 于是 顾小白的话语 强行被咽了回去 他愣在原地 看着这群黑衣人 一时间有些猛逼 什么突驴 什么悬赏目标 这群人在说些什么啊 我怎么都听不明白了 猛逼归猛逼 但顾小白也清楚 面前这群黑衣汉子们 应该是打定了主意 要对他动手了 既然如此的话 他也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坐以待毙 至少也得先把这群人干翻再说 看到顾小白沉默中摆出进攻姿势 马脸汉子冷笑道 你看这突驴 居然还想反抗 这不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兄弟们 把他围起来 别让人跑了 手下的小弟们文言 迅速分散开来 将顾小白团团围住 并且他们浑身肌肉紧绷 显然随时都能出手 顾小白淡定地看着周围 这群黑衣汉子们 忽然道 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 不想吃苦头的话 就赶紧把手里的兵器丢地上 众人爆笑 其中一个贼眉鼠眼的汉子 更是嘲讽道 你要是能把我们这群人放倒 别说把兵器丢地上了 你让我把兵器吃了都行 于是一分钟后 原本气势汹汹的黑衣汉子们 全都倒在了地上 不断地翻滚哀嚎着 顾小白走到那个贼眉鼠眼的汉子面前 现在可以吃了吗 贼眉鼠眼的汉子 战战兢兢地将手中的匕首 往边上一抛 然后颤抖着伸手入怀 摸索了好久 最后掏出来一根风干的腊肠 从今天起 这就是我的兵器了 贼眉鼠眼的汉子 义正言辞地说道 顾小白见状一愣 然后贼眉鼠眼的汉子 将那根腊肠 直接塞进嘴里 狠狠地嚼了几下 便吞进肚子里 又道 老子说到做到 现在我的兵器被我吃掉了 顾小白沉默了好一会儿 感叹道 你他娘的真是个人才 嗨嗨 谢谢大家夸奖 贼眉鼠眼的汉子 知道自己算是逃过一劫 心中暗自庆幸的同时 自然也是连连道谢 顾小白并没有把这群人当场击杀 主要还是 因为他想找这群人问点事情 在他看来 这群人竟然会在这里 应该对李白多少有些了解才对 至少也应该比他要了解一些才对 他之前便判断出 那个马脸汉子 是这群人里的头头 所以他走到那马脸汉子身边蹲下 问道 你认识李白吗 马脸汉子眼珠子一转 琢磨着 万一他说不认识 这位大佬说不定便会心生怨对 怒而杀人 可若是说谎被他看穿 性命怕是也要保不住 在挣扎了许久之后 马脸汉子试探着开口问道 我要是说我不认识他 大佬您打算怎么办 那刚才我在山顶上喊人的时候 在底下回我话的是不是你们 顾小白并没有回答 而是继续发问 回话没有啊 马脸汉子苦着脸道 大佬您想啊 从这里喊话 要能让山顶上的人听到 得使多大的劲儿啊 我们这群人修为低微 怎么想都做不到的吧 再说了 我们在下面待了 也有好一会儿了 也没听见你喊人的声音啊 顾小白仔细一想 发现好像是这么个道理来着 但是很快 他便又反应过来 道 不对啊 就算不是你们回我话 但声音的确是从这边传过来的 你们怎么可能会听不到 马脸汉子心头一紧 想着大侠这是要动手泄愤了 可他说的句句属实 要是真的被砍了 那岂不是太憋屈了 他指的连忙开口道 大侠您信我呀 我以盛世美颜团团长的名义发誓 我们真没听到一丁点声音 啥团 顾小白大吃一惊 甚至都忘了追究正式 难以置信地望着面前的马脸汉子 盛世美颜团 马脸汉子认真地一字一顿道 顾小白正正地看着面前的这群 身穿制式黑衣的汉子们 过了老半天才艰难开口道 还要点脸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不太想要 马脸汉子诚恳道 要是能换张脸就更好了 只要从这片林子里出去 咱们就能抵达天羽山的山脚下了 东方卫明兴奋地说道 低头大师没有多做表示 只是像往常一样 轻轻地恩了一声 今天的低头大师 终于是没有一直低着头了 他跟在东方卫明的身侧 虽说看上去 还是闭着眼的模样 看起来很容易让人担心 他会不会不小心撞到树上去 但东方卫明 却一点也不担心 或者说 因为以前担心得多了之后 所以现在已经习惯了 不仅如此 他有时候也会像顾小白一般猜测 低头大师会不会只是因为眼睛小 所以看上去比较像一只闭着眼 当然了 东方卫明比顾小白要机智多了 至少他不会真的跑去找低头大师证实 虽说在碧海之森里穿行 很难保证前进的方向是否正确 但东方卫明有着他自己的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 强行打出一条笔直的路来 从进入林子开始 东方卫明每走上一段路 便会用拳法轰出一条笔直的前路 这样基本可以保证 他们不会迷失方向 就算是有所偏离 也不会偏得太多 利用这种笨方法 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二人 在林子里穿行了好几天 终于是走出了这片浩渺的森林 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 便是高耸入云的天羽山 哇 居然有这么高啊 东方卫明感叹道 低头大师双手合十 轻送佛号迈步向前走去 他们虽说出了碧海之森 但距离天羽山还有一定距离 不过这距离并不算太远 若是角力够足的话 大概半个多小时就能到了 只是走着走着 东方卫明突然皱起了眉头 伸长了脖子 开始向远处张望 边张望边说 哎 大师你看看前面 是不是有人啊 低头大师脚步微顿 同样极力远眺 果不其然 看到在天羽山的山脚下 有几个不显眼的小黑影 虽说看不清面貌 但大概能辨认出 那边应该有十来个人左右 不会又是来阻截我们的吧 东方卫明苦着脸道 他实在是不想再跟别人打架了 前面的十数天 他几乎是一直在打架 都已经快打到吐了 特别是在穿出了这片碧海之森以后 东方卫明体内元气消耗过大 需要好好休养几天才行 正当东方卫明愁眉苦脸的时候 低头大师忽然发出一声轻疑 道 骷髅怪 谁也不知道 为什么低头大师整天看上去 都是一副闭着眼睛 低头走路的样子 结果看得却偏偏又远又准 对此 东方卫明将其称作是灵异事件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当低头大师说出骷髅怪三个字的时候 东方卫明立刻心领神会 亚然道 大师你是说 顾小白在那边 低头大师微微汗手道 嗯 东方卫明眉头微皱 脑海中思路飞转 他很快想起 顾小白这家伙 是有个拥兵身份的 而拥兵们最常干的事情 便是接上各种乱七八糟 但奖励丰厚的悬赏任务 然后满世界地跑 难道说 东方卫明自以为自己看透了事情真相 一而气得大叫起来 这骷髅怪 他怎么能接我们的悬赏呢 这不是忘恩负义吗 低头大师沉默不语 只是摇了摇头 便踢着蝉杖 朝顾小白的方向走去 这一幕落在东方卫明眼中 自然又有了别的解释 摇头是因为对顾小白深感失望 而踢着蝉杖大步迈进 则是意味着 他要用这根蝉杖 敲爆顾小白的狗 阿布 骷髅头 哎 大师你冷静 你冷静点啊 东方卫明赶紧冲上去 想要把低头大师给拽回来 现在事情还没弄清楚 咱们就这么贸然上去兴师问罪 万一误会了 人家怎么办啊 低头大师并未回答 只是摇头 不是 我觉得顾小白那家伙蠢归蠢 但是应该 还能再抢救一下才对 大师 您不要放弃希望啊 东方卫明极力地劝说着 低头大师被东方卫明拽着胳膊 竟是无法再前进一步 他无奈地扭头看向东方卫明 开口道 嗯 其实低头大师压根就没觉得 顾小白会特地跑到天羽山 来拦截他们两个 因为他清楚地看到 那边的一群小黑点里面 只有顾小白是站着的 其他几个穿着黑袍的人 全都躺在地上 看上去应该是刚刚被打倒的样子 如此一来 在低头大师心里 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 顾小白偶然间看到了 拥兵工会里的悬赏 得知有人要对付东方卫明 和低头大师 于是他义愤填膺 义不容辞 义无反顾 总之就是非常讲义气地 提前赶到了天羽山下 并为他们提前解决掉了 埋伏在此地的赏金猎人们 低头大师摇头 是感慨 因为自己的原因 让顾小白受累 内心有些过意不去 低头大师提仗前行 是为了帮助顾小白共同对敌 结果东方卫明这小子 也不知道是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 非以为低头大师 是去找顾小白算账的 至于东方卫明这边 看到低头大师终于妥协 他总算是松了口气 笑道 那咱们过去吧 要是那只骷髅怪 真的是特意跑来对付咱们的 我东方卫明 第一个不饶他 低头大师的嘴角有笑意浮现 继续迈不向前 顾小白花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差不多算是把事情捋顺了 圣氏美颜团 是一个佣兵团的名称 而他眼前的这群汉子 全都是圣氏美颜团的成员 其中马脸汉子是 圣氏美颜团的团长 名叫满天星 倒也算是名如其人 而他们之所以会出现在这天语山下 主要是为了阻截两个人 所以说大侠 这都是误会啊 我们对您出手 其实是因为不小心认错人了 刚好我们的任务目标里 就有个和尚来着 而且 您看这荒郊野岭的 平时根本不可能有人来啊 我们会认错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对 满天星苦着脸说道 顾小白摸着下巴 总觉得这件事情 似乎有些微妙 目标有两个人 都是男性 其中一个还是和尚 这个配置听上去 好像很耳熟的样子 虽然不能百分百确定 但顾小白琢磨着确认一下 总没错 于是他问道 你们追杀的那两个人 叫什么名字 他们犯了什么事 满天星只是犹豫了片刻 便像是倒豆子一般 将石青全都吐露了出来 是这样的大侠 我们之前不小心把上头 给的花香弄丢了 记不清面貌 只知道 那两人一个是剑客 另一个是和尚 嗯 现在这配置 听上去更耳熟了 满天星继续说道 之所以要追杀他们 是因为他们偷走了某位大人 珍藏的剑鞘 剑鞘 李白的剑鞘 顾小白心面一动 连忙问道 他之前刚刚听陈希然说过这件事情 自然还有着印象 满天星有些不确定地开口道 应该是吧 那位大人似乎不太愿意看到 李白出山的样子 悬赏上面也是写着 让我们夺回剑鞘 并带回帝都 顾小白点点头 挥手驱赶道 留你们一条命 哪来的 回哪去吧 以后别看到悬赏就随便接 要想想后果 是是是 感谢大侠不杀之恩 满天星点头如捣钻 然后他又扭头 看了自己的属下们一眼 道 都起来 咱们回去 盛世美颜团的成员们 相互搀扶着站起身来 灰溜溜地从顾小白身边经过 让顾小白有些讶异的是 每个成员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 都会恭声表示感谢 随后才跟着满天星离开 顾小白沉思了一会儿 忽然喊道 满天星 满天星浑身一颤 缓缓扭过脸来 笑得比哭还难看 大侠您 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的吗 顾小白问道 你为什么要接这单悬赏 满天星微微有些诧异 似是没想到 顾小白会问这个问题 只见他看了看周围的团员 脸上露出一抹惋惜 道 大侠您也看到了 我这帮兄弟们 长得都不是很俊俏 顾小白默默地低下头去 心想 满天星这话说的倒是有够含蓄 这笔悬赏给的银梁很丰厚 我想着 如果能挣到这笔赏银 就带着兄弟们去整整容 以后也好 讨个婆娘回家 好好过日子 否则的话 谁愿意出来 干这种苦差事啊 满天星看到 听到这里 顾小白点点头 然后甩手丢出一个袋子 满天星下意识结果 低头一看 顿时惊地说不出话来 其余团员凑上去看了看 立刻也变得惊差万分 目瞪口呆 他们分明看到 这袋子里装着满满的银票 这笔钱算是我雇用你们的费用 顾小白看向满天星 如是说道 是这样 我需要你们帮我办点事 当低头大师和东方卫明 来到天宇山脚下的时候 盛世美颜团的佣兵们 正好已经离开 而顾小白则是盘膝坐在地上 调膝恢复 从山脚下 用分金错骨大法飞到山顶 需要花费不少的元气 即便顾小白 现在已经修炼到了六品上街巅峰 也还是需要将自己的元气 恢复到满盈状态才行 更何况 刚才盛世美颜团的那群人说 他们并没有听到任何呼喊声 这就更令顾小白感到在意了 总不可能刚刚听到的回应 其实是错觉吧 顾小白打算好了 等到元气恢复得差不多了 就在半山腰附近的位置 再好好看看 大不了多好两嗓子 说不定就能把人给喊出来呢 只是当顾小白的元气 还只恢复到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心有锁感般地 扭头朝着另一侧望去 只见那边有两道熟悉的身影 正在走来 就像是盛世美颜团团长 满天心说的那样 一个是剑客 另一个是和尚 两位 好久不见啊 顾小白惊喜地站起身来 面对二人笑着说道 没想到还真被我给猜中了 居然真的是你们两个 东方卫明走上前来 二话不说 便先伸出拳头 在顾小白的胸膛处锤了一下 想要让自己表现得 像得豪气甘云的汉子 好久不见 你这家伙怎么也在这 哎呦我去这 怎么还卡住了呢 顾小白 低头大师没有说话 默默地别开了脸 顾小白苦笑着掀开半边黑袍 拆下自己的一根肋骨 东方卫明的拳头 这才被解放出来 便见东方卫明 皱着眉头甩了甩手 道 骷髅罐 你这骨头 好像又变硬了不少啊 我刚刚居然都感觉有点个手了 能够让东方卫明 感觉个手 这足以说明 顾小白的骨头硬度 已然抵达了一定层面 毕竟这个看上去 像是剑客的家伙 实际上 修习的可是拳法啊 既然要修炼拳法 那么拳头就得要够硬才行 结果现在东方卫明 隐隐有些感觉 顾小白这家伙的骨头硬度 已经超过他的拳头 不知道多少倍了 分明只不过分别了 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这家伙 居然就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了吗 对了 你还没回答 我的问题呢 东方卫明说道 你来天羽山干嘛 顾小白道 我也是刚刚才到这 主要是来帮人送的信 只是现在的问题是 我找不到那个收信的家伙在哪 东方卫明问道 你也是来找李白的 嗯 你们俩也是 顾小白说着 目光微微下移 最后落在了 被东方卫明 别在腰间的那把剑鞘上 这把剑鞘 并不是东方卫明的 他那把所谓的善良之剑 现在还被他背在身后 看起来又是许久没有动用过了 既然如此的话 顾小白有理由相信 这把剑鞘 应该就是 陈熙然口中所言的 最强之剑李白 所遗落的那把剑鞘了 还记得我之前 跟你讲过的那个咸鱼商人吗 他把这剑鞘丢给我们 结果自己跑了 害我们被一群人追杀 然后我和地头大师 干脆就过来天羽山这边看看 琢磨着 把这剑鞘物归原主了 反正对方派人追杀我们 那我肯定不能让人家好过吗 东方卫明耸了耸肩 如是说道 既然大家的目的都是 要找到李白 顾小白琢磨片刻 出声道 那要不这样好了 你们两个从山下往山上找 我从山上往山下找 然后我留一根骨头给你们 如果有什么发现的话 你们就可以通过我的骨头 来跟我进行交流 东方卫明 接过顾小白递过来的一小节止骨 问道 可以是可以 不过 这么高的山 你要怎么上去啊 顾小白微微一笑 道 当然是飞上去啊 话音落下 还没等东方卫明反应过来 顾小白便搜的一下 笔直飞了上去 直冲云霄 转眼间便消失不见 东方卫明直愣愣地看着头顶上 被顾小白破开一个小缺口的云层 咋舌道 这家伙 居然都已经会飞了吗 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水平了 低头大师抬头望天 轻声道 比你强 能不比我强吗 我都还不会飞呢 东方卫明感慨道 这骷髅怪 到底是吃了什么药啊 分明上次见面的时候 也才刚刚突破七品 结果现在都快五品了 这么一想想 我卡在六品中间快一年了 总觉得有点废 低头大师走上前来 拍了拍东方卫明的肩膀 已是宽慰 然后目光炯炯地说道 他 还会更强 正在使用分金错骨大法 往顶上飞的顾小白 自然不知道 下面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 是怎么评价他的 当他好不容易飞回到 飞玉山山顶的时候 体内元气损耗过半 不得不赶紧坐下来歇会儿 而在山顶上等了老半天的陈希然 并没有第一时间上来迎接 反倒是躲在山顶上的一棵树下 缩得像个球一样 顾小白 我快要冷死了 陈希然大喊道 顾小白一愣 问道 有这么夸张吗 我就穿了件黑袍子 都没觉得冷 陈希然气得大叫 你是骷髅怪好吗 骷髅怪的体质 跟我们人类又不一样 的确 山顶上风很大 陈希然虽然穿得不少 但还是动得牙齿格格坐下 看到陈希然躲在树下 瑟瑟发抖的模样 顾小白从空间袋里 取出一件厚厚的外套 披在陈希然的身上 道 这是我之前存在空间袋里的 你先拿去应付一下 陈希然冷哼一声道 算你还有点良心 他将顾小白递过来的 这件外套紧紧地裹在身上 这才感觉稍稍好过了一些 然后他扭头望向顾小白 问道 你找到李白了吗 顾小白摇头道 还没 不过我碰到两个熟人 他们也是来找李白的 我拜托他们 从山下往山上找 大家一起找的话 应该能好找很多 陈希然沉默片刻 又问道 万一李白不想被你们找到怎么办 李白到底想不想 自己被人找到 这是个问题 而且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天羽山这么大 如果李白不想被找到的话 那他只要随便找个地方 把自己藏起来 顾小白和其他人 就注定地无功而返了 但是顾小白想了想 他突然发现自己 似乎根本就不用这么麻烦 只要让李白知道 他哥给他送了封信过来 说不定他就自己出来了 再不然的话 他就把他信拆了 强行念给李白听 虽然说 这样感觉有些不地道 显得没有素质 但也算是个策略 不过只能算是下下之策 顾小白在山顶上又喊了一会儿 并且还特意提到了李青的名字 可是让顾小白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连回答不在的声音都没有了 天羽山山顶 除了他喊话的回声以外 就只剩下呼啸的山风 陈希然微微醋眉 道 要不然 你还是直接把信放在这里 找块石头压着好了 说不定李白只不过是不想见人而已 等我们走了 说不定他就出来了 顾小白思索了一会儿 觉得这个方法也不是不行 反正总归比私拆信件要好 他冲着山下大喊道 我给你把信压在山顶的石头下边 过会儿你自己上来拿 喊完这句话之后 顾小白从空间袋里 掏出一个牛皮袋子 里面装着李青交给他的信件 有这个牛皮袋子在 就算是碰见下雨天 里面的信件 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湿 顾小白将牛皮袋子递给陈希然 让陈希然帮他先拿一会儿 然后他左右看了看 发现目光所及之处 就只能看到一块 直径大约在半米左右的大石头 虽说普通人 基本无法把这块石头抬起来 但顾小白现在已经是六品上街巅峰了 这种小事对于他来说 应该可以算是手到擒来了 他微微下蹲 双手抱在巨石的边缘处 开始逐渐发力 在陈希然的注视下 巨石开始缓缓升起 他不禁双眼发亮 一边惊讶地鼓掌 一边笑着说道 可以啊顾小白 没想到你力气居然真的这么大 对于身体孱弱的魔法师来说 能够抱起这么大的石头 已经可以说是很厉害了 然而让陈希然没想到的是 顾小白的话语里 也带着鼓惊讶的味道 我也没想到 我还没发力呢 你没发力 这石头怎么起来的 陈希然愣在了原地 可能 是这块石头 自己动的手 顾小白猜测到 为了验证自己的言论 顾小白干脆把手给松开了 而那块石头 却依旧很诡异地悬浮着 甚至还在缓缓上升 于是 顾小白与陈希然 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地 看着这块石头越来越高 最后停在了顾小白胸口处的位置 而顾小白蹲下仔细看了看 这才发现在这块石头底下 居然还有个大洞 这个洞比石头的底盘略小 刚好能够被巨石完全盖住 而支撑着巨石升起的 则是一根粗壮的石柱 顾小白往里看了一眼 发现在地洞里 还有一道旋转向下的楼梯 也不知道这道楼梯 究竟通往何处 与此同时 从那个洞里传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真是的 都说了我不在 干嘛非要喊我出来喽 上个山顶有多不容易你们知道吗 这声音越来越近 等到话音落下的时候 一个青年已经顺着地洞里的阶梯走了上来 他轻车熟路地从巨石底下钻出 皱着眉头 开始打量顾小白和陈希然 然后他的目光 直接落在了陈希然的脸上 开口问道 就是你找我吗 顾小白好奇地看着这个青年 他发现 这青年虽然只穿着简落的皮衣 头发看起来也有些杂乱 但却丝毫无法掩盖此人的气质 而若是通过精神力去感受的话 顾小白觉得自己 或许会觉得 自己面前站着的并非是一个人 而是 一把已经开了风的剑 这个人 一定便是陈希然口中的那个最强之剑 李清的亲生弟弟 李白 当然 顾小白之所以能够如此笃定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青年的长相 与李清颇有几分相似 一眼就能看出来 不是我找你 是那只骷髅怪找你了 只是跟着过来打酱油的陈希然 赶紧伸手一指顾小白 哦 这只骷髅怪 原来不是你的召唤兽吗 李白亚然 望向顾小白的眼神中 不禁多了几分兴趣 居然是能够修炼到六品上街的骷髅怪 倒是闻所未闻 难不成我在这天与山里修炼的这些年头里 大陆上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吗 顾小白淡定地说道 这倒没有 只不过是我这只骷髅怪比较特殊而已 其他骷髅怪该弱的还是那么弱 李白这才了然地点了点头 顾小白从陈希然手中拿过牛皮纸袋 递交给李白道 这是你哥让我带给你的信件 我哥他最近还好吗 李白接过牛皮纸袋 抽出里面的信件 同时随口问道 还可以 龙金虎猛的 顾小白道 那就好 李白汉手展开信件粗粗地扫了几眼 眉毛微调 似乎是看到了什么让他很在意的事情 很快的 他收起信件 道 我哥让我下山去找他 顾小白颇有些不解 李清让你下山你就下山呗 在这看着我干嘛 难不成是担心清风帝国领土辽阔 怕自己找不到路 没等顾小白从空间带里掏地图 李白却是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担心自己找不到路 我哥他需要的 是以前那个被称为最强之剑的我 啥意思 你现在就不是最强之剑了 顾小白问道 李白沉默片刻 惨然一笑道 连剑都没了 又哪能被称作是最强之剑呢 一旁的陈熙然听了 连忙问道 咦 不对啊 我听传言说 你只是把剑翘丢掉了而已 剑应该还贴身带着才对啊 李白文言探道 哪是这么回事啊 我平白无故 干嘛把剑翘丢掉 事实上 就是因为我的剑弄丢了 所以我才把剑翘也给扔掉的 被誉为世间最强之剑的剑客李白 弄丢了他的剑 这件事情听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 因为作为一名剑客 对于剑的重视程度 甚至超过生命 更不用说像李白这样的顶级剑客了 结果此刻 顾小白和陈熙然 却偏偏从李白的口中 听到他说出自己把剑给弄丢了的事实 我的剑 是当年团长和兄长 亲自为我寻来的材料 并委托大陆上最好的矮人工匠打造而成 要是被他们知道 我不小心把我的剑给弄丢了 他们非得把我吊起来打不可 李白叹息道 顾小白顺着李白的说法 往下猜测道 所以 你干脆把剑翘也丢了 然后随便找了个借口 就跑到天语山里躲着了 李白尴尬地挠了挠自己狂野杂乱的头发 道 也不全是躲着了 我平时也有在好好修炼的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只骷髅怪的面前 李白总觉得自己有些心虚 可能 是因为这只骷髅怪跟李青的关系比较好 所以自然而然的 就被自己当成长辈了 顾小白拍了拍李白的肩膀 道 现在的问题是 你的剑翘被人带过来了 李白眨了眨双眼 愣愣道 啥 很少有人知道 清风帝国北境的天语山 曾经是虎牙拥兵团的秘密基地 虎牙拥兵团 有一次在天语山附近执行任务时 曾经无意间发现了 天语山的山体内 有一个天然的巨大空洞 而这个空洞 后来则是被他们改造成了一个隐蔽的临时驻地 水源和食物可以从天语山周围获取 光照则是依靠天语山内自带的荧光石提供 李白平日里 就是居住在这处秘密基地里 小日子过得倒也算是不错 而此刻 虎牙拥兵团的这处秘密驻地 终于迎来了十数年来的第一批客人 我的天 这天语山的山体里 居然还有如此精妙的机关吗 东方为名惊喜地看着周围的石壁 以及那盘旋向上 可以通过机关控制升降的台阶 忍不住夸张地大声喊道 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机关结构 此刻自然是兴奋不已 只是比起东方为名的兴奋 一旁李白的惆怅 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不仅仅是因为 剑翘失而复得 但剑还没个着落 事实上 比起这个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那个叫东方为名的小子 不是个剑客吗 既然作为剑客 这种时候 不应该哭喊着 冲上来 要他这个最强之剑的签名吗 就算不要签名 难道都没有剑道上的问题 需要他指点两句吗 这种被忽视的感觉 很糟糕啊 或许是因为李白的怨念 已经浓烈到近乎凝成实质 东方为名 终于是有所察觉 他笑嘻嘻地凑到李白身边 道 大佬 不知道您现在有空吗 李白心中暗喜 想着这小子终于过来求教了 但他面上却不为所动 只是故作淡然地 看了东方为名一眼 道 修炼之道永无止境 不存在什么空闲 应当抓紧一切时间 专注于剑道才是 不过同道之间互相帮助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太有需要了 东方为名连连点头 您那个升降阶梯 是怎么操控的呀 能不能带我玩玩 我还从来没做过 这么神奇的东西呢 李白 而另一边 顾小白和陈希然 拉着低头大师 正在讨论李白遗失的那把剑 现在的问题是 李白他自己也不知道 剑到底是怎么弄丢的 而传言里 也根本就没有提到过李白的剑 陈希然愁眉苦脸道 或许佣兵界对这件事情 了解得要更多一些 但我是个魔法师啊 会知道那些传言 也只是偶然间 道听途说来的 更多的内容 我也不清楚了 说完 他和低头大师同时扭头 看向石洞里 唯一的一名佣兵 顾小白缩了缩脑袋 道 别看我啊 我这个佣兵入行 连一年都没到呢 这种传言我听都没听过 你们看我也没用啊 低头大师想了想 问道 乘风剑 破剑虽然勉强算得上 是剑多识广 但中间那一千多年的时间 他是睡过去的 这件事情指望不上他 顾小白道 话音刚落 破剑不服气的声音 就从顾小白腰间传了出来 胡说 本剑这么强 有什么事情 是我搞不定的 顾小白冷哼一声 道 那有本事你出来啊 破剑立刻就不出声了 这货自从把自己 吃成根棍子之后 就一直躲在顾小白的 空间袋里没有出来 尤其是有外人的时候 看起来 似乎他也知道 自己现在形象欠途 不宜见人 低头大师却是摇头道 借其一用 顾小白这才反应过来 低头大师的意思是 让他把成封剑 先借给李白用用 这样 李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山了 毕竟 世间再找不出第二把剑 能够与成封剑比肩的了 手持成封剑的李白 才是真正的最强之剑 顾小白却是不乐意地说道 大师啊 你不能这样借花献佛啊 万一人家 有借无还怎么办 说到底 顾小白也只不过是来帮李清传话的 现在他任务完成 即便是一走了之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至于留下来帮忙想办法 已经算是很够一起了 更何况 顾小白自己也还有事情要处理 若是没了破剑 他自己岂不是很麻烦 低头大师微微汗手 不再言语 气氛显得有些沉默 就在这时 一声沉重的闷响忽然自边上传来 而众人的头顶上 有尘土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 顾小白猛地站起身来 沉声道 不对劲 刚刚好像是 有人在攻击天羽山 沉欣然不免睁大了眼睛 亚然道 怎么会 这里不是虎牙拥兵团的秘密基地吗 低头大师漠然不语 只是主仗起身 淡定从容地朝着外边走去 这一举动 让顾小白迅速反应过来 是那群追击低头大师 和东方卫名的赏金猎人 因为失去了目标的踪迹 所以干脆放手轰山吗 此刻 天羽山山石滚落 山林燃起熊熊烈火 半山腰的地方 还能看到数个焦黑的坑洞 那是被四瓶火系魔法烈焰流星雨 轰击过后所残留下的痕迹 而且看上去 烈焰流星雨 似乎还施放了不止一轮 要么动手的人 带了一车火系大魔导师过来 要么 就是砸了几个高级魔法卷轴 要知道烈焰流星雨的魔法卷轴 价格比顾小白手中的风行术 可是要高出几倍不止 这种攻击性的高级魔法卷轴 往往被军队用作战略物资使用 民间基本不会流传 结果今天竟是被人用来轰山 着实有些浪费 我说 咱们这样会不会触怒那个最强之箭啊 距离天羽山数百米远的地方 有个身着囚服的青年 看着漫山遍野的烈火 忍不住皱着眉头问道 站在囚服青年身边的 是个须发略微有些灰白的中年男子 先前囚服青年的问话 也是在向他询问 此时中年男子微微躬身 出声说道 少团长 您今后还需要肩负起神剑拥兵团的重任 必须要足够果断才行 李白是虎牙拥兵团的人 他的态度 您根本不需要在意 囚服青年清明嘴唇 下意识地扭头看了看周围 十多个浑身散发着身后气息波动的团员 原先有些躁动的心 也逐渐平静下来 的确 有这么多强手在身边 哪还用得着忌惮那个所谓的最强之箭 更何况 那个最强之箭连自己的箭都弄丢了 难不成还能强行转制成最强之拳不成 神剑拥兵团并不知道 在这天与山里 还有个虎牙拥兵团 以前留下来的秘密基地 他们的打算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用这种方法 把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逼出来 囚服青年眯着眼睛 远远望着逐渐蔓延开来的山火 突然开口唤道 王明远呢 话音落下 身后一杆团圆中迅速走出一人 冲着囚服青年重重一抱拳 道 少团长 我在 剑翘是从你的手上被偷走的 这个责任 你得担起来 囚服青年淡淡开口 带几个人去把剑翘夺回来 咱们不仅要抢他的剑 连剑翘都不给他留 王明远呼吸微微急促 连忙道 是 这个王明远 便是之前在庆方阁内 对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出手的蒙面人 可以说 神剑拥兵团 之所以此刻会这般兴师动众 有他看管不利的一部分原因 正是因为如此 王明远暗自下定决心 这次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也一定要把剑翘给夺回来 王明远从人群中挑了四个帮手 便急匆匆地朝着天与山的方向赶去 在他看来 自己这边有五个人出手 对面就算再加上个礼白 一共也就三个人 五打三要是还打不过 那么他们就真的可以不用回来了 看着王明远等人迅速走远 囚服青年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突然又问到 虎牙拥兵团 最近活动得有点频繁 自从虎牙拥兵团团长失踪之后 这好像还是他们第一次这么活跃 所以他们是打算 要搞点什么大动作了吗 少团长 那两个从我们手中偷走剑翘的人 实力不可小觑 中年男人轻声说道 听明远的描述 那两个人是生面孔 想来应该是心静加入到虎牙拥兵团里的 看他们两个 拼死也要把剑翘送到李白手里的样子 或许这剑翘对李白的重要程度 不亚于他的剑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的话 中年男人的这番猜测 还是有点道理的 可惜他不知道的是 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来天语山的理由 其实只是为了能换点好处而已 被人追杀了这么久 总得要想的办法收点账回本吧 卧槽卧槽 咋回事 机关爆炸了吗 在爆炸声响起的下一刻 东方卫明就像是一只受精的猴子般 怪叫着从阶梯里钻了出来 而李白虽然看起来没有东方卫明这么狼狈 脸色却是极其糟糕 他在天语山住了这么久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也完全想不到 居然会有人攻打天语山 这口气 自然是不能简简单单就咽下去的 都已经欺负到头上来了 要是不打回去的话 这还算是男人吗 结果李白还没来得及冲出去 就看到一个正亮的大光头 已经提着跟手腕粗细的缠杖 往外走了 大师快回来 外面危险 东方卫明连忙喊道 外面形势还不清楚 贸然出去的话 然而东方卫明话都还没喊完 就看到低头大师真的转身便走了回来 毫不拖泥带水 当然 低头大师并不是被东方卫明喊回来的 之所以退回到山体中 是因为他刚刚推开石门机关 便注意到外面浓烟滚滚 热浪扑面而来 于是他意识到 外面应该是烧起来了 既然烧起来了 那就不能从这里出去了 顾小白和陈希然 离低头大师本来就近 所以他们俩 也看到了外面火光冲天的情景 只见顾小白望向李白 道 有人放火烧山 李白的表情更加凝重 他迅速开口说道 跟我来我们先上山顶 乘坐着阶梯机关 顾小白和其他人 再次回到了天羽山的山顶 因为天羽山海拔足够高的缘故 所以火势还没有蔓延到这里 但这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陈希然咬了咬牙 朝前走了几步 道 我试试看能不能把山火灭掉 顾小白压抑地看了陈希然一眼 出声道 你不是死灵系的魔法师吗 居然还会灭火 请注意你的言词 陈希然翻了个白眼 我是死灵系的大魔导师 如果连灭火这种小事都做不到的话 岂不是很丢分 话音落下 陈希然轻抖袖口 取出自己的法杖 口中默念咒语 便见一团阴冷的云雾 迅速在法杖顶端凝聚成形 并不断地扩大 在陈希然的控制下 这团云雾朝着山火覆盖而去 所及之处 火势很明显地开始变弱 直至熄灭 而已经抵达山脚下的王明远等人 自然也是注意到了这一幕 显然 山上不仅仅是只有先前猜测的那三人而已 至少还有一个大魔导师 队伍中唯一的一个长发女性 双眸微微明亮 轻声笑道 居然还有同行 看来这次不会太无聊了 方娜 不要轻敌 王明远沉声说道 名为方娜的女性魔法诗言嘴轻笑 道 现在知道极了 别忘了 我们可是来帮你擦屁股的 别用这种上司命令下属的语气说话行不 王明远面色阴沉 死死暗纳住心头的气氛 只是简单地冷哼了一声 而队伍中另一个见眉心目的男人 此时低声开口道 都省省 别让外人看了笑话 有什么事等回去再说 这个男人仿佛是小队中的主心骨 无论是王明远还是方娜 都收敛了脾气 不再多言 为了能够圆满完成任务 王明远照着神剑拥兵团少团长的意思 从跟随而来的一众团员中 挑选出了四名队友 但是事实上 准确来说 跟着王明远一起上山的这四个人里面 其中一位是自己主动出阵的 那便是喝止了方娜和王明远无端争吵的 那个见眉心目的男人 他的名字叫做黄灵 神剑拥兵团和虎牙拥兵团一样 同样是大陆上为数不多的星钻及拥兵团之一 不仅实力强大 而且底蕴也颇为深厚 这里的底蕴不仅仅是指 神剑拥兵团这么多年以来的资源积累 更是在说 神剑拥兵团中所拥有的众多顶尖强者 既然取名为神剑拥兵团 那么拥兵团里的许多成员 自然都是见到高手 即使见到高手 便肯定不会轻易服输 尤其是在面对最强之剑的时候 就更是不能退缩 若是能击败那个 被人们称为是最强之剑的青年 那么自己岂不是就能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了吗 黄灵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主动站了出来 黄灵虽然不是神剑拥兵团 此番前来的成员中修为最高的那位 但至少也能凭个第二 所以当他站出来的时候 王明远等人便已经下意识地 将他看作是本次行动的指挥者了 此时 五人已经来到了天羽山的山脚下 而山林间的火 比起先前而言 显然已经小了很多 方纳看着山林间 久久弥漫不散的灰色烟雾 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道 雕虫小记 死灵溪的大魔导师吗 不要轻叠 黄灵低声说道 这句话之前 王明远也说过 而当时方纳对此表示很不服气 只是同样的话 在黄灵口中说出来的时候 方纳却是显得格外乖巧 顺从地点了点头 柔声笑道 黄大哥放心 我会全力迎战的 或许是因为烈焰流星雨的威力实在太大 在黄灵等人上山的时候 头顶上不断有木屑碎石之类的东西掉落下来 不过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都算不上什么 毕竟五人中最低的境界都是六品中阶 这些东西并不会对他们造成哪怕一丁点的伤害 只是黄灵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那些木屑碎石掉落的时候 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森白色的细小骨头 若是不仔细去看的话 是很难发现的 他们已经上来了 一共有五个人 顾小白说道 嗯 算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李白轻轻抚摸着手中的剑鞘 淡然开口道 竟然动用烈焰流星雨这种高级魔法 看来是要往死里对啊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怪不得我出手了 可是你看起来 完全没有要冲下去 跟他们干架的意思 一旁的陈希然忍不住开口说道 麻烦你说这话的时候 不要躺在地上不起来好吗 这样看起来很没有说服力 你不懂 我这叫养精蓄锐 以意待劳 等到他们辛辛苦苦地爬上来的时候 我在出手将他们击落山崖 岂不是既省力又大快人心 李白说道 那你的手为什么一直在抖啊 陈希然问道 当然是因为山顶上太冷了呀 李白解释道 为了防止陈希然继续追问 李白很果断地转移了话题 他望向顾小白 问道 骷髅怪 那五个人分别是什么修为 你能看得出来吗 顾小白仔细观察了一番 回答道 一个六品中阶 两个六品上阶 然后还有两个人 应该是五品以上 具体修为我看不太清楚 李白缓缓点头 眼中流露出这把吻了的自信目光 什么都别说了 我们溜吧 他说道 喂 你之前不还说 要跟他们对刚的吗 怎么这么轻易就耸了 你不是最强之剑吗 一旁的东方卫明也听不下去了 忍不住大声喊道 东方卫明从顾小白和陈希然那里 听说了李白的一些事迹 本以为这次能够看到 一代剑侠的绝世风采 结果现在他发现 事情似乎和想象中存在一些出入 至少这个所谓的最强之剑性格 居然如此之耸 就是东方卫明之前 完全没有想到的 李白文言 撇了撇嘴道 我现在连把衬手的剑都没有 你让我怎么打 顾小白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记得以前在小说里有看到过 那些剑道高手 随便折根树枝下来 都能当剑使 还有更厉害的 随便摘点花瓣飞叶啥的 都能杀人 你该不会是个假的最强之剑吧 李白冷笑道 小说里的事情 做得了数吗 你去随便捡根树枝来 要是能跟人家的铁剑对拼上一回合 我就把最强之剑的名头 让给你好吧 顾小白想了想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于是他也一脸 认真地望向其他人 道 趁他们还没上来 要不咱们赶紧溜吧 这时 之前一直站在边上 默不作声的低头大师 突然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一般 猛地抬起手中的缠杖 一道佛光自缠杖杖身处绽放 而后迅速化作一道淡金色的屏障 将山顶上的众人都覆盖在内 然后下一刻 屏障的某一面突然狠狠地震荡起来 低头大师的面色也突然变得有些苍白 而造成这一切的 只是一把看起来寻常无奇的铁剑而已 手持铁剑的 是一个剑眉心目的男人 而他的身后 还站着四个人 此刻那四个人 正目光各异地打量着屏障内的顾小白等人 只不过并没有急着动手 五对五 很公平 黄灵淡然开口 公平个屁 我连武器都没有 你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李白不屑地说道 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黄灵道 对于黄灵的这句话 李白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 最后 他竟是赞同地点了点头道 你说的没错 这世界上的确没有什么狗屁的公平 就好像你手里拿着一把剑 但是却一定打不过我一样 他说着 湿湿然地从地上站起了身 随意拍打了几下身上粘着的泥土之夜 然后举起了手中的剑鞘 虎牙拥兵团 李白 请赐教 李白说道 神剑拥兵团 黄灵 黄灵拱手行礼道 能与最强之剑过招 实乃荣幸之至 双方互相行过礼之后 黄灵深深地吸了口气 不自觉地握紧了手中的长剑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这是黄灵准备要动手的前兆 然而没过一会儿 黄灵的手却又松了几分 他微微皱眉 脸上流露出几分无可奈何的神情来 你不从那和尚的罩子里出来 咱们怎么打 黄灵如是问道 天与山山顶 剑拔弩张的两方人马 互相大眼瞪小眼 却是 谁也没有抢先动手 场面很诡异地僵持住了 佛光这种东西 本该是可是不可见的东西 然而当这道佛光 被低头大师施展出来的时候 却是化作了异常坚固的围城 曾经有个知名的文学家 说过这么一段话 婚姻是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想进去 城里的人想出来 据说 这段话是那位文学家 成婚之后的某日有感而发 并且很快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共鸣 只是拒不可靠消息透露 那位文学家 在发表完这番著名言论之后的当天 被家中 汉妻罚着跪了整整一晚上的算盘 这句名言 若是稍加改动的话 用来形容此刻的情景 倒也适用 低头大师所释放出的佛光 同样也像是一道围墙 将双方分隔开来 佛光外的皇陵等人自不用说 都想冲进来夺回剑鞘 完成任务 至于佛光里面 想要从屏障里出去的 没错 是顾小白 不知道是不是低头大师的佛法 又精进了不少的缘故 顾小白觉得 待在这层佛光屏障里 简直浑身难受 能够使其他人心神宁静的佛光 对他而言却是分外折磨 或许是察觉到了顾小白的意状 低头大师眉头微皱 似是不知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顾小白嘶哑的声音 大师 开个门 我要出去透个窃 顾小白说道 低头大师沉默片刻 然后顾小白发现 自己身侧的那处佛光屏障 突然变得微弱起来 他毫不犹豫地冲出屏障 这才感觉身体各处 传回的不适感 逐渐消散 黄灵看了顾小白一眼 脸上显出一丝亚然 道 六品上街巅峰的骷髅怪 六品上街巅峰的修为 并不是令黄灵感到惊讶的原因 但是一只骷髅怪 竟然能修炼到这个地步 这却是让黄灵有些没想到 毕竟骷髅怪这种亡灵生物 是大陆上出了名的弱鸡 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 结果现在有一只突破场里的骷髅怪 出现在黄灵眼前 这让他心中多少生出了些许警惕情绪 在黄灵的身后 其实还有两个六品上街的汉子 但六品上街和六品上街巅峰之间 却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前者可能是刚刚突破六品中街的门槛 而后者距离五品下街 却是已然不远 甚至可以说是触手可及 王明远 周启平 张田刚 你们三个去把那个骷髅怪收拾了 黄灵道 王明远是六品中街修为 而周启平和张田刚 则是六品上街修为 在黄灵看来 这样的配置用来对付一只骷髅怪 绝对已经可以算是绰绰有余了 顾小白看着正朝自己走来的三个标形大汉 下意识地伸手往腰间一探 结果却是探了个空 然后他才反应过来 破剑这会儿还躲在他的空间带里 消化高级金属呢 怎么办 要把破剑拿出来砸人吗 虽然说破剑现在 长得的确错了点 但硬度还是摆在那的 实在不行 还能当得顿器用 只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顾小白实在不想把破剑拿出来用 蒋真 总觉得超级丢脸 所以 顾小白暂时将轮棍砸人的念头放到一边 抬手指向三人中修为 最弱的王明远 大声道 弹指神通 王明远内心一领 常见瞬间出手护在身前 双眼则是紧紧地盯着顾小白的手指 对于弹指神通这门功法 他也是有所耳闻的 其原理 是将体内的静气从指尖弹出 以气静伤敌 因为气静这种东西 肉眼无法得见 所以往往能伤人于无形之中 结果他等了半天 也不见顾小白那边有什么响动 倒是站在他身边的张田刚冷笑道 顾弄玄虚 你一只骷髅怪 连血肉都没有 又怎么可能施展得出所谓的弹指神通 兄弟们 别被这家伙骗了 咱们上 面露游移 他总觉得 事情没这么简单 但身边两位修为更高的兄弟 这会已经飞身上前 王明远也只好狠狠地一咬牙 将游移之色抛出脑后 提剑跟上 就在这时 从三人的脑后 突然传来了树道破空声 有什么东西 正以令人匪夷所思的速度 朝着王明远三人袭去 有暗器 三人迅速反应过来 本能地压低身子 便见有树道暗器 从他们头顶上飞过 然后击打在了前面那只骷髅怪的身上 不 击中了那只骷髅怪 倒不如说是 那只骷髅怪 正在回收他的暗器 这些飞回来的暗器 自然便是顾小白之前丢下山崖 用于侦查的植骨 现在这些植骨 只不过是被他用分金错骨大法的二段效果 拉回来了而已 顺带想着 能不能借此 打对方三人一波措手不及 不过现在看起来 面前三人的战斗经验都非常丰富 在听到脑后有暗器飞来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 下蹲而飞回身去挡 否则的话 顾小白倒是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展开偷袭 既然暗器偷袭计划失败 顾小白便只好开始准备 他的下一套方案了 另一边 黄霖在派出了王明远三人之后 便对那边的战局不再关心 而是继续望向佛光屏障里的李白 没想到所谓的最强之剑 竟是个如此怯懦之人 难道连与我这样的无名之辈 交手一番都不敢吗 黄霖嘲讽道 李白摸了摸鼻子 废话真多 你要是进得来 我就跟你好好交手一番 黄霖咒没道 有本事你出来啊 李白挑没道 有本事你进来啊 听起来 就像是两个乳羞未干的小毛孩 在进行毫无技术含量的绊嘴 黄霖沉默片刻 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把这层屏障击碎好了 李白冷笑道 别光说不做 有本事你就动手啊 于是 黄霖便动手了 见光闪烁 佛光屏障剧烈震荡 光芒比起原先竟是真的要暗淡了不守 李白看似波澜不惊 实则内心慌得一笔 他不动声色地偏过头去望向低头大师 小声问道 大师 这种雕虫小技 你应该随随便便就能应付下来吧 低头大师面色不变 并没有回答 一旁的东方卫明 却是若有所思地说道 大师平时虽然不喜欢说话 但基本都会回一个恩的 像这种闭口不言的状态 一般只有两种情况 李白内心一动 连忙问道 比如说 问题太幼稚 他懒得回答 就算是默认了 东方卫明说道 李白稍稍松了口气 心里对低头大师的评价 又高了几分 他随口问道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东方卫明看着低头大师的面旁 道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已经很勉强了 根本没法分心说话 一般碰上这种情况的时候 大师的脸色都比较糟糕 李白瞪大了双眼 看着低头大师 额间不断庆出的细密汗珠 以及苍白的面色 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只是没等他开口说话 东方卫明便指着低头大师的脸说道 你看 这种就是典型的脸色糟糕 以我对低头大师的判断 他应该撑不过几秒钟了 话音未落 佛光屏障终于坚持不住 眨眼间便暗淡下去 而低头大师的嘴角 也渗出了一丝血线 黄灵并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望向李白 道 现在可以了 请赐教吧 佛光屏障一破 原先被保护在其中的李白等四人 便彻底暴露在了黄灵和方娜的面前 李白微微叹息道 要不这样好了 等我把我的剑找回来 到时候 我再陪你好好打一场 黄灵手中铁剑平举 显然不为所动 仍旧说道 请赐教 李白健壮 突然气愤地指着黄灵大骂道 你这家伙 你特喵的 就是想趁机干掉我吧 还跟我说什么赐教 我赐你姨妈呀 黄灵并不动怒 因为李白说的 的确就是大实话 既然是实话 也就没有恼羞成怒的必要了 但是黄灵不生气 不代表别人不生气 至少站在黄灵身边的方娜 就忍不住了 只见她咬牙切齿地 拔出自己的法杖 直直地指着李白 怒喝道 贱人给我闭嘴 贱人说谁呢 李白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就说你那怎么了 方娜下意识地回复道 于是下一刻 反应过来的方娜 怒火更甚 她没想到 自己居然还会中 这种简陋的文字陷阱 怒火中烧的方娜 想也没想 便念动咒语 一条张牙舞爪的火龙 迅速自法杖顶端咆哮而出 虚发鳞片 竟是都隐约可见 火龙焚天 大魔导师这年头 已经不值钱 到这种地步了吗 怎么走到哪儿 都能碰到大魔导师 东方为名见多识广 很快便叫出了这一招的名称 同时目光微微偏转 望向了站在一边的陈希然 火龙焚天 是个群体攻击法术 方娜这一招 显然是打算把李白 连同旁边的三人赵丹全收 陈希然自然也是攻击目标之一 果然 陈希然根本就不打算忍她 面对咆哮着飞来的烈焰神龙 陈希然飞快地抬起法杖 口中蹦出几个阴结 便见一只通体灰色的鸣凤 腾空而起 直直地迎着那火龙飞去 这一招名为鸣凤十月 虽说比不上四品魔法烈焰流星雨 但也是实打实的 无品死灵系魔法 与方娜施展出的火龙焚天 属于同级魔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 究竟哪一方能够取胜 便得看谁的魔法 操控能力更强了 方娜与陈希然的交手 并没有对黄灵造成任何影响 黄灵一门心思 全都放在了李白的身上 他甚至对李白身旁的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都视而不见 很显然 他今天就是打定了主意 要将李白斩杀在此 或许是因为看穿了黄灵的心思 李白扭头看向东方卫明 道 小哥 你那剑看着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借我实实 东方卫明毫不犹豫 干脆直接连剑带翘地丢了过去 道 拿去用吧 反正我也用不上 李白呵呵一笑 看出来了 你那双手根本就不是持剑的手 东方卫明善善一笑 完全不打算辩驳 反正李白说得没错 这把剑背在他的身上 从来都只是一个装饰而已 他最擅长的 其实是拳法 而且只有拳法 李白将东方卫明的剑 从剑翘中拔出一截 只看了一眼 便忍不住点头赞叹道 好剑 长剑在手 李白的信心 比起线前来 竟是又恢复了几分 他很顺畅地甩了个绚丽的剑花 随即便朝着黄灵冲了过去 手中有剑的李白 与手中无剑的李白相比而言 简直就是两个层次的人 黄灵试图进行反抗 结果愣是连一式剑招都放不出来 不过拾招下来 黄灵的衣服上 就多了数道细小的口子 然而 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的表情 却比之前更严肃了些 表面上看起来 局面占优的是 李白这边 但若是仔细去看二人的表情 就能发现 李白的面色越来越凝重 剑招也越来越快 这说明 他的心开始慌了 而黄灵的眼中 则是透露出了一丝难以抑制的笑意 最强之剑的名头 看来 今天就要换人了呀 黄灵微笑着说道 试图用这种方法 在刺激刺激李白 好让他更加的情绪混沫 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 李白猛地挥出一剑 将他击退 气喘吁吁地大喊道 大师 贾剑克 跟我一起收拾了这丝啊 妈大 这家伙 简直太烦人了 黄灵面色微变 出声道 以多欺少 你都不怕剁了自己的名声 有什么好怕的 名声这种东西 难道还能比小命更重要吗 李白不屑地道 看起来 他是真的对最强之剑的称号 一点也不伤心 低头大师与东方卫明对视了一眼 很快便明白了 对方心中在想些什么 毕竟这群人也可以说是 他们引过来的 那么他们两个自然 也不能熟视无睹 低头大师的缠杖 看似刚刚挥出 但定睛望去之时 已经快要砸到黄灵的脑袋了 东方卫明 则是双手紧握成拳 用力击打了一下 便有拳风扩散开来 空气中充满了爆破的声音 仿佛有无数拳 正在朝着黄灵攻去 比起东方卫明 和低头大师的攻击 李白的威胁 在黄灵眼中要来得更大些 他干脆不去管东方大师 和东方卫明的攻势 只是不管不顾地提剑 朝着李白的胸口刺去 他想得很清楚 只要能把李白给干掉 从此他就是神剑拥兵团的剑神 是大陆上的最强之剑 再也不会有人胆敢不把他放在眼里 当然了 这一切的前提 是要建立在打败李白的这个大前提上 若是他不仅没打过李白 自己反而还阴沟里翻船了 那就真的可以考虑以死谢罪了 李白会让黄灵的剑 如此轻而易举地威胁到自己吗 当然不会 在李白的手中 突然多出了一个酒葫芦 没有人能够看清楚 这个酒葫芦 究竟是如何来到李白手里的 而如果他们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酒葫芦 之前一直挂在李白的腰间 难道说 这个看似普通的酒葫芦 竟然能够改变 眼前这惊险的战局吗 李白用行动 告诉了众人答案 面对黄灵次来的长剑 李白身躯后仰 双脚却是牢牢地扎根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他持着酒葫芦的左手高高举起 有清澈的液体 从葫芦口奔涌而出 直直落入到李白的口中 周围顿时酒香弥漫 黄灵突然瞪大了双眼 李白分明还在他的眼前 但不知为何 他竟是完全感受不到李白的存在了 而众人的耳边 则是响起了李白潇洒快意的低音声 但愿长醉 不复兴 但愿长醉 不复兴 爽朗快意的笑容 回荡在天羽山的山顶 而李白看似步履亮枪 却偏偏能够精准无比地避过来自黄灵的每一次攻击 黄灵的面色开始变得沉重起来 他没能在第一时间得手 于是他便无法继续攻击 因为此时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的攻击已经到了 这里没有你们出手的份 黄灵抱贺道 都给我滚开 原本刺向李白的铁剑 此刻便周围横扫 凌厉的剑锋裹挟着狂暴无比的劲气 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首当其冲 因而很明显地感觉到了 劲气中所蕴含着的浑厚能量 这是黄灵毫无保留的一次出手 正应了那句狮子薄兔意尽全力 目的在于一口气将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逼退 也正是因为如此 黄灵的真实修为 终于是彻彻底底地展现在了顾小白等人的面前 他的修为居然已经达到了五品上剑 凭借着这看似简单的一剑 黄灵不仅将先前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的攻势尽数破解 更是逼得二人不得不连连后退 用尽手段 才将黄灵挥出的剑气勉强化解 东方卫明现在的修为还只有六品中阶而已 低头大师则是已经达到了五品下阶 但在黄灵的面前 他们二人完全不是一和之敌 能够站在黄灵面前屹立不倒的 只有李白 李白从东方卫明那里借来的剑 不知究竟是用什么材料打造而成 当长剑完全出窍之时 竟是伴随着一股灼热的烈阳之气 剑风锁过之处 就连空气中都带着淡淡的胶灼味道 仿佛连空气都被这把剑锁点燃 也不见李白如何出手 袭到他面前的剑气顿时削米欲无形 东方是家的烈阳剑 黄灵的表情微微一变 扭头望向东方卫明 你是东方家的人 东方卫明没想到黄灵居然仅凭着这么一把剑 就能够猜到他的出身 他冷哼一声道 是又如何 黄灵沉默片刻道 我听闻东方世家出了个叫东方明的奇葩 此人放着好好的祖传剑法不学 偏偏沉迷于拳法 甚至还把自己的名字从东方明改成了东方卫明 想必就是你了吧 此话一出 东方卫明的脸顿时就黑了 连正在交手的顾小白等人都下意识地住了手 朝着这边望了过来 哇哦 东方卫明你原来这么叛逆的吗 顾小白忍不住赞叹道 你爹居然没抽死你 其实他的确抽了来着 但是我们练拳的本来就要增强体魄 所以他打不动我 东方卫明的脸色有些尴尬 黄灵看着东方卫明 淡然道 我们神剑拥兵团与你们东方世家也算是有些渊源 所以今天看在东方世家的面子上 我不对你出手 但你若还是执迷不悟 非要上来送死的话 那就别怪我不跟你客气了 东方卫明想了想 居然真的往后退了几步 道 行吧 那我不打了 这个举动反而是让黄灵有些讶异 他没想到自己刚刚的那句话居然有这么大的威慑里 竟是真的把东方卫明给吓得不敢出手了 至于低头大师 在看到东方卫明收手后退之后 也跟着缓缓离开 摆明了是要与东方卫明共同进退 黄灵点点头 道 识时务者为俊杰 你们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然后 黄灵又转过身来 对李白说道 至于你 嗯 当黄灵转过身的时候 他惊讶地发现 李白居然也跟着东方卫明他们一起往后退去 你给我站住 黄灵嘴角抽搐 大声怒吓 李白瞪大了双眼 满脸委屈 喂 他们两个都可以退 喂毛我就不行了 你这是打定了主意 要欺负我 还是咋的 黄灵只觉自己额头青筋抱起 连带着呼吸 都变得有些紊乱起来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 李白这个被世人称作是最强之箭的人 为什么一点剑客的风骨都没有 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配当剑客 一念至此 黄灵口中发出一阵长笑 他手中的铁剑 竟像是生出了意识 宛如一条游龙般 在他的身周游走 轻悦的剑鸣声 配合着黄灵的长笑声 在天羽山的山头 不断回荡 李白的眼神微微变化 像是看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一般 惊叹道 这是 以意欲见 不错 果然识货 不想死得太快 就拿出你的真本事来吧 黄灵深吸了一口气 剑指摇摇指向李白 于是他的剑便锁定了李白的位置 呼啸着朝李白袭去 而李白终于是停下了脚步 他知道自己再怎么退 也无法避开这一剑了 不过 他之所以一直往后退 并非是想要避战 当然如果能避掉 那自事再好不过 可惜黄灵并没有要这么轻易地放过他的打算 所以 李白动了 这个距离 才是我最擅长的攻击距离啊 李白面露微笑 轻声开口 话音落下 东方魏明借给他的猎羊剑 被他随意地抛至空中 只见李白双手握拳 单单伸出食指和中指 双指并拢 视为剑指 他抬起双手 剑指朝天 直直地指着半空中的猎羊剑 另一边的顾小白 正跟王明远三人打得火热 结果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他突然愣住了 啥情况 这个姿势 为什么会如此眼熟啊 于是下一刻 顾小白就眼睁睁地看着李白双臂 在面前画出两道圆润美妙的弧度 以及那一声熟悉的呼吓声 分影 我滴个龟龟 居然还真的是 分影吗 为什么你也会这一招啊 在顾小白惊差莫名的目光中 猎羊剑一分为四 其中一把朝着黄灵的 那把铁剑袭去 而另外三把则是直接攻向黄灵 而黄灵的神情也跟着凝重起来 目光中却是带着一股火热 只听他沉声说道 接传虎牙拥兵团的李白 在机缘巧合之下 吸得某位剑圣遗留下的绝世剑谱 今日终于得剑 若是你肯将剑谱交于我 我今日可放你一条生路 废话少说 先破了我的剑吧 李白淡然道 此时 三柄猎羊剑已经来到了黄灵的面前 眼看着就要直接刺入到黄灵的身体内 未曾想 就在这时 黄灵的身体突然消失在了原地 而当黄灵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了他那把铁剑的边上 这是 黄灵的五品天赋技能 如影随形 当黄灵与李白交手的时候 顾小白这边也正和王明远三人 打得不亦乐乎 其实顾小白并不是打不过王明远他们三个 之所以打到现在还没能分出个胜负来 主要还是因为顾小白打得太小心翼翼了 他怕自己出手太重 把这三个汉子给打死了 现在的顾小白 每一根骨头内都融入了碎星骨内的碎星剑意 再加上先前被加持上的骷髅王的祝福 可以说是攻防兼备 别人打他打不动 但他随随便便一动手 十有八九 就能直接打爆别人的狗头 顾小白不想杀人 所以他刚好拿面前的这三个人来练技术 虽然拥有了比以前更大的力量 但如何能够做到收放自如 是顾小白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之前没有人能够陪顾小白练招 结果现在主动送上门来的 这群神剑拥兵团的人 倒是阴差阳错地帮了顾小白一把 在这交手的几分钟内 顾小白很明显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每次出手都比上一次要更加圆润 更加地贴合心意 他本想再练练招 结果却突然看见不远处的李白 竟然比出了一个很眼熟的姿势 一时间竟是有些猛逼 分 分赢 为什么这货也会分赢阿外 不行不能再玩下去了 得赶紧过去看个清楚才行 顾小白打定主意 开始认真出手 而作为顾小白的对手 王明远等人则是很明显地感觉到 面前的这只骷髅怪 突然变得极其难缠起来 虽说现在场面上 双方看上去 仿佛还处于势均力敌状态 然而王明远他们几个 却已经看出 再这样下去的话 这波怕是要栽 不行 要想办法速战速决才行 三人在经过简单的眼神交流之后 达成了一致的决定 他们同时出剑 各自攻向顾小白的上中下三路 逼迫顾小白向后避让 趁着这个短暂的喘息时机 只听周启平大喊一声道 老张 开归圆 张田刚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也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 便见他手中常见招式骤然变化 威力竟是比先前更胜数倍不止 不知为何 顾小白总觉得 冥冥之中 似乎有一道看不见的通道 将那个张田刚和他手中的剑 联系在了一起 而张田刚的元气 此时便是经由那条通道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剑身之上 这是什么天赋技能 顾小白暗自警惕 随时准备着 用分金错骨大法进行避让 练招归练招 但是万一把自己的小命给搭上了 那岂不是得不偿失 张田刚手中的常见 威势提升迅猛 甚至可以看到 剑身上燃起了乳白色的气焰 这一幕 不禁让顾小白感到一丝震惊 他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这些乳白色的气焰 分明就是张田刚的灵魂之火 竟然是以命换命的打法 不过 这种打法威力虽大 却很容易引起对手的警惕 导致对方提前进行躲闪 顾小白相信 张田刚不会不清楚 这种招式的弊端所在 但他还是果断地用出来了 所以 另外二人应该要准备负责牵制了吧 顾小白心思刚刚一动 便见周启平和王明远同时出手 两道由精神之力凝结而成的锁链 从他们体内迸射而出 直直地射向顾小白 眼看着就要将他捆个严严实实 可想而知 这两道精神锁链 应该是周启平和王明远的天赋技能 正好用来为了配合张田刚的归缘 只要顾小白 被这两道精神锁链限制住 那么 张田刚的这一剑 就能百分百命中 可惜 这群人并不知道 顾小白在晋升到七品的时候 曾经获得了一个连破剑 都感到震撼的技能 那便是 精神免疫 愚蠢的人类啊 这种东西 可是捆不住我的 顾小白像个邪恶的反派般 宁笑着说道 同时在张田刚的这一剑 即将命中的那一瞬间 果断地用分金错骨大法 将自己瞬间解体 并且有意控制着一部分骨头 弹射到张田刚的方向 等到张田刚攻击落空之后 顾小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重组 而重组后所处的位置 正好便是张田刚的身后 嗨 你马逼滚去睡 顾小白大吼一声 画掌围刀 重重地劈砍在张田刚的脖梗侧面 张田刚本就因为挥出先前的这一剑 而元气大伤 此刻猝不及防之下 竟是彻彻底底地中了顾小白的这一剑偷袭 两眼一翻白 便麻溜地晕了过去 而失去了张田刚的配合 周启平和王明远 就更不是顾小白的对手了 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二人便接连被顾小白放倒 看着倒在地上再起不能的三人 顾小白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重新望向李白那边 李白居然能够用出分影 这一点难免让顾小白有些在意 据破剑说剑计分影是许兆平创造出来的剑计 所以 他当时看到顾小白竟是能够凭空施展出分影时 震惊地差点当场又晕回去 既然如此 那李白又是从哪学到的分影呢 还是说 许兆平当年曾经在某一处留下了自己的剑计传承 然后被李白给找到了 其实顾小白也有想过 最新剑胜许兆平应该不仅仅只有分影 这么一招剑计 但自打亡灵大军攻城那件事情之后 顾小白的脑海中便再没有出现过那个男人的背影 那么今天 他到底能不能见识到碎星剑上的其他剑计呢 而且除此之外 顾小白隐约之间总有种奇怪的感觉 李白在施展分影的时候 操作似乎和他不太一样 在看到黄灵的身形突然消失 然后又重新出现的时候 李白的脸上并没有任何慌乱的表情 他足下轻点 身躯向后飘去 同时朝嘴里又灌了口酒 先前袭向黄灵本体的三把猎羊剑刺了个空 迅速消散 而那柄直击黄灵铁剑的猎羊剑 竟是再次剧烈抖动起来 随即又一次奋出了三把猎燕剑 黄灵面色凝重 将长剑再次抓在手中 于面前飞速舞动 将自己面前的一尺之地防御得滴水不漏 伴随着丁的一声脆响 猎羊剑被黄灵直接击飞 而后再次落回到了李白的手中 不愧是剑圣传承下来的剑计 黄灵忍不住赞叹道 这四柄剑真假莫变 我居然完全看不出究竟哪一把是真剑 哪一把是幻影 李白的脸上则是露出一丝傲然的微笑 道剑圣的剑计 起事儿等能随意参透的 显然能够得到剑圣的剑计传承 李白相当得意 他正在那桩大尾巴狼呢 结果顾小白的声音偏偏在这个时候传了过来 咦 小老弟你怎么回事 分影不是这么用的呀 天雨山的山顶很冷 山风呼啸 此刻正值冬季 天气本就很冷 再加上天雨山高耸露云 其顶端的温度则更是低得惊人 先前陈希然在山顶上的时候 就因为温度过低而冷得瑟瑟发抖 好在顾小白给了他一件外套 这才让他感到稍稍缓解了一些 然而现在 当陈希然在与方娜交手的时候 他的额头竟是庆出了细密的汗珠 这是因为方娜的魔法造诣很高 让陈希然感到异常棘手 自然开始冒汗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方娜的火系魔法 导致周围气温升高 而陈希然身上穿得太厚了 直到这个时候 陈希然才明白 为什么分明天气这么冷 结果这女的 竟然只穿了一件单一配外套 合着她 一直是用火系元素 再给自己取暖 这个星机表 现在两人魔法对拼 正到关键地步 陈希然根本没有时间脱外套 只能一边忍耐着浑身上下的燥热 一边咬牙加大魔力输出 只要能把方娜干掉 就没这么多破事了 不得不说 方娜这个火系大魔导师 跟陈希然还是有所区别的 陈希然自打走上魔法师的道路之后 就一直跟着陈有幸 在隐星塔里修行 理论知识极其丰富 但是在实战方面 相对就比较弱势了 反观方娜 她一直跟随着拥兵团 到处做委托 实战经验异常丰富 可惜在魔法运用上的知识 只能靠自己摸索 攻击手段也比较单一 双方各有所长 对拼时互不相让 场面就此陷入僵局 但若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那么 周围的温度越来越高 在这寒冬腊月 陈希然竟是觉得自己快要中暑了 再这样下去 陈希然很有可能会成为 魔法师交战历史上 第一个因为穿得太多 而落败的魔法师 不行 看来得使出压箱底的绝技了 陈希然看着自己先前释放出的鸣缝 在与方娜的火龙交战中 不断地缩水 这会儿都差不多快变成土鸡了 不过方娜的火龙 也好不到哪儿去 现在顶多算是条长了脚的红色小蛇 按照常理来说 双方接下来应该准备展开第二轮的魔法对拼才是 方娜都已经开始默念咒语了 然而陈希然并没有继续念咒的意思 他甚至把自己的法杖都给收了 在魔法世界里 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那便是放下法杖便代表着认输 这种时候 除非是有着什么深仇大恨 否则另一方必须立刻停止出手 然而 陈希然分明还有一战之力 方娜完全不觉得 陈希然会在这种时候投降 虽说这个举动 让方娜着实有些始料未及 但他可不会傻乎乎地认为 陈希然这是放弃抵抗了 因为 他分明看到 陈希然的眼中依旧燃烧着 如先前一般无二的战役 他显然还想把这场比拼继续进行下去 只是 既然还要抵抗 为什么又要把法杖收起来呢 正所谓 是出反常必有妖 陈希然收起法杖的行为 反而让方娜愈发地警惕起来 然后他就看到 陈希然脱下了自己身上的一件外套 没办法 实在是热得有些受不了了 脱下一件外套之后的陈希然 显得轻松了不少 这件外套 是顾小白借给他的 虽说能帮他抵御风寒 但却也将他一直背在身后的某样事物 给覆盖住了 而现在 陈希然只需要将手伸到背后 就能轻而易举地握住那由青铜木 打造而成的弓身 死灵溪大魔导师陈希然 转职完毕 当陈希然拿出长弓的这一瞬间 他的职业就变成了 精灵弓箭手 毕竟陈希然的妈妈是精灵族 陈希然的体内有着一半的精灵血脉 说是精灵弓箭手也没什么问题 方大眼睛都看直了 打死他都想不到 对面这个女法师打着打着 居然拔出把弓箭来 说好的法师对拼呢 同样作为远程输出角色 弓箭手的灵活性要更为强大 而法师基本上只能站桩输出 平时方大在出任务的时候 身边都会有个队友帮忙护卫 但是今天一共只上来了五个人 其中三个还已经被放倒了 剩下一个皇陵还在和李白相斗 怎么看都不像是有功夫过来 帮他挡冷箭的 一开始的时候 方大还琢磨着 一个法师就算是临时挽起弓箭来 应该也发挥不出几分本事来 结果当陈希然灵巧地 在山林间迅速游走 辗转藤月 轻盈无比的姿态 映入方大眼帘时 他才终于感觉到了深切的绝望 怎么打 没法打 陈希然一共射出了三只羽箭 而这三只羽箭 分别落在方大的正前方 以及身侧两边 正好围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如此精确的控制 相当于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方娜 认输吧 老娘指哪打 于是 方娜只能在沉默中 苦笑着放下法杖 宣告任父 没办法 他又不像陈希然这样 放下法杖 转眼还能把把弓箭出来的 这波 的确是记不如人 输得不冤 大师 那个皇陵 应该还没发现 咱们下山吧 山林间 东方未明步履匆匆 头也没回 便出声问道 低头大师 就跟在东方未明的身后 文言轻轻地恩了一声 他们两个之前 看似是被皇陵的一番话给劝退了 然而在皇陵将注意力 全都放在李白身上的时候 东方未明和低头大师 竟是趁着这个机会 偷偷地下山去了 神界拥兵团 这个拥兵团 我以前是有听老爹说过 好像也是大陆上的顶级拥兵团 到时候 要真的动起手来 估计也有些麻烦 东方未明苦恼地揉了揉额角 如是说道 以咱们两个的修为 不一定能打得过他们 然后他抬头望天 发现天空中这会儿阴沉沉地 乌云密布 压根看不见太阳 于是他顿时更苦恼了 叹道 咋办呢 老天爷都不肯 站在咱们这边 先前一直没怎么说话的低头大师 在听到东方未明 情绪有些低落的时候 缓缓开口道 自给自足 钻石星辰拳之前已经用过一次了 他们肯定会有所防范的 东方未明摇头道 精准打击 低头大师又道 东方未明思索片刻 点头道 这个说不定可以有 那就按你说的办好了 小老弟 你怎么回事吗 分银哪是你这么用的啊 顾小白一边摇头 一边走上前去 顺手从李白手里 接过烈阳剑 这个过程中 李白一脸猛逼 而黄灵更是错愕到说不出话 甚至忘了去阻止 眼睁睁地看着顾小白 将烈阳剑拿到了手中 而顾小白之所以要拿李白的烈阳剑 主要还是因为 乘风剑 现在还是乘风柱 拿出来 耍太丢脸了 烈阳剑的品质虽然比不上破剑 但用来示范分影的正确施展方式 倒是已经足够了 顾小白随意地耍了个剑花 将手中的烈阳剑高高抛起 剑指向天 划出两道完美的圆弧 看好了 这才是真正的 分影 顾小白淡然说道 只见烈阳剑此刻正好来到了最高处 伴随着顾小白双臂划出圆弧 烈阳剑微微震战 似乎就要分裂出无数剑身 而黄灵和李白同时屏住了呼吸 他们被顾小白的话语吸引了注意力 想要看看顾小白口中所说的真正的分影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把烈阳剑无力地从空中掉了下来 甚至差点砸到顾小白的头顶上 一点面子都不给 顾小白 等会 这剧情特妙地不对啊 分明是按照程序来的 为什么会不起作用呢 在李白和黄灵怪异的目光中 顾小白重新捡起烈阳剑 干大地笑了笑 道 那什么 刚当没准备好 我再来一次啊 眼看着顾小白还要是 李白和黄灵赶紧心有灵犀般地后退了好几步 他们怕顾小白到时候把烈阳剑丢到他们头上去 哎 骷髅怪你悠着点啊 这剑又不是我的 一会儿被你丢坏了 我不好跟人家解释的 李白一脸担忧地说道 顾小白连反驳的底气都没有 只想着要一波证明自己 扬眉吐气 他站在原地认真地回忆了好一会儿 这才再次将烈阳剑往天上一抛 并且迅速摆好姿势 大喝道 分饮 这次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 至少烈阳剑没有掉到任何人的头上 这让黄灵和李白都忍不住松了口气 但顾小白却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烈阳剑直接掉到山下去了 李白回头四顾 没有发现东方未明的身影 心中虽然有些疑惑 但他还是没好气地望向顾小白 道 骷髅怪你看看你 现在连剑都给我搞没了 我还怎么跟人家交手 而且一会儿 我都没法跟那小哥交代了 不行 你得陪人家一把 而且还得过来替我打架 顾小白汗颜道 这种时候 难道不应该赶紧下去找剑吗 下去找剑 等你找到剑 我就没了 李白气得跳脚 心到这只骷髅怪 怎么一点也不会看形势 之所以非要顾小白过来帮他挡刀 主要还是李白看出 顾小白竟然还真有点剑到基础在 说起来 这只骷髅怪 虽说尝试分影失败了 但他的姿势 看着倒是还挺标准的 李白这边心里正打着小算盘呢 顾小白的心思 却是完全不在这儿 他这时候 再也顾不得别的了 干脆一拍空间带 把破剑给取了出来 破剑破剑 我刚刚不知道怎么回事 想施展分影结果失败了 你知道为啥吗 顾小白低声问道 破剑哼哼唧唧地说道 还能为啥 肯定是因为你猜啊 顾小白不满道 别闹 说正经的呢 破剑道 你从别人那里拿来的剑 又不是你的本命剑 你按照那种运功方式来施展分影 肯定用不出来啊 一旁的李白和黄灵瞪大了双眼 看着顾小白正在与他手中的兵器 嘀嘀咕咕地交流着 心中波涛汹涌 震惊不已 这 这莫非是神兵 黄灵失声道 李白深吸了一口气 道 没想到这骷髅怪的兵器 居然是根柱子 倒是 的确有些标新立异啊 妈大 你走你走 你才是柱子呢 没看到我这还有根剑柄在的吗 长没长眼啊 破剑忍不住破口大骂道 顾小白想了想 从空间袋里掏了掏 最后掏出来一块镜子 他把镜子挪到破剑跟前 什么都没有说 而破剑在看到镜子里那根圆柱形的不知名物体时 浑身狂震 就像是抽搐了一般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破剑终于停止震动 只听他心如死灰般地开口道 小骨头 你说 我现在开始减肥 还来得及吗 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来到山下 发现在天羽山山脚下 竟是还站着十来个人 最次的 也是六品中阶 还有几个 应该是五品强者 东方卫明小声说道 那个年纪最大的 感觉实力有点深不可测 说不定已经达到五品上街了 低头大师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 突然摇摇头道 四品 东方卫明震惊地停下了脚步 瞠目结舌道 四 四品 这么强的吗 那咱们两个上去的话 不就相当于是去送的吗 低头大师淡定地点点头 道 嗯 这种时候 就不要这么淡定了 东方卫明 抬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一脸惆怅 这一下子 真的麻烦了呀 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但东方卫明还是走上前去 大大方方地走到了那群人的面前 各位 你们追了我和大师这么久 这是打算要赶尽杀绝吗 东方卫明含声道 没有人回答他 神剑拥兵团的人 打一开始就认为 东方卫明和低头大师 是虎牙拥兵团的人 当面对东方卫明的质问时 神剑拥兵团的团员们 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更何况 少团长都还在这儿呢 哪有他们说话的份 东方卫明看到自己 竟然被这群人无视了 脸上更是悲愤不已 他大声道 你们 你们卫明也太过分了 仗着自己家大业大 就可以欺负我们这些 无权无视的小人物了吗 我可告诉你们 正所谓善恶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幸抬头看 苍天 饶过谁 说到激情处时 东方卫明抬手指着天空 情绪也变得激昂起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站在囚服青年身边的那名老者 突然惊讶地抬起头来 眯着眼望向苍穹 刷 一柄利剑破空而来 直直地落在了囚服青年的面前 剑身竟是完全没入到硬土之中 而东方卫明 依旧保持着自己 先前抬手指天的动作 脸上愤怒之情尚未消退 但他其实已经愣住了 那什么 这不是我的剑吗 天羽姗姗脚下 气氛一时之间变得很微妙 东方卫明仍旧保持着 抬手指天的动作 而囚服青年的脸色已然雪白 在这寒冬腊月的时节 他的脸上竟是冷汗密布 就在刚才 那把剑几乎是贴着囚服青年的鼻尖 向下坠落的 囚服青年甚至能够感觉到 那把剑上传来的灼热气息 毫不讲理地掠过他的面颊 而囚服青年身边站着两人 除了先前与囚服青年交谈过的 中年男性以外 还有一名面色肃然不怒自微的老者 那老者深深地看了东方卫明一眼 两久后才缓缓出声道 猎阳剑 一剑天来 你是东方家的人 东方卫明脸上愤怒之情逐渐消退 脸色同样有些苍白 便见他将双手附于身后 淡然道 是又如何 老者眯起眼睛 虽然东方卫明把双手背在身后 但他还是能够敏锐地察觉出 东方卫明的双手 此刻正在止不住地颤抖 嗯 以六品中阶的修为 使出东方家是传的高级剑技一剑天来 怕是他现在体内的元气 已经被掏空了 双手颤抖 也是正常的 只是不知 东方家族什么时候出了此等天才 要知道东方家的家主 也是在修炼到四品中阶的时候 才练成此招的呀 老者沉默许久 道 抱歉 看来我们双方之间存在着一些误会 你们追杀了我和大师一路 现在跟我说误会 不觉得太晚了一些吗 东方卫明冷冷道 无论如何 这也是你们盗取剑鞘在先 我说的误会 指的是你们的身份 老者说道 身份 什么身份 东方卫明 微微皱眉 先前我以为你们是虎牙拥兵团的人 因而出手未留于地 但在知道你是东方家族的人之后 我便知晓 这其中怕是存在误会 老者缓缓开口道 或许别人不清楚 但我与你们东方世家的家主 也算是老友了 知道你们东方世家 有着子嗣 不许当拥兵的规矩 既然你是东方家族的人 而且还掌握了一件天来 那么东方世那个老家伙 更是不可能放你出来当佣兵了 让你在江湖上好好历练 倒是有可能 说到这里 老者定定地望向东方卫明 道 看在你们东方世家的面子上 这件事情 我们神剑佣兵团就不追究了 便当作是追杀你们的赔礼 郑老 这 囚服青年听到老者这么说 顿时急了 连忙就要开口 然而 老者抬手制止了他 反倒是看着东方卫明继续开口道 但劳烦你转达李白 就说 下次见面的时候 定要好好讨教一番 东方卫明略意思索 这才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慢走不送 天与山上 顾小白手持成封剑 挺立如松 李白带着陈希然 黄灵则是拉着方那等人 都忍不住离得远远的 完全不敢靠近 之前顾小白用的还是猎羊剑 以李白和黄灵二人的修为 这么点高度 就算是掉下来 也砸不死人 但是 现在 这只骷髅怪掏出来一根 足有正常人大腿粗细的铁柱子 这种东西 要是真砸到脑袋上了 那可是绝对会死人的味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么粗的一根铁柱子 这只骷髅怪 居然轻描淡写的一只手 就提起来了 难不成这根柱子 其实只是徒有其表而已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 二人正在思索 便见顾小白将成封剑自身前抛弃 同时摆好姿势 低声喝道 分饮 下一刻 破剑阵战中一分为十 随着顾小白手臂的摆动 排列成漂亮且均匀的圆弧状 静静地悬浮在顾小白的面前 旁边围观的众人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发出了整齐华裔的赞叹声 哇 李白一脸不可思议 惊叹道 居然真的被他用出来了 黄灵跟着说道 关键是 他分出来的剑比你还多 这不是关键 听到黄灵的发言 顾小白出口澄清道 关键是 小老弟他分饮出来那些剑 看上去像是真的 但其实是假的 但我这个就不一样了 我这个看上去像是真的 实际上 也是真的 顾小白这话一出口 李白下意识地脱口出道 这不可能 分饮分饮 分出来的 就应该是幻影才对 那你过来摸摸看啊 顾小白道 李白犹豫了片刻 还真的凑到顾小白身边去 伸手在破剑的几把 分身上摸了摸 最后惊异地开口道 天啊 居然真的是有实体的剑 你是怎么做到的 顾小白将分饮散去 道 你这么问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倒是你 为什么你能分出幻影剑来啊 李白没有隐瞒 直接说道 我有次研究剑谱的时候 喝了几口酒 有点眼花 看东西都重饮了 然后就突然有所领悟 我一直以为 这就是分饮来着 顾小白呆愣了好一会儿 最后无奈地拍了拍李白的肩膀 道 看不出来 小老弟你还真他娘的是个天才 事实上 并不是说 李白误打误撞习得的山寨版分饮 就真的一无是处了 据顾小白观察 这种分饮对体内元气的消耗 比起正版分饮要少得多 而且还能 令对手防不胜防 倒也算是另辟蹊径了 从这点上来看 李白倒是的确名不虚传 而黄灵看着顾小白 目光火热 大喊道 骷髅怪 我们来战一场 要是我赢了 你得把这一招教我 黄灵这人 虽然平时看上去冷冰冰的 但他对于见到的执念 却是极深 当他看到顾小白施展出的分饮时 脑海中便只剩下了两个字 想学 顾小白看了黄灵一眼 道 那要是你输了呢 黄灵威正 随即大笑道 我不可能输 他已经看出来了 顾小白的修为 连五品都还没有到 双方修为差距可以说是非常大了 这种情况下 无论如何 都是不可能输的 于是顾小白点了点头 释放出蕴藏在他骨头里的剑意 这些剑意 瞬间便将黄灵包围 黄灵的表情僵在了脸上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身周 感受着风锐逼人的剑意 南南道 这 这怎么可能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顾小白耸了耸肩道 那什么 愿赌服输 要是没点 能让我看得上眼的好处 今天我可不放你走啊 天宇姗姗脚下 神剑拥兵团的人已经开始准备撤离了 囚服青年身边的中年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摩石通讯器 给还在山顶上的黄灵拨了个通讯过去 带着其他人下来吧 我们该回去了 中年男人淡然说道 然而对面老半天都没个回复 反而是一直传来阵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这让中年男人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无奈之下 他只好再次问道 黄灵 你在听吗 不好意思 他没再听 一个陌生的声音从摩石通讯器中响起 他刚刚跟我赌斗 结果输掉了 但是我看他身上又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翻来翻去 也就这部摩石通讯器上的摩石稍微指点钱 我现在在想办法把这颗摩石撬下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 对方的话语声戛然而止 中年男人愣愣地看着自己手中的摩石通讯器 一脸猛逼 而在天宇山的山顶 顾小白看着躺在自己掌心中间 那颗闪闪发亮的摩石 不由自主地便生出了几分满足 摩石被撬出来之后 摩石通讯器失去了能源 自然无法再继续使用 顾小白将通讯器交还给黄灵 道 刚刚那人让你带着其他人下山 说是要回去了 黄灵文言一愣 想也没想 便脱口出道 这不现实 不信你播个通讯回去问人家呀 顾小白耸了耸肩道 反正我话已经传达到了 信不信是你的事情 黄灵沉默许久 望向芳娜和已经起身的王明远等人 道 走了 王明远吃惊地瞪大了双眼 不可思议地问道 真走啊 那不然你留下 黄灵面无表情地反问道 王明远连忙低下头 不敢说话了 离开之前 黄灵扭头看向李白腰间的 那把空荡荡的剑鞘 出声说道 没有剑的剑鞘 跟废品没什么区别 李白敏锐地听出了黄灵话里的弦外之音 他沉默了片刻 道 你们这么想要我的剑鞘 看来这剑鞘 在你们手里并非废品 黄灵淡然道 没有鞘的剑依旧是有用之物 而没有剑的鞘 可有可无罢了 说完 黄灵带着其他人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李白就这么看着黄灵等人扬长而去 也不阻拦 只是等他们离开之后 这才低声开口道 看来我的剑找到了 顾小白若有所思地 看着黄灵等人离去的方向 道 可是他们 为什么要偷走你的剑 可能 是因为我的剑太强了吧 李白低头看着自己腰间 那把空荡荡的剑鞘 最强之剑的名头 有的时候 反而会把事情弄得很麻烦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顾小白又问道 去一趟神剑拥兵团的驻地 把我的剑取回来 然后去你说的那个雾影镇找我哥 李白目光灼灼 眼神中透着坚定之色 顾小白点点头 道 那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咱们就此别过吧 李青让他带的话 他已经带到了 而李白也表示等事情结束之后 便前往雾影镇 那么 顾小白的任务 也算是完成了 接下来的他 就要前往精灵之森 去寻找花小姐了 说起来 顾兄 你的分影 究竟是如何喜得的 为何会与我所领悟的分影 相差如此之多 在顾小白离开之前 李白好奇地出声问道 顾小白稍稍回忆了片刻 道 我说是莫名其妙之下 便会用了的 你信吗 若是换了别人 或许会觉得 顾小白这是在藏私 但李白却微笑着说道 嗯 我相信你 以后如果有空的话 咱们再好好探讨探讨吧 顾小白笑道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与李白道别之后 顾小白与陈希然 沿着山道 缓缓朝着山下走去 其实 要去精灵之森的话 直接从山顶上开封行术 一路向东南方向 飞就行了 但顾小白没有忘记 他还得帮东方卫明 把他那柄烈阳剑 先找回来 不管怎么说 烈阳剑都是从顾小白 手上弄丢的 于情于理 都得先帮人家找回来才是 结果顾小白和陈希然 刚刚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便撞见向山上走来的 东方卫明 与低头大师 诶 这不是你的剑吗 顾小白惊讶地指着 东方卫明背上的烈阳剑 仿佛看到了什么 难以置信的东西 东方卫明翻了个白眼 道 原来是你这家伙 把我的剑给丢下山崖的呀 还好本少侠气运亨通 否则差点就被你搞死了 所以 你还要上去干嘛 上面人都差不多走光了 顾小白道 我去找李白 有人让我帮忙带句话给他 东方卫明道 再说了 我千里迢迢地跑到这儿 来给他送剑鞘 不管怎么说 他总得给我点好处吧 得 这家伙的财迷本质又爆发了 很明显 后半句话 才是东方卫明 要留下来的原因 至于人家让东方卫明帮忙带什么话 顾小白倒是也不感兴趣 反正东方卫明的剑 已经被他自己找回来了 那么 顾小白和陈希然 就可以直接前往精灵之森了 算是省了点力气 双方告辞之后 顾小白从空间带里 掏出两卷风行书来 随后便与陈希然腾空而起 朝着东南方飞去 喂 骷髅怪 我怎么感觉 你的剑术 比李白和黄灵都要厉害 陈希然一边飞 一边忍不住出声问道 那个黄灵在你面前 根本就没有什么招架之力吗 要知道 顾小白虽然是六品上街巅峰修为 但终究也还只是六品 而黄灵却是实打实的五品强者 按照理论来说 顾小白即便能够战胜黄灵 也应该是费尽周折 付出一定的代价 最后勉强将黄灵击败 这样才显得正常 结果刚刚在山顶上 顾小白只不过随便抬了抬手 黄灵就动弹不得 宣告任父了 这种情景 根本不在陈希然的理解范围之内 而对于陈希然的问题 顾小白随口道 修为这种东西 本来就不能说明一切吗 虽然我修为比它低 但是在境界上 说不定我比它厉害不少呢 时值年末 大陆各处都开始陆续飘雪 纯白色的雪花遮天蔽日 象征着冬日严寒的彻底降临 位于大陆最东侧的精灵之森 原本郁郁葱葱的树木 此刻也已然被白雪覆盖 成为了白色的海洋 这场大雪 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星期 直至今日才逐渐停息 云层散开 和煦的阳光静静地 照射在每一棵树木上 每一寸土地上 以及每一个精灵的身上 像是这样的大雪 每年都会来上一两场 精灵们对此 早已是见怪不怪了 这种放在外界堪称雪灾的大雪 在精灵们眼中 却是稀松平常 不仅如此 精灵们对于这场出雪的到来 甚至还有些欣喜 这是因为 按照精灵族的习俗 每年出雪结束之后的第一天 便是精灵族的传统节日 冬烈节 在冬烈节里 每一个精灵部落 都会派出部落里的捕猎好手 他们将在这片 被白雪覆盖的森林中 尽情狩猎 展现自己的高超技艺 最终获得胜利的精灵 将会为自己的部落 带来巨大的荣耀 以及足够享用 整个冬天的晨曦蜜酒 而正是在这一天 精灵之僧 迎来了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当日上三竿之时 顾小白和陈希然 终于是抵达了精灵之僧 当视线中出现 茂密无音的森林时 无论是顾小白 还是陈希然 都不禁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这几天下来 他们两个真的是差不多 把能说的话题都说了个遍 到最后 甚至都已经到了 无话可说的地步 只能闷头赶路 实在是无聊的景 好在精灵之僧总算到了 我已经很久 没有来过精灵之僧了 上次来 还是小时候的事情 陈希然站在森林外 朝着里面不断地张望着 至于你说的那个 什么萨娃迪卡部落 我虽然没有听说过 不过我妈妈或许会知道 到时候 我可以帮你问问她 顾小白点点头 又问道 既然你这么久 没来过精灵之僧了 那你还能找得到 你妈妈在哪吗 陈希然从口袋里 掏出她的模式通讯器 在顾小白的眼前晃了晃 问 这不是还有模式通讯器吗 有什么 是一个通讯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说完 陈希然熟练地 在通讯器上 拨出一串号码 随后 将模式通讯器放到耳边 稍稍等待了一会儿 当通讯接通的下一刻 陈希然便兴奋地开口道 妈妈 我来精灵之僧晚几天 现在人在精灵之僧外围呢 你过来接我一下呗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你在森林外面等我一会儿 我这就来接你 通讯器另一头传来的女声 听起来就带着股成熟的韵味 而顾小白可以轻易地听出 对方的语气中 带着浓烈的欣喜之情 想象也是 母女久别重逢 本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之前她带着宋秋璇闯进碎星谷 见到宋秋璇爸妈的时候 他们一家子 好像也喜机而起来着 过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一道黑影 忽然从顾小白和陈希然的头顶上空掠过 顾小白抬头望去 发现那是一只墨绿色的飞禽 那只飞禽长相如鹰 头顶上升着鹿角 拥有如骏马般雄壮的身躯 以及锐利无比的勾照 此刻那飞禽正在上空不断盘旋着 看起来似是准备着陆 是妈妈的脚鹰兽 妈妈来接我们了 陈希然笑着说道 脚鹰兽 是啊 脚鹰兽是精灵骑士们最喜欢的坐骑之一 在人类社会里可是很少见的呢 谈话间 那只脚鹰兽已然平稳着陆 而顾小白也看到 在脚鹰兽的背上 坐着一名精灵族女性 她拥有着一头柔顺的金色长发 皮肤白皙柔嫩 面容与陈希然有几分相似 一对稍长的肩儿 从发间探出 彰显着对方的精灵身份 如果没记错的话 之前在进入陈有信的传承之地的时候 方楚河也曾经顺带介绍过陈有信的妻子 似乎是叫做 竹云 当顾小白望向竹云的时候 竹云也在观察着顾小白 作为清静自然与生命的精灵 竹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从顾小白体内溢散而出的死气 这种死气 并非是死灵元素 而是从灵魂源头散发出来的气息 更多的像是一种象征 一种 亡灵生物身份的象征 骷髅怪 竹云皱了皱眉 对着陈熙然抱怨道 你呀 被你爸那家伙带坏了 骷髅怪这种亡灵生物 有什么好的吗 长得丑也就算了 实力还弱 回头 我在精灵之森里 给你抓一些小宠物 保证比这只骷髅怪好看多了 陈熙然没想到 竹云一来就把顾小白贬了一通 下意识地就要开口为顾小白辩解 然而事实证明 他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顾小白听完竹云的话 欣喜地冲着竹云点头道 谢谢阿姨 阿姨您一看就有眼光呀 不瞒你说 以前我在买谷之地的时候 其他骷髅怪都说我长得帅 就只有阿姨您目光如炬 您还是第一个夸我长得丑的呢 竹云 陈熙然 请不要忘记 骷髅怪的审美观是扭曲的 就像是顾小白这样 听到有人说他丑 他反而会觉得很高兴 不过我的实力其实不弱的 现在已经是六品上街巅峰了 差点点突破五品 顾小白紧接着说道 同时将自己的修为气息 稍稍放出了一丝 让竹云能够直观地感受到 他如今的修为境界 竹云定定地看着顾小白 表情显得有些震惊 顾小白并不觉得意外 毕竟骷髅怪无法修炼这件事情 在大陆上 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了 现在眼前突然多出来一只 修为接近五品的骷髅怪 换了谁都会感到惊诧莫名的 这很正常 然而过去了好几分钟 竹云的表情依旧阴晴不定 直到顾小白都被盯得有些发慌的时候 竹云终于是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望向陈熙然 眼中带着一抹不容置疑的决绝 开口道 我不同意这门轻视 顾小白和陈熙然同时僵在了原地 啥情况 顾小白永远无法想象得到 一个活了数百年之久的精灵 尤其是女性精灵 脑海里的戏究竟能有多丰富 就在刚才的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之内 竹云也不知道 究竟都想了些什么东西 最后竟然蹦出来这么一句话 着实是让顾小白和陈熙然 震惊得无以复加 一时间只觉脑袋里天雷滚滚 除了猛逼以外 啥都没剩下了 妈 你在想什么呢 陈熙然羞得面红耳赤 赶紧冲上去 试图捂住竹云的嘴 我跟顾小白 她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好吗 竹云狐疑地看了陈熙然一眼 道 真的假的 这只骷髅怪刚刚给我的感觉 就是上门打脸来的 顾小白哭笑不得 阿姨 竹云狠狠地瞪了顾小白一眼 语气中带着古无庸置疑的意味 道 叫姐姐 对于女性来说 年龄体重还有称呼 永远都是一等一的禁忌问题 今年刚满3694岁的竹云 同样不外乎如是 姐姐 我哪里是爱打脸的呀 是你先说 我实力太弱的 我只是想纠正下你的错误观点而已 顾小白选择屈服 听到顾小白顺从地更改了称呼 竹云的脸色稍稍好看了一些 她双手交叉环抱于胸前 傲然道 六品上街巅峰 很强吗 说话间 竹云也散出了自己的气势 赫然是四品上街巅峰实力 不得不说 竹云的确是顾小白到目前为止 见过的最强之人 但除此之外 顾小白还是难免感觉有些别扭 这位自称姐姐的精灵族阿姨 很明显还是觉得 她跟陈希然 有些说不清到不明的暧昧关系 否则哪会这么咄咄逼人 陈希然在边上小声嘀咕道 妈 我晋级六品的时候 你分明还夸我来着 竹云的气势顿时一致 气急败坏道 你这个倒霉丫头 老是拆我的台干嘛 你跟骷髅怪又不是同一个品种 能一概而论吗 那六品上街巅峰 到底是强还是不强啊 陈希然直直地与竹云对视 两人僵持了几秒钟 竹云中就还是败在了自己的女儿手下 低头叹息 好吧 至少也算是从菜鸟的圈子里踏出来了 虽然没有说出强这个字 但也算是变相的妥协 陈希然黑黑笑着 冲着顾小白露出一个得意的眼神 其实陈希然是觉得 经过这么一段旅途之后 顾小白也算是她的一个朋友了 结果却没来由地 被她妈妈针对了一通 出于对朋友的仗义之情 所以陈希然才会帮顾小白 小小地出个头 然而陈希然突然愣了一下 她发现自己这么做 好像还真有种带男朋友 回来见家长的感觉 不行 再这样下去 怕是要玩拖 陈希然快步上前 轻易地拉着竹云的胳膊 开口道 妈妈 我跟你说件事情啊 其实顾小白她 傻丫头 不是妈不开明 但是人类和骷髅怪 是没有结果的 竹云强行打断了陈希然的话 与众心肠地说道 妈 你就不能好好听我说话吗 陈希然急得直跺脚 顾小白也算是看出来了 这竹云别的都还好 就是内心系太足 各种脑补 强行给她和陈希然加戏 啊 姐姐 还是我来说吧 其实 我来精灵之森 是为了寻找一个叫做 萨娃迪卡的部落 请问 你有听说过吗 顾小白问道 下次改口记得快点 一米多的精灵长弓 要是取下来了 可是没那么容易 就能收回去的 竹云将伸到背后的手 又放了下来 然后她仔细想了想 这才说道 萨娃迪卡部落 倒是没怎么听说过 可能是近些年 刚刚牵过来的部落吧 顾小白连忙道 不会啊 照理来说 他们牵过来 应该也有几百年了的 几百年 不就是近些年吗 今年刚满3694岁的竹云 歪着脑袋如是说道 顾小白沉默片刻 道 算了 您开心就好 总之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找到那个 萨娃迪卡部落吗 竹云道 这倒不难 明天就是我们 精灵族传统的东列节了 每个精灵部落的精灵王 都会带着各自部落的成员到场 并派出最得力的 精灵猎手参赛 如果你不介意 等上一天的话 可以先去我们部落稍事休息 然后明天我再带你和西然一起去赛场 说不定你就能找到那个 萨娃迪卡部落 顾小白大喜 连忙道 谢谢姐姐 这声姐姐 喊得着实是情真意切 发自肺腑 竹云听得相当满意 她拍了拍脚鹰兽的背部 冲顾小白和陈西然招了招手 道 上来吧 我先带你们回部落 脚鹰兽的背部倒是挺宽阔的 坐三个人 完全不是问题 陈西然坐在最前面 竹云坐在中间 正好将陈西然抱在怀里 而顾小白 则是坐在脚鹰兽背部最靠后的位置 距离竹云 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用竹云的话来说 顾小白休想趁着这个机会 能和陈西然有近距离接触 对此 顾小白也只能抱一苦笑 脚鹰兽飞行的速度很快 下方白雪矮矮的森林 几乎是飞掠而过 仅仅过了几分钟的时间 脚鹰兽的速度开始放缓 而竹云的声音也适时响起 准备一下 我们要到了 眼前不时出现一颗颗参天巨木 听竹云介绍 每一颗参天巨木 都是一个精灵族部落的聚居地 而脚鹰兽在空中盘旋了几圈之后 缓缓地降落在其中一颗 参天巨木的粗壮枝干上 令顾小白有些惊议的是 这条枝干竟是与普通的道路 差不多宽阔 顾小白跳下脚鹰兽 蹲在枝干上往底下看去 发现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 差不多应该离地有数百米之高 要知道 他现在身处的这根枝干 还只是位于参天巨木的中部 可想而知 这棵树究竟有多高 跟我来吧 我先带你去客房 今天晚上 你就住在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跟我说 竹云说道 顾小白笑着点头道 那就谢谢姐姐了 对于精灵族来说 一年一度的冬烈节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大节日了 竹云所在的部落 名为可尼吉瓦 在精灵语中的意思是 要日 在精灵之分中 倒也能算得上是 中上流的部落 而这次参加冬烈节的 足足有近百个部落 虽然精灵之森里的精灵数量很多 但很少会出现那种 只有几个成员的部落 绝大多数小部落 最后也还是会选择 并入到大部落中去 这样不仅能够改善生活质量 而且还能有效地提高 相亲成功几率 是的 事实情况就是如此 精灵们之所以要进行部落合并 有很大一部分理由 就是为了促进精灵与精灵之间的 结合成功率 要知道 精灵族虽然相貌出众 且寿命极长 但他们在择偶 这一方面 却显得格外挑剔 并不是说 长相俊美 就一定能够获得家人的芳心 精灵们更多的时候 还是喜欢遵循本心 就算对方相貌奇丑 但只要精灵觉得看对眼了 那么其他的一切 就都不重要了 而竹云当年之所以会嫁给陈有幸 也是因为 他觉得 陈有幸这个人的性格 很对他的胃口 正是因为如此 虽然身为精灵族的竹云 对死灵系元素 有着些许的反感 但他最后还是心甘情愿地 嫁给了陈有幸 并且还生下了陈希然 经过了一天一夜的休息 竹云带着顾小白和陈希然 朝东烈捷的会场进发 而在路上的时候 顾小白趁着竹云不在 忍不住轻声问道 哎 对了 希然小姐姐 我问你个事情啊 你说 你看你爸妈常年分居两地 他们两个 是不是闹了什么矛盾啊 你误会了 我妈只不过是回娘家探个亲而已 又不是 就不回去了的 那你妈妈在这边待多久了呀 我算算 差不多得有五六年了吧 五六年还不算久啊 别忘了 我妈是精灵 精灵族的观念 跟咱们人族 本来就不一样好吧 而且算算时间 等这次冬烈捷结结束了之后 我妈应该 也要准备回人族那边去了 到时候 我正好跟我妈妈一块回去 两人躲在队伍里小声交谈 不知不觉 便跟着队伍 来到了一块木栏围绕的场地 可以看到 在这里已经有数十只精灵的队伍 在边上候着了 而且 周围还不断地 有新的精灵队伍 从四面八方 朝着这边涌来 顾小白努力地 想要寻找花小姐的踪迹 奈何这附近的精灵族 实在是太多了 这样的举动 就像是大海捞针 基本上很难找寻到 花小姐的身影 没有办法 顾小白只得暂且放弃 转而思考新的办法 这时竹云朝着顾小白 和陈希然这边走了过来 他对顾小白说道 我刚刚帮你 去问了一下 萨瓦迪卡部落 的确也来参加冬烈捷了 只是他们具体在哪个位置 这个我也不清楚 所以 你得要自己想办法才行 顾小白点点头 多少有些遗憾 这里的精灵如此之多 想要从那么多的精灵族中间 找到特定的一个人 怕是得费好大力气了 总不能说 当着那么多精灵的面 大声呼喊花小姐的名字吧 这也太招摇了 顾小白干脆暂时 把这件事情抛到脑后 然后他望向竹云 问道 姐姐 你们这的冬烈捷 具体是个什么内容啊 被竹云纠正了好多次之后 顾小白对竹云的称呼 已经彻底定格下来了 冬烈节嘛 顾名思义 就是在冬天里狩猎的节日 好笑的 自然便是精灵们的狩猎记忆了 竹云解释道 不过我们精灵即便是狩猎 也不会对森林里的普通生物动手 我们的狩猎目标 是那些从北方的红谷平原内 一路迁徙下来的魔兽 每年冬天的时候 红谷平原内的魔兽 都会南下到精灵之森里 来寻找食物 但因为精灵之森里的生物 大多都是没有什么攻击手段的普通生物 所以 那些魔兽的出现 会导致精灵之森的生态环境 出现巨大的问题 而我们精灵 作为森林的守护者 当然不会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 像今天这样 组织一场冬烈节 基本上就能把那些 从红谷平原里来的魔兽 杀得七七八八了 顾小白了然 又问道 那参加冬烈节狩猎的选手 就必须得是精灵族吗 能不能 我是说 像我这样的骷髅怪 能不能上场参赛 顾小白的想法 其实很简单 既然她找不到花小姐 那就让花小姐看到她好了 竹云道 可以倒是可以 毕竟以前也有过 其他慕名而来的种族 加入到冬烈节之中的先例 只是 你确定你要参加冬烈节 有什么问题吗 顾小白问道 问题倒是没什么问题 不过我觉得吧 以你的能力 想要在冬烈节中 有足够亮眼的表现 怕是有些难度 竹云说道 精灵族的生命都很悠长 所以 在精灵族内的强者 也同样很多 顾小白的六品上街巅峰修为 放到人类社会里 或许也算是有些资本 但在精灵们的眼中 实在是有些不够看 然而顾小白对此毫不介意 她耸了耸肩道 其实我也不是说 非要抢个名次什么的 反正只要我参加比赛 那么有只骷髅怪 也来参加冬烈节的消息 自然而然的就会传播出去了 而我想找的人 也能够通过这个消息 知晓我的到来 这样的话 就算我拿不到名次 至少找人的目的达到了吗 竹云听完 这才汉手说道 那好吧 既然如此 我就带你去前面报个名 不过你一会儿比赛的时候 可得小心了 从红谷平原里面出来的魔兽 有些也是亡灵系的 而这些亡灵系的魔兽里面 有很多都能够召唤亡灵生物 帮助自己作战 其中被召唤最多的 就是骷髅怪了 所以 你到时候自己注意这点 万一人还没找到呢 自己先躺在猎场里了 那就是真的得不偿失了 明白吗 精灵族的冬猎节 的确出现过很多次 外族参赛的情况 只是亡灵生物参赛实属首例 不过对于精灵们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 顺带一提的是 往年那些参加冬猎节大比的外族 最后无一例外地都落败了 甚至连前十都进不去 在比赛开始之前 每一名参赛选手 都被加持了一个状态法术 这个状态法术 并没有任何的增议 或者简易效果 唯一的作用是 能够将选手击杀的魔兽 实时转化为相应的积分 并显示在积分板上 作为外来参赛选手 顾小白不代表任何部落参赛 也不占据其他部落的参赛名额 至于最后能不能达成目标 找到花小姐 这点顾小白自己也没什么把握 总之 尽量多列杀点魔兽 积分高了之后 花小姐应该也就能看到我了吧 顾小白这么想到 伴随着比赛开始的信号放出 所有参赛选手飞速奔出 朝着各个方向四散去 在森林之中 使得精灵族们 在面对这样的地形时 依旧如履平地 速度越快 就越是能在其他人之前 抢占先机 看着一干精灵 纷纷绝成而去 顾小白却特意在原地停留了一会儿 等到其他精灵都走光了 顾小白扭头望向赛场外围 想要看看 花小姐会不会发现自己 这个时候 仍旧滞留在赛场起始点的顾小白 自然而然地成为了 所有精灵们关注的焦点 大家都在对着顾小白指指点点 想着这只骷髅怪 会不会是退缩了 准备放弃比赛 其实顾小白还真存着 放弃比赛的心思 如果花小姐能看到她的话 那她就直接弃拳 省得白费那么多力气 然而顾小白等了好一会儿 依旧没有听到熟悉的呼唤声 于是她无奈地摸了摸 自己光溜溜的头骨 转身随意地朝着远处 射出一根止骨 分金错骨大法 启动 你们精灵族的确跑得快 但是 本楼会飞啊 借助着分金错骨大法 带来的快速移动效果 顾小白在森林间飞速穿梭 并且很快便超越了一大群精灵 饶视精灵们目力惊人 也只能看到树道黑点一闪而过 瞬间便消失在视线之中 过了好一会儿 顾小白感觉自己 体内的元气消耗接近六成 她这才停了下来 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 虽然不知道自己现在 究竟位于森林的哪个位置 但是顾小白已经敏锐地注意到 周围残留着许多 魔兽经过石流下的痕迹 既然如此 那就直接开稿吧 东烈结大笔并没有限制武器 所以顾小白干脆把破剑掏了出来 经过这几天的消化 破剑总算是把高级金属消化掉了一部分 好歹摆脱了成风柱的外号 然而 现在她的剑身 比起之前来说 依旧是圆滚滚的一长条 虽说撑不上柱子 但顾小白早就为她准备好了新的外号 接下来就得看咱俩的了 破棍 顾小白拍了拍破剑的剑身 为破剑低伸鼓劲 妈大顾小白你给我滚啊 老子是剑 是剑 破剑愤怒地放声咆哮 好在顾小白的周围没有其他人在场 否则他们定然会惊异于顾小白手中的棍子 居然会说话这一事实 顾小白手持破剑 追寻着魔兽们的踪迹 幸运的是 仅仅过去一分钟时间 顾小白就找到了一只落单的长矛剑齿虎 这只长矛剑齿虎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七品上街 即便是在同类之中 也算是强悍的存在 她的一对力齿锋利且长 看上去就像是一对锋锐的长矛 可惜在顾小白的面前 她引以为傲的攻击力 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 乘风棍 哦不 乘风剑一击横扫 长矛剑齿虎的身体便直接凹下去一块 显然是连骨头都被这一下给轻易砸碎 她当场口吐鲜血 鲜血中还掺杂着一部分破碎的内脏 很明显是活不久了 而当长矛剑齿虎弃绝身亡的同时 一道绿光字顾小白的右手上闪起 一个数字出现在顾小白的手掌背上 六十 也就是说 一只七品上阶的魔兽 就可以为顾小白带来六十分的收益 顾小白颠了颠手中的破剑 琢磨着以自己的实力 即便是越级挑战五品中阶的魔兽 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 理论上来说 如果能够斩杀掉几只五品的魔兽 那它的积分应该能够飞速上涨才对 正当顾小白准备去寻找下一只猎物的时候 破剑突然闷闷不乐地开口了 喂 小骨头 干嘛 你刚刚其实是在把我当棍子用的吧 那不然呢 你告诉我 你身上还有哪个地方时间的 实在不行 你也可以说说看你现在哪里长得像一把剑 如果你说的有道理 我可以考虑到个歉 你 七剑太甚 破剑不高兴了 但他不高兴也没什么用 顾小白每每看到一只魔兽 便挥舞着棍状的乘风剑冲上前去 一边砸 一边还喊着吃本楼一棍之类的话 砸得不亦乐乎 就这样 顾小白手背上代表积分的数字一路飙升 很快便来到了680分 虽然不知道自己这个分数到底算高算低 不过顾小白估摸着 至少应该能占到个中上水平吧 事实上 顾小白估计得的确不错 甚至还有些太过保守了 在近百名参赛者中 作为外族参赛者的他 竟是史无前例地冲进了前十 此时正排在第九的位置 并且距离第八也只差20分而已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只名为顾小白的骷髅怪 终于是成功地在精灵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 每个精灵都是满脸的难以置信 这样的结果根本就在他们的预料之外 而在冬烈节赛场外的某一处 有个漂亮的精灵族少女 正愣愣地看着前方的计分板 准确地说是看着顾小白的名字 这个名字听上去好耳熟啊 好像之前在哪儿有听到过的样子 他突然反应过来 失声道 小白兄弟 而当他下意识地呼喊出声时 原先有几个围绕在他身边 试图搭讪的英俊的男性精灵 纷纷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内容一般 震惊中瞪大了双眼 最后不约而同地哀嚎着逃离 男 男的 为什么会是男的呀 混蛋 不 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没错 这个看起来十分漂亮的精灵族少女 她其实是个男的 嗷 名为银背怪力猿的六品上肩魔兽 发出一声不甘的嘶吼声 随后重重地倒在地上 激起一片尘土 顾小白快步走上前去 在那银背怪力猿的脑袋上 又补了一记 这下银背怪力猿 才算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而伴随着银背怪力猿的死亡 顾小白手背上绿光闪动 上面显示的数字 又往前跳了一大截 现在的她 足足有920点积分 眼看着就要破千了 东列节狩猎大赛 比赛是有着规定时间的 具体比赛时间 以第二天日出为准 话而言之 一旦第二天的太阳升起 那么狩猎便宣告结束 之所以是以第二天日出为准 主要是因为对于猎手来说 在夜间的狩猎本领 也是值得考笑的一部分 有些精灵在白天的狩猎能力特别强 但到了晚上 便会显得捉襟见肘 而有些精灵 或许白天表现不佳 但夜晚或许会成为他们的主场 至于顾小白 她其实都没什么关系 反正作为亡灵生物 她观察外界 靠的是自己的精神力 就算天黑了 对她也没什么影响 更何况 她现在的精神力 就有如这片精灵之森一般 浩瀚无垠 周围的风吹草动 都无法逃过她的感知 就好比现在 顾小白清楚地察觉到 就在她东南方向 约莫60米的位置 有一条纯黑色的蛇形魔兽 正死死地盯着她此刻所在的位置 口中还不停地吐着杏子 只有在红谷平原中 实力相对较为强劲的魔兽 才会选择南下精灵之森来进行狩猎 换句话说 能够出现在精灵之森的魔兽 实力基本都在七瓶以上 而这条蛇形魔兽的修为 只是堪堪过了七瓶的底线 属于七瓶下肩魔兽 折算出来的积分也是最少的 一共也只有十分而已 因而 顾小白实在是没有什么出手的兴趣 而且 像是这种蛇形魔兽 一般都比较敏捷 移动速度也比较快 而破剑自打把自己 吃成一根棍子以后 虽然砸起来感觉很爽 但在灵巧度方面 却是折损不少 在面对这种移动速度较快的魔兽时 难免有些无力 不过 顾小白对这条蛇形魔兽没有兴趣 不代表其他人也对他没有兴趣 就在那条蛇形魔兽 对顾小白蠢蠢欲动 想要动手袭击的时候 一只利剑突然翘无声息地射了过来 并且精准地命中了那条蛇形魔兽的头部 将其死死地定在了地上 蛇形魔兽猝不及防之下遭受重创 顿时不断地发出嘶嘶的声音 身体在地上剧烈地扭动着 粗壮有力的身体 甚至将周围的几棵大树也给撞断 可惜这一切也只是徒劳而已 没过多久 这条黑蛇便失去了生命的迹象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喂 骷髅怪 不应该跟我说句谢谢吗 有人在树顶上这么说道 我都把这笔积分让给你了 你居然还要我跟你说谢谢 顾小白忍不住反驳道 可是我如果不出手的话 这条蛇就会扑上来咬你哦 对方继续说道 他咬不动我 我骨头特别硬 想咬我的都得做好牙齿被崩掉的觉悟 顾小白道 那你要是被吞下去了怎么办 嗯 这倒是个问题 顾小白摸了摸下巴道 要是被吞下去了 那可能就真的得靠你救我出来了 花音落下 一道身影从顾小白身边的那棵树上 一跃而下 而顾小白没有任何要躲避的意思 只是看着自己身边那一抹高挑的身影 笑道 好久不见 我还以为你会在外面 结果你 居然也是参赛选手啊 我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你 要不是墨云那家伙 在外面给我发了条消息过来 我还不知道 你来精灵之森的消息呢 花小姐笑嘻嘻地抬起粉嫩的小拳拳 在顾小白的胸口处 轻轻捶了一下 真是的 来精灵之森也不跟我说一声 不够意思啊 顾小白无奈地说道 这话说的 我本来就是打算过来找你的 结果精灵之森那么大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住哪 这不是没办法了 所以才通过这种方式 想让你注意到我吗 所以说 当时顾小白在 东烈节狩猎大会开始的时候 特地在外面站了一会儿 就是想找到花小姐 结果花小姐那时候 早就已经冲出去了 可以说是正好错过 所以说 你是来精灵之森找我玩的吗 花小姐好奇地歪着脑袋问道 顾小白摇了摇头道 这倒不是 我过来其实是有正事 想拜托你帮我咨询一下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居然会跑来参加 东烈节狩猎 萨瓦迪卡部落里 就没有更强的猎手了吗 花小姐沉默片刻 道 部落里比我厉害的精灵猎手 还有很多 但是今年的冬烈节 只能由我来参加 对我来说 这是一场必须通过的试炼 她深吸了一口气 又接着说道 具体情况 就等到比赛结束再说吧 我还要去抓紧时间 去猎杀魔兽呢 你现在多少分了 顾小白问道 850 哦 现在是860了 花小姐说道 你呢 顾小白默默地抬起手背 上面显示着920的字样 哇 你居然这么厉害 花小姐美目圆瞪 惊讶得难以复加 她记得之前跟顾小白分别的时候 顾小白的修为还停留在七品 结果短短几个月没见 顾小白的实力 居然已经达到了此等程度 能够获得这么高的分数 顾小白的实力 究竟是强势弱 答案显然已经呼之欲出了 这场试炼 对你很重要吧 顾小白又问道 花小姐没有出声 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带你刷分去吧 咱们两个人合作 效果肯定是半功倍 到时候碰到的魔兽都算你的 顾小白大方帝说道 那你呢 你好不容易猜进前时代 花小姐下意识地就想拒绝 顾小白笑道 别忘了 我参加这个比赛的目的 本来就是为了找你 现在既然人已经找到了 那么比赛结果什么的 很重要吗 当参加冬猎节狩猎大赛的精灵猎手们 以及某只乱入的骷髅怪 正在丛林中一展身手的时候 赛场外的各个部落的精灵王们 自然也不会干巴巴地傻等着 他们也有自己的娱乐活动 为了举办这次冬猎节 一块巨大的空地被提前清理出来 正中间的位置则是用木杆搭好了支架 并依次堆叠成舵 当夜幕降临之后 精灵们便会从各个部落中 推举出一位最美丽的精灵少女 并由她亲手来将篝火点燃 以此象征着篝火晚会的正式开始 精灵们将围绕着这团巨大的篝火 或翩翩起舞或影行高歌 好不热闹 除此之外 每个部落在前来参加冬猎节晚会的时候 都会带上许多各部落自己种的水果 或者是自己酿制的美酒 然后部落与部落之间相互进行交换 这也算是一种有益的象征 这场篝火晚会 将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而当外出狩猎的勇士们 尽数归来之时 冬猎节才算是正式结束 当然 哪怕是在进行篝火晚会的时候 那块由庶名精灵祭祀的魔力凝结而成的计分板 也还是在继续工作着 这块积分板上 虽然无法看到 所有参赛精灵所获得的积分 不过前十名的成绩 还是能够时时反馈出来的 而当勾火晚会进行到中途的时候 有精灵无意中瞄了积分板一眼 随即惊讶地说道 咦 那只骷髅怪掉出前十了 这一发现 让许多精灵都感到有些不解 精灵们本就不是什么小肚鸡肠的生灵 虽然顾小白是外族 但他们也不会因此 便对顾小白心生反感 更不会因为顾小白成绩出彩 而对他产生什么负面情绪 况且 顾小白还是第一个 能够在冬烈节中 寄身前十的外族 现在 他却突然从前十的名单里消失了 这一现象 自然会引起众多精灵的好奇 要知道 骷髅怪作为亡灵生物的一种 即便是在黑夜之中 也不会有任何的行动不便 相反的 魔兽们在夜间视线受阻 这就更有利于骷髅怪的发挥了 所以对于顾小白 调出前十名这件事情 精灵们好奇之余 更多的是在担心 顾小白会不会遭遇了什么不测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 计分板上的排名 再次出现了变化 一个叫做花小俭的名字 冲上了计分板的末尾 这个名字 对于精灵们来说 有些陌生 要知道 除了花小俭以外 前面的九个名字 都是精灵族内赫赫有名的年轻强者 结果突然蹦出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多少有些 让人始料未及 结果更始料未及的事情 还在后面 自打花小俭这个名字 出现在第十名之后 每隔半个小时左右 她的名字便会向上跳一名 然后再过去半个小时 再跳一名 就这么跳啊跳的 当脚跃下行 天刚有些蒙蒙亮的时候 花小俭居然一鼓作气 冲到了第二名的位置 至于她距离第一 还差多少积分 积分板上面一目了然 还差680分 680分的话 差距还是有点大的呀 有人在底下轻声说道 一只七品上街的魔兽 也才只有60分 就算她再杀十只七品上街的魔兽 也不够用啊 更何况 现在天都快亮了 狩猎大赛马上就要结束来 这么短的时间 肯定来不及了 要我看 今年第一名 肯定还是扁不出来部落的那个不走心 精灵们议论纷纷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花小俭名字后面的积分 也一直没有要变动的迹象 然而就在太阳即将破晓 而出的时候 积分板上的排名突然又产生了变化 花小俭名字后面的积分 愣是在最后一刻 强行推进了整整700分 猎场之外 顿时一片寂静 也不知道 究竟过去多久 有一个精灵下意识地南南出生到 700分 那个花小俭 干掉了一只四品下街的魔兽 其余精灵们 则是心有灵犀般地 朝着此次举办东列节的几名精灵祭司望去 而其中负责报名的那位精灵祭司面前 平复下波兰澎湃的心情 开口说道 这次报名的参赛选手 按照规则 实力全都是无品以下的 而且我们的法术 不会出错 精灵祭司的话 就像是一锤定音 直接确立了 花小俭斩杀四品下街魔兽 并夺得第一的事实 而在场的精灵们听到这话 也纷纷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不到无品的修为 斩杀四品下街的魔兽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虽然说 的确有基础夯实的强者 可以做到跃及斩杀 但是 跃了整整一个大段这种事情 就算是在精灵族的历史上 好像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吧 两久 突然有人问道 这个花小俭 是哪个部落的 这句话 成功地让其他精灵们瞬间回神 他们纷纷开始互相询问 想要知道 到底是哪个部落 居然培养出了如此强大的精灵 而很快的 答案便出来了 萨娃迪卡部落 几百年前 刚刚迁进来的一个小部落 绝大多数精灵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唯有竹云在听到 萨娃迪卡部落这个名字的时候 面色大变 赶紧带着站在他身边 同样目瞪口袋的 陈希然走到一边 然后他 神色凝重地抓住 陈希然的肩膀 陈生问道 然然 那个骷髅怪 他到底是什么修为水平 陈希然依旧处于猛逼状态 下意识地回答道 六品上街巅峰啊 六品上街巅峰 能干掉四品下街的魔兽 你确定 他没有隐藏实力 竹云又问道 应该 没有吧 陈希然自己也有些迟疑 在听到萨娃迪卡部落这个部落名的时候 竹云和陈希然就已经基本断定 这个花小姐能够获得投名 背后跟顾小白肯定离不开关系 而顾小白之所以会调出前十名 答案也呼之欲出了 他在帮花小姐刷分 至于刷分的方法 自然是再简单不过了 只要把魔兽打成重伤 让花小姐补最后一下 那么积分就都会算在花小姐的头上了 这是作弊 竹云沉生说道 陈希然小心翼翼地看了竹云一眼 道 妈妈 你要去举报他吗 竹云沉思许久 最后微微叹了口气 再看吧 我希望他能给出一个 足以说服我的理由 当第一缕阳光照在精灵之森的树海之上时 一声哀鸣也随之响起 树林间 一只足足有两层楼房大小的地鼠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将周围树上的积雪 尽数震落 如小溪般的星红血液 正源源不断地透过地鼠身上的无数道伤口 从地鼠的体内流出 地面上也到处都是腥臭的红色血液 而其中还混杂着星星点点的淡绿色血液 那是从花小姐身上流出来的 至于顾小白和花小姐 他们两个像是同时失去了全身的力气 双双瘫倒在哀哀白血之中 丝毫不顾及身上是否会沾上血污 现在的他们 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这些 无论是顾小白还是花小姐 脑海中都只剩下一个念头 活着真好 纵然周围的环境还是有些寒冷 但花小姐的额头上却早已汗珠密布 连带着身上的猎手装也被汗水浸透 赶上了没?顾小白低声问道 花小姐闻言 吃力地扭过头去 望向自己的右手背 然后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庆幸的笑容 道 赶上了 此刻的她 即便是简单地扭扭头 都显得格外吃力 更不用说是抬手这样的动作了 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进入到前十名 所以这整夜下来 顾小白和花小姐都在疯狂地厮杀 而到距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 也不知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她们两个居然碰上了一只狂暴地鼠 这是一只达到了四品下街的狂暴地鼠 即便是在种群中 想必也是王者级的存在 她没有选择化为人形 而是继续以本体进行修炼 若非破剑在整晚的战斗中 消化了不少高级金属 勉强透了个剑尖出来 或许单凭顾小白和花小姐的本事 怕是连狂暴地鼠的皮毛都无法破防 而借着这次经历 顾小白也总算发现 用破剑进行战斗的时候 就像是在帮破剑进行运动 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破剑的消化 伴随着时间推移 逐渐由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 打在花小姐和顾小白的身上 按理说 现在她们应该往回赶了才对 可惜筋疲力尽的二人根本就站不起来 经过了整晚的厮杀 再加上整整两个小时的高强度作战 花小姐感觉自己浑身的骨头都快要散架了 而顾小白 好吧 作为一只骷髅怪 她的骨头已经全部都散架了 杀掉一只四品下街的魔兽 应该够你挤进前十了吧 顾小白问道 花小姐用力地喘息了好一会儿 这才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应该吧 说不定能进前五 这傻丫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夺惯了的事实 其实本来 她还可以通过魔石通讯器与墨云交流一番 但她和顾小白 昨晚为了能猎杀更多魔兽 愣是直接朝着精灵之森内部一路忙了进去 这就导致双方距离过大 魔石通讯器直接无法联络到对方 反正咱俩现在也动不了了 不如你给我讲讲 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你非得来参加这个比赛不可 顾小白好奇地问道 花小姐沉默了一会儿 道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无非就是家里的哥哥姐姐 不想看到我回来 担心我对父亲精灵王的身份有所企图 所以才找了理由 半怂恿半逼迫地 让我来参加这次的东列节狩猎大赛 按照部落里的规矩 每位王族后裔 都有机会竞争部落王位 但先决条件必须是要在东列节狩猎大赛中进入前十 而且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我这次失败了 那么从今往后 就再也没有成为精灵王的可能 顾小白犹豫片刻 问道 你想成为精灵王 不 其实我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 花小姐缓缓闭上双眼 声音中也带上了一丝疲惫 然而这疲惫中 却又透着一丝果敢与坚定 但是我不能接受自己的命运 被他人掌控 既然他们不想让我赢 那我就偏要赢给他们看 我要让他们知道 我花小姐 不是那么容易 就可以令人摆布的 所以 你打算继承你老爹的位置吗 顾小白又问道 花小姐咧嘴笑道 并不 我只要证明过自己就完事了 当精灵王多累啊 整天要操心一大堆事情 既然他们想当 那就让他们当好了 说到这里 花小姐稍稍停顿了一下 又道 你还记得咱们俩分别的时候 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顾小白想了想 道 你说 你要回去 弄清楚你被封印的这么些年里 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现在我搞清楚了 花小姐说道 而且这件事情 跟你 准确地说 跟你们骷髅怪 也有着一定关系 你说 什么 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 促使着顾小白 瞬间重组完成 他强行撑起身子 朝着花小姐望去 你还记得我被封印的那块地方吗 那里离买谷之地特别近 然而在我的印象里 现在埋谷之地的那片区域 之前分明是一片森林 这也是我们萨瓦迪卡部落 会定居在那里的原因 千年以前 我被封印在黄陵之中 沉眠许久 然而 等到我出来的时候 黄陵外的山脉 变成了你们口中的死亡山脉 周围的森林 也成为了亡陵生物的聚居地 花小姐缓缓地陈述着 那你回来之后 有没有打听到 与这相关的消息呢 顾小白问道 嗯 听我父皇说 当时有一位人族强者出手 他与一只身为亡陵大军的骷髅王 交战了数天 而当骷髅王攫取全族力量 打算将那位人族强者 一举灭杀的时候 那位人族强者却突然爆起 反将骷髅王镇压在我们 萨瓦迪卡部落附近的森林之中 也就是 现在的埋谷之地 骷髅王攫取了全族的力量 却没能如愿击倒人族强者 自己反而被强行镇压 骷髅怪一族 被骷髅王攫取的力量无法回归 瞬间进入衰弱期 所以自那以后 骷髅怪再也无法突破九品 而顾小白听到这里的时候 竟是莫名地生出了一种熟悉感 而他的脑海中 也忽然浮现起 之前在雾影镇城门前的一幕 当时 灵魂体寄存在他体内的骷髅王 正是借助着埋谷之地内 骷髅怪们的力量 才将他的修为 短暂地提升到了四品中阶 是你 吗 顾小白的心中默默地问道 当然 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一个小时之后 勉强恢复了行动能力的 花小姐和顾小白 互相搀扶着 回到了冬烈节狩猎大赛的起始点 这一幕的出现 让所有在场的精灵们 都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而竹云和陈希然 更是震惊无比 他们本以为花小姐和顾小白 会想方设法 隐瞒二人联手 刷分的事实 但是现在看起来 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 要隐瞒这件事情的意思 这不是明摆在要告诉大家 花小姐的第一是顾小白 帮着刷出来的吗 竹云一想到自己之前 竟然还打算 要帮顾小白他们 隐瞒这件事情 就不禁显得有些烦躁 感觉自己实在是多此一举 然而竹云和陈希然 都不知道的是 花小姐和顾小白 之所以没有半点 要遮掩的意思 完全是因为 他们两个直到现在 都还不知道 花小姐强势 夺得第一的事情 相比起花小姐而言 顾小白并没有什么 实质性的损伤 只不过是体内元气 大幅度亏空而已 需要一段时间的修养 至于花小姐 她在与狂暴地鼠的争斗中 受了不小的伤势 现在连独自行走都很艰难 至于花小姐的模式通讯器 早已在先前 与狂暴地鼠交手的时候 被狂暴地鼠一爪子拍烂了 而当花小姐和顾小白 好不容易从精灵之森 内部走出来的时候 面对的却是 全场所有人惊叹的目光 于是花小姐 仿佛隐约猜到了什么 扭头朝着一旁的 积分板望去 第一名 哎 花小姐轻声说道 嘴角浮现出了喜悦的笑容 顾小白也忍不住看了过去 然后她也跟着咧嘴笑道 咱们是不是有点玩过火了 管她呢 反正我是第一名 不接受任何反驳 花小姐浅笑着说道 直到这时 终于有人跳出来质疑了 花小姐 你的分数 难道是和这只骷髅怪 一起刷出来的吗 花小姐看了那人一眼 笑道 我抢了骷髅怪的分数 有什么问题吗 规则里好像没有提到过 在狩猎的时候 不允许抢补刀吧 那人顿时语色 又道 难不成你 每次都能抢到 这话说出来 谁会相信啊 肯定是这只骷髅怪放水了 顾小白听到那人 把话头转到她的身上来 于是便怂怂肩道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我既不如人 实力稍叙一筹 被这位精灵姑娘 抢了分数 那也只能说明 我学艺不经吗 可是 你说我放水 你这是在看不起我吗 这 那精灵再次语色 承认自己放水 居然比承认自己若鸡还要难吗 可你科喵的之前 连前十都进去了 怎么好意思 在这里说你自己菜味 眼看着那精灵 还要再继续说话 花小姐冷冷一笑 道 花无泪 看到我身上的伤了没有 这些都是四品下街魔兽留下的 你要是有本事 你也去跟四品下街魔兽打一场啊 别说什么我有人帮忙 有本事你也找个帮手 要是你做不到的话 就别在这里叫嚣了 名叫花无泪的精灵 占红了脸 她张了张嘴 愣是什么都没能说出来 丢人现眼 花小姐不屑地低声开口 不再看她 顾小白低声问道 你亲切 花小姐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嗯 从血缘关系上来说的话 她是我哥 嘖嘖嘖 外人都还没说话呢 自家人先跳出来开队 你们精灵好像也不是外面说的那样 甜蛋自如与世无争吗 顾小白摇头道 人家都说 骷髅怪全是若鸡 结果偏偏出了你这么的奇葩 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花小姐道 你看我不就是典型的那种 与世无争的精灵吗 连参加比赛 都是被逼着来的 还能有什么好说的 顾小白想想 的确是这么的道理 便也没再说什么 而花小姐 则是望向人群 哀叹道 有没有好心的精灵祭司 帮我加个回复术啊 我都快血流满地了 直到这时 那些精灵祭司们 才如梦初醒 纷纷上前帮花小姐治疗 他们先前的确是被花小姐 和顾小白的惨状 所震惊到了 再加上 那个叫花无泪的精灵 又跳出来打岔 所以 精灵祭司们 愣是一时之间 没能反应过来 一番手忙脚乱之后 至少花小姐的伤势 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而精灵祭司中 年纪最大的那一个 被两名精灵少女 搀扶着走上前来 缓缓说道 小姑娘 你就是来自 萨娃迪卡部落的花小姐 对吗 花小姐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么你理应得到这份荣誉 这名精灵祭司老者招了招手 便见有一个年轻的精灵祭司 快步走上前来 并且 他的双手之间 还捧着一把精致的银色长弓 一看就十分贵重的样子 这把弓看上去有点厉害啊 顾小白赞叹道 花小姐犹豫了片刻 轻声说道 其实一点也不厉害 就是做弓比较精致而已 实战一点也不靠谱 只能拿回家挂在荣誉墙上 做一种象征而已 精灵骂 就是喜欢这种滑而不实的东西 说这话的时候 花小姐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俨然忘了自己也是个精灵 嗨嗨 下次说这个的时候 声音轻点 你看人家祭司老爷子脸都黑了 顾小白赶紧提醒道 花小姐顿时一愣 连忙改口道 但不管怎么样 荣耀大于一切 顾小白默默地扭开了脸 这倒霉妮子 转切口太生硬 愣是把骑士的那一套 都给丢出来了 好在精灵祭司老者 活了上万年的岁月 也算是见多识广 终究还是装作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将那把银色的精灵长弓 交到了花小姐的手里 而花小姐 为了弥补先前的不当言论 愣是摆出了一副 感激涕灵 恨不得马上再去找头四品魔兽 来大战三百回合的姿态来 于是 精灵族一年一度的冬烈节 就算是这么圆满结束了 花小姐要带着他 刚得来的精灵长弓回部落去 将其好好的装饰起来 而顾小白本打算跟花小姐一起离去 结果那名精灵祭司老者 忽然将他喊住了 骷髅怪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熟悉的影子 精灵祭司老者如是说道 在精灵族的社会中 地位最高的 并不是那些强大的部落 诚然从实力上来看 那些强大的部落 自然更容易受到精灵们的尊重 但也只是仅此而已 从地位上说 最强部落的精灵王 与最弱部落的精灵王 没什么区别 真正地位崇高的 是精灵族的祭司们 事实上 精灵族也有着自己所信仰的神明 崇尚自然的精灵族 信仰的是自然女神菲尔涅斯 既然有信仰的神明 那么肯定也该设有相应神殿 在精灵之森的中心 自然神殿便静静地坐落在那里 而其他的部落驻地 则是围绕着自然神殿所设立 如同众星拱月 自然神殿的大祭司 是所有已知精灵中 年纪最大的一位 每年的冬烈节 都是由这位德高望重的大祭司 进行主持操办 大祭司虽然年事已高 行动不便 但熟悉他的精灵都知道 大祭司绝对是精灵族中最有智慧的 此刻 大祭司被两名美貌的精灵族少女搀扶着 慢悠悠地朝前走着 而顾小白就跟在这位德高望重的 自然女神大祭司身后 琢磨着自己 这是要被带着去啊 能说说你们两个是怎么打败 那只四品魔兽的吗 走着走着 大祭司随口问道 他的语气听上去非常随便 就好像是在问 类似于你今天早饭吃的什么 这种很家常的话题一样 顾小白倒也不打算隐瞒 开口道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因为我很硬 能扛得住 硬到连四品魔兽都奈何不得的程度吗 大祭司问道 嗯 顾小白点头承认 可惜后来那只大老鼠 发现我硬得咬不动之后 就开始想方设法地打算 绕过我直接攻击小简 否则小简他也不至于受伤了 为了保护花小简 顾小白不得不全程维持着分隐状态 去围堵那只狂暴地数 光是这么一件事情 便几乎消耗了他将近全部的元气 若非此时的顾小白 已经晋级到了六品上街巅峰的修为 怕是根本就拦不住狂暴地数 听完 大祭司也点了点头 随即便不再多言 然而他不说话之后 顾小白却是有些耐不住好奇 出声问道 我们这是要去哪 大祭司回过头来 冲着顾小白微微一笑 道 自然神殿 去自然神殿 顾小白不禁有些错愕 他根本没想到 大祭司会决定带他去神殿这种地方 非要说的话 自然神殿谁去都没问题 偏偏只有亡灵生物不该进去 一方面 自然女神菲尔涅斯 与冥王哈迪斯 算是隶属于敌对阵营 而顾小白作为一只骷髅怪 若是进入到自然神殿内 说不定会触怒自然女神 另一方面 带着一只骷髅怪进神殿 总有种亵渎神明的感觉 或许是猜透了顾小白的想法 大祭司悠然道 放心好了 你是自然的客人 女神不会降罪的 既然大祭司都这么讲了 顾小白便干脆顺其自然 反正只不过是进个神殿而已 他又不会有什么损失 冬烈节的庆典会场 距离自然神殿的距离并不算远 虽然大祭司的移动速度的确不快 但仅仅过去十来分钟的时间 自然神殿的殿门 便已然出现在了顾小白的眼前 进来坐坐吧 正好我有一些事情 还想跟你聊聊 大祭司道 他的声音听上去宁静平和 有种安抚人心的力量 顾小白作为一只骷髅怪 虽然没有心脏 却也觉得大祭司的声音 听着十分安逸 于是他顺从地跟着大祭司 一起进入到了自然神殿中 并与大祭司相对而坐 大祭司冲着那两名精灵少女 微微汗手 轻声道谢 而两名精灵少女 则是躬身回礼 随后便退下了 偌大的自然神殿 竟是只剩下大祭司 和顾小白两个人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大祭司会向侍女道谢的 顾小白看着那两名精灵少女 离去的方向颇有些惊奇地说道 大祭司微笑道 大家都是自然女神的侍奉者 本就不存在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我们精灵的信仰无比纯粹 不涉及任何权利 与人族的宗教体系并不相同 而且苏沙和苏西并不是什么侍女 他们两个只是习惯于照顾 我这个腿脚不变的老头子罢了 这番话语更是让顾小白有些惊讶 他倒是没有想到 原来精灵族的宗教体系 是这个样子的 好了 让我们回归正题吧 大祭司轻声开口道 刚才我说过 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熟悉的影子 顾小白点点头却没有接话 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大祭司继续往下说 千百年前 我曾经在自然神殿中 接待过一名人类强者 而你的灵魂之火 倒是与那位人类强者的有些类似 大祭司缓缓说道 脸上也透出了一抹追忆的神色 因为时间隔得并不算久 所以我还依稀记得一些 顾小白默默地低了低头 他已经不想再吐槽精灵族的时间观念了 至于大祭司所说的人类强者 顾小白多少也能猜得到 无非就是许兆凡那家伙 说起来 许兆凡这个人到底是要有多活泼啊 难道他没事的时候 就喜欢到处乱逛吗 顾小白总感觉自己 不管走到哪里 都能感受到 那家伙留下的痕迹 如果许兆凡真的是自己的前世 那自己前世的时候 一定整天吃饱了 撑着没事干 否则那能这么挑 那位人类强者来精灵之森做什么 顾小白问道 嗯 他说 他不小心把外面一个精灵族的部落驻地给搞废了 那个部落现在没地方住 所以 他想让我帮忙在精灵之森里 给那个部落安排一个好点的驻地 并且为此支付了一大笔报酬 大祭司道 顾小白坐在位置上 一言不发 大祭司好奇地问道 怎么了 顾小白尖色地出声说道 那个人类强者 是不是叫许兆凡 大祭司点头道 不错 那个驻地被搞废掉的精灵族部落 是不是叫萨娃迪卡 是的 好的 我没有问题了 大祭司您让我稍微静一下 我现在 心情有点复杂 顾小白道 如果大祭司和花小姐所说的都是真话 那么千余年前所发生的事情 应该是这样的 徐兆凡与骷髅王交手 不仅击败了骷髅王 更是导致整个骷髅怪异族产生修为稚古 无法突破 同时还顺手波及了当时的萨娃迪卡部落 为了弥补萨娃迪卡部落 在许兆凡的帮助下 萨娃迪卡部落 迁移到精灵之森中 并不知出于何种原因 将花小姐留在了部落的皇陵里 千百年后 一只骷髅怪 莫名其妙地接受了已陨落的骷髅王的传承 立是要带领亡灵族走向巅峰 结果有人 在这时候跳出来跟他说 嘿兄弟 你就是当年击败骷髅王那个人类强者的转世啊 所以说 这特喵的 都是些什么鬼啊 神殿内 顾小白与大祭司的交流 还在继续 在人类社会里 有一句俗语 不知道大祭司 你有没有听说过 顾小白趴在桌子上 闷闷不乐道 上辈子造的孽 这辈子都是要还上的 顾小白觉得 自己现在之所以需要 为了这样那样的事情到处奔波 都是他自己上辈子的锅 太气楼了 这种情况下 哪怕是想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 最后都只能算到自己头上来吗 而大祭司则是毫不在意 顾小白此时 趴在桌子上的师太模样 便见他微笑着说道 自然是听过的 不过对于此事 我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嗯 顾小白抬头望向大祭司 生者恐惧死亡 人类亦不外乎如是 为了减轻对死亡的恐惧 因而人类提出了轮回的说法 认为死亡 只不过是下次重生的前兆而已 至于所谓的前世因今生果 也是基于轮回的说法才出现的 大祭司如是说道 可大祭司 你不也是生者吗 顾小白问道 难道你就不害怕死亡了吗 大祭司笑道 生老病死 本就是大自然的规律 而我们精灵所信仰的是 自然女神 崇尚自然 即便是死亡 也不过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 在我们精灵眼中 死亡其实并不是什么 值得恐惧的事情 顾小白想了想 问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不觉得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所谓的轮回 死亡便是终点 所以 你觉得你现在如此奔波忙碌 都是因为上辈子种下的因果 而我 却不会这么认为 大祭司道 可你刚才不还说 在我身上看到了许兆凡的影子吗 顾小白表示不解 你误会了 大祭司的脸上 依旧带着淡淡的笑容 我从一开始说的 就只是熟悉而已 不过是单纯的相想 若是不幸 你便好好回想一下 我何曾说过 你们就是同一个人 顾小白愣住了 貌似 的确是这样没错 你的灵魂 与那位叫做许兆凡的人族强者 的确有着大部分的相似之处 这点着实令我有些不解 但我可以确定 你和许兆凡 绝非是同一个人 即便许兆凡死而复生 但他的灵魂永远不会发生变化 大祭司悠然说道 更何况 自打看到你的那一刻起 我就几乎可以确定 许兆凡 的确是已经死了的 顾小白 雾影阵 李清坐在书桌前 手里拿着一封纯白色的信 信封上没有任何的痕迹 无论从哪个角度 看都是一片纯白 就像是冬季星落的初雪 将整片天地覆盖 除了白色以外 便再也看不到其他颜色 按理来说 这种没有填写收信人 和收信地址的信 是根本寄不出去的 然而现在 这封信偏偏被李清拿在了手里 阿白 你这小子 终于肯从那破山里出来了吗 李清低声自语道 同时将信封打开 李清无凶 斩信家 许久未见 甚是挂念 不知兄长近年身体可好 修为是否更进一步 听顾兄提及 兄长您如今已是物影阵限令 当真令无倍感一哈 所以 你咋还没下岗呢 李清 嗯 阿白这小子 又在皮了 这种文周周的说话方式 估计也就是你们这种当官的才喜欢 反正我是憋不下去了 要我说啊 你放着好好的全部打 偏要跑去做官 就算是到了现在 我也还是很不爽 不过 看在你特地让顾小白跑过来通知我的份上 你当官的事情 我就等回头再找你算账好了 我现在已经从天羽山下来了 但是还有点事情 需要去处理一下 神剑的人 把我的剑给偷走了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线索 所以呢 我得先去把我的剑要回来 看到这里的时候 李清的表情瞬间僵硬 愤愤地一拍桌子 低声喝道 简直胡闹 嗯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会觉得 我是在胡闹 毕竟和神剑起冲突的话 会导致背后一系列的纠纷 甚至会惹得神剑后台某位大人物不高兴 不过 咱们虎牙拥兵团 什么时候担心过这种事情 团长就说过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只要全都够硬 一路忙过去就是了 老哥你当了那么多年的官 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可你以前在团里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等我把我的剑要回来 我就来雾影镇找你们 雾念 信纸上的内容到此为止 李清沉默着 将这封信上的内容 来来回回地又看了几遍 这才从旁边取来一盏烛灯 将兴致点燃 这小子 还是和以前一样 无法无天啊 李清无奈地揉着自己的鹅脚 显然对于李白要独闯神剑拥兵团的举动 极为苦恼 这样的话 接下去事情就又会变得很麻烦了 我倒是觉得 阿白说得很对 咱们虎牙什么时候 需要这么沾前顾后了 一个声音从侧面传来 李清扭头朝着那人望去 淡淡地说道 老咸鱼 下次进我办公室的时候 打个招呼 否则再这样下去 我迟早得被你吓出病来 咸鱼伤人耸了耸肩道 怕什么 反正你又不是发现不了我 再说了 如果你真的会被我吓到 麻烦你能做出个惊恐的表情来吗 你这样 弄得我一点成就感也没有味 阿白的信是你送过来的 里面的内容 你应该也看过了才对 关于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李清问道 咸鱼伤人不屑地笑了笑 道 有什么想说的 大佬觉得 我们虎牙牙齿太锋利了 所以想方设法 拔掉了虎牙的两颗獠牙 一颗小点的呆在山上好几年没出来 另一颗大点的 更是直接被招安了 大獠牙 你觉得我应该说什么 李清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怒容 你想打架吗 整天想着打打杀杀成何体统 我就是想提醒你一句 当初咱们是抱着让你打入敌人内部的心思 把你丢出来的 不是要把你这颗獠磨平的 咸鱼伤人露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但他的眼神中 却分明闪过一丝锋芒 阿白那小子 以前虽然老是没个正经 但这回说的没错 你呀 差不多也该磨磨牙了 李清低头不语 半晌后他出声问道 这是团长的意思吗 咸鱼伤人道 这是我的意思 不过他顿了顿 又道 当然了 团长肯定也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团长这个人 会怂吗 李清文言 脸上忽然露出一丝笑容 他当然不会怂 李清低声说道 他本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莽的莽夫 明光城 城主府内 唐牙像往常一样 安静地坐在书房里 在他面前的书桌上 摆放着一张清风帝国的地图 上面画着许多圈圈叉叉 边上还有着各种备注 其中 明光城上面画着一个圈 而边上的雾影镇 则是被打了个大大的叉 除了唐牙以外 房间里便再没有其他人了 只是透过书房的窗户只可以看到 外面的过道上隐隐绰绰 似是有许多人在不停地走动着 即便如此 书房里还是显得极为安静 没有任何的声音 唐牙看了会儿地图 随手从边上拿起一只毛笔 在天羽山的位置上 画了两道互相交错的线条 既然李白已经离开了天羽山 那么这天羽山 便也没有要监视的必要了 唐牙缓缓地轻声自语道 至于天泽城 天泽城外的碧海之森 资源还是很丰富的 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让出去 正当唐牙在研究着地图的时候 书房外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殿下 有您的信件 屋外那人说道 嗯 拿进来吧 唐牙道 于是书房门被人推开 一名身披银色甲皱的汉子 快步走了进来 并将手中的一封书信双手呈上 唐牙接过信件 却没急着打开 而是看着那个身穿铠甲的汉子 皱着眉头开口道 李长坤真是太不像话了 你才刚从帝都回来 连拖剑战甲的空当都不给 他就喊你过来给我送信 小刘你放心 回头我就好好帮你说说他 被称作小六的汉子 赶紧摆手道 殿下您误会了 李将军说 最近明光城外 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出没 所以让我们加强警戒 所有人都必须在第一时间 做好战斗准备 我虽然刚从帝都回来 不过给您送完信之后 我就得跟着其他兄弟 一起去城门外巡逻了 唐牙点了点头 随口说道 既然如此 就跟拥兵工会那边说一声 让他们也发布个委托令 故些拥兵跟士兵们一起行动 看看到底是什么人 在寄予我们明光城 小六音声道 是 哦 还有 过话你去跟李将军说一声 如果拥兵工会派人过来 就把那些拥兵全都打乱 每个六人士兵小队 加配两名拥兵 原话转告就可以 想必李将军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唐牙又道 属下明白 好了 其他就没什么事情了 退下吧 唐牙摆了摆手 小六攻身行礼 而后转身离开 并且轻轻地帮唐牙 又把房间门给关上了 而直到这时 唐牙才将手中的信职展开 信上并没有多少内容 就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骷髅怪异晋升六品上街 并于两日前 与死灵系大魔导师陈希然 一同进入精灵之森 至今未出 这天 还真是越来越冷了呀 唐明昊走在街道上 感受着迎面来的寒风 不由地低声咕咕 并且稍稍将围巾记得紧了些 他刚刚跟着一个拥兵小队 做完委托 现在交完了任务 准备随便在街上弄点吃的暖暖身子 然后再回家休息 结果唐明昊走着走着 突然便停下了脚步 眯着眼睛朝前方的街道口望去 那里站着一个高挑的汉子 面容有些眼熟 想来应该是之前的时候 在哪见到过 唐明昊意识到 这个人应该是来找他的 他仔细地回忆了一会儿 这才想起来对方的身份 这个人 之前在明光城里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面之园 是唐牙身边的侍卫 名字似乎是叫宋七 既然是唐牙的人 那么为什么会突然跑到乌影镇里来呢 唐明昊不知道 并且对此也没有任何兴趣 他只是继续朝前走去 同时在路过宋七身边的时候 向他礼貌性地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七殿下请留步 宋七忽然说道 我不是什么七殿下 你认错人了 唐明昊道 您自己虽然可以不承认 但在您的身体里 流淌着的 确实是皇家的血脉 这一点 您无论如何 也否定不了 宋七道 唐明昊再次止住脚步 扭头望向宋七 与气比拉月寒风 还要更冷上几分 所以呢 您想跟我说些什么 宋七道 三殿下在明光城的任期 马上就要结束了 届时 三殿下将以清风帝国三皇子的身份 回归帝都 您是三殿下的亲弟弟 理应支持他才是 唐明昊沉默片刻 道 你们搞错了 我没有什么亲哥哥 也不是什么所谓的七殿下 我只不过是乌影镇里 一个小小的佣兵而已 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走了 说吧 唐明昊便继续朝前走去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在宋七看不见的地方 唐明昊藏在斗篷下面的双手 已经紧紧地攥成了拳头 手臂上青筋抱起 七殿下 您难道就真的不想 为自己的母亲报仇吗 宋七道 唐明昊的脚步 第三次停了下来 你说 什么 唐明昊的呼吸声明显粗重了不少 三殿下说了 从小到大 他的心里一直都只有两件事情 一件是寻回自己的亲生弟弟 而另一件便是为自己的母亲复仇 宋七低声说道 为此 他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努力 而您 若是愿意亮明身份 回归帝都 那么三殿下在民间的声望 将会提升不少 日后在与其他皇子争夺王位的时候 也能有更大的胜算 说到这里 宋七朝着唐明昊靠近几步 道 只有手握权力 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算您无心全谋争斗 但我想 您无论如何 应该也不会放过任何复仇的机会才是 我不知道您对三殿下 为何心存偏见 可不管怎么说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能够帮助三殿下的 其实就只有您了 唐明昊面无表情 站在原地沉默了很久 最后才低声说道 我 我能帮上什么忙 宋七的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他知道 这趟没有白来 不用担心 您只需要配合我们就行了 宋七说道 当顾小白从自然神殿里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正午时分了 说实话 在与大祭司交流了几个小时之后 顾小白还是感觉自己晕晕乎乎的 越听越猛逼 按照大祭司的言论 所谓的轮回并不符合自然生老病死的法则 即便是亡灵生物 也不过只是生命延续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至于别的 顾小白感觉自己 好像听进去了 又好像什么都没听进去 喂 你总算出来了呀 我都快等睡着了 自然神殿外的大树下 花小姐慵懒地靠在树干上 看到顾小白出来时 她像是松了口气一般 顺便随意地伸了个懒腰 阳光照射下 如少女般美好的身材弧现 清晰可见 虽然顾小白心里清楚得很 花小姐这家伙的年龄 如果放在人类社会里 就算是给她当祖宗 都已经绰绰有余了 你怎么在这儿 顾小白有些惊讶 还不是怕你找不到路 所以想着在门口等你一会儿 谁知道你在神殿里一待 就是好几个小时 话说你一只骷髅怪 跑到自然神殿里去 真的没问题吗 花小姐耸了耸肩道 顾小白挠了挠头骨道 你看我活蹦乱跳的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倒是你 昨天到现在 都还没好好休息过吧 难道不会走着走着 就睡过去吗 花小姐得意地笑道 放心好了 我们精灵族都是天生的猎手 即便是三天三夜不睡觉 对我们来说 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顾小白听了 若有所思地说道 按你的意思 三天三夜不睡觉都没事 也能算是猎手天赋 那我们骷髅怪压根 不用睡觉 岂不是比你们精灵族 还适合当猎手 谁说当猎手 就只看晚上睡不睡觉的 决定因素很多的好吧 再说了 我们精灵族之所以 被称为天生的猎手 除了狩猎野兽以外 还有另一层意义在里面的呢 花小姐笑道 哦好 比如说 这种说法 在人类社会中流传比较广泛 因为我们精灵族长的 都比较好看 所以 人类都把我们称作是 爱情猎手 说到这里 花小姐俏皮地冲着 顾小白眨了眨眼 水汪汪的大眼睛里 似是透着无限的柔情 绝美的容颜 令这整片天地 都在插那间黯然失色 怎么样 骷髅怪 有没有感觉自己 空荡荡的胸腔里 有什么东西在跳动 顾小白的内心毫无波动 甚至还有些想笑 你自己都说了 骷髅怪哪来的心脏 就算是真的有东西 在跳动 那也可能是驱虫 咦 顾小白你 还能再恶心一点吗 花小姐的表情 顿时就变了 一缕半透明的白色雾气 从顾小白的空间带中 探头探脑地钻了出来 化作小幽灵的形状 并且装出一副超凶的样子 对着花小姐呲牙道 不许勾引顾小白 这只骷髅怪是有主的 可惜小幽灵不知道 自己鼓着脸的表情 不仅一点也不凶 反而透着骨壳爱尽 放心放心 我不跟你抢顾小白 毕竟我的审美 还没有歪曲到这种地步 花小姐笑着说道 小幽灵双眼一亮 真大 当然是真的了 虽然这只骷髅怪 还算过得去 不过我个人 其实还是比较倾向于 找一个精灵当对象 花小姐说道 小幽灵看上去 像是舒了口气的样子 但她很快 又摆出一副 很认真的面庞说道 顾小白天下第一好 花小姐不禁揶揄地 看了顾小白一眼 发现这家伙 竟是被小幽灵的这番话 弄得有些手足无措了 好好 那你可得把顾小白看紧了 别让她被别的女孩子抢走哦 花小姐笑意盈盈地说道 小幽灵用力地点了点头 然后她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男孩子也不可以 顾小白文言一愣 随即气得大声说道 顾灵儿 不许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小说 她之前在买骨之地里 出来的时候 把自己珍藏的小说 全都给带上了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 里面的确有那么一两本 但是这并不代表顾小白的取向就不正常了 她只不过是把那些书 当成是收藏而已 小幽灵压了一声 像是个做错事 被家长发现的孩子 赶紧又躲回到空间带里去了 花小姐看着顾小白的空间带 笑着说道 这孩子很喜欢你呢 只是感觉不像是情人之间的那种喜欢 是啊 顾小白感慨道 她其实是把我当成家人了 就像是妹妹对哥哥的那种依赖 讲真的 我其实也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说真的 之前从成家把这只小幽灵带回来的时候 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和小幽灵的关系 居然能发展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花小姐问道 来这里的最关键目的已经达到了 现在就是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大祭司之前跟我讲了很多事情 所以 接下来 我得要回买谷之地一趟 那里有着能够解除骷髅怪 天赋制骨的方法 顾小白道 说来也是心累 兜兜转转一大圈 打死顾小白也想不到 最后居然还是要回到买谷之地里去 再然后呢 花小姐问道 再然后啊 那当然是晋级无品 凝聚人形 最后 上门提倾 顾小白豪气甘云地说道 哦 你跟那个叫宋秋玄的女孩子 都已经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花小姐惊讶地问道 其实还没有了 不过总得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这样才能有冲劲吗 顾小白笑道 花小姐点点头 道 说得也是呢 漫无边际的树海之中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 星星点点地洒落下来 不得不说 冬日里的阳光照在身上 还是很舒服的 正好够驱散严冬的寒冷 顾小白与花小姐 并肩在林间小道上行走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花小姐忽然说道 前面就是精灵之森的出口了 哎 这就出来了 我还以为 你要带我去萨哇迪卡部落做作呢 顾小白笑道 你不是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吗 还是先抓紧时间吧 如果你想来萨哇迪卡部落做客 以后有的是机会 花小姐俏皮地笑着 顾小白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走一步 哦对了 回头你帮我去可尼吉瓦部落找一个叫陈熙然的人族少女 就说 我先回去处理事情了 好的嘞 花小姐应道 那么 再会 花音落下 顾小白从空间带中掏出风行树卷轴 冲天起 转眼间便消失在了花小姐的视线当中 而花小姐则是定定地站在原地 看着顾小白远去的方向 两久后 花小姐忽然微微一笑 喃喃自语道 真是的 看来我也得好好努力了呀 才不想被你这只骷髅怪拉开太多呢 命运这种东西 有时候就是如此的神奇 或许连骷髅王都不会想到 能够破除骷髅怪种族天赋负的关键 居然就在埋谷之地里 而顾小白兜兜转转了一圈之后 最终还是需要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去 小骨头 照咱们这个飞行速度 想回到埋谷之地 大概还好几天吧 破剑问道 啊 差不多吧 反正我不需要休息和睡觉 不然可能还要再多花一两天的时间才能到地方 有什么问题吗 顾小白道 倒也没什么要紧事 就是 本剑感觉我体内的能量 有点抑制不住了 破剑道 顾小白惊喜地望向腰间 比正常形态粗了一大圈的破剑 道 难道说 你要进化了 要从短剑变成常剑了 破剑沉默了片刻 支支吾吾道 嗯 那什么呀 其实吧 我现在呢 正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状态之中 微妙 顾小白疑惑不解地问道 就是 怎么说呢 破剑努力地 想要寻找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 啊 这么说吧 小骨头你还记得 咱们从穗星谷回来的那天晚上 宋秋璇家里的晚饭 有多丰盛吗 必须记得 那是我认识宋秋璇以来 他们家里最丰盛的一次晚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宋秋璇那蠢丫头 因为吃得太多 最后差点就撑到吐了 顾小白哈哈大笑道 嗯 对 就是这样 破剑破有些难为情地说道 我现在的状况 跟宋秋璇那蠢妮子差不多 顾小白的笑声 戛然而止 半晌后 顾小白忍不住大声斥责道 你还有脸 说耸耸是蠢妮子 你这把蠢剑 自己不还是一样吗 跟你说了那么多遍 让你不要一口气吃那么多东西 你就是不听 现在你跟我说 你想吐 那特喵的 都是高级金属娃威 你要是真敢吐出来 我非逼着 你一点一点全都吃回去不可 拜托别用这么恶心的话来威胁我 你这样说 反而更想吐了 破剑道 顾小白 那你想怎么样了 破剑想了想 总之等这个卷轴的能量用完了之后 咱们还是先暂时降落一下吧 本剑感觉 说不定是因为飞得太高的缘故 所以有点晕 顾小白服讹道 我还是第一次 听说有剑居然会恐高的 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还真是了不得啊 嗨嗨 谢谢夸奖 几个小时后 顾小白感觉到 手中的枫形树卷轴输出 已经开始减弱 这说明 里面的魔力 已经差不多消耗殆尽了 于是他控制着自己的身体缓缓降落 最后正好落在了一片山地之间 让顾小白有些讶异的是 当他降落在地面的时候 竟是能够在空气中 感觉到一缕淡淡的死气 这说明 在附近有着亡灵生物活动的迹象 不过从这缕死气的浓郁程度上来 判断的话 顾小白大致能够判断出 即便附近有着亡灵生物的存在 但既然空气中的死气 闻上去如此稀薄 那也就说明 附近的那只亡灵生物 实力相当的弱小 啊 总算是感觉舒服多了 破剑发出了一声惬意的声音 顾小白无奈地瞥了破剑一眼 道 不要发出这种 容易让人误会的声音好吗 破剑不满地说道 怎么了吗 反正这里又没有其他人 就算我说话声音再大一点 也没什么关系吧 然而顾小白却突然面色微变 迅速为自己加持上你行术 同时低声说道 你看你这乌鸦嘴 来人了 破剑立刻很识相的闭口不言 而在前方的树丛中 则是传来了嘻嘻嘻嘻的声音 那是脚踩在草地上 才会发出来的响声 顾小白没有要防备的意思 因为他已经通过精神感知 知道那个躲在草丛里 并且正不断靠近的 究竟是什么了 那是一个面黄肌瘦的小男孩 脸上脏细细的 双眼却显得格外明亮 其中还透着浓浓的兴奋之色 看起来 岁数应该不会超过十岁 当小男孩小心翼翼地拨开树丛 发现前面站着一个身穿黑袍的陌生人时 他的表情从一开始的兴奋 迅速地转变为失落 便听他拘谨地问道 刚刚 是您从天上 掉下来 顾小白微微皱眉 他发现这个小男孩 似乎不怎么擅长语言 说起话来磕磕绊绊的 而且连语法都有些问题 真是的 作为一个人类 说话的本事 居然还比不上一只骷髅怪 和一把剑 你也太给人类丢脸了吧 看到顾小白无动于衷 小男孩似是以为顾小白没有听懂他的意思 于是他抬手指着天空 道 天上 掉下来 对 那个是我 顾小白点了点头 小男孩这下更失落了 看起来 他之前似乎以为从天上掉下来的 会是一只黑色的大鸟 可以让他饱餐一顿 结果现在美梦破碎 他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 顾小白看着小男孩失落的背影 忍不住说道 你想吃饭 小男孩愣了愣 转过头来看着顾小白 道 想 吃肉 顾小白哭笑不得 在有亡灵生物活动的地方 基本上是不会有生物留存的 也就是说 小男孩如果想在这片区域里找肉吃的话 就算是等到饿死了 也肯定只会一无所获 看着小男孩的眼睛 顾小白突然感觉自己 仿佛看到了曾经的宋秋玄 以前家里没什么钱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像这个小男孩一样 无比地渴望着吃一顿肉呢 沉默许久之后 顾小白开口问道 虽然没有肉 不过 你要喝骨头汤吗 骨头 汤 小男孩眨了眨眼睛 下意识地喃喃重复道 几分钟后 顾小白从空间袋里掏出一口铁锅 放置在用石头搭建起来的中空小底座上 而石头中间则是燃着一堆柴火 然后在小男孩注意不到的地方 顾小白偷偷地解除了自己胸腔位置的拟形术 并且取了一根肋骨下来 然后丢到铁锅里 小男孩看着铁锅里突然多出的骨头 发出了喜悦的欢呼声 而破剑则是趁着小男孩欢呼地空当 小声说道 小骨头 没想到你 还有这样的恶趣味啊 居然让别人喝你的洗澡水 难得我发一次善心 你能别这么恶心我吗 那你也打算来一碗骨头汤吗 哼 我才不喝自己的洗澡水呢 为了让破剑稍稍缓和一下状态 顾小白并没有急着继续赶路 只是静静地坐在原地 至于那个小男孩 在美美地喝了一顿骨头汤之后 还特地又成了一碗 递到顾小白面前 只不过被顾小白白手拒绝了 没办法 这一整锅都是自己的洗澡水 怎么喝得下去啊 虽然说闻起来 倒是的确挺香的 其实小男孩刚刚还想把锅里的骨头 捞起来啃上几口 但是顾小白最终还是 及时制止住了他 毕竟先不说自己的骨头上 沾满了别人的口水 会是多么恶心的感觉 此处点名某条恶犬 就算是真的让这小家伙去啃骨头 最后的结果 也只可能会是让小家伙 崩掉几颗牙而已 顾小白没有询问这个小男孩的身世 也没有要继续照顾这个小男孩的意思 毕竟他只是单纯地在小男孩的身上 隐隐约约看到了些许宋秋玄的影子而已 能够为小男孩提供一锅洗澡水 啊不 一锅骨头汤 已经算是很够意思了 至于小男孩今后的人生 顾小白并不打算要掺和 更何况 他也没有掺和的能力 小男孩喝完汤之后 在顾小白对面安静地坐了一会儿 中间隔着一口 还剩点底的黑色大铁锅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男孩站起身来 冲着顾小白礼貌地鞠了个躬 这才转身离开 很快便消失不见 哎呀 真是个很有礼貌的小孩子呢 看到小男孩离开 破剑忍不住出声感慨道 顾小白点了点头 将锅里的几根肋骨取出来 随意地用黑袍擦干 然后又装回到身上去 这才说道 可惜了 破剑明白 顾小白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不过 他也没有说什么 顾小白又坐了一会儿 正想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 却突然感觉到 从身前的某个方向 突然传来一股奇怪的元气波动 空气中的死气 似乎也在这一瞬间 变得稍稍浓郁了几分 但很快的 一切就又恢复到了之前的样子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作为一只骷髅怪 顾小白对于空气中的死气 自然是非常敏感的 他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 低声说道 刚才那个莫非是晋级失败 嗯 小骨头你说啥 谁晋级失败了 破剑没有感应到任何变化 所以他对顾小白 突然没头没脑地 蹦出来这么句话 感到有些费解 我之前就察觉到 附近似乎有亡灵生物出没 总之我打算先过去看看 顾小白道 他寻着空气中飘荡而来的死气 一路前行 最后来到了一片乱葬岗前 这片乱葬岗里 到处都是坟包 也不知道里面葬着的 究竟都是些什么人 而顾小白沉默中迈步前行 在这片坟场的最中心 他看到地上正躺着一抹森白色的身影 而那抹身影 仿佛是感受到了有人逼近 无力地抬起头来 与顾小白静静地对望着 这是 一只骷髅怪 顾小白倒是没有想到 在这里居然能遇到一只骷髅怪 而到了这里之后 他才发现 周围的死气 其实都是从这只骷髅怪的身上 散发出来的 所以说 刚刚晋级失败的 难不成 其实也是这只骷髅怪 顾小白蹲下身子 感受着面前 这只骷髅怪的修为 这个过程 只花费了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随后他毫不意外地得出结论 这只骷髅怪 和平常的骷髅怪 并没有什么区别 连最基础的九品品阶 都没有突破 这也就意味着 刚刚这只骷髅怪 是在尝试着突破品阶 想晋级到九品下阶 讲真 顾小白在买骨之地里 生活了好多年 买骨之地里的其他骷髅怪 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 除了躺在地上装 普通湿海以外 就是漫无目的地 在买骨之地里游荡 就连顾小白自己 除了看书抛脑袋以外 也没有别的事情 可做了 结果 在这样的穷乡屁壤里 顾小白居然遇见了 一只会自主修炼的骷髅怪 简直不可思议 顾小白绕着这只骷髅怪 转了好几圈 然后又上上下下地 打量了他好几眼 试图从这只骷髅怪的身上 找到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只是无论顾小白怎么去看 这都只是一只 再普通不过的骷髅怪而已 而这只骷髅怪 望着面前这个 比自己强大了 不知道多少倍的同类 渐渐地 散发出了一股 名为喜悦的情绪波动 你 很强 这只骷髅怪传讯道 顾小白微微一震 随即露出一抹苦笑 回复道 还可以 对于骷髅怪来说 的确是已经算是很强了 不过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怎么做到的 骷髅怪问道 顾小白蹲下身 在那只骷髅怪 光溜溜的头骨上 骂撒了几下 道 我的方法不适用于你 抱歉 那只骷髅怪的喜悦之情 却并没有因为 顾小白的回复而消散 就仿佛顾小白的出现 给了他更多的动力 他躺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很快便又恢复了力气 随即开始吸收 周围空气中 残存的灵魂之力 像是这种乱葬岗里 一般都会残存着 少量的灵魂之力 那是生者在逝世之后 原先的灵魂离开身体 在天地之间游离 虽然数量不多 但对于骷髅怪来说 的确已经可以说是 相当够用了 这只骷髅怪 吸收了整整一个小时的 灵魂之力 而顾小白 也就在边上 看了整整一个小时 他能够感觉到 这只骷髅怪 能够容纳的灵魂之力 已经到达了极限 那么接下来应该就是 就像是顾小白猜测的那样 这只骷髅怪 再次发起了 对酒品的冲击 当然 他再次失败了 顾小白无奈地 拍了拍这只骷髅怪的脑袋 传讯道 放弃吧 现在的环境下 你是无法成功的 骷髅怪愣了愣 呆呆地望向顾小白 随后坚定地回复道 我还想再试试 为什么要试 因为 想变强 顾小白想了想 突然问道 会解体吗 虽然不知道顾小白 为什么会这么问 不过骷髅怪 还是一言照做了 你是说这样吗 骷髅怪问道 顾小白满意地点点头道 没错 这样一来就方便多了 骷髅怪不解地问道 方便什么 当然是方便打包带走了 顾小白黑黑一笑 将地上那只骷髅怪的骨头 全部都装进了空间袋里 这么勤奋刻苦的骷髅怪 留在这里 着实是有些可惜 果然还是带走好了 反正像骷髅怪这种亡灵生物 想要打包带走 还是很容易的 小骨头你这是干嘛 目睹了全程的破剑 有些不解其意 顾小白笑道 我打算送他一场造画 送人家一场造画什么的 总感觉小骨头你 这是玄幻小说看多了呀 破剑道 淡定 虽然我以前在买骨之地里的时候 的确很喜欢看这种类型的小说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 我就是个中二的骷髅怪 而且讲道理啊 我的确是打算送给他一场造画 嗯 或者说给他的机会 顾小白道 什么机会 当然是变强的机会了 感觉这只骷髅怪 还挺对我胃口的 所以 你就要把他抓起来 炖成骨头汤吗 破剑若有所思的低声说道 原来对胃口是这么个意思啊 顾小白哭笑不得的出声打断道 喂喂喂 这个想法可以打住了呀 讲道理 我连自己的洗澡水都不喝 怎么可能会去喝 其他骷髅怪的洗澡水啊 谁知道 你是不是突然觉醒了 什么奇怪的爱好 破剑小声嘀咕道 你过分了 此刻的顾小白 仍旧在赶路 只是考虑到 破剑恐高的问题 这次顾小白在飞行的时候 特地把高度放低了些 然而即便如此 破剑也依旧还是感觉到恶心想吐 并没有因为顾小白飞行高度的降低 而稍稍好转 万般无奈之下 顾小白只好再次停下 破剑 你真的想吐 那要不 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吐出来好了 说不定能好受一些 顾小白忍痛说道 实在不行 回头把破剑吐出来的那些金属 重新洗一洗 等有空了 再拿出去卖 反正人家也看不出来 这些金属其实是被某把剑吞下去 又吐出来的产物 破剑尝试了一下之后 叹气道 不行 吐不出来 顾小白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忽然回忆起 之前在书里看到过的一些知识 下意识地开口道 哎我说破剑啊 你看你比平时胖了一大圈 而且还恶心肝呕的 难不成这其实是 妊娠反应 啥反应 破剑以为自己听错了 顾小白道 妊娠反应啊 就是人类女性在怀孕之后才会产生的 哎哎 破剑你冷静一点 咱们有话好好说 那什么 你先把剑尖挪开 别对着我沉默 破剑哼哼唧唧地挪开自己的小尖尖 不满道 讲道理 本剑可是充满了阳刚气息的雄剑啊 那你这吐了老半天还吐不出来 你总不能告诉我 其实是卡喉咙了吧 嗯 那不会 事实上 本剑刚刚仔细感受了一下之后 发现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比如说 比如说 之前在碎星谷里吸收的那些剑气 我快压制不住了 碎星谷中的那些剑气 无一例外的 都是由当年碎星剑圣许兆平所展出 然而如今许兆平早已生死 这些剑气 也就成为了无主之物 虽然破剑能够将这些剑气 短时间的封存在自己体内 但时间长了之后 即便是破剑 也开始有些承受不住了 毕竟 现在的破剑 并非处在全盛时期 这些能量对他来说 负担实在太大 顾小白也很快便意识到 破剑的这番话 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破剑真的承受不住这些剑气的能量 最终的结果 就只能是强行将其释放出来 话而言之 若是处理不得当的话 保不准便会出现 第二个碎星谷 那怎么办 顾小白急切地问道 破剑思索许久 缓缓出声道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了 要么将这份剑气能量转移到你的体内 但这么一来的话 你就会在最短的时间 突破到无品甚至更高 要么找个绝对没有任何危害的地方 把这些剑气释放掉一部分 这样我还能再多撑一段时间 多撑一段时间 这个一段时间是多久 顾小白问道 保守估计的话 五天时间吧 破剑道 顾小白苦恼地揉了揉额角 道 五天时间 咱们现在就算是日夜兼程赶到埋谷之地 都得要四天时间差不多吧 难不成我要在剩下的一天之内 解决骷髅王留给我的任务 破剑宽慰道 实在不行 你就先晋级上去嘛 又不是说你晋升到无品之后 就任务失效了 然而顾小白摇了摇头道 不行 潜意识告诉我 这么做可能会存在风险 总之 我们先试试看再说吧 实在不行 你就把能量全都输送给我 至于现在 咱们先放一丝丝的剑气能量出来 帮你稍微缓缓吧 破剑问道 就算是一丝丝 破坏能力也是很强大的 你打算让我往哪方 顾小白抬头 道 你觉得 放在天上怎么样 当顾小白和破剑 继续用风行术赶路离开之后没多久 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 出现在了先前顾小白待过的位置 骷髅怪在这里停留了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但是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做 看起来就像是简单地休息了一会儿而已 嗯 记下来记下来 那道身影轻声自语 并且掏出了一个小本本开始记录 总之先在这里打个标记吧 做完这一切之后 那人将之前做记录的那叶纸撕了下来 可以看到 这张纸上已经写满了 除了刚刚记录的那些信息以外 上面还有着其他的内容 包括顾小白之前 和一个山村里的小男孩 一起吃了顿饭 以及顾小白在乱葬岗里走了一圈 顺手抓了只骷髅怪的事情 三殿下还让我提防着点 结果这只骷髅怪根本就没有半点警戒心理嘛 估计就算是再给他一百年 他都不会发现 本大爷跟在他后面的事实 这人得意地想着 同时将手中撕下来的那张纸 埋在了他的标记下方 过会儿 自然会有人寻着标记过来 将纸取走 至于他现在要做的 便是继续追踪顾小白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才刚刚腾空而起 迎面来的便是一股风锐绝绝的剑气 这道剑气虽然只有一丝 但其中蕴含着的威势 却是让他灯石色变 他根本顾不上思考别的 毫不犹豫的一掌拍在胸口处 一道土黄色的光芒瞬间蔓延开来 化作岩石铠甲 将他整个包裹在内 轰 剑气破开厚重的岩石 并将这名跟踪者直接斩落在地 幸好有岩石铠甲的缓冲 跟踪者并没有受到致命威胁 但短时间内想要爬起来 肯定是做不到了的 这 莫非是警告 他其实早就发现我了 跟踪者瞪大双眼 满脸的难以置信 而在跟踪者的心中 顾小白原本那漫不经心的轻挑形象 此刻竟是瞬间高大起来 这只骷髅怪 心机颇重 恐怖如斯 顾小白自然是不知道 后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现在唯一的念头 就是赶紧回到埋谷之地 找到能够解除骷髅怪一族修为稚固的方法 三天后 顾小白终于是抵达了埋谷之地 而他的风行术卷轴只剩下了最后两个 在进入到埋谷之地后 顾小白并没有要去雾影镇休息的意思 而是直奔埋谷之地内部 他虽然不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根据精灵族那位大祭司所提供的信息 在骷髅怪一族衰落的同时 冰霜巨龙一族中的族长 便是在那个时候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了三平下街的地步 当然了 这也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但这同时也是顾小白所掌握的唯一线索 不管怎么样 他都得去冰霜巨龙的领地里看看 在埋谷之地里肆意飞行 会被冰霜巨龙是做事对他们的嘲讽 所以顾小白并没有继续浪费剩下的风行术卷轴 而是在经过死亡山脉附近的时候 重重地吹了个口哨 不多时 一股烟尘激荡而起 小小兴奋地甩着狗尾巴 吐着舌头朝顾小白所在的位置飞奔来 顾小白看着几日未见的小小 发现他的身体竟是又比之前分别的时候要壮实不少 两颗狗头内蕴含着的魔力元素也比先前要浓郁许多 可想而知 这段时间下来 就算是小小也同样成长了不少 或许是看到顾小白太过兴奋的缘故 小小忍不住低下头 伸出新红色的舌头 开始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舔尸着顾小白的头骨 而且顾小白还能清楚地听见 从小小的另一颗狗头那边传来的 清晰的扎巴嘴的声音 该死的 我不是你今天的晚饭啊 顾小白好不容易从小小的嘴里挣脱出来 然后开始思考 把这条狗做成狗肉汤的可信性 要知道 先前顾小白在买骨之地里找了一大堆的书册 里面就有一本是烹饪的书 直到现在 顾小白还清楚地记得 那本烹饪书里曾经提到过的一道菜 狗肉汤就是用狗肉炖成的汤 在以狗肉汤饭店 所有的狗肉汤都是当天的新鲜肉 一天一顿 没有老汤 这样做出来的狗肉汤叫清汤 小小突然汗毛倒数 整条狗都警惕地趴在了地上 左右四顾 并且发出威胁的呜呜声 就在刚才 她分明感觉到 有一股浓烈到近乎实质的恶意 落在了她的身上 令她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顾小白见状 赶紧在小小的狗头上 用力地揉了几下 笑道 没事没事 我又没打算 真的把你做成狗肉汤 小小委屈地呜咽了几声 就像是在对顾小白刚才的卑劣行径 进行控诉 顾小白翻身上狗 思考了一会儿之后 她拍了拍小狗最原始 也是最大的那颗狗头 道 小小 我们先往东边去 小小毫不犹豫地 便按照顾小白的指示 朝着顾小白所指明的方向飞奔而去 这个方向 是无头骑士们的聚居地 而无头骑士统领雷克萨 同样就在那片聚居地里 不知道为什么 顾小白隐约间有种预感 身为无头骑士一族的首领 雷克萨 说不定会知道 一些内幕 骷髅怪 咱们又见面了 雷克萨坐在残破的王座之上 而她的坐骑孟严 此刻就站在她的身侧 一双血红色的毛子 死死地盯着顾小白 顾小白先是朝着孟严 抬了抬自己空荡荡的双手 证明她并不是来打架的 然后她才望向雷克萨 出声问道 老雷啊 你知不知道 当年冰霜巨龙一族的组长 究竟是用什么方法突破的三品 雷克萨对于老雷这个称呼 似乎并不是很满意 不过她 还是回答道 具体情况我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据我所知 按照正常情况发展 以那条冰霜巨龙的实力 她本不该在那个时间完成晋级 至少也应该再过数百年才行 听了雷克萨的回答 顾小白沉默了片刻 这才向雷克萨点头致谢 随后 她便再次骑上小小 调转方向 意图非常明显 就是要朝着埋谷之地的最中心而去 慢着 骷髅怪 雷克萨突然站起身来 你这是要去找冰霜巨龙 啊 没错 我怀疑 那条冰霜巨龙的族长 可能是偷走了我们族里最宝贵的一样东西 所以 我得去想办法要回来才行 顾小白很老实地回答道 雷克萨看上去有些焦躁不安 显然她觉得 顾小白根本就是去送死的 然而 他们曾经并肩作战 也算是战友之间的关系 更何况无头骑士一族 原本就是以正义的骑士道精神 而闻名天下 因而 雷克萨自然不会就这么袖手旁观 骷髅怪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命 雷克萨试图阻止顾小白 而顾小白则是看着雷克萨 道 老雷 你 你连头都没有 怎么才能做得到 眼睁睁地看着我 你要是现在能长出一对眼睛来 我保证马上回家 雷克萨将手中的长枪重重一顿 道 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 嗯 我知道 缓和气氛这方面 我好像一直都做得很差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又不是 去给那条冰霜巨龙奖像上说笑话的 顾小白轻轻地擦拭着手中成风剑的剑身 而且 我真不是像你以为的那样 傻乎乎地跑过去送死 我好歹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才过去的 如果这样 都打不过那条冰霜巨龙 那接下来的事情 我也不用考虑了 雷克萨站在原地许久 抬起手中长枪的枪身 重重地拍在胸前 发出一声结实的闷响 愿骑士之魂伴你身侧 助战无不胜 雷克萨道 顾小白拍了拍雷克萨的肩膀 笑道 谢了老雷 等我回来再找你好好吹牛逼 事实上 顾小白的却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虽然凭借着六品上街的修为 去挑战三品下街 听起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顾小白从来都不是一只怪在战斗 这一次 他还准备带上给力的队友 在买骨之地的最中心 此期的浓郁程度 是买骨之地外围的成百上千倍 而能够占据中心圈这块宝地的 无疑只能是亡灵生物中的最强种族 冰霜巨龙 真正能让冰霜巨龙一族 在买骨之地中心站稳脚跟的原因 不仅仅是因为冰霜巨龙的骨架凝实 吐息强悍 更重要的是 在冰霜巨龙一族中 已然诞生出了一位亡灵大军 冰霜巨龙一族的组长 约尔德 吉兵 一条修为达到了三品下街的冰霜巨龙 是买骨之地里唯一的一名亡灵大军 而且 即便放眼整片大陆 能够比约尔德更强悍的亡灵大军 也不过几位而已 在亡灵族里有个规矩 一旦有亡灵生物的修为达到三街 那么便相当于是具备了 能够被所有亡灵生物承认的亡灵大军身份 而一名亡灵大军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极为恐怖的存在 在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三名亡灵大军 联手攻击人类居住地的情况 当时人类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这才堪堪杀死了其中的两名大军 并强行逼退了剩下的那名亡灵大军 那次战役被完完整整地记录了下来 并一直流传至今 史称亡灵天灾 冰霜巨龙本身就是极为恐怖的存在 更不用说已经晋升到了三品的约尔德 以他的资质 就算是面对三品中阶的亡灵大军 也能拥有一战之力 所以 约尔德在埋谷之地的中心圈里 居住了千百年的岁月 也从来没有想过 竟然会有其他亡灵生物 愚蠢到来挑战他的地步 嗯 或许在这漫长岁月的沉眠中 约尔德偶尔会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他绝对不会料到 这件事情有一天 居然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他的眼前 一只骷髅怪 骑着一条长了两颗脑袋的地狱魔犬 来势汹汹地冲进了埋谷之地的中心 你们这谁是管事的 敢不敢出来 跟我护刚一步啊 那只骷髅怪这么叫喊着 态度极其嚣张 这是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领地内所有的冰霜巨龙 在经过了短暂的惊恶后 都忍不住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声 在他们看来 这种行为无疑是对他们尊严的挑衅 换作一般的亡灵生物 早就因为咆哮声中所蕴含着的龙威 惊恐地匍匐在地了 事实上 周边大范围内的亡灵生物 都因为冰霜巨龙们的骤然狂怒 而惶恐不安 然而那只骷髅怪 却完全不为所动 吵死了 骷髅怪甚至还不耐烦地说道 语气中满满的都是嫌弃 我找的又不是你们 喊那么起经干啥 叫春呢 冰霜巨龙们的咆哮声戛然而止 然后下一刻 比先前高亢无数倍的咆哮声 响彻整片埋谷之地 甚至还传到了更远处的雾影镇中 小小的两颗狗头都扭了过来 不满地看着顾小白 作为犬类魔兽 他的听觉本就异常发达 更何况 他现在有着两颗狗头 所受到的噪音摧残 堪称折磨 顾小白黑黑一笑 抬头望向远处那片 由海谷堆积而成的小山 他能感觉到 郑主就在那片小山附近 但是人家一时半会 似乎并不打算出来 一条四品下街的冰霜巨龙 终于没有忍住 猛的震翅 庞大的身躯冲天起 只见那条冰霜巨龙的口中 有一片混杂着死灵之气 与冰寒之物的龙溪 正在迅速成形 他要用这口龙溪 将顾小白冻结成渣 顾小白轻巧地从小小身上跳下 随手在小小的屁股上一拍 望 小小两颗狗头同时张口 火柱与雷龙 迎着冰霜巨龙的龙溪悍然前冲 当然 实力的巨大差距 让小小发出的攻击被瞬间吞噬 但无论如何 这终究帮助顾小白 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小小的攻击 本就只是吸引注意力的幌子 目的是为顾小白争取到 用分金错骨大法 进行偷袭的机会 龙溪落地 顾小白早已消失不见 而当他再次出现时 竟是已经飞到了空中 那条冰霜巨龙的头顶上 吃我一棍 顾小白大鹤 对着冰霜巨龙的头骨砸了下去 妈打 顾小白你给我去死啊 老子是贱 是贱 破坚怒吼的 声音底顾小白还打 反正不管到底是贱还是棍 总之这条冰霜巨龙的头骨 是实打实地被直接敲碎了 连带着头骨内部的灵魂之火 也被一起敲散 灵魂之火 是亡灵生物存在的根源所在 这条冰霜巨龙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便彻底沦为了一具巨大的骨架 重重地坠落在地 其他的冰霜巨龙显然都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足龙的尸身砸在地上 碎骨似箭 骷髅罐 你这是在藐视冰霜巨龙一族的尊严 一道低沉而充满威严的声音 自远处遥遥传来 其他陷入狂怒中的冰霜巨龙 在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 纷纷收声俯首 这是在向自己的王室以最崇高的敬意 远处的那座古山突然开始抬升 无数碎骨洋洋洒洒地从空中落下 并露出了埋在古山底下的庞大身躯 约尔德 急兵 自沉睡中苏醒 向着顾小白 展现出了他锋利的獠牙 但很快 约尔德便意识到了 眼前骷髅怪的身上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他难以置信地望着顾小白 沉声吼道 不 你不是骷髅怪 骷髅怪 怎么可能突破九片 顾小白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道 没想到我隐藏得那么深 竟然还是被你给看出来了 你说的没错 事实上 我的确不是一只骷髅怪 在约尔德的逼势下 顾小白抬手 将自己的头骨摘下 并且很随意很潇洒地朝远处一抛 道 如你所见 其实我的真实身份 就是一名高傲的无头骑士 约尔德 他被顾小白的骚操作 震惊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而顾小白 则是抬起乘风键 指向约尔德 大声道 听好了大蜥蜴 本大爷 我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正是无头骑士领主雷克萨饰演 有本事 你来打我呀 当约尔德自沉睡中苏醒 带着万军威士 自海山谷海之中腾空而起 整片埋谷之地都在颤抖 空中千年未散的乌云 像是感受到了 来自约尔德的恐怖威压 翻腾着想要逃离 但却又无处可逃 漫天的死气 汇聚至埋谷之地的最中心 化作一道长虹 灌入约尔德颅谷中 熊熊燃烧的灵魂之火内 这是买骨之地里唯一的亡灵大军 是亡灵生物中顶尖的强者 是千百年来买骨之地 能够与清风帝国相邻而存 始终没有被驱散的根本原因 而 就在今天 一只骷髅怪来到了买骨之地的最中心 带着一条双头地狱魔犬 以及手中的一把剑 理论上 骷髅怪毕生无法突破九品 但在约尔德的面前 却偏偏出现了一只 六品上街的骷髅怪 理论上 即便是六品上街的骷髅怪 在三品下街的约尔德面前也算不上什么 然而约尔德却因为这只骷髅怪倍感震惊 甚至于在这震惊情绪的背后 还带着一丝丝的恐慌 虽然这丝恐慌的情绪 被约尔德很好地隐藏了起来 没有被任何同族发现 但始终关注着约尔德的顾小白 却是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而当顾小白察觉到这一丝恐慌的时候 原本的一切猜测 都开始朝着事实发展 当然 约尔德所恐慌的对象 并非是顾小白本身 所代表着的东西 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你想挑战我 约尔德悬停在半空中 巨大的鼓翼每次煽动 都能掀起阵阵狂风 顾小白则是如长枪般 屹立在狂风之中 道 不 我是来找你要回某件东西的 他说得很清楚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其他的冰霜巨龙都没有听明白 然而约尔德听明白了 既然如此 那么你必须得先杀死我 杀死我 你想要的东西 自然就能要回去了 约尔德沉声说道 但是 你能杀得死我吗 顾小白从约尔德的语气中 听出了一股毫不掩饰的轻蔑之意 很明显 约尔德已经反应过来 就算这只骷髅怪 打破了修为质骨 晋级到了六品上街 但双方之间 却依旧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唯一需要忌惮的 只有顾小白手中 提着的那根漆黑的棍子而已 先前 这只骷髅怪 就是用这根棍子 一下便敲死了那条冰霜巨龙 至于其本身的力量 倒是完全可以忽略 一念至此 约尔德飞得更高了些 并且朝着顾小白所在的位置 喷吐出一大团刺骨的寒气 这团寒气看上去 速度似乎很是缓慢 但实则转眼间 便到了顾小白的眼前 沿途的空气 似乎都被这团寒气所凝结 周围地面上散落的碎骨 也迅速结上了厚厚的冰霜 其余的冰霜巨龙 虽然也拥有冰属性 却也因这团寒气内 所蕴含的巨大威力 而纷纷骚动不安起来 至于手当其冲的顾小白 则是在约尔德 喷吐出冰霜吐息的下一瞬间 便利用分金错骨大法 迅速转移开来 同时出生大河岛 分影 数百个分身 顷刻间出现在周围 每个分身的手中 都提着一把棒状的成风剑 此刻包括顾小白在内 场间所有的骷髅怪 都将手中的成风剑 高高抛起 双手食指与中指紧紧并拢 遥遥指向空中的约尔德 分影 整齐华一的呐喊声 响彻云霄 成千上万把成风剑 朝着空中的约尔德 飞射而去 约尔德的表情瞬间凝固 灵魂之火 由于过度惊骇 而剧烈地震战着 他原本就在忌惮着 顾小白手中的成风剑 但眼下的情况 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这该怎么躲 没法躲 既然这样 约尔德伸展身躯 对着那密密麻麻的成风剑阵 发出了一声中气十足的咆哮声 听起来 这似乎只是一声简单的咆哮而已 和先前的咆哮声 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事实情况却是 当约尔德咆哮出声的同时 绝大多数的成风剑都倒卷而去 并且混乱中将地面上所有的骷髅怪 进阶斩成碎骨 如同下了一场剑雨 这便是约尔德在进阶到四品时 所领悟的天赋技能 以约尔德的修为深厚程度 若是他全力施展 甚至能仅凭这一招 便吼杀一名四品级的强者 约尔德不会因为顾小白 只有六品上街的修为 便对他有任何的侵蚀 正所谓斩草须除根 或许这只骷髅怪 原本潜伏下来精心修炼的话 将来说不定能够成为 亡灵大军级别的强者 但他太心急了 既然你想送死 那么我就成全你好了 约尔德沉声低语 可是我并不想死 反倒是有点想让你死 要不你也成全我一下 顾小白的声音 却突然从约尔德的身后响起 约尔德大惊 毫不犹豫地 激起一道寒冰护盾 将自己的颅骨 完完全全地包裹在内 他没有选择 将自己的全部身体都保护住 因为他知道 如果顾小白要发动攻击 那么目标就一定 只会是他的灵魂之火 这一道护盾 几乎耗费了约尔德体内 将近三分之一的能量 所结成的寒冰护盾 厚度几乎达到了十米 但约尔德还是小看了 破剑的威力 十米左右的冰层 硬是被破剑钻了得七七八八 剑间距离约尔德的头骨 也仅仅只有半截手臂的长度而已 可惜的是 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算是极限了 约尔德毕竟是三品的冰霜巨龙 这道冰盾 又耗费了他将近四成的元气 就算是破剑 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顾小白还想着 要不要再跺上两脚 突然感觉到 脚下包裹着约尔德颅骨的冰霜护盾 毫无征兆地震动起来 他很快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连忙想要逃离 可惜 约尔德的速度比他更快 就在顾小白察觉到情况不对的时候 厚厚的冰霜护盾瞬间爆裂 无数冰冷以肉眼无法捕捉的速度 朝着四周炸开 顾小白更是被射了满身 被冰冷击飞出去 并重重地摔落在地 他那一身引以为傲的坚固骨头 继先前在碎星骨里之后 究竟有多恐怖 顾小白以前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一个太直观的了解 所以 在他与花小姐 联手干掉一头四品下街的魔兽时 在他的实海中 多多少少 也就生出了一些 听上去似乎不切实际的想法 既然我能打败四品下街的魔兽 那或许 即便是三品下街 我也有一战之力 然而顾小白没想到的是 自己终究还是高估了自己 当顾小白坠落在地的时候 周围碎骨四溅 他甚至无法分辨出那些碎骨里 有没有哪一块 是属于他自己的 不 非要说的话 其实此刻的顾小白 根本没有心思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实海内 此时一片混沌 就像是衰猛了一样 唯一能够反馈出来的具体信息 便只有一个字 痛 深入骨髓的痛 曾经引以为傲的防御 在被破防之后 带来的疼痛 是常人永远无法想象得到的 剧痛让顾小白浑身都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但每一次颤抖 都会引发更剧烈的疼痛 约尔德静静地悬浮在空中 颅骨外包裹着的那一层寒冰护盾 此时已被他撤去 眼中的灵魂之火 虽比以往暗淡了些许 但却还是在稳定而有力地燃烧跳动着 而相对而言 躺在地上的顾小白 情况就糟糕太多了 他头骨内燃烧着的灵魂之火 已经变成了两丝微弱的小火苗 缠弱到 仿佛随便来个什么东西 上去吹口气 这两丝灵魂之火 都会迅速熄灭一般 胜负力判 骷髅怪 我承认你的实力 约尔德沉声说道 但也只是仅此而已了 他的目光微微犹疑 最后落在了顾小白身边的乘风剑上 在约尔德看来 若不是有这么跟奇奇怪怪的棍子在 顾小白便完全无法对他造成任何的威胁了 外物终究也只是外物而已 若是未曾拥有与其相匹配的实力 就算是兵器再锋利 也并没有太大的用处 刚才顾小白的举动 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如若顾小白的修为能够提升到三品 不 即便只是提升到四品下接 约尔德都觉得自己或许就不是顾小白的对手了 顾小白根本没有力气去回话 他现在全身的力气全都放在了对抗疼痛上 在稍稍适应了一点之后 顾小白惨笑中发现 自己的情况比想象之中的还要严重太多 他的盆骨和腿骨 被那些濒临硬生生地切割成了数段 再严重些的更是被直接炸成了粉末 他的肋骨虽然没有碎成粉末 但也被尽数炸断 现在在顾小白的头骨边上 就躺着半根断裂的肋骨 至于顾小白的左臂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右臂现在几乎可以说是整根断裂开来了 只留下小半截还连接在身体上 另外的部分则是还紧紧地握着破剑的剑柄 小骨头 你现在变成破骷髅怪了 破剑在旁边轻声说道 变得跟我一样了 刚刚的那一下 他损耗的能量同样不少 画了平时他能画老老半天 但现在看起来也就只能这么简单地说上两句了 反正顾小白琢磨着 如果是自己的话受了那么重的伤 肯定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么想想的话 破剑在某些领域好像的确有着令人惊叹的天赋 如果画老也算作是天赋的话 约尔德缓缓降落 他看出顾小白已经是强弩之末 即便是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 只是哪怕如此 约尔德也还是保持着相应的警惕 直到顾小白的灵魂之火熄灭以前 他都不会轻易地放下防备 在约尔德的口中 一个小型的冰霜龙卷正在成形 可以看出约尔德打算用这一招 对顾小白完成致命一击 只是他的冰霜龙卷还尚未出口 一股巨大的警罩便迅速涌入石海 到了约尔德这个等级之后 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 会有更加敏锐的感知 就像现在 约尔德清晰地感受到 有什么足以威胁到他的攻击正在成形 这只骷髅怪 居然还带了帮手来 约尔德的冰霜龙卷 并没有喷涂向顾小白 而是转身喷向了另一边 而迎上这团冰霜龙卷的 是一条足足有脸盆粗细的 白色火柱 要知道 约尔德身为冰霜巨龙一族 自诞生起 便是四品下接的强者 而冰霜龙卷 则是约尔德与生俱来的天赋之一 并且 随着约尔德实力的不断提高 冰霜龙卷的威力 也与日俱增 现在甚至能够直接秒杀四品以下的强者 但 就是这样一条平淡无奇的白色火柱 竟是轻描淡写的便将约尔德的冰霜龙卷所融化 虽然在融化了冰霜龙卷之后 这条白色火柱也基本上耗尽了能量 然而约尔德却并未放松 因为他看到了一条拥有三个脑袋的犬类魔兽 那条犬类魔兽拥有着健壮的身躯 黑白相间的毛发 而最醒目的便是他脖子上顶着的那三颗狗头 约尔德注意到 在中间那颗狗头的脖子上 有个看上去粗质烂造的皮质项圈 而从那个项圈上 他能够感觉到有一股古老的气息 穿越了千余年的岁月 传达到了此间 地狱三头犬 没想到有生之年 竟是还能看到此等传说中的生物 约尔德忍不住感慨道 但你只不过是个能量体而已 每次攻击都会消耗你的能量 所以你又能做得了什么呢 那条地狱三头犬却压根不为所动 只是淡淡地回应道 那只骷髅怪是无主 清定的继承人 所以 即便是搭上我残余的全部能量 我也必须阻止你 这条地狱三头犬 自然便是顾小白之前 在骷髅王的宫殿里遇到的那只 此刻他借助着小小的躯体 强行复苏 只为守护住顾小白的残躯 哼 原来是骷髅王选择的继承者嘛 但是很可惜 骷髅怪一族 已经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了 而这只承载着骷髅怪一族 复兴希望的骷髅怪 今天也会陨落在此 约尔德说道 这种事情 可不是你嘴上说说 就能实现得了的 地狱三头犬淡然说道 而且 你就真的那么确定 能够打败我吗 那就拭目以待吧 约尔德说道 冰霜巨龙 亡灵生物中顶级的种族 拥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一口冰霜吐息 甚至能冻结空气 地狱三头犬 只存在于远古传说中的生物 拥有三种截然不同的魔法属性 是天生的魔法宗师 无论是冰霜巨龙 还是地狱三头犬 它们的高傲 都是刻在骨子里的 与生俱来的天父决定了 它们不会轻易对其他物种俯首称臣 先前在与顾小白交手的时候 约尔德就已经耗费了小半的元气 此时并非处于全胜状态 而地狱三头犬 毕竟只是一个能量体 若是能量用尽 那么它就将迎来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因此 双方在交手的时候都留有底线 并没有一出手 便使尽全力 饶是如此 场面也还是显得格外惊心动魄 其他的冰霜巨龙 根本就无法靠近 只得远远避开 当顾小白恢复意识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片无边无际的古海之上 周围安静的有些过分 没有任何生物活动过的踪迹 这片古海 看上去好像有点眼熟啊 顾小白这么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忽然自顾小白身边悠悠响起 小骷髅 我们又见面了 这个声音听着也很耳熟 再结合上这片古海 顾小白突然就想起来 这股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究竟是从何而来了 骷髅王 好久不见呀 我就知道你还没死透 顾小白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如是说道 古海翻涌 一只巨大的骷髅怪翻身坐起 定定地望着顾小白 虽然骷髅怪的头骨 无法做出任何的表情 但是顾小白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对面的巨大骷髅怪 正在冲着他微笑 是没死透 不过也快了 骷髅王低声说道 语气显得格外平静 我没想到 你会做出这么冲动的决定 难道你以为 仅凭你六品上街的实力 就能够击杀三品下街的约尔德吗 顾小白却是反问道 所以您的意思是 我应该先修炼到三品 然后再去挑战那头冰霜巨龙吗 骷髅王沉莹片刻 道 至少也应该先突破五品 这样把握还能多上一些 好的 那么问题来了 突破五品之后的我 究竟是应该选择化为人形吗 还是继续保持骷髅怪的身份存活下去 顾小白继续问道 骷髅王不满地说道 自然是以骷髅怪的身份不断修炼 直至巅峰之境 顾小白眉心眉肺地笑着说道 骷髅王闻言顿时怒火中烧 愤然道 你以为骷髅王的传承是儿戏吗 怎可随意更换 顾小白想了想道 那或者咱们这样想 你把骷髅王的位置传给了我 那我就是新一代的骷髅王了对不对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只派另一只骷髅怪作为我的继承者 这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骷髅王当时一愣 仔细地琢磨了一会儿 男男道 听上去 好像 是这么个道理 没错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现在 你有了新的继承者了 顾小白拍掌笑道 恭喜恭喜 虽然感觉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但是骷髅王一时半会也想不明白 他干脆将这件事情 暂时抛到脑后 转而回归到正式上来 只听他沉声说道 小骷髅 你要是再不采取措施的话 今天就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老狗 他撑不了多久 顾小白无奈地说道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 身上的骨头都差不多全被打断了 现在我连战都站不起来 怎么跟那条冰霜巨龙打 骷髅王却是冷冷一笑 道 你太小看自己了 或者说 你太小看骷髅怪异族了 想当年 我们骷髅怪异族 就是以超绝的防御 以及无解的恢复能力 而震惊大陆的 你花了这么久 还没有吃透骷髅怪异族的精髓技能 着实是有些可惜 骷髅怪异族的精髓技能 啥呀 顾小白表示不减 解体 骷髅王道 于是 顾小白猛了 要知道 虽然骷髅怪无法突破到九品 但即便如此 所有的骷髅怪自诞生起 就都能够掌握 一项天赋技能 那就是 解体 当然 前提是 如果解体真的能算作是天赋技能的话 不管怎么说 就算解体算是一个技能好了 顾小白也不觉得 这个技能有什么强悍之处 无非就是控制着全身的骨头 把自己拆开 然后再组装回去罢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解体并非是世人想象中的那般简单 在我们那个年代 所有的骷髅怪都必须要熟练掌握的一个技能 便是解体 因为解体能让我们对于全身骨头的掌控更为精准 骷髅王道 可是我感觉我对于骨头的控制已经很精准了呀 没事就用分金错骨大法飞来飞去的顾小白如是说道 不 你所控制的只是骨头整体而已 还没有达到更细微的地步 骷髅王摇头道 想想看 如果我把你的骨头全都碾成粉末状 你还能控制你的骨头吗 顾小白想了想 果断摇头 这个我的确做不到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如果你能控制身上的每一颗骨蟹 那么 就算是骨头被粉碎 你也能控制着这些骨头 重新凝聚成整体 骷髅王道 这 就是当年骷髅怪恢复能力 无比强大的原因所在 顾小白文言大吃一惊 师生道 居然还有 这种操作的吗 骷髅王无奈地叹息道 这么简单的事情 难道你一直都想不到吗 你真的是我带过的骷髅怪里 最差的一只骷髅怪了 虽然被骷髅王嫌弃了一通 但顾小白却并没有感觉到丝毫沮举 相反的 在骷髅王的指点下 顾小白意识到 解体这个技能竟是还有这样的妙用 顿时忍不住地振奋了起来 因为石海中的顾小白 还是完整的 所以他犹豫了片刻 便抬头望向骷髅王道 帮个忙呗 乐意之至 骷髅王说完 便一拳都砸了下来 将顾小白头骨以下的部位 直接砸成了粉末 撕 顾小白直接倒抽一口凉气 整颗头骨剧烈地颤抖起来 骷髅王敲碎他一根腿骨而已 却没想到 骷髅王下手居然这么重 抓紧时间适应吧 老狗他撑不了太久的 骷髅王沉生说道 当顾小白陷入昏迷之中时 地狱三头犬与约尔德的战斗 却仍在继续 约尔德在空中自由地翱翔着 很难想象 拥有着如此巨大身躯的他 究竟是如何做到 似这般灵活敏捷的 地狱三头犬所喷吐出的 绝大多数魔法 都会被约尔德显之又显地避开 但也有一些会从约尔德的身边擦过 并在他的身上 留下一道深深的焦黑印记 而每次被魔法命中的时候 约尔德都会发出一声 痛苦且愤怒的咆哮 约尔德并非不想回击 但地狱三头犬的魔法攻击 实在是太过密集 而这些魔法中蕴含着的威力 即便是约尔德 也不得不想办法暂避锋芒 要知道 即便只是被地狱三头犬的魔法攻击 简单地擦到一下 也是很不好受的 看上去 约尔德似是被完全压制在了下风 然而 无论是约尔德 还是地狱三头犬都清楚 这样的场面 必定不会持续太久 毕竟地狱三头犬 此刻只不过是依附在小小的身上 所消耗的 也完全是他本体的能量 像这样高频率高强度的魔法攻击 就算是能撑上半个小时 都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 约尔德有着充足的自信 能够在地狱三头犬的魔法攻击下 撑上半个小时的时间 其实 他也可以命令自己的同胞们 前来一同进行攻击 这样 地狱三头犬的能量消耗 定然会大大增加 但是约尔德并不打算这么做 先前就提到过 冰霜巨龙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 当面对强者的时候 若是采用围攻的方法 那么无论是约尔德自己 还是其他参与到围攻中的冰霜巨龙 都会感觉到深深的羞耻 既然要战 那就只能以单挑的方式 堂堂正正地战胜对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其实像这样不停地躲避消耗 本身听起来 好像也不怎么光彩来着 战术 这是战术 只有蠢货 才会傻乎乎地 直接冲上去跟他打呢 约尔德如此说服着自己 高傲归高傲 但是不能投铁 否则就是在犯唇了 而地狱三头犬 虽然知道自己撑不了太久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 继续不间断地 释放着各种属性的魔法 因为他知道 一旦自己停下 被对面的冰霜巨龙抓到机会 那么对方一定会在第一时间 对顾小白发动攻击 他能感觉到 顾小白的灵魂之火 已经很微弱了 对于骷髅怪来说 一旦遭受到粉身碎骨的打击 除非是能够迅速恢复 否则距离灵魂之火熄灭 也就不远了 既然你是无主 选定的继承者 那么 本尊便勉强信你一次好了 这就是地狱三头犬 此刻脑海中唯一的念头 他相信 顾小白能够重新站起 就像是千年之前 他陪伴在骷髅王的身边 也曾无数次地目睹 骷髅王身陷险境 那时候的骷髅王自然还不是骷髅王 只不过是个像顾小白一样的骷髅怪而已 但每次他都挺了过来 并且最后一步一步地爬到了骷髅怪一族的巅峰 成为了骷髅怪的王 同时也是亡灵族为数不多的亡灵大军之一 普尔厚利 一直是当时的骷髅王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那么 顾小白能够做到普尔厚利吗 地狱三头犬不知道 但他相信自己主人的判断 原本颤抖的四族此刻重新稳定下来 地狱三头犬仰天长笑 魔法攻势愈发猛烈 约尔德原本已经习惯了地狱三头犬的魔法攻击频率 却没想到 魔法三头犬会在能量消耗大半的情况下 突然又一次加强输出 竟是结结实实地吃了一记火焰弹 右翼的骨头瞬间被击断了好几根 如此一来他连在空中保持平衡都变得很艰难 只能被迫落地 该死的 你惹怒我了 约尔德咆哮出声 约尔德眼中的灵魂之火开始剧烈燃烧起来 这说明他准备全力出手了 事实上他并不是没有正面地狱三头犬魔法攻击的能力 但这么做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只是现在他再也顾不得这些 因为他决定将面前这条长着三颗狗头的死狗彻底动成渣 这一刻 约尔德的灵魂之火突然从一开始的纯白色转而变成了幽蓝色 原本全身上下只有骨架的约尔德竟是开始长出了蓝色的血肉 不 那不是血肉 而是由彻彻底底的纯净冰霜组成的冰霜之体 此时此刻 约尔德终于展现出了他的三品天赋技能 其名为冰霜之灵 这个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让约尔德体内的冰霜元素得到增幅 并在短时间内将约尔德体内的死灵元素都转化为冰霜元素 使其从亡灵生物变成了一头纯粹的冰霜元素生物 当约尔德转化完毕的同时 在他周围的土地都开始迅速结冰 并且飞快地朝外界扩散开来 地狱三头犬面色阴沉 最左侧掌握着火炎之力的头颅 发出轻吼 一道白岩画作的屏障直接展开 将它与顾小白一同包裹在内 但很快地 地狱三头犬的面色就变得更加难看起来 因为他发现 即便是自己的火炎之力 竟是都有要被冻结的趋势 至少屏障的最外围已经开始被冰霜元素包裹在内 可以看到 无形的火焰屏障外 居然多了一层冰霜凝结而成的外壳 由此可见 这股冰霜之力究竟有多么恐怖 而这 仅仅只是约尔德转化完毕时 体内自动外溢而出的冰霜元素而已 地狱三头犬 不安地回过头去 望着躺在地上的顾小白 只见顾小白依旧现在昏迷之中 没有半分要转醒的意思 十海之内 顾小白还在努力地拼凑着自己的躯体 在骷髅王的指点下 顾小白已经逐渐掌握了诀窍所在 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可以看到 原本散落在顾小白身边的无数骨粉 此刻竟像是拥有生命一般 在缓慢地朝着顾小白的身躯靠拢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这些骨粉还在逐渐凝聚成形 从骨粉向骨头快发展 很好 就是这样 骷髅王满意地点头道 基本的原理你已经掌握了 但是恢复速度必须得提上来 敌人可没有耐心 等你像这样一点一点地恢复起来 讲道理啊老哥 我这才刚上手你就指望着让我飞 这也太不现实了吧 顾小白无奈道 我总得有个熟悉的过程才行啊 我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 今后你需要更加勤奋地去练习 我能教你的 已经全部都交给你了 能够带领骷髅怪异族 走到哪个地步就全看你自己的了 骷髅王道 虽然这么说很不吉利 但为什么我总觉得 你这像是在交代一眼啊 顾小白忍不住说道 你的感觉没错 这的确是在交代一眼 骷髅王道 这一仗 本来就应该由我来打 要是等你成长起来 天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去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我好了 顾小白文言大吃一惊 连忙道 你憋 然而他终究没能说完这句话 因为骷髅王庞大的身躯 已然从谷海中站起 而顾小白的头骨 也因为骷髅王的这一起身 而咕噜噜地朝着远处滚去 好好练习 我走了 骷髅王说道 话音落下 骷髅王那高大到顶天立地的身影 化作一道流光 迅速消失在顾小白的石海之内 顾小白呆呆地望着骷髅王消失的方向 一句话都没有说 看上去甚至有些无动于衷的感觉 整片谷海一片寂静 像是死了一般 但若是有人仔细看的话便会发现 在谷海中有着许多细小的谷屑 他们正在疯狂地朝着一个方向汇聚过去 速度逐渐加快 并且在汇聚的过程中不断地凝结组合 扩大几身 我信你个鬼 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顾小白恶狠狠地低声咒骂道 说好的放着我来 结果偏偏又要跑去抢我风头 真当我搞不定还是怎么的 给我 再快一点啊 碰 地狱三头犬重重地摔倒在地 身上被冰龙割出了无数可怖的伤口 甚至还有几只冰龄 直接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身体 但却没有一丝鲜血从伤口中流出 当这些伤口出现的瞬间 便会被约尔德的冰寒之气直接冻结 连同里面的血液一起 地狱三头犬已经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行动开始变得迟缓不变 他不得不选择将用于攻击的火炎之力 分出一部分来驱逐体内侵入的这部分冰寒之气 而约尔德在化为冰霜之体后 无论是防御力还是攻击力都上升了数个层次 他现在干脆直接顶着地狱三头犬的攻击 强行冲上来对地狱三头犬进行近身输出 而这偏偏是地狱三头犬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再这样下去的话 怕是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地狱三头犬默默地想着 其实他并不是在恐惧死亡 毕竟如果非要说的话 他早就应该是条死狗了 之所以要通过能量体的形式 狗言残喘于这世间 只不过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帮上主人选定的继承者一把 只是这一下怕是要连累自己的后辈了 地狱三头犬的三颗狗头中 其中两颗头的嘴角残留着点点血子 这两颗狗头是小小本体的狗头 剩下的第三颗头 则是地狱三头犬具现化出来的产物 现在小小的身体也有些坚持不住了 地狱三头犬的能量太大 他的身体无法长时间附和如此高强度的能量 若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小小很可能会在某一个瞬间暴体而亡 算了 反正能够活到现在 也已经算是活够本了 干脆就用着最后的一点能量 再拼上一把吧 于是在约尔德的注视下 地狱三头犬的能量体 逐渐与小小的身体分离开来 在分离的瞬间 小小便因为体力透支严重的缘故 直接昏迷在地 而地狱三头犬的能量体 却是在分离出来之后 开始迅猛地燃烧起来 约尔德的表情逐渐变得严肃起来 他能够感觉到 这将是对面那条地狱三头犬的最后一击 也是最强一击 然而 就在地狱三头犬决定燃尽自己的能量 对约尔德发动舍身一击的时候 有个声音突然从他的背后传来 老狗 回向圈里睡一觉 这里交开 我来就好 地狱三头犬的气势顿时一致 他像是忘了自己身处战场一般 难以置信地回过头去 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而约尔德竟然也没有趁着这个机会 对地狱三头犬发动进攻 因为 他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气势 正冲天起 天地间呼啸的寒风 在这一瞬间戛然而止 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 而天空中原本翻涌不息的阴云 刹那间便彻底静止下来 如同拜见君王的忠诚奴仆 顾小白支离破碎的身躯 不知何时 竟是已然重组完毕 此刻他静静地站在那里 双手垂于身侧 就这么淡定地看着约尔德 看上去 他似乎和之前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地狱三头犬的身体 却开始剧烈颤抖起来 身为能量体的他 眼中竟是留下了滚烫的热泪 这些热泪并非实体 依旧是由能量转化而来 可却能够真真切切地表现出 地狱三头犬 此时内心中那炽热的激动之情 无主 地狱三头犬颤声道 辛苦你了 顾小白伸出手 在地狱三头犬的头顶上 轻轻地抹撒着 柔声说道 约尔德仿佛猜到了什么 死死地盯着前方的那只骷髅怪 嘶声道 你 你是 锅造 骷髅王冷漠地望向约尔德 熊熊燃烧的灵魂之火 如长夜间永恒的明灯 轮到你说话了吗 爬虫 身为亡灵大军 骷髅王即便是已经陨落 只留下一缕残魂 但刻印在灵魂中的亡灵大军气息 却依旧存在 此刻骷髅王毫无保留地 将自己灵魂中 象征着亡灵大军的气势 尽数爆发开来 瞬间便将约尔德的气势压了下去 双方看似分庭抗礼 但约尔德却明显能够感觉到 对面的这只骷髅怪 气势分明 还要更强上半分 这样的气势 约尔德虽然从未感受过 但在他记忆的最深处 有一段埋藏已久的信息 莫地复苏 这让约尔德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 只见他惊恐地倒退几步 嘶声道 是你 你居然 还没有彻底隐面 骷髅王偏过头 妄想插在自己脚边的破剑 他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却并没有将其拾起 而是就这么走出了 地狱三头全所不下的火焰屏障 在骷髅王踏足之处 冰寒退散 骨骸粉碎 脚下被死气 浸染多年的腐蚀之地 得以重见天日 而约尔德在面对骷髅王的时候 竟然感觉到 自己的灵魂之火 都开始站立 这是他千百年以来 都从未遭遇过的现象 伴随着骷髅王的前进 他的修为等级 也在迅速攀升 从之前的六品上阶 瞬间突破到五品 然后又轻而易举地攀上四品 最后缓缓定格在了三品中阶上 不同于之前在雾影阵外的情况 这次骷髅王的实力提升 所消耗的 完全是他自己的灵魂之力 即便这份灵魂之力 有所残缺 但也还是将骷髅王的实力 恢复了小半 虽说不及他巅峰时刻的强力 放在眼下 却是已经够用了 只是骷髅王也很清楚 这么做的代价 实在太大 若是这最后一缕灵魂之火 也消散在天地之间 那么他就算是真的生死昏灭了 然而骷髅王没有半点后悔的情绪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杀死约尔德 将被他吞噬的骷髅族天赋抢回来 只要约尔德一死 那么所有的骷髅怪 就都不会再受到天赋制固的影响 想要回到亡灵生物种族的巅峰 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受死吧 爬虫 骷髅王淡然地说道 话音落下的同时 骷髅王抬起右臂 只见他右臂上的骨头迅速粉碎成粉末状 然后又在片刻间完成重组 变成了一把锋利的骨刀 若是顾小白能够看到这一幕 那么他绝对会被骷髅王的操作所震撼 要知道 骷髅王这一手虽然看似轻描淡写 但却能够明显地透露出 骷髅王对于自己身体的掌握究竟有多么熟练 掌握自己身体的每一寸骨头 不仅能够用来瞬间恢复伤势 甚至还能按照自己的心意 随心所欲地变换出自己想要的武器 骷髅怪不需要别的兵器 因为他们自己便是最好的兵器 约尔德强行压下恐惧的情绪 低吼着朝骷髅王冲了上去 他的冰霜肢体并不能维持太长时间 之前用来对付地狱三头犬的时候 已经消耗了不少元气 剩余的元气顶多还能支撑他 维持五分钟的冰霜肢体 五分钟过后 约尔德就会从冰霜肢体的状态中脱离出来 并且陷入一段时间的虚弱期 他相信一旦自己陷入虚弱期 骷髅王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斩杀于此 自不量力 骷髅王淡淡地说道 同时挥出了右臂上连接着的骨刀 咔嚓 这是冰晶碎裂的声音 同时也是骨骼崩裂的声音 约尔德的冰霜肢体多了一道深深的刀痕 而骷髅王的骨刀上 崩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 然而 这一道小小的口子 对于骷髅王来说 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伴随着骷髅王心念一动 地上的骨头碎屑如燕龟巢般迅速升起 很快便将那个口子又填补上了 这一次交手 是骷髅王占据了上风 约尔德的持续作战能力不如骷髅王 若是想要获胜 那么他就只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骷髅王整个冰冻起来 只是这个想法 无论怎么看都不太现实 难道说 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 约尔德不得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他是冰霜巨龙一族的组长 是现存仅有的几位亡灵大军中的其中一位 还是埋谷之地的守护者 非要说的话 如果不是约尔德这么多年 一直在埋谷之地里待着 或许埋谷之地早就没了 骷髅王显然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决定给约尔德一个痛快的死法 就当是对他这些年守护埋谷之地的回报 然而就在这一刻 一变突生 约尔德的寒冰身体突然由蓝白色 开始朝着幽黑色转变 可以看到 在约尔德的冰霜之体内 竟是有一团团的灰黑色气雾 正在不停地翻滚 看上去 就像是被墨水染黑的冰雪 不知为何 骷髅王竟是隐隐生出了一丝不安的预感 你想杀我 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约尔德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猙獰的笑容 难道你以为 我真的连一点底牌都没有吗 伴随着约尔德的话语 一股比先前更加浓郁的死气爆发开来 而骷髅王则是瞬间觉察到 自己的灵魂之火 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 仿佛受到了来自约尔德的牵引之力 即将被其吞噬 刷 一道道灵魂之火从骷髅王身边掠过 被约尔德尽数吸收 在约尔德与骷髅王的交战场地之外 一条条冰霜巨龙连哀嚎都来不及发出 便已无声地瘫倒在地 成为没有灵魂的骨架 他们的灵魂之火 被约尔德强行掠夺 用于强化己身 先前在雾影阵外 骷髅王曾经展现过类似的技能 但那个技能是向其他的骷髅怪借用力量 并非强行掠夺 与约尔德此刻所展露出的手段完全不同 在骷髅王的注视下 冰霜巨龙约尔德的修为也开始攀升 最后停留在了三品上街巅峰 现在 你还觉得你能杀死我吗 约尔德宁笑道 骷髅王沉默不语 眼中的灵魂之火 却燃烧得更为旺盛 他开始燃烧自己的灵魂 不就是同归于尽吗 骷髅王沉生说道 本王已经寻好了继承人 种族能够继续延续 即便是今日陨身于此 也无大案 而你就带着整个冰霜巨龙种族 为你愚蠢的行为陪葬吧 骷髅王的灵魂之火 以前所未有的姿态 迅猛燃烧 如此一来 他的修为再次开始暴涨 但若是放任骷髅王这么下去 最多十分钟的时间 骷髅王就会真正陨落 连一丝灵魂气息都无法剩下 在骷髅王的身后 地狱三头犬挣扎着起身 仰天长啸 剩余的能量同样开始爆发 他要用自己谨慎的生命 陪主人走完这最后的一程 约尔德再次感觉到了恐慌 他本以为自己提升到了三品上街巅峰 便能稳稳地压制住骷髅王了 却没想到 骷髅王居然如此决绝 哪怕是拼上自己的这条命 也要将他强行留在此地 不行 绝对不可以就这么陨落 约尔德惶恐地拍打着翅膀 无数寒气喷涌而出 这些寒气就像是拥有生命一般 速度飞快 转瞬间便将骷髅王和地狱三头犬包裹在内 根本就没有给他们任何逃离的时间 冰蓝色的寒雾阻隔了一切目光 但却阻隔不了约尔德的精神感知 他感觉到 那条地狱三头犬浑身燃起烈焰 试图将寒雾逼退 而骷髅王 嗯 骷髅王被冰封了 很明显 这不正常 连地狱三头犬都能负于顽抗 身为亡灵大军的骷髅王 却被轻而易举的冰封 怎么想都不现实啊 为了保险起见 约尔德开始往冰雾里面喷冰渣子 因为约尔德现在是冰霜肢体的缘故 所以 喷冰渣子的方式也比较另类 如果需要形容一下的话 大概是这样子的 He to eat 嗯 就是在吐口水 以上面这种方式吐出来的冰渣子 基本上都是巨大的冰蛋 而值得注意的是 约尔德的攻击方式 并不只有像这样简单的一种而已 他还能制造细小但密集的冰锥攻击 这种攻击方式形容起来 大概是这样的 扑扑扑扑扑 嗯 其实还是在吐口水 就像是很多教材书上提到的那样 真正的强者 哪怕是举手投足之间 都有着巨大的威力 他们不需要太多华丽的招式 自己的身体便是最强大的武器 眼前的这一场景 虽然看起来似乎有点奇葩 不过倒是完美符合教材书里所提到的知识 有理有据 令人信服 像这样喷了一会之后 约尔德只觉口干舌燥 于是他停下了口水 欧布 冰渣攻击 开始继续感知兵物内的情况 嗯 本该在兵物内的地狱三头犬 此刻竟是完全不见了踪迹 地上那条只有两个头的地狱魔犬 倒是还活得好好的 身上还覆盖着一层烈焰罩 这层烈焰罩将其牢牢地保护在内 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至于骷髅王 他还是像之前那样 被冰封成了一座雕塑 老半天也没有动弹 只不过现在在看 他的身上已经多出了无数个孔洞 感觉无比凄惨 约尔德目光一宁 口中吐露出一个简洁有力的单词 这个词是龙语 意思是爆开 在约尔德的控制下 骷髅王的躯体 直接炸成漫天冰墨 纷纷扬扬地洒了一地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场上依旧没有一丝动静 约尔德死死地盯着先前骷髅王所在的方向 那里现在只剩下一条昏迷不醒的地狱双头犬 除此之外 就再也没有别的了 结束了吗 约尔德这么想着 冰霜凝结而成的躯体 迅速开始消融 露出奇森白色的骨架本体 不管这场仗有没有结束 反正他冰霜肢体的持续时间 是已经结束了 而伴随着约尔德的冰霜肢体解除 他的修为也迅速跌落 直接调回到了三品下阶 并且约尔德自己也是 陷入到了虚弱状态之中 当然了 即便是虚弱状态 约尔德也依旧还是 埋骨之地里最强势的存在 若是有其他亡灵生物 试图趁这个机会来打约尔德的主意 那么约尔德同样能够告诉他们 什么叫做自寻死路 哎 老八虫 你这就过分了 骷髅王那老东西 好歹给我留了几颗骨头渣渣 你倒好 直接给我全都整成默默了 你知不知道 这样拼起来很麻烦的呀 一声不满的抱怨突然响起 在这寂静的环境里 这声抱怨就显得格外突兀 不知道什么时候 本该碎成粉末的骷髅怪 居然留下了一颗头骨 而在约尔德惊差莫名的注视下 这颗头骨开始以匪夷所思的速度 向下生长 准确地说 是无数的骨粉汇聚而来 凝结成了骷髅怪的躯体 并且各个部位紧密相连 看上去就像是没有受过任何损伤一样 是你 雷克萨 约尔德沉声道 我 对 没错 就是我雷克萨 顾小白差点没反应过来 好在他及时改口 强行圆了回来 就在刚才 当约尔德释放出漫天冰雾的同时 顾小白终于是完成了骷髅王留给他的作业 并且 他强行中指了骷髅王的自我毁灭 将骷髅王又赶回到石海里去了 而地狱三头犬 看到骷髅王暂且无恙 于是也停止了能量释放 乖乖地躲回到小小脖子上的项圈里 同时给小小加了一层火焰罩 将昏迷中的小小保护了下来 在骷髅王的指导下 顾小白完完整整地掌控了这整具躯体 所以 即便是约尔德将他的整具骨头架子都爆成了粉末 他也还是能够将自己的灵魂之火 藏在其中一颗骨粉内 并凭借着这颗骨粉开始重新凝聚身形 不到一个呼吸的时候 一只活蹦乱跳的骷髅怪 就又出现在了约尔德的面前 来吧 我现在已经不怕你了 顾小白大声说道 约尔德 然后顾小白开始低头满世界寻找破剑 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他便找到了破剑所在的位置 因为破剑为了方便他寻找 特地开启了振动模式 挖破剑你这么贴心的吗 还知道用振动的方式提醒我 你在这里 但是为什么你不干脆直接喊一声呢 顾小白问道 因为 老子 嗯 破剑颤抖着说道 看来的确是被动得不轻 纵然约尔德此刻处在虚弱状态 但只有六品上街巅峰的顾小白 看起来似乎依旧无法对约尔德造成有效的威胁 然而不要忘了 顾小白并不是普通的六品上街巅峰 而且他还有破剑在手 只要他能击中约尔德 以约尔德现在的状态必死无疑 老扒虫 看在你避惑了买骨之丁那么久的份上 我给你个痛快 顾小白道 就凭你手中那根棍子 约尔德轻蔑地说道 妈大 你才是棍子 我是剑啊 剑 破剑强忍着遍体严寒 出声咆哮道 没错 这其实的确是一把剑来的 而且讲真 我可不止这么一把剑啊 顾小白耸耸肩肩道 话音落下 顾小白单膝跪下 双手紧紧地握住破剑的剑柄 将破剑插在自己面前的地上 低声道 无限 剑质 一股澎湃的剑气冲天起 其中裹挟着的狂暴剑翼 将厚厚的云层丝的粉碎 皎洁的月光 第一次照耀在埋谷之地的土地上 这一刻 顾小白与成风剑仿佛融为一体 不分彼此 空气中浮现出无数波纹 每一道波纹都代表着一把成风剑 与分影不同 当顾小白使用分影的时候 所复制出来的成风剑就只能进行一波攻击 但无限剑制 就像技能名称里所写着的那样 是无限的 话而言之 只要顾小白能站得住 就算是磨都能把约尔德磨死 伴随着顾小白的一道意念 漫天剑影毫不讲理地朝着约尔德击视而去 无数把成风剑死死地锁定住了约尔德 将约尔德理论上所有的闪避路线都堵得严严实实 约尔德感受到了强烈的死亡气息 仅凭着这么一把剑所造成的威势居然能够超过骷髅王 对于约尔德来说 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事情 作为一条修为达到三瓶以上的冰霜巨龙 约尔德此时此刻突然觉得自己很没有排面 短短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他就已经感受到了好几次死亡的威胁 分明每一次他都能将那些死亡威胁一一化解 结果好不容易解决完想稍微喘口气 一回头 那只骷髅怪就又开始活蹦乱跳地在他眼前蹦跌了 这特喵的不是欺负龙吗 老子堂堂冰霜巨龙领主 难道不要面子的吗 约尔德很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这次怕是避不过去了 他抬头望天 正正地看着头顶上的月亮 他还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在云层掩盖的天际之上 竟还有如此美妙的事物 就这样吧 约尔德低声说着 然后放弃了所有的抵抗 在破剑的面前 约尔德浑身上下的骨架就像是豆腐般脆弱 一根接一根地断裂开来 而约尔德则是再也支撑不住自己庞大笨重的身躯 重重地跌倒在地 他的灵魂之火变得前所未有的微弱 这代表着他作为亡灵生物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顾小白收起无限剑制 将破剑从土地里拔出 缓缓走向约尔德 他要给约尔德最后的致命一击 约尔德冷漠地看着顾小白不断走近 冷漠地看着顾小白手中的破剑 就在这时 他突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一般 毫无征兆地开始疯狂大笑起来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约尔德的话语听上去有些语无伦次 至少顾小白完全无法理解他的意思 真是的 什么这样那样的 有一言 你就赶紧交代 否则我就动手了 顾小白不耐烦地说道 约尔德意味深长地看着顾小白 感叹道 你真可悲 顾小白沉默了片刻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可悲的 所以 如果你没有别的遗言 那么我就动手了 约尔德冷笑道 我约尔德的生死 轮不到别人来指手画脚 在约尔德的话语声中 似乎还带着几分得意的语气 没等顾小白再有所表示 约尔德眼中的灵魂之火 瞬间熄灭 买骨之地的霸主 冰霜巨龙一族的头龙 强大无比的亡灵大军 约尔德自尽于买骨之地最中心 从此往后 买骨之地再无冰霜巨龙 顾小白看着约尔德眼中的灵魂之火 在顷刻间湮灭 看着一团乳白色的光球 从约尔德的颅骨中缓缓升起 然后碎裂成无数的光点 朝着四面八方飞去 这些光点 有小部分坠落在买骨之地的外围 更多的 则是飞向大陆的各个角落 各个 存在着骷髅怪的角落 还有一个光点 飞进了顾小白的空间带里 被其中某只骷髅怪所吸收 这些光点 便是骷髅怪一族 当年被冰霜巨龙 约尔德所吞噬的天赋 是骷髅怪们修炼的根本 如此一来 大陆上的所有骷髅怪 就又能够继续修炼了 然而 值得在意的是 这么多的光点 没有一颗 是落在顾小白身上的 对此 顾小白却没有任何的讶异 他只是静静地抬着头 望着漫天的光点 迅速散去 月光笼罩在顾小白的身上 仿佛为他披上了一层清冷的银纱 看上去竟是有几分孤独 喂 骷髅王 你能听得到吧 两久 顾小白突然开口说道 嗯 骷髅王的声音 从顾小白的体内传出 欠你的债 我现在应该算是还清了 正所谓天道好轮回啊 顾小白叹了口气道 所以 你要不要考虑下 找个新的继承者 带领骷髅怪崛起这活 我是肯定干不了的了 他这么说着 同时把空间带里的那只骷髅怪 给放了出来 这只骷髅怪 被顾小白关了好多天 刚刚又突然解除了天赋稚骨 这会儿已经晕过去了 骷髅王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问道 你已经知道了 顾小白叹道 我又不蠢 每天晚上人家睡觉 我又睡不着 就只能在那胡思乱想 想着想着就想明白了 不过非要讲的话 有些点我还没想透 所以就只能通过实践来证明了 听到顾小白这么说 骷髅王不禁再次陷入了沉默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骷髅王突然感慨道 你果然还是以前的老样子 说着 骷髅王的灵魂 从顾小白的头骨内缓缓飘出 随即钻进了 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 那只骷髅怪体内 人类有一句老话 叫做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我觉得 放在我身上 应该挺贴切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 我的本性究竟是什么样的 反正没关系 迟早都是能知道的 顾小白说道 他盘膝坐下 将破剑横放在自己的双腿之上 道 破剑 把你存着的那些能量 还给我吧 破剑微微一震 他听得分明 顾小白刚刚说的是 还给我 一道能量洪流 从破剑的剑身内 缓缓溢出 并且渗透到顾小白的体内 而顾小白 则是微微抬头 望着头顶上的银月 以及漫天的璀璨星空 这是他在 埋谷之地里 从未见到过的场景 但或许 千百年前 他也曾日夜守望着这片星空 陪伴在他身旁的 则是某把通体墨色的常见 你们都搞错了 我不是骷髅怪 我也不是许兆凡 我是 岁星剑圣 许兆平 紫川城 清风学院 在老师宣布下课之后 宋秋璇整理好笔记和课本 朝着教室外走去 自打顾小白离开后没多久 宋秋璇就和他的父母一起 回到了帝都之中 毕竟清风学院的学费可不低 宋秋璇实在不忍心翘课太久 顺带一提 因为上次不打招呼就跑的缘故 宋秋璇被宋孤独好好地说教了一番 许多同学纷纷向宋秋璇打招呼 或是挥手道别 而宋秋璇则是礼貌地一一回应 其中 有些男生上前来 想要约宋秋璇一起吃饭 但都被宋秋璇婉拒了 怂怂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宋秋璇深吸了一口气 扭头不满地说道 讲了多少次了 不许叫我怂怂 刘晓晓眉心眉肺地笑着 朝宋秋璇招手道 怂怂你快过来 我有一个超劲爆的消息要告诉你 宋秋璇眨眨眼 将称呼问题暂且放到一边 好奇地问道 什么消息啊 帝都里今天刚传出来的消息 说是当今陛下 有位流落在外多年的皇子 最近刚刚被三殿下找回来了 刘晓晓激动地说道 你知道 那位刚被找回来的皇子是谁吗 听你的意思 难不成这位皇子 咱们还认识 宋秋璇闻言一愣 可不是吗 你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呀 刘晓晓看上去无比兴奋 听刘晓晓这么一说 宋秋璇下意识地便脱口出道 难不成是顾小白 刘晓晓的笑容瞬间凝固 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宋秋璇 宋秋璇也很快反应过来 自嘲地笑笑道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刚刚上完课脑袋有点梦 所以你说的那位皇子究竟是谁啊 刘晓晓见左右无人 小心翼翼地凑上前来 压低了声音道 是咱们雾影镇的那位黎明之光 唐明浩 他 他居然是皇子 宋秋璇果不其然地震惊了 按理说像是这种消息 你应该知道的比我快才对啊 毕竟你爷爷可是第三公爵 刘晓晓不解地说道 其实自打我从雾影镇那边回来之后 基本上就都住在学校宿舍里 已经有段时间没回公爵府了 宋秋璇说道 而且像是这种事情 我一般都不怎么感兴趣来着 唐明浩的事情 你会不感兴趣 刘晓晓笑笑着问道 嗯 这个当然另说了 宋秋璇嘻嘻一笑道 毕竟宋秋璇当年可是唐明浩后援团里的一把手 只要是跟唐明浩有关的事情 宋秋璇永远都是最积极的那一个 虽然现在跟之前不一样了 不过只要是与唐明浩有关的信息 宋秋璇或多或少还是会关注一下的 反正根据我得到的消息 三殿下花了好大功夫 才找到并确认了唐明浩的身份 现在唐明浩已经正式认祖归宗 并且因为这件事情 现在三殿下在帝都内的支持率增高了不少 唐明浩也表示愿意支持三殿下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 我估计清风帝国下一任国君 十有八九就是这位三殿下了 刘晓晓道 怎么说呢 感觉挺幻灭的吧 在乌影镇里待了那么久 结果自己崇拜的偶像 突然间就变得那么高不可攀了 那可是皇仔 宋秋璇道 切 你还好意思说 分明我才是最幻灭的那个好吗 刘晓晓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连你都摇身一变 变成公爵斧家的大小姐了 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 要身份没身份 要地位没地位 怂怂 你还缺贴身侍女不 要不你把我收了吧 去去去 你要是真成了我的贴身侍女 那我不得被你气死 宋秋璇笑骂道 怎么会呢 你看我这么温柔贤淑 肯定能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刘晓晓说着说着 便开始对宋秋璇上下起手 啊 刘晓晓你住手 我怕呀 宋秋璇尖叫出声 赶紧跑开 而刘晓晓则是坏笑着跟在宋秋璇身后 叫喊着要好好伺候宋秋璇这样的话语 手上却是一刻不停 紫川城的拥兵工会 是整片大陆上规模最大的拥兵工会之一 像是拥兵工会这样的组织 不隶属于任何势力 所以在大陆上的三大帝国内 都能看到拥兵们的身影 对于拥兵们来说 行动准则其实很简单 就是钱 无论是谁 只要能出得起价钱 谁就能雇佣他们帮忙干活 而在拥兵界里 基本所有的拥兵都曾听说过 虎牙拥兵团的威名 这是一个堪称传奇的拥兵团 从积极无名到声名雀起 再到步入巅峰 一共也只是用了数十年的时间而已 只是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 这个拥兵团竟是突然销声匿迹 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直到最近 拥兵界里突然又流传起了虎牙拥兵团的消息 据说 虎牙拥兵团准备回归了 而他们回归的第一步 便是半个月之后的 天下第一武道会 天下第一武道会 每五年举办一次 由三大帝国联合举办 目的是为了评选出 有实力有潜力的拥兵强者 若是能够在天下武道会中夺得第一 那么全世界的目光 都会在瞬间聚集到获胜者的身上 据称 当年被称为是最强之剑的剑客李白 已经从天羽山归来 并且前几天还跑到神剑拥兵团的驻地里 大闹了一场 最后 他从神剑拥兵团内带出来一把 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长剑 完好无损地离去 而这一行为也被认为是虎牙拥兵团回归的先兆 这一届天下第一武道会 举办场地正好轮到清风帝国进行布置 按照惯例 清风帝国直接腾出了帝都内最豪华的斗技场 作为此次武道会的比赛场地 届时 经过层层选拔上来的拥兵们 就将在这个斗技场内互相比拼 争夺天下第一的称号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虎牙拥兵团的第一战 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 就在这一天 有个背着巨大盾牌的少女走进了紫川城内 真是的 说好了要一起参加比赛的 结果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至少也得先凑够最低标准的三人小队啊 少女不满地抱怨道 想要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 并不是说 只要简单地去报个名就可以了的 毕竟天底下那么多的佣兵 要是乱糟糟地全聚过来 那比赛还怎么搞 首先 虽然天下第一武道会 一共有低段 中段 高段这三个组别 但不管报名哪一段的比赛 都必须得要出示佣兵牌 只有达到了黄童级别的佣兵 才有资格报名 天下第一武道会的比赛 如此一来 大陆上就有一大半的佣兵 会被刷出去了 或许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 但根据佣兵工会的统计记录 大陆上登记在册的佣兵里 有50%的佣兵 都依旧处在最底端的黑铁级别 而白玉级别的佣兵 又占了20% 换而言之 只有剩下那30%的佣兵 拥有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的资格 那么假设这30%的佣兵 都会报名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 这依旧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三大帝国各自承担10%的筛选工作 通过比斗的方式来挑选出 真正拥有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的佣兵强者 这个过程中 还能够留下来的佣兵 10个里面也只能有一个 而这 被称作是天下第一武道会的预选赛 清风帝国这边的天下第一武道会预选赛 同样是被安排在紫川城内 比赛地点也正是皇家斗技场 这算是清风帝国的佣兵们 所拥有的主场优势 在这边打过一场之后 至少能够相较于其他两国的佣兵 更快熟悉比赛场地 等到天下第一武道会正式开始的时候 就能直接发挥出100%的力量 而不受环境干扰 这段时间以来 清风帝国的报名点 始终处于人山人海的近况之中 即便清风帝国开设了整整10个报名点 每个报名点还分配了数十名登记员 却依旧改变不了报名场面异常火爆的现象 快看 那边有个妞 不就是一个妞吗 长这么大 没见过女的 不是啊 你看她背上背着的那块盾牌 天啊 我这辈子就没见过那么大的盾牌 卧槽 那是盾牌 我家门板都没这块盾牌那么大吧 这妞从哪来的 居然这么飘悍的吗 看着个子挺小 结果力气居然出人意料得大 哎 你们说这块盾牌会不会只是看着重而已 实际上其实轻飘飘的 嗯 我觉得有可能 不然这么小一女孩子怎么可能背得动吗 在一群傭兵七嘴八舌的议论之下 夏小悠背着她的乘风盾 安静地排在队伍中间 精致的小脸上满是淡定 即便周围一直有人在对她指指点点 她也没有任何的不适感 不过如果非要说的话 其实夏小悠内心里还是存着几分埋怨的 几个月前 大家说好要一起来参加天下第一舞蹈会 结果现在唐明浩那家伙提前跑到帝都里来了 听说现在整天待在皇宫里 而顾小白更过分 直接下落不明了 连摩石通讯器都联络不上她 三人小队直接缺了俩 这还怎么玩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场天下第一舞蹈会的话 他们就又要再等上五年 这就不划算了 所以 夏小悠最后决定直接过来报名 至于报名的项目 依旧是原定计划里的小队战 作为队长 夏小悠可以直接替自己的队友报名 这是规则里面所允许的 否则要是小队战的成员全都过来报名 那报名处挤着的人就更多了 或许有人会想着 趁这样的机会 偷偷帮没有达到黄童级要求的队友报名 但这其实是行不通的 反正到时候入场 依旧要出示拥兵排核队身份 没有到黄童级别的不允许入场参赛 如果队长非要想不开 抱几个黑铁白鱼的队友上去 那么到时候也只能孤军奋战了 谁都通融不了 再说了 像这种参加天下第一舞蹈会 扬名立万的机会 所有人肯定都希望自己的队友越强越好 很少会有带黑铁白鱼的 好不容易轮到夏小悠 只见登记员的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 出声道 您好 请先出示您的佣兵身份牌 夏小悠闻言 将早就准备好的黄童牌子递了过去 登记员仔细检查过之后 确认这块身份牌属于本人 且并非伪造 于是他将身份牌递回去 微笑道 夏小悠小姐对吧 请问您打算报名哪一项目呢 夏小悠毫不犹豫地说道 小队战 中段 六品到四品之间都属于中段参赛 好的 中段小队战 请登记其他几位参赛选手的信息 登记员从窗口内递出一份表格 夏小悠动作很快 不过两三分钟的时间 就把选手信息填写完毕 除了他自己以外 还有顾小白和唐明浩的 夏小悠倒是不担心 顾小白和唐明浩赶不上 关于这点 他对于其余二人 有着充足的信心 但问题在于 顾小白那个变态 会不会在短短时间内 直接跑到三品去 听上去的确匪夷所思 但结合顾小白之前的势力 夏小悠觉得自己 有必要担心这一点 登记员看着手中的登记表 仔细地浏览了一遍之后 目光定格在了其中的一个名字上 眉头微微一跳 唐明浩 这个名字听上去好耳熟啊 不过登记员也没多想 只是按照程序确认登记信息无误之后 便在登记表上面盖了章 并且递了三枚文章给夏小悠 道 这是你们的参赛证明 到时候凭借文章入场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报名费 一共三十两 嗯 谢谢 夏小悠缴纳了报名费 将文章贴身收好 随后离开了报名点 距离选拔赛 还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必须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内 联系到唐明浩和顾小白才行 否则的话 他就只能自己入场比赛了 唐明浩在皇宫里 这个夏小悠是知道的 但是顾小白那边 就是完全没有头绪了 他想了想 随手拉住一个路人 微笑着问道 你好 请问清风学院怎么走 买骨之地的最中心 一个身披黑袍的身影 正静静地盘膝坐在那里 在他的周围 趴扶着数巨冰霜巨龙的骨骸 而其中最大的那一头冰霜巨龙 身上骨骼剧裂 竟是连一根完好的骨头都搜寻不到 可想而知 在湮灭之前 他曾经受到过怎样的攻击 狂风暴雨 不过如此 那个身着黑袍的身影 不知道究竟坐了多久 他的身躯还在阴呼吸而缓缓律动 这证明他此刻的状态还比较良好 同时可以看到 在他的双腿之上 还平放着一把通体默色的无耻利剑 此剑虽其貌不扬 但无论是谁看到这把剑 都会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感叹于此剑锋芒之上 空中先前被剑气所粉碎的阴云 此刻看起来似乎又有要重新聚拢的趋势 皎洁的明月 已然被灰蒙蒙的迷雾遮挡 看上去显得格外朦胧 连带着照在黑袍上的月光 也变得昏暗起来 正在这时 那个身着黑袍的身影 突然 睁开了眼睛 当他睁开眼睛的瞬间 头顶上原本已经快要聚拢完毕 将天空重新堵住的那片阴云 竟是在刹那间 再次被无形的剑气斩碎 消散一空 我是应该叫你顾小白呢 还是应该叫你 许兆萍 骷髅王的声音在一旁传来 黑袍人想了想 道 还是叫顾小白吧 许兆萍这个名字 听上去实在是有些不习惯 没错 此人正是刚刚突破了五品 成功凝聚出人形的顾小白 顾小白从自己的空间袋里 掏出一枚小巧的镜子 这是他之前在集市上看到 买来打算送给宋秋玄的 结果后来 因为事情太多的缘故 就把这枚小镜子给忘了 不过现在 他正好能借着这枚镜子 来好好打量 自己凝聚出人形之后的面貌 只见镜子中显露出的 是个面容坚毅的男性面庞 看起来倒是有几分眼熟 外表虽称不上俊莽无双 但也还算得上是重归重矩 而他的眼中 虽透着几分疑惑 更多的却是惊喜 果然是这样啊 顾小白忍不住喃喃道 这副面孔 之前他在雾影镇里的时候 便已经见过一次 当时肥猫所幻化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一副面孔 喂 破剑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跟你 记忆里的二愣子 长得一模一样 顾小白问道 破剑哼哼唧唧地说道 也就是长得像了点嘛 性格一点也不一样 顾小白认真的想了想道 正常正常 毕竟我也不完全是你认识的 那个二愣子 顶多算是在身体 至少我现在完全没有 任何所谓上辈子的记忆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 骷髅王问道 嗯 我打算去一趟帝都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宋秋学那丫头 现在应该也已经回帝都里去了 顾小白道 哇哦 这么火急火燎的 就打算去提亲了吗 破剑忍不住业余道 我说 你倒是矜持一点啊 矜持是不可能矜持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矜持的 要是因为我去玩了 导致宋秋学那家伙 被其他不长眼的浑小子给拱了 那我岂不是一波凉凉 顾小白撇了撇嘴道 骷髅王沉默片刻 道 既是如此 此前过往便算是一笔勾销了 顾小白点点头道 你要是不跟我一笔勾销 那我肯定分分钟赖账 反正这种上辈子的锅 我这辈子已经还得够拼命了 差不多一丝一丝也就完事了对吧 不过老哥 有件事情 我还是想问你一下 骷髅王道 你问 顾小白便直截了当地开口问道 如果我真的被你忽悠着 这辈子都以骷髅怪的形式生存下去 你真的会把亡灵大军的位置传给我吗 骷髅王发出阴冷的笑声 道 能够让人族千年前最强的碎星剑圣 自愿成为亡灵大军 这有什么不好的 喂 我这可不叫自愿啊 完全是 你在坑门拐骗好吧 要不是我机智过人 指不定这会儿被你骗成什么样呢 顾小白不满道 总而言之 现在我有了新的继承者 你也恢复了人类的身份 这样难道不是皆大欢喜吗 骷髅王淡然说道 听起来好像是有那么几分道理的样子 行吧 那我走了 咱就后会无期吧 顾小白冲着躺在地上的骷髅王摆了白手 拾起破箭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而骷髅王则是静静地躺在那里 什么也没有说 就这么看着顾小白渐行渐远 直至消失在他的感知范围之内 嗯 后会无期 骷髅王轻声说道 从此以后 他跟顾小白之间便再无缘缘了 双方还是不要相见来得好 结果就在骷髅王有些感慨的时候 顾小白突然又小跑着回来了 哎呀 好巧 咱们又见面了 顾小白的笑容有些尴尬 骷髅王也有些尴尬 他刚刚在那感慨来着 结果顾小白这家伙居然又跑回来了 你回来作甚 骷髅王问道 我家这条傻狗不是还在地上躺的吗 我总得把他一起带回去才行 他现在怎么说也是家养的 不是野狗了 顾小白黑黑笑着 同时伸手推散着昏迷不醒的小小 小小 起来了 要睡咱们回家睡去 小小不为所动 依旧是睡得香甜 顾小白眼珠子一转 道 我记得家里还放着几块牛排 话音未落 小小的两颗狗头瞬间昂起 两双眼睛瞪得大大的 便见他迅速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用力地左右摇晃着尾巴 眼神中满是讨好 啊 你个吃货 顾小白不轻不重地在小小身上拍了一剂 走了 回家了 小小愣愣地看着自己身旁的顾小白 他发现这个人的长相很是陌生 以前从来都没见过的 结果对方偏偏表现得跟他很熟一样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这人身上似乎还散发着一股熟悉的味道 一 是那只骷髅怪 小小震惊地后退几步 突然发出了数声委屈的悲鸣 顾小白不解地看着小小 完全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 只有破剑隐约间猜到了真相 他低声说道 很明显 这条傻狗是因为以后没法再啃你的头骨了 所以现在很失落 小小趴在地上 抬眼看了看破剑 低声乌液 显然是被破剑输中了心思 顾小白 妈爷 这条傻狗怕是有毒吧 呵呀 伴随着下小幽的一声爆喝 巨大的乘风盾 重重地朝着对面袭来的两把刀 悍然撞去 在下小幽的技能巨大化控制下 原本就已经如同门板大小的乘风盾 现在更是比原先大出一倍不止 或许坐在观众席上的观众们 还只是感慨 这个小姑娘力气够大而已 但对于下小幽的对手来说 望着眼前这块几乎遮天蔽日的巨大盾牌 所受到的冲击可以说是相当的直观了 碰 两把长刀都被硬生生地震开 连带着两名持刀者的手臂都酸麻一片 虎口震得生疼 几乎连刀都持不住了 这 这是什么怪物呀 一块盾牌 直接把半个擂台都挡住了 这还怎么打 而在这二人身后 还有一名手持法杖的魔法师 他的魔法一个接一个地落在下小幽的盾牌上 可惜的是 这些魔法攻击对乘风盾完全无效 每道攻击打在乘风盾上的时候都如同泥牛入海 就连一点痕迹都无法留下 事实上 小组赛的战斗场地相对于个人战来说 已经非常宽阔了 但是下小幽所掌握的技能巨大化 却是完全不讲道理 直接让乘风盾的横向长度延展到了整个比赛场地 横向那么宽 然后凭借着下小幽强大的力量 完全可以稳稳地逐步推进 无视任何攻击 直接把对面的小组选手推落擂台 完成比赛 从开局到现在 她的这种打法还从来没有失效过 对于下小幽这种近乎于无赖的方法 目前为止 暂时还没有人能够找到解决办法 毕竟下小幽在横向扩展乘风盾的时候 纵向也不会落下 每次比赛的时候 乘风盾的高度都能达到三十多米 虽说距离皇家斗技场的天花板还有着一定距离 但是其他人若是想从乘风盾的顶上翻过去 还是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力气的 有这个功夫 下小幽早就把盾牌推出擂台之外了 如此一来 现在所有的参赛者都知道了 在小组赛里 有个奇葩队伍 从头到尾只出过一人 并且靠着一块巨大的盾牌 便连战连胜 在下小幽坚实有力的推进下 留给对面三人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到了最后那三人也没有找出解决的办法 只能在遗憾中被下小幽推落擂台 宣告任父 原本应该站在擂台上观看比赛的裁判 这会儿只能无奈地站在台下观战 不过因为赛制的关系 每一组的裁判不会发生变动 所以每一局下小幽的比赛 都是由这位裁判负责裁断 而且显然 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观赛方式 看到下小幽将对方悉数推落之后 那裁判便及时高升到 物影队获胜 即使是已经预见到了这样的结局 但无论是其他参赛选手 还是观众们 在听到裁判的话语时 都忍不住纷纷侧目 将目光投向了正从擂台上往下走的下小幽 天啊 这个女孩子 她到底是什么人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女孩子已经九连胜了吧 每局都是一条三 结果偏偏每局都能取得胜利 这简直太恐怖了 虽然这种胜利的方式听着有点奇怪 但要是换了别人 肯定是做不到的 别的不说 光是那块盾牌 这次参赛的选手里面 有几个能举得动的 更何况在攻击的时候 所有的力道还得由她承受 然而我看了这么多场比赛 那个女孩子每次遭受攻击的时候 甚至连晃都没晃一下 这说明那些攻击的力道 对她而言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如果这个小组里面的其他两个组员 也像她一样厉害 那想进正赛 岂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那可不一定 想要破除这种打法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只要能想办法突破盾牌 出现在盾牌的另一面 那这种打法就会完全失效 要我看 这个女孩也就是单纯的力气大而已 要是正面对抗 她不一定会比之前被她淘汰的那些对手强 切 你这不是废话吗 要是能做到这一点 之前那些小组不早就这么做了吗 关键是突破不过去啊 没错 然而别人过不去 不代表大家都过不去 看看赛程表 雾影队接下去的对手是谁 我看看啊 居然是尹沙队 尹沙队 小组成员来自清风帝国内 赫赫有名的换次拥兵团 这个拥兵团内的所有成员 都是高超的刺客 而这个尹沙队的三名成员竟是都掌握着空间移动能力 这个能力 对于夏小悠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因为这意味着 她从开始到现在的打法 将会 完全失效 而且 在众人的眼中 刚刚获胜的夏小悠 表情看上去有些糟糕 似乎也是 在头疼着 下一场要面对的对手 当然了 这只是其他人的看法而已 对夏小悠来说 之所以会采用那样的打法 一方面是因为队伍里少了两个人 如果正面对抗的话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而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 这样打最省力 她并不惧怕近身作战 哪怕是一对三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一名合格的盾位 即便是一条三 也能做到游刃有余 更何况之前在精灵球的安排下 夏小悠在地宫里磨练了数日 她的个人能力 也因此而突飞猛进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人正面击败三人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无非是要受点伤而已 当拥兵骂 受伤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算不得什么 而夏小悠之所以表情糟糕 完全是因为 直到现在 唐明浩和顾小白 也还是没有出现在赛场上 真是的 两个狡猾的家伙 难不成就像这样 让本姑娘带着你们躺赢吗 简直太过分了 夏小悠气鼓鼓地想着 而另一边 清风帝国的皇宫中 唐明浩静静地坐在一间 富丽堂皇的宫殿内 表情淡然 没有人知道 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殿下 物影队已经九连胜了 一名静视 快步走入店内 向着唐明浩拱手行李 如是说道 唐明浩点了点头 低声道 她的状态怎么样 静视道 状态上好 并没有受伤的迹象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物影队下一场的对手 是换次拥兵团的影杀队 根据属下得到的情报 影杀队的成员 都有着空间移动的能力 或许会对夏小悠姑娘造成威胁 唐明浩面沉如水 右手不自觉地又紧了紧 在她的右手掌心里 赫然握着一块小巧的拥兵牌子 她下场之后 有没有要联系什么人的意思 唐明浩问道 并没有 静视回答道 宫殿内的气氛 一时间变得有些沉默 传令下去 我要去皇家斗技场 唐明浩忽然站起身来 朝着店外走去 静视连忙跟了上去 道 属下这就命人 安排好观赛房间 殿下是喜欢近距离观赛 还是于高处俯瞰 不 我不是去观赛的 唐明浩扭头淡定地 看了那名静视一眼 我要参赛 天下第一舞蹈会的预选赛 总共将持续半个月之久 每个参赛的小组 都必须参加至少50场的淘汰赛 哪怕是仅仅输了一场 就会被直接淘汰出局 可以说是相当残酷 夏小悠作为雾影队 目前唯一的小队成员 单枪匹马 强行夺得了九连胜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她似乎是手到擒来的样子 但事实情况 只有夏小悠自己清楚 要知道 夏小悠已经连续打了九场 并且每场都是以一敌三 难道夏小悠 就真的像表面上 看起来的那么轻松吗 是的 没错 真的就是那么轻松 毕竟夏小悠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把盾牌变大 然后一股脑地推推推就好了 以她现在的身体素质而言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 但夏小悠自己也清楚 她之所以能够连续轻松取胜九场 与运气也是分不开的 倘若对方有一个觉醒了空间天赋技能的组员 或是一个强大的风系魔法师 能够翻越她的成风盾 那么想要取胜的难度 无疑便会翻上数倍不止 唉 小白和小浩两个真的是 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吗 坐在准备洗礼的夏小悠 颇有些无奈的低声自语 这是她参加比赛的第二天了 按照每天无偿比赛来算 如果她还能一路取胜的话 也得要打上足足十天才行 然而越往后的对手就越强大 想要像之前那样一条三显然不太现实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夏小悠担心自己怕是撑不了几天 颜阳队获胜 下一场 雾影队对阵影杀队 请双方选手准备上场 夏小悠文言起身 将靠在边上的成风盾轻轻提起 朝着比赛场地走去 裁判看着夏小悠不断靠近 犹豫了片刻之后 还是忍不住出声提醒到 这位选手 你们雾影队的其他成员呢 这一场 如果你还是选择单人挑战的话 怕是有落败的可能 影杀队的成员 可是跟你之前碰到过的那些对手 都不一样啊 夏小悠苦涩一笑 道 不是我不想喊他们来 那两个家伙 一个比一个大牌 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呢 裁判顿时无语 他也不是第一次监赛了 但是像夏小悠这样的情况 他却是的的确确的第一次见到 不过 老哥你放心好了 在他们两个过来之前 我可是绝对不会倒下的 夏小悠的眼中 却是没有半点阴霾 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 看着夏小悠自信的笑颜 裁判感觉自己 仿佛也被夏小悠的信心所感染 他点了点头 道 期待你的表现 没过一会 对面走来了三个 身穿制式紧身衣的汉子 这三人看了下小悠一眼 眼神中流露着显而易见的亲面 喂 你们队里的其他两个人 难不成是死了吗 要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在这儿撑场赞 不想输得太难看的话 就把其他两个人也叫来吧 站在最前面的那个汉子嘲笑道 不过其实他们来不来 都没什么区别 反正碰到我们隐杀队 你们就已经注定 要收拾收拾滚回家去了 夏小悠眨了眨眸子 撇撇嘴道 哪来那么多废话 你是小孩子吗 到时候 要是被我淘汰出局了 可别在场下哭鼻子啊 对方不屑一顾地笑了笑 道 没看出来 你这小丫头年纪不大 嘴倒是挺硬的 放心 我们到时候不会下狠手的 就是万一到时候 不小心嗨得你破相了 那可就不好了 说这话的时候 那汉子双眼微眯 嘴角微微上翘 笑容中透出一丝阴冷 夏小悠没有回答 只是将手中的乘风盾移至身前 重心下沉 显然是 做好了战斗准备 裁判见双方已然就位 心中不由自主地 为夏小悠感到几分惋惜 但身为裁判的她是不能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袒的 所以她定了定神 按照惯例进行赛前确认 道双方是否确认准备完毕 说这话的时候 裁判的目光是望着夏小悠那边的 影杀队三人已经在场上了 如果夏小悠那边临时有队友补充上来的话 这把说不定还有取胜的希望 夏小悠显然也是领会了裁判的一片好意 可惜她对此也一点办法也没有 她已经察觉到了 影杀队的那三人 即便是修为最弱的那一个 也已经达到了五品下阶 最强的那个甚至已经是四品中阶了 而夏小悠现在的修为 不过也只是刚刚突破到六品下阶而已 事实上 夏小悠能够突破到六品下阶 已经算是进步神速了 不要忘了 一个多月之前 刚刚回到雾影镇里的她 还只不过是七品中阶而已 然而 或许是因为后机勃发的缘故 在地宫里修炼了数月之后的夏小悠 修为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每天都会向前跨越一大截 用成风顿的话来说 这是夏小悠体内聚灵血脉的力量 被唤醒了 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 成风顿估计 夏小悠或许能在两个月之内 进阶到五品 而想要进阶到四品 顶多也就只需要半年的时间而已 这 便是天赋血脉的强悍之处 可惜 这样的进步是需要时间的 在成风顿看来 现在的夏小悠 想要在于影杀队的比拼中取胜 得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行 她并不担心夏小悠会失败 只不过 取胜不会太简单就是了 物影队已经准备好 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的夏小悠 沉申开口道 然而夏小悠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个声音便突然从她的身后传来 等一下 物影队加个人 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 夏小悠的身体瞬间绷紧 原本严阵以待的表情 刹那间便被惊喜的笑容所取代 她毫不犹豫地转过身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只见一个手托魔法球 身着魔法师标配白袍 脸上还戴着金色花纹面罩的男子 湿湿然地走到了夏小悠的身边 抱歉 我来晚了 那个男子轻声说道 夏小悠却是摇了摇头 笑道 不 你来的正是时候 当听到唐明浩那熟悉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的时候 夏小悠突然觉得 自己内心里 某根始终紧着的弦 突然松了下来 虽然之前她遇到的对手 实力都不高 一路连战连胜 但其实夏小悠的精神压力 一直很大 她始终担心 自己会不会下一场就坚持不住了 从而连带着唐明浩和顾小白 也失去比赛的机会 所以 无论对手实力多弱 她都是拿出了自己百分百的精力在应对 好在 唐明浩来了 裁判检查过唐明浩的身份 确认这个戴着面罩的光明戏魔法师 的确是物影队的成员 这才放她上场 而对面影杀队的三名队员 看着唐明浩登台 脸上不仅没有半点凝重之色 反而眼神之中 嘲讽意味愈发浓重 哼 有点意思啊 故意上的魔法师 让我们签吗 我还以为来了个硬茬子 不过魔法师 算了吧 这跟之前有什么区别 感觉反而比之前更好打了呀 先前的小丫头骗子 只需要顾着自己就好了 现在她还要分心 去保护那个魔法师 这不是送份吗 对于影杀队三人 毫无掩饰的嘲讽 唐明浩和夏小悠 却是丝毫不以为然 他们两个互相搭档了好多年 经历过比这更艰难的局面 但还是相互扶持着走了下来 更何况 谁说刺客就一定是魔法师的克星 裁判看了看双方选手 面色严肃地沉声说道 比赛 开始 裁判的话音刚刚落下 夏小悠便迅速前推 手中的乘风盾 也像之前几局比赛 一般开始扩展 影杀队的三人 像是早有所料 老神在在地看着夏小悠的盾牌 将对面半块场地挡在身后 嘴角的笑容充满嘲弄 对他们几个来说 夏小悠的这块盾牌 根本就是形同虚设 嘿 对付这种小角色 我一个人就够了 你们俩就等着躺赢吧 其中一人说道 另外两人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他们完全不觉得 这个提议有什么问题 毕竟他们对几方成员的实力 有着充足的自信 修为碾压 技能克制 这要是还打不赢 那还有什么脸说 自己是个优秀的刺客 阿乐 速战速决 我们好回去休息 就是就是 这两天的比赛 打得我都犯困了 简直无聊 听到两位队友的话语 阿乐嘿嘿一笑 也不多言 直接扭头朝着不断破镜的巨大盾牌望去 下一刻 阿乐的身形突然变得有些虚幻 整个人都呈现出一种透明的状态 只能隐约看出一个人形的轮廓 只见他压低身子 如同一只饥渴难耐的猎豹般 直直地朝着乘风盾撞了上去 夏小悠这边的比赛 从头到尾都有许多观众在关注着 他们一开始 都是被夏小悠那块巨大的盾牌吸引了目光 到后来知道 夏小悠一直是在一条三之后 关注夏小悠的人就更多了 所以当阿乐撞向乘风盾的时候 观众们的兴致也随之被调动了起来 之前的九场比赛 没有一个人能够突破夏小悠的盾牌防御 这个饮杀队能做到吗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 阿乐的身体 竟是直接穿过了夏小悠的乘风盾 直接来到了赛场的另外半边 场间一片哗然 而夏小悠在阿乐穿过盾牌的瞬间 便已有所感应 但他却对此无动于衷 仿佛根本就没注意到 隐杀队已经有人突破了他的防御 因为他知道 自己现在还完全没有动手的必要 千伦光影 唐明昊沉声喝道 只见唐明昊手中的精灵球 瞬间放射出无数道灵力的光芒 这些光芒如同利剑般 穿透了阿乐的身形 将他强行从先前虚幻的状态中打了出来 浑身上下反馈回来的痛楚感 让阿乐的脑子有点发忙 怎么回事 这个魔法师的反应速度居然这么快 要知道 阿乐穿过乘风盾 只用了一秒不到的时间 以他的速度 只要再给他一秒钟 他就能直接切到唐明昊的身后 将其一波带走 然而 事实情况是 阿乐整个人才刚刚 从乘风盾内穿过来 就受到了来自唐明昊的魔法攻击 话而言之 若是算上唐明昊吟唱的时间 那么也就意味着 当他刚刚从乘风盾中露出身形的那一刻开始 唐明昊就已经注意到了他 并着手开始攻击 多么惊人的反应速度 然而 这种程度的攻击 对于阿乐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他曾受到过 比这强烈数倍不止的痛苦 相比而言 唐明昊的攻击 简直就是在隔靴搔痒 有点本事 阿乐咬牙道 多谢夸奖 唐明昊礼貌的汗手致谢 可惜唐明昊的礼貌回应 在阿乐眼中看来 却是嚣张的表现 便将阿乐强压下内心的愤怒 就要展开他超绝的速度 向唐明昊下手 然而很快 阿乐便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望向自己身后 在阿乐的影子上 有树道光芒微微闪烁 这树道光芒 将他的影子死死地定在地上 同时也让他动弹不得 这是什么技能 而与此同时 夏小悠松开了乘风盾 任由他自己立在场上 然后微笑着转身 出拳 阿乐发出一阵惨叫 被夏小悠一拳击出场外 这一拳 夏小悠还是已经收了大半的力道 否则若是他全力出手 阿乐怕是会被直接一拳打死 饶是如此 阿乐也还是如同虾米一般 蜷缩着躺在地上 不住地翻滚着 老半天都爬不起来 影杀队剩余的两人 虽然看不到对面发生的情况 但却切切实实地听到了来自队友的惨叫声 二人惊诧地对视了一眼 毫不犹豫地各自展开手段 准备强行突破乘风盾 结果让他们两个都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们施展位移 冲过乘风盾的防御的同时 原本横跟在双方之间的乘风盾突然开始变小 最终回归到了正常的门板大小 嗯 对于乘风盾来说 门板大小就是正常现象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而唐明浩则是直接躲到了夏小悠的身后 手中精灵球再次闪烁起明亮的光芒 小子 躲在女人后面算什么本事 有种你出来啊 影杀队的队长忍不住怒喝道 我有没有中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唐明浩呵呵一笑 完全不受对方言语影响 话音落下之时 他所准备的第二道技能也已经释放完毕 一道泛着淡淡灰光的臂杖 将他和夏小悠一起包裹在内 影杀队的二人见状 并没有贸然上前攻击 而是谨慎地掏出树莓暗器 然后二人分开 一左一右地绕向夏小悠与唐明浩的侧面 在他们看来 你一块盾牌也只能挡住一面而已 总有一人能够得手 正如他们所想的那样 夏小悠面露迟疑 像是完全不知道应该挡哪一边 手上的动作竟是慢了一拍 这一情况 在影杀队的二人看来 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面对着唐明浩和夏小悠露出的空档 他们毫不犹豫地指出了手中的所有暗器 叮叮叮 暗器无一例外地击打在了 那曾泛着灰光的透明壁杖上 然后按着来时的轨迹迅速飞回 影杀队的两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 被自己的暗器射了一身 直接瘫倒在地 他们的暗器上都脆了毒 虽说不致命 但却会让人在短时间内失去行动能力 只能任人宰割 唐明浩见状微笑着转向裁判 道 裁判先生可以宣判结果了 裁判这才如梦初醒 连忙到 物影队获胜 物影队 强势拿下十连胜 当物影队拿下第十场胜利的时候 小半个观众席都不禁沸腾了起来 整个斗技场有十多支队伍在进行战斗 但光是唐明浩和夏小悠两个人 便吸引了小半观众的目光 足以说明现在物影队的名声究竟有多大 你这家伙啊 以为自己现在是皇子了 就可以耍大牌吗 夏小悠完全不给唐明浩面子 没好气地数落着 我一个人打了九场 九场哎 你知道我压力多大吗 唐明浩尴尬地揉了揉鼻子 道 抱歉抱歉 我也不是故意的 实在是皇宫里面规矩比较多 我想出来也没那么方便 最后还得带面具出场 夏小悠直勾勾地看着唐明浩的眼睛 冷不防出声问道 在皇宫里舒服吗 唐明浩犹豫了一会儿 点头道 舒服 那你还打比赛吗 夏小悠又问 打 这次唐明浩没有犹豫 于是夏小悠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像是往常一样 拉住了唐明浩的胳膊 朝斗技场外走去 每个队伍每天只需要打赢 无偿比赛即可 这也就意味着 刚刚取得了第十场胜利的夏小悠 和唐明浩 可以稍事休息了 等明天再继续比拼 话说你现在是皇子了 那晚上是不是还得早早地 回宫里就请 夏小悠边往外走边问道 按道理来说 的确是这样没错 不过这几天下来 除了唐牙来找过我两次以外 就没有其他人来过 唐明浩风轻云淡地说道 我只不过是 唐牙争夺帝君之位的 一个筹码而已 现在用过了 也就没我什么事了 所以就算我在外面过夜 想必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哎 是这样吗 夏小悠瞪大了双眼 哑然问道 嗯啊 唐明浩点了点头 夏小悠的眼中笑意更甚 道 这样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一起 打比赛了呢 他完全不担心自己和唐明浩 这对顿位加光明系魔法师的组合 有多奇葩 反正在他看来 只要和唐明浩在一起 那么绝大多数的困难 都能够跨越过去 于是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雾影队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连战连胜 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看好雾影队 因为这个队伍配置 实在是有问题 但这几天下来之后 没有人再敢轻言忘断 因为唐明浩和夏小悠 用他们默契的配合 以及强大的实力 证明了这个队伍的确有着进军正赛的资格 夏小悠虽然身材娇小 但他的肉体力量 完全可以在所有的参赛选手中排进前三 而唐明浩 作为光明系的魔法师 又是陆河书院光明系魔法的传承者 实力自视不用多言 除了各种治疗法术以外 他还有一个强力的控制技能 那便是 他晋级到五品之后 所领悟的天赋技能 也就是先前在队阵引杀队时 将阿勒定在原地的法术 其名为 千棱光影 从唐明浩归队之后 物影队的打法就像是被盘活了一般 身为盾位的夏小悠 有的时候甚至连盾牌都不用了 挥着拳头便冲上去一条三 而唐明浩则是随时注意着夏小悠那边的情况 不时地为他加持几个增益性魔法 同时以千棱光影定住 妄图绕过夏小悠来攻击他的敌方选手 在两人的配合下 物影队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叹的三十连胜 而令所有观众震撼的是 物影队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上过第三个人 难道那第三个人 是物影队的底牌不成 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仅凭两个人就闯过了大半的赛程 若是那第三人在上场 与队友并肩作战 那么预赛中能击败物影队的队伍 还有多少 时间就这么来到了第七天 而当唐明浩和夏小悠 看到今天第一战的对阵选手时 二人的目光中第一次出现了凝重之色 全员 五品上街 夏小悠的声音有些干涩 在这几天激烈的对战中 夏小悠对于自己的实力 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并且成功地在昨天晚上 竞技到了六品上街 然而现在 每一个对手的等级 都领先了她一个大段 期间的差距 可谓是天差地别 至于唐明浩 她现在的修为 虽然也已经来到了五品上街 但凭借她一人之力 显然很难抵挡住 对面三人的围攻 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 唐明浩拍了拍下小悠的肩膀 低声道 尽力而为吧 如果实在不行 大不了咱们弃拳嘛 唐明浩的语气 听起来虽然很轻松 但夏小悠却是清楚得很 以唐明浩的性格 绝对没有那么容易服输 而她自己 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伴随着时间推移 终于到了第一场比赛 开始的时间 裁判依旧是之前的那个裁判 但这次她看向 物影队的时候 眼神中却是不自觉地 带上了几分同情 作为裁判 她在赛前 肯定得先浏览过 自己所负责的队伍信息 而物影队这次的对手 实力 的确非常强悍 这个拥兵小队 取名黄泉 每个人的实力 都在武品上街 由于他们出手很辣 丝毫不留情面 每一场比赛 都会让对手陷入重伤的境地 因而 黄泉队的三名队员 也被许多观众 称为是黄泉使者 面对这样的对手 物影队 今天还能撑得下去吗 夏小悠和唐明浩 依旧是像往常一样 提前五分钟抵达了赛场 而作为他们此次交手对象的 黄泉队却愣是拖到了最后一分钟 这才晃晃悠悠地 出现在比赛场地上 哼 居然是两只若鸡 黄泉队的队长 在看到唐明浩和夏小悠的下一刻 脸上便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难得今天本大爷心情好 奉劝你们两个一句 还是乖乖认输 然后滚回家吃奶吧 否则 哪来的狗叫 唐明浩皱了皱眉 淡然开口 敬酒不吃吃罚酒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么本大爷就成全你 黄泉队的队长露出一抹凝笑 浑身筋肉爆起 显然是想给唐明浩 留下一个深刻的教训 比赛正式开始 而与此同时 一个身披黑袍腰胯长剑的寸头少年 才刚刚迈进紫川城的大门 当裁判宣布比赛开始的那一瞬间 早就迫不及待的黄泉队队长 就已经一马当鲜地冲了出来 夏小悠单手一招 厚重的成风盾开始迅速扩展 眨眼间便将他和唐明浩牢牢地护在了身后 然而黄泉队的队长就像是没有看到成风盾一般 速度不减反增 直直地朝着成风盾撞了上去 看过雾影队比赛的观众们都知道 夏小悠的这块盾牌异常坚固 无论是什么样的攻击 都无法在盾牌上留下任何痕迹 至于能够让夏小悠后退的 更是一个都没有 所以在看到黄泉队的队长 毫不避让地朝着成风盾上撞去的时候 观众们都不禁倒出了一口凉气 眼看着马上就要撞上成风盾的时候 黄泉队队长突然发出了一阵压抑的低吼声 在观众们的目光注视下 他的身上突然爆发出了土黄色的光芒 在他的背后 竟是漠然出现了一头巨熊的虚影 无品天赋技能 泰坦巨熊之力 在泰坦巨熊之力的加持下 黄泉队队长本就剑术的肌肉再次膨胀了一圈 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他的身体终于是重重地撞在了夏小悠的成风盾上 夏小悠只觉得从成风盾的另一头 传来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力量 整个人都被强行震退了好几步 就连成风盾都几乎脱手 待到他抬起头来时 众人惊讶地发现 他的嘴角处赫然出现了一道心红的血线 这是夏小悠第一次在赛场上受伤 唐明浩眉头深深皱起 手中的精灵球上闪过一道乳白色的光芒 这道光芒落在夏小悠的身上 将他原本变得有些混乱的气血 强行稳定下来 小心点 这个人力气很大 我有点难扛 夏小悠低声说道 然而话音刚刚落下 夏小悠突然瞪大了双眼 因为从盾牌的那边再次传来了一股距离 这次的冲击之力 甚至比刚刚那一次还要来得更加猛烈 夏小悠瞪大了双眼 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目光 这一次 他再也无法保持住站姿 重重地朝着地上摔去 甚至连成风盾都脱手而去 而唐明浩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面色也是瞬间变化 连忙冲上前去 赶在夏小悠落地之前 将她牢牢地揽在了怀里 失去了夏小悠的元气加持 成风盾的巨大化效果 随之失效 伴随着成风盾缩小成最初的门板大小 黄泉对那三人盛气凌人的模样 也展露在了唐明浩和夏小悠的眼中 仅仅凭借着一人之力 便将夏小悠最自信的防御彻底击溃 若是再加上剩下的两名成员 夏小悠就不仅仅是被击退那么简单了 啊 我还以为这小丫头真的像其他人说的那样 能够凭借一块盾牌毅力不倒 闹了半天 只不过是之前的那群人太弱了而已嘛 黄泉对的队长不懈地冷笑道 我只不过是用了一半的力气 他就已经撑不住了 简直是浪费我表情 夏小悠银牙紧咬 挣扎着想要从唐明浩的怀里站起 然而唐明浩却是低声说道 不要逞强 现在不是你投铁的时候 直到这一刻 雾影队最大的弊端终于暴露出来 一旦夏小悠的防线崩溃 唐明浩根本无法完成有效的反击 除了单体控制技能千轮光影以外 眼下就只剩复仇避杖勉强试用 换句话说 在最好的情况下 他能用千轮光影定住一人 然后通过复仇避杖反弹击倒一人 制造出二打一的局面 然而 这样的情况只能算是理想情况 毕竟想凭借着复仇避杖完成反杀 实在是比较困难 大概率只能造成对方受点伤而已 但 无论如何 既然还没有到最后一刻 那就绝对不能轻易放弃 唐明浩深吸了一口气 江夏小悠放在地上 然后缓缓起身 夏小悠刚刚吃了对方一记猛撞 需要一定时间来恢复 他必须要给夏小悠 争取到一些恢复的时间才行 黄泉队的队长 好争以侠地看着唐明浩 嘲讽道 小白脸 如果你识相的话 现在赶紧跪下来磕头认错 说不定大爷们心情好 还能放你一马 就凭你吗 唐明浩双眼微眯 藏在袖子里的精灵球 再次站出纯白的光滑 千轮光影 叙事待发 然而黄泉队的其中一名队员 突然闪身向前 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 直接栖身至唐明浩的面前 手肘毫不留情地 击打在了唐明浩的肚子上 嗯 唐明浩双眼瞬间瞪大 瞳孔收缩 体内的魔力元素直接失控 精灵球上的光芒 更是直接消散 小子 想在我们面前耍花招 你还嫩着呢 那人冷笑着说道 看着唐明浩痛苦地缓缓倒地 夏小悠惊慌失措地尖叫出声 小浩 小浩你没事吧 唐明浩整张面容 都因痛苦而扭曲 但他还是强忍着腹腔处传来的剧痛 嘶声道 没事 只是他话音未落 便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一股心田的液体从口中涌出 将面罩都染成了暗红色 显然 他的状态非常糟糕 黄泉队的三名队员 互相对视了一眼 脸上露出了争鸣的笑意 先前始终没有动过手的那名队员 走上前来 右脚高高抬起 就要对着唐明浩的身体 直接踩下 若是这一脚踩时 绝对会落得个重伤的下场 眼看着那人的脚 马上就要踩在唐明浩的背上 夏小悠再也顾不得其他 他强忍着剧痛 强行朝着那人的下盘扑去 试图将对方撞开 却没想到 对方早就预料到了 夏小悠会这么做 他踩向唐明浩的动作 本就是虚晃一枪 眼看夏小悠扑来 他的嘴角站开一抹冷笑 右脚瞬间由 夏踩变为横踹 直直地踹向夏小悠的面旁 若是这一脚踹结实了 夏小悠纵然不死 也绝对会落得个毁容的下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道乌光骤然袭来 锐利的锋芒直逼黄泉队队员面门而去 那队员心下大害 连忙收脚后退 伴随而来的 还有一个身披黑袍的身影 那身影强行挡在了唐明浩和夏小悠的身前 眼中燃烧着熊熊怒火 道 这只不过是比赛而已 你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黄泉队队长健壮一愣 随即怒道 裁判你怎么管的 无关人等不得介入比赛 谁说我是无关人等了 身着黑袍的身影韩生道 同时朝着裁判的方向 甩出一枚小小的印章 雾影对顾小白请指教 顾小白现在的心情很不好 几分钟前 顾小白刚刚进入紫川城 便用摩石通讯器 给宋秋璇拨了个通讯过去 她的本意是想给宋秋璇一个惊喜 然而宋秋璇 却给了她一个预料之外的消息 天啊 你怎么才来啊 早上的时候 小优特的跟我交代过 只要你一出现 就让你赶紧拿了入场印章 去皇家斗技场 今天雾影队的对手很强 要是你再不出现的话 雾影队就要被淘汰了 啥 我怎么听不明白 哎呀 反正你赶紧过来 就对了 我在学院门口等你 所幸 紫川城的城门 距离清风学院本就不远 仅仅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顾小白就来到了清风学院的大门前 并且从宋秋璇那里 得知了天下第一舞蹈会预算赛的事情 他这才火急火燎地朝着皇家斗技场赶来 还好 他赶上了 你是 小白 唐明浩瞪大了双眼 显然没有想到 顾小白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 而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站在他身前的顾小白 竟是顶着一副陌生的面孔 让他都有些认不出来了 其他事情晚点再解释 你和小悠先稍微休息一下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流吧 顾小白沉声说道 只见顾小白单手一招 陈锋剑便又回到了他的手中 这一手操作 成功地让黄泉队的三人心下一沉 脸上也是露出了凝重之色 黄泉队的队长皱着眉头 望向裁判说道 裁判 这个人在比赛开始之后才上台 这难道不算违反比赛规定吗 裁判沉莹片刻 道 根据比赛规则 这个人的确是物影队的正式队员 虽然他迟到了 但他却是在你们打倒队伍里 其他两人之后才上的场 而并非是在你们交手的过程中 进行偷袭 像这样的情况 是符合比赛规则的 既然裁判表示 这样不违反规定 那么黄泉队的队长也无话可说 他阴侧侧地望着刚刚登场的顾小白 冷笑道 小子 你马上就会后悔自己的决定 看看你那两个队友吧 他们两个就是你的下场 顾小白深吸了一口气 心中的怒火几乎要满意出来 只听他含声道 既不如人 落败本是应该 但他们两个都已经没有还手能力了 你们却还要下毒手 难道不觉得有些过分吗 过分 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 黄泉队队长对顾小白的话语 嗤之以鼻 这个世界本就是实力为尊 我比他们强 那么他们两个就应该做好被蹂躏的觉悟 这就是胜利者的权利 懂 顾小白沉默了一会儿 道 好的 记住你刚才的话 话音落下 一股无形的剑意骤然爆发 于比赛场地间激荡开来 这股剑意令斗技场内所有正在交手的队伍都不由地呼吸一致 纷纷停手朝着这边望来 他们的眼神中无不例外地透着难以置信的目光 似是完全没有想到居然会有人能够爆发出如此丰锐肆意的剑意 而黄泉队的三人更是首当其冲 光是顾小白此刻所散发出来的剑意 便让他们三个有种浑身都被割裂的错觉 黄泉队的队长更是字幕欲裂 死声道 四品 下街 四品下街 下小悠和唐明浩互相对视了一眼 再次望向顾小白的时候 眼神中已然爆发出了振奋的神采 嗨嗨 不愧是小白啊 晋级的速度还是那么让人叹为观止 唐明浩低声感叹道 咱们两个带着他躺赢了那么多天 看来今天终于是轮到我们躺赢了 下小悠的脸上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闭上眼开始安心调理内息 在顾小白的友谊控制下 他散发的剑意小心地避开了下小悠和唐明浩 而黄泉队的三人被顾小白的剑意强行压制住 就连气息都开始变得有些紊乱起来 咱们三个一起上 废了他 黄泉队的队长终于是按捺不住 低声吼道 三个五品上街 如果配合得当的话 勉强也能与四品下街的强者相抗衡一番 至少黄泉队的三人是这么想的 但他们这次遇到的四品下街是顾小白 准确地说是手持成封剑的顾小白 一道幽光闪现 横跟在顾小白与黄泉队的三人中间 那是顾小白挥剑时所带出的剑盲 没有人能够看清顾小白的挥剑动作 因为他挥剑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 等到人们意识到他刚刚挥剑的时候 他的剑就已经回到了腰间 黄泉队的三人前冲的步伐顿时一致 顾小白刚刚挥出的那一剑 竟是令他们三人都有种心脏静振的感觉 一时间连动手的勇气都消失殆尽 怎么会这么强 这人到底是谁 如果刚刚的那一剑是落在我们几个的身上 三人对视了一眼 心里很快便浮现出了结果 挡不住 绝对挡不住 黄泉队队长嘴唇如动 道 我们认 然而 他却没能如愿喊出完整的认输 二字 因为在他的胸膛间 一道血线忽然浮现出来 随即大片大片的鲜血喷涌而出 不仅仅是他 其他的两名队员同样血剑三尺 惨叫着瘫倒在地 顾小白刚刚的那一剑 的确没有斩到他们三人 但那一剑所释放出的剑气 却是已经斩中了他们的胸膛 虽不致命 却也足够让他们丧失一切行动能力 长点记性吧 太嚣张跋扈的话 总有一天会被人制裁的 顾小白低声说道 这算是我给你们的教训 全场默然 整个过程之中 顾小白仅仅出了一剑 而这一剑甚至都没有基石 套着剑气便能重伤三人 就连站在旁边负责兼战的裁判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忍不住浑身颤抖起来 他因为离得最近 所以是除了黄泉队那三人以外 感受最深的一个 裁判先生 该宣判结果了 顾小白扭过头来 冲着裁判点头致意 此时的他建议内敛 整个人看上去平凡无奇 属于那种放在人堆里 马上就会消失不见的类型 然而现在 没有人再敢小看他 裁判强行平复下内心的悸动 宣判道 雾影队 获胜 我的天 要不是看到这件袍子和乘风剑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你是顾小白 夏小悠看着顾小白此时的模样 忍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惊叹 唐明浩在边上一边放置聊术 一边跟着点头 不得不说 顾小白的变化 实在是太大了 这变化不仅仅是在相貌上 修为更是如此 其实连顾小白自己都没有想到 在吸收了破剑的能量之后 他的修为 居然能够直接从六品上街巅峰 跨越到四品下街 说出来都没人敢信的 面对夏小悠的话语 只听顾小白微微一笑 道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 等打完比赛之后 我们找个地方慢慢聊 而乘风顿在看到乘风剑的时候 也不由得感慨道 我就不一样了 一眼就认穿砸来 不过砸 你比以前要稍微胖了点 得减肥了 这面盾牌 平时顿硬化不多 唯独在见了破剑之后 隐藏的画老鼠性 就会被迅速激发 你闭嘴 别老是跟本剑虾尖攀亲戚好吗 破剑一点就炸 他好久没跟乘风顿交流过了 好不容易心里阴影淡下去一些 结果没想到 今天刚刚重逢 乘风顿就又让他回忆起了 曾经被支配的恐惧 咦 你们两个是亲戚啊 顿爹和健儿子 本大爷活了这么久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好玩的事情来 精灵球咕噜咕噜地滚了过来 兴致勃勃地说道 三件神兵凑到一起 自顾自地聊了起来 这一场面 若是被外人看到了 怕是会瞬间引发巨大的舆论狂潮 一支三人小队 每个人所使用的兵器 都是拥有气灵的神兵 这种事情简直堪称匪夷所思 话说你们两个刚刚受伤不清吧 接下来几场比赛 我一个人上就好了 你们先好好休养 顾小白道 唐明浩呵呵一笑 道 就算你不说 我和小悠也已经做好看戏准备了 就冲你刚刚那一件 这里有多少人能挡得住的 而下小悠却是皱了皱眉头 有些担忧地问道 对了小白 你刚才那一件 是新领悟的天赋技能吗 消耗大不大 接下来的比赛还能用吗 顾小白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 随后一本正经地说道 实不相瞒 刚刚那一件 是我现在领悟的剑技里面消耗最大的一件 这话一出 唐明浩和夏小悠的脸色都微微一变 如果咱们接下来的对手 都是刚才那一队的水平 按一件一场算 我也只能撑个百八十场这样 顾小白继续说道 吓死我了 你一口气说完会死啊 夏小悠直接翻了个白眼 顾小白黑黑一笑 显然皮这么一下 让他非常开心 他朝着比赛场地那边张望了几眼 道 那边好像打得差不多了 下一个应该又轮到咱们了吧 加油 好好干 我和小悠在台下给你呐喊助威 唐明浩拍了拍顾小白的肩膀 如是说道 自从见识了顾小白之前的那一件之后 唐明浩突然就觉得自己和夏小悠肩上的担子 直接没了 顾小白耸了耸肩 提起乘风剑 就朝比赛场地那边走去 当他走到比赛场地边上的时候 场上的那两队正好打完 落败的那一方自然是垂头丧气 收拾东西准备离场 而取胜的那一方看上去却似乎也不怎么兴奋的样子 只见他们的目光全都落在了顾小白的身上 眼神中含着深深的忌惮 虽然这一场他们赢了没错 但是按照天下第一武道会预选赛的赛制 只要物影队保持不败 那么他们迟早都是要跟物影队对上的 刚刚的那一件 他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啊 顾小白发现那三人的目光 就好像跟见了鬼一样 不禁低下头 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装作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样子 龙啸队获胜 下一场对阵的双方是 裁判低头看着手中的赛程表 端向了片刻之后高声说道 物影队与盛世美颜队 全场观众们的目光 早早地锁定了身穿黑袍的顾小白 他们迫不及待地 想要再次看到顾小白的出手 先前他所展出的那一件 实在是太过惊艳 让人忍不住想要再欣赏一番 而顾小白的表情 却是变得有些怪异 因为他对于盛世美颜这个词 有着莫名的熟悉感 如果没记错的话 之前在天雨山山脚下的时候 碰到的那个佣兵团 就叫做盛世美颜团吧 而且那群人的修为 普遍都在六品到五品之间 想要挑出几个六品的来参加比赛 显然不是什么大问题 果不其然 在裁判宣读完对阵双方的时候 顾小白很快便看到了 对面那个正摩拳擦掌的 朝这边走来的马脸汉子 正是盛世美颜团的团长 满天星 在满天星的身边 还跟着两个汉子 其中一个顾小白 还有点印象 就是那个叫着 要把自己的兵器 吃掉的贼眉鼠眼的瘦小汉子 三个人的长相 虽然都很丑 但却让人完全无法 生出任何的嘲笑之意 原因无他 这三个人的修为 全都是五品下街 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里 他们的阵容 已经足够在拥兵工会里 占据小小的一席之地了 不过顾小白并不慌张 毕竟他之前六品上街巅峰的时候 就已经能把整个盛世美颜团的团员 全部按在地上摩擦了 更何况 他现在都已经达到了四品下街修为 如果他想的话 还不是把对面几个吊起来锤 当然 既然是熟人 顾小白肯定不会下狠手 只需要稍微施展点手段 让满天星他们知难而退就好了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 比赛正式开始 顾小白横剑在手 在面前的空气中 挽出一个漂亮的剑花 道 你们几个是要跟我过上几招 还是干脆点直接认输 满天星面色阴沉 沉默不语 而那个贼眉鼠眼的汉子 则是咬了咬牙 狠狠道 到底能不能赢 总得打过才知道 有道理 这次你们如果再打输了的话 就不用你吃兵器了 顾小白微笑着说道 当顾小白说出吃兵器这句话的时候 那个贼眉鼠眼的汉子 顿时身躯一震 像是回想起了什么事情一般 然后他的目光落在顾小白身上 披着的那件黑袍上 发现这件黑袍也是惊人的眼熟 卧槽 竟然是你 贼眉鼠眼的汉子 猛地倒抽一口冷气 你不是骷髅怪来的吗 无品化行啊 现在我已经是个 这儿八经的人类踢了哟 顾小白笑容格外灿烂 正好 我之前还在想着 要上哪儿去找你们呢 没想到 居然这么凑巧 之前在天雨姗姗脚下的时候 顾小白曾经委托 盛世美颜团帮他做点事情 本来他还琢磨着 等比赛打完了之后 上子川城的拥兵工会里找找看 结果却在赛场上碰见了 当然 相比顾小白的心情大好 盛世美颜队的队员们 心情绝对可以说是糟糕到爆炸了 虽然他们也没想着 自己能进到天下第一舞蹈会的正赛 但是在预选赛半途 就碰到顾小白这样的狠人 显然也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局面 毕竟 即便是在预选赛中撑得久一点 也能够大幅度地提升他们盛世美颜团的知名度 以便今后有更多的雇主上门委托 只是现在看来 他们的预选赛征程 怕是要到此为止了 满天心深吸了一口气 道 老哥 虽然你的确很厉害 但我们还是 想要试一下 就算是明知道会输 也必须得要打一场才行 顾小白理解地点了点头 道 我懂的 那咱们就点到为止吧 话音落下 满天心便挥舞着他的狼牙棒冲了上来 而他的两名队员也紧随其后 可以看到 这二人手中拿着的是两把寒芒毕露的匕首 想来应该是走的刺客路线 很显然 盛世美颜队的这种打法 是要以满天心为主体 用他大开大合的攻击 牵制住敌方 然后其他二人刺激发动突袭 这种打法 对于满天心的个人能力要求很高 只要他一个牵制不住 这套打法 或许就会瞬间崩盘 但他们 既然能够一路走到现在 也就说明满天心的实力 的确有着可圈可点之处 现在雾影队上场的 就只有顾小白一人 话而言之 满天心的所有注意力 只需要放在顾小白身上就可以了 来得好 顾小白大喝一声 不退反进 竟是直接朝着满天心的狼牙棒 迎了上去 满天心健壮 不禁目光威宁 手头的动作也下意识地缓了几分 要知道 他的狼牙棒是特地找人定制的 重量足足达到了五百多斤 若是真的砸实了 绝非简简单单的当场逼命那么简单 能留个完整的身体 都算好的了 之前他所面对的其他队伍 在看到他的狼牙棒时 全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臂气锋芒 完全不敢与之正面对抗 而顾小白 他是第一个敢往上冲的 面对满天心当头砸下的狼牙棒 顾小白犹豫了片刻 并没有选择出剑去挡 毕竟他也能看得出来 满天心这根狼牙棒 绝非市面上那些一抓一大把的制式武器 虽然说跟破剑还差了老远一截 但要是就这么被他搞坏了 满天心肯定会心疼得要死 只见顾小白的脚下突然步伐变换 像是在踏着某种奇特 但无法名状的特殊韵律 连带着整个人的身形 都变得诡异莫测起来 满天心这一棒下去 砸到的却只是顾小白 留在原地的一道幻影 而顾小白本人 却是已经从满天心的身边绕了过去 剑锋直指那个贼眉鼠眼的汉子 卧槽你这人怎么先杀鼠啊 贼眉汉子惊慌失措地喊道 同时本能地挥笔去挡 结果坚硬的刀刃 在遇到顾小白的破剑时 竟是轻而易举地 便断成了两截 贼眉汉子 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个结局 整个人依旧循着惯性朝前倒去 而看着顾小白手中的墨剑 离自己的脖梗越来越近 贼眉汉子顿时发出一声怪叫 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很快地 他便感觉到 自己脖子出到了什么冰凉的事物 同时顾小白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第一个 直到顾小白的声音响起后 又过了好一会儿 贼眉汉子这才不可思议地睁开眼睛 胆战心惊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没有流血 没有任何伤口花 也是啊 那把剑连匕首都能轻易斩断 这要是真的砍到脖子上了 肯定不是被冰一下那么简单的事情 贼眉汉子浑身无力 贪软地坐在地上 脑海中忽然浮现起 曾经听说过的一些剑文 据说 那些剑道大成的宗师及剑圣 就连散发出的剑意 都能近乎凝成实质 难道 这家伙 贼眉汉子的浑身上下 突然像是开了闸一般 汗水如潮 染湿了他的衣裤 而与此同时 另一名手持匕首的盛世美颜队成员 也被顾小白轻而易举地放倒 顾小白那玄妙的步伐 实在是让人捉摸不透 前一刻分明还看到他在前面数米处的位置 但后一刻 竟是就已经突到身后去了 别说在台上对战的几人 即便是观众席上的观众们 也无法看透顾小白的身法轨迹 第二个了 顾小白的 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是 当顾小白成功击倒盛世美颜队的二人时 满天星的狼牙棒 才刚刚穿透顾小白先前留下的残影 重重地击打在地上 也就是说 顾小白晃过满天星 击败其余两名对手 也不过只是短短一瞬间的事情 这家伙 真的只是四品下街的修为而已吗 这一刻 所有的观众心里 都只剩下了这样的一个念头 他们不是没有见过四品修为的强者 那些强者固然有着各自的威猛之处 放到哪里都是被人尊敬的对象 但若是与顾小白相比 那些所谓的强者 却又显得如此不值一提 当满天星转过身来的时候 看到的是 自己那两名已然瘫倒在地的队友 以及站在五米开外 一脸淡然微笑的顾小白 还要打吗 你那柄狼牙棒 可比他们两个的匕首要贵重多了 顾小白道 满天星张了张嘴 惠然叹道 不打了 跟你这种怪物压根没法正常交手 我们认输 盛世美颜队虽然认负 但观众们却并没有因此便瞧不起他们 毕竟顾小白刚才所表现出来的统治赛场的实力 已经说明了很多事情 更何况 人家都已经手下留情了 再投铁 也只是让自己显得更丢份而已 出了比赛场地之后 顾小白并没有第一时间 便回到休息室里去 反倒是朝着盛世美颜团那边走去 而满天星 显然也已经预料到了这件事情 远远地给了顾小白一个眼神 示意她换个地方说话 要知道 当初顾小白委托给他们的事情 可不适合在这种地方讨论 顾小白跟着满天星一路前行 来到了他们所在的休息室内 虽然满天星他们的队伍失败了 不过这个休息室还能使用一小话 在这段时间内 他们交流的内容不会被任何人听见 啊 说起来我还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您 满天星正准备开口 才发觉自己 到现在连这位雇主叫什么都不知道 不用客气 叫我顾小白就好了 顾小白毫不介意地说道 好的 顾小白先生 这是您之前委托我们帮您收集的信息 请过目 满天星说着 朝自己身后招了招手 于是一个汉子快步走上前来 从自己的背后 解下一把长刀 轻轻地放在了顾小白面前的桌子上 满天星拿起长刀 旋转刀柄 在顾小白诧异地注视下 满天星竟是将整个刀柄都卸了下来 可以看到 那个刀柄被做成了中空的形状 而里面赫然藏着一卷小小的纸条 你们这个保密工作 做得可以啊 顾小白忍不住赞叹道 满天星微微一笑道 干我们这一行的 总得多考虑一些 更何况 您委托给我们的任务 要是一个不慎 那可是 会被砍头的 要不是看在您给的委托金 丰厚到令我们完全无法拒绝的份上 我是无论如何 也不敢接您这份委托的 顾小白从满天星手中接过那张纸条 将其缓缓展开 您神浏览了鼠便 这才悠悠地叹了口气 低声说道 说实话 我之前委托你们调查的时候 可没想到 你们竟能查出这么多东西来 这张纸上的内容 要是传出去了 你们整个拥兵团 怕是 都会被剿灭掉 满天星面露苦笑 没有回话 纸条上 其实并没有记录很多东西 一共也只有几条消息而已 但其中包含着的信息量 却是巨大 一 赵德元本名赵登泰 是侯赛雷公爵手下的一名近卫 于半年前不知所踪 二 侯赛雷公爵 与三殿下唐牙平日并无交集 且三殿下在回归帝都之后的第二天 便以探望宋孤独公爵的理由去了陆府 三 陛下重病未遇 将于近日择子继位 四 帝都西北方向的亡陵坟地 最近死期日益浓重 据传是有亡陵暴乱 因为亡陵坟地 接让侯赛雷公爵的领土 所以那里 现在已经被侯赛雷公爵的私兵包围了 任何人不得靠近 就这么四条消息 顾小白反反复复看了好几分钟 最后他抬起头 问道 有火吗 满天星显然早有准备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火折子 朝着顾小白递了过去 顾小白将那张纸条点燃 看着他一点一点地被烧成灰烬 这才继续说道 应该没有其他人知道 你们偷偷调查帝国公爵的事情吧 满天星笃定地点头道 我们调查的时候都很小心 想来应该没有被发现 嗯 那就好 如果不介意的话 你们还是暂时去外面逼逼风头吧 我猜测最近一段时间 帝都里可能会很乱 顾小白道 谢谢 我会好好考虑的 满天星道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顾小白便不再逗留 干脆利落地起身离开 而盛世美颜团的团员们 也跟着满天星迅速离去 整个休息室里 很快便空无一人 只留下地上残余着的点点灰烬 为了庆祝咱们今天的五连圣 干杯 夏小悠举着木制酒杯 大声欢呼道 干杯 顾小白和唐明浩同样举起酒杯 与夏小悠手中的酒杯重重一碰 随后三人将杯子里小麦酒一饮而尽 同时发出一阵酣畅淋漓的感叹声 唐明浩拍打着顾小白的肩膀 笑道 看不出来啊顾小白 你现在居然都已经强到这个地步了 你都不知道 之前你在台上比赛的时候 我和小悠两个在台下都看傻掉了 就你那个晃来晃去的步伐 我看了好几场都没研究透 这是你心领悟的天赋技能吗 顾小白却是摇了摇头 道 这倒不是 事实上我也不清楚咋回事 稀里糊涂的就会了 事实的确是顾小白说的这样没错 当他将从乘风剑那里得来的能量消化完毕的时候 不仅修为晋级到了四品下街 同时 脑海里又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 就好像当初在雾影镇的城墙外 他莫名其妙地便领悟了剑技分影一样 这次出现在他脑海中的便是这样的一套身法 这套身法并不会消耗顾小白体内的元气 不过对体力和速度都有着极大的要求 虽然顾小白直到现在都还没能熟练掌握这套身法 但在普通人面前 秀秀走位还是不成问题的 除了第一场比赛以外 之后的四场比赛都是由顾小白独自上场参战 其中最后一支队伍的三名队员都达到了四品下街修为 然而在顾小白的面前 那三个四品下街的强者就像是假的一样 毫无招架之力 最后被顾小白轻而易举地丢出了比赛场地 至于唐明昊和夏小悠的伤 别忘了 唐明昊自己就是个光属性的魔法师 治疗术什么的已经可以算是信手拈来了 事实上 当顾小白打完圣氏美颜队的时候 二人的伤就已经好了七七八八了 不过他们两个愣是憋着不说 故意装作全身疼痛重伤未愈的样子 等到顾小白打完最后一场之后 这才装作刚刚恢复完的样子 假模假样地从休息室里出来 顾小白早就看穿了这俩货的偷懒想法 只是他懒得揭穿而已 哎 我说小白 看你现在的样子 应该已经算是人类了 那宋秋玄那边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久过三巡 夏小悠就忍不住聊起了八卦 唐明浩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也兴致勃勃地朝着顾小白望了过去 作为一名正宗的佣兵 一颗熊熊燃烧的八卦之心 可是必不能少的 否则人生就会少掉大半的乐趣 顾小白文言 顿时狠狠地灌了一大口小麦酒 然后叹道 别提了 那丫头今天看到我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猛的 估计是一时半会接受不了我现在的形象 感觉我又要重新开始培养感情了 的确 今天宋秋璇跟顾小白碰面的时候 双方之间很明显出现了一层生疏感 当然了 这层生疏感来自于宋秋璇 不管怎么说 一个原本很熟悉的人 突然改头换面 变成了另一副样子 无论换了谁都很难立刻适应吧 顾小白知道 自己需要给宋秋璇一些时间 反正是他的 注定会是他的 跑不了 对于那些大型的佣兵团来说 天下第一舞蹈会 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扬名立万的平台 更是证明孰强孰弱的最好机会 之前虎牙拥兵团还在的时候 每一届天下第一舞蹈会的冠军得主 几乎都会被他们包揽 无论是单人战 还是小队战 甚至连每个级别 他们都要掺一脚 曾经出现过一届比赛 每个组别的获胜者 全都来自虎牙拥兵团 而虎牙拥兵团 也是从那一届天下第一舞蹈会开始 正式确立了拥兵霸主的地位 可惜的是 在那一届天下第一舞蹈会之后 虎牙拥兵团的团长却突然销声匿迹 不知所踪 虎牙拥兵团也因此分崩离析 再也不负往昔的荣光 肩负着大陆第一拥兵团的美誉 最终却如同昙花一现般 很快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自从虎牙拥兵团解体之后 大陆上的其他拥兵团纷纷雄起 其中清风帝国内最强的 当属神剑拥兵团 据传闻 近年来神剑拥兵团 似乎已经归附到了皇室的手下 因此他们才能得以迅速地提升实力 毫不夸张地说 现在神剑拥兵团的实力 已然问鼎大陆 与失心帝国的失心拥兵团 和罗奥帝国的天火拥兵团 并称大陆三大拥兵团 此刻 在神剑拥兵团驻地的某间楼阁内 一个中年男子手持七尺长剑 身处一片木人之间 他的长相看起来普普通通 但若是看得久了之后 却会让人不由地感觉双目刺痛 迎风泪流 就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所刺伤一般 恍惚间望去 甚至会让人以为 站在那里的并非是一个人 而是一柄出鞘的利剑 在他面前的这些木人 都是用紫童木打造而成 坚硬无比 一般的武器劈砍在上面 甚至连一道小小的白痕都无法留下 然而 在这个中年男子面前 这些紫童木制成的木人 却像是豆腐一般脆弱 伴随着一片肉眼难以捉摸的剑影划过 所有的木人 竟是就这么支离破碎 等到落地的时候 已经化作了一片粉尘 很难想象 这世间竟是有如此强悍的剑法 这一幕 无论落在谁的眼中 都是惊为天人的操作 但在神剑拥兵团里 大家除了惊叹以外 时间久了之后 也就见怪不怪了 毕竟 这个中年男人 便是神剑拥兵团的团长 整片大陆上 屈指可数的二品强者之一 其名为冯小云 父亲的剑法又有精进 真是可喜可贺呀 一个身着紫色球衣的青年 站在门边 满面笑容的鼓掌说道 冯小云扭头望去 浑身肆意的剑气 眨眼间静数内敛 淡然出声道 哦 明儿你倒是说说 你是从哪看出 为父的剑法 又有所精进了 青年认真地说道 正所谓 世间万物皆有其魂 方才我官父亲出剑 剑未动而已先行 想必在您的天云剑出窍之前 那些木人便已然被父亲 您的剑一锁斩 其魂已碎 待到天云剑斩之时 即便是再坚固的木人 也无法抵挡这一剑之威 冯小云文言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微微汗手道 很好 看来你平日研习 剑魂绝的时候 定然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他将天云剑收回剑鞘 随口问道 有什么事情吗 冯明从怀里取出一份文件 双手乘着 递到冯小云的面前 道 咱们团里符合参赛条件的 都已经派出去了 其他组的情况都还好 但是小对战的终极组别里面 有一个四品下接的剑客 下面的人觉得 您或许会对这个人感兴趣 哦 冯小云眉毛微挑 眼神中出现了一丝亚裔之色 他从冯明手中接过那份文件 浏览了几眼之后 脸上果真便浮现出了几分 兴致勃勃的神情 笑道 四品下接就能凝结出剑意 这可就有意思了 我觉得不太现实 毕竟连父亲您这样的剑道强者 都直到三品之后才领悟剑意 二品才将剑意修炼到圆润如意的地步 这个小小的四品剑客 怎么可能比父亲还厉害 冯明不服气地说道 就算是虎牙拥兵团那个 顶着所谓最强之剑称号的李白 都也只是摸索到了几分剑气的皮毛而已 要我说啊 这无非又是个投机取巧 孤明钓鱼之辈 也不知道耍了什么剑不得人的手段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冯小云便摇了摇头 打断道 明儿 我早就说过 正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 历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 比为父天父更好的剑道强者 就像是千年前的那位碎星剑圣 传说他在九品的时候 就已经接触到剑意的领域了 你又怎么知道 现如今不会出现这样的剑道天才 他眯起眼睛 仔细地看着文件的末尾 轻声道 这个叫顾小白的 是从雾影镇来的呀 冯明内心一动 笛声问道 父亲 要不要派人去查一查这个顾小白的底细 说不定他其实是 虽然冯明的话没有说完 但冯小云却是满不在乎地摇了摇头 笃定地说道 不会是虎牙的人 如果他真的是虎牙的人 就不会顶着雾影队的名头出来了 更何况虎牙的人 怎么可能会跟皇室的人混在一起 皇室的人 冯明不解 那位三殿下 刚刚找回了他的亲生弟弟 就是雾影队里的那个光系魔法师 虽然他从始至终都戴着面罩 不过只要有心人稍微留意一下 都能看出他的真实身份 否则的话 你以为皇权拥兵团 为什么一夜之间便覆灭了 冯小云似笑非笑地说道 这件事情 在子川城里 也是引起了一番轰动的 皇权拥兵团 即便是在帝都之内 也能够算得上是 中上游的拥兵团 结果愣是在一夜间 被人涂了个干净 别人或许不知道为何 但是只要身处一定位置 就能了解到 皇权拥兵团覆灭的内幕 表面上 是因为皇权拥兵团的那三个团员 妄图对唐明浩不敬 在唐明浩倒地的情况下 还要下狠手 但事实情况 真的是这样吗 皇权拥兵团 只不过是各无足轻重的棋子而已 没了也就没了 不过咱们神剑 可不能随便被人当枪使啊 冯小云意味深长地说道 冯明仔细地琢磨着 冯小云话语背后的意思 感觉自己似乎明白了什么 又好像什么都没懂 而冯小云 则是并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只是淡淡地说道 明天 我会去看乌影队的比赛 好好地看看那个 顾小白 夜幕降临 夕阳的最后一丝余晖 也消失在了地平线的尽头 这个冬天比往年 都要更寒冷一些 好在最冷的时节已经过去 接下来的日子 也会稍微好受一些 至少对于 侯赛雷公爵领地内的 那些巡逻士兵来说 是这样 无论严寒酷暑 他们都需要穿戴着 坚硬的盔甲 在领地四周巡逻 尤其是之前发生了城堡 被袭击的事件之后 士兵们巡逻的力度 更是加大了不少 只是在这样的冬天里 穿着钢铁打造的盔甲 四处行走 士兵们甚至感觉 整个身体 都有被冻僵的趋势 正在此时 一个女人的身影 忽然出现在了 巡逻士兵们的视线之中 只见那女人如往常一样 穿着件贴身的黑色长裙 外面则是套了件 厚厚的幽紫色绒衣 即便如此 她那曼妙的身材 依旧是一览无遗 拥有如此美好身材的女性 相貌十有八九 不会差到哪里去 但是士兵们 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女人的真实面貌 因为每次她来这里的时候 脸上都遮着一层黑色面纱 将无限的美好遐想 都挡在了面纱之外 然而 她那双路在外面的眼睛 就像是会勾魂夺破一般 每每都能让巡逻的士兵们 心中生起刹那的恍惚 这就是个祸国殃民的妖怪 几乎所有士兵 都有着这样的想法 但他们不敢说出来 是侯赛雷公爵的贵宾 严密的防线 对这个女人而言 就像是形同虚设 她直接无视了巡逻的士兵们 迈着优雅的步伐 直直地朝城堡的方向走去 而当她来到城堡门口的时候 已经有数名侍女 站在寒风中等候了 在侍女们的迎接中 女人走进城堡 温暖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 在侯赛雷公爵的城堡内 几乎每一处都安置着火属性的磨石 这能保证 城堡即便是在冬日里 也依旧温暖如春 女人随手解下外套 递给身旁的侍女 随后熟门熟路地来到了会客厅内 侯赛雷公爵已经在会客厅里等着了 而在她进入会客厅后 侍卫们便将大厅的门缓缓拉上 保证这位贵客与公爵之间的谈话 不会被任何人听到 几天不见 六爷风采依旧啊 侯赛雷公爵的脸上带着讨好的笑意 身为公爵的风度与威严此刻荡然无存 显然 在侯赛雷的眼中 哪怕自己是堂堂帝国公爵 却也不如面前的这位女子 帝未来的高贵 而六爷则是已经习惯了侯赛雷公爵的说话方式 他没有回应侯赛雷公爵的奉承话语 而是开门见山地说道 昨天晚上 帝都里有个佣兵团被倾剿了 这件事情 公爵大人可曾听闻 侯赛雷公爵眼中金光微闪 笑道 既然是帝都内发生的事情 我自然是有所耳闻的 只不过不知道 六爷您想了解的 具体是哪一位殿下 六爷风淡云青地坐到侯赛雷公爵的书桌对面 修长的右腿抬起 架在自己的左腿上 整个人则是惬意地往以背上一靠 道 都说说吧 侯赛雷公爵连忙道 五殿下是三殿下的亲弟弟 这点已经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了 虽然五殿下戴着面具 但其实明眼人都知道 此举完全是在掩耳盗铃 只是关键在于 如果五殿下始终不拿下这个面具 那么大家就可以装作不知道他的身份 有些事情就能够顺水推舟地完成了 这是个百明了的诱饵 不过可惜的是 有人没能沉得住气 六爷面不改色地看着自己的指甲 轻声道 说下去 皇权拥兵团的后台 是虎门提督张庆泽 而张庆则是二殿下那边的人 话而言之 对五殿下动手 是二殿下的意思 而三殿下明知道五殿下去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 却并未加以阻止 打的则是借刀杀人的主意 所以 除了那档子事之后 他就有理由对二殿下的人动手了 这件事情说到底 的确也是二殿下理亏 皇权拥兵团一岛 二殿下手下可以动用的力量 就少了整整两成 更何况 他的实力本就不如三殿下 此次皇储之争 二殿下基本上可以算是提前退出了 侯塞雷公爵缓缓缓说道 你们清风帝国 算上刚刚被接回来的唐明浩 一共也就只有五个皇子 现在老二基本没戏 老五是老三的人 老四又对皇位没兴趣 所以最后也就是老大和老三之间争一争了 六爷轻描淡写地说道 像是这种皇储之争 你们这几个公爵 如果一表态 岂不是胜负力判 侯塞雷公爵笑了笑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多多斟酌一番 不能贸然站队 如果赌对了 那么飞黄腾达 晚年无忧 可要是赌错了 那最后会落得个什么下场 六爷您应该是清楚的 六爷嘴角微微上扬 笑容中透着风轻万种 别人怎么样 我不清楚 不过你这个公爵可是个聪明人 比其他那些公爵 要来的聪明多了 你也不用试探我 我们万宝阁不会亏待你的 只要你继续按照我们的计划行动就好 对了 增悟的制造进度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制造了将近四万只的增悟 可惜最近抓不到什么人 后续生产相对有些乏力 没有一开始那么迅速了 侯塞雷公爵如实禀报道 将近四万 六爷闽纯思索了一会儿 等天下第一武道会结束 就是宣布新王人选的时候了 而十星帝国和罗奥帝国的帝君 那时也会在场 到那个时候 我希望能看到五万增悟大军 这一片大陆 也该有个主人了 侯塞雷公爵唯唯诺诺 点头称是 他知道 如果事情暴露 自己就算是粉身碎骨 都无法平息人们的愤怒 虽然六爷看起来 和普通的人类 完全没有什么区别 但其实侯塞雷公爵 其实早在很久以前 就已经知道了六爷的真实身份 或者说 是六爷自己 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能够缩地成瘾 话虚而行 这种技能上次出现 还是在人魔大战的时候 这个代号六爷的女子 她的真实身份是 魔族 也就是说 侯塞雷公爵现在所做的事情 已经不仅仅是在背叛清风帝国了 更是在背叛整个人类 但 只要能活得比谁都好 管其他人做什么呢 赢了 又赢了 那个穿黑袍的剑客 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感觉那个物影队 就算是只上她一个 都能直接杀进天下第一舞蹈会的正赛 在全场的欢呼声中 顾小白将瘫倒在地上的那名对手 一把拉起 并点头致意 这才转身离开赛场 唐明浩和夏小悠 悠哉悠哉地坐在休息室里喝茶谈天 一点也没有身为参赛队员的觉悟 这些茶水 都是唐明浩特地让人从宫里带出来的 入口悠香 回味甘甜 然而夏小悠喝茶的时候 却完全没有一点细品的意思 反倒像是平时喝酒般 豪迈地一口饮尽 这一幕 若是落在好茶之人眼中 定然会心痛无比 谴责夏小悠抱舔天物 不过唐明浩却并没有要提醒夏小悠的意思 反倒是学着她的样子 大口大口地喝得起劲 看到顾小白从外边进来 夏小悠伸了个懒腰 道 打得差不多了吧 那咱们收工回家吧 顾小白美好气地 白了夏小悠一眼 道 你好意思说 打工的 就只有我一个好吧 这几天下来 你们两个除了喝茶吃零食 就是下期打扑克 我都搞不懂 你们是怎么做到两个人打扑克的 所以说 你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压根没法玩 你还不麻留点打完比赛 来陪我们打扑克 夏小悠理直气壮地说道 顾小白无奈地摇了摇头 转而望向唐明浩道 说起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只要打完明天的五场比赛 咱们这就算是成功通过预选赛的选拔了吧 唐明浩点点头 道 没错 所以明天我 必须得上场了 他们如果想对我动手的话 这就是最后的机会 关于自己其实是个诱饵的事情 唐明浩一早就透露给夏小悠和顾小白了 紧紧调出一个黄泉拥兵团 在唐明浩的眼里看来 还远远不够 这样的话 等明儿我想办法给他们添把火 顾小白问道 你打算怎么做 唐明浩好奇地反问道 嗯 关于这个嘛 等明天你就知道了 顾小白黑黑一笑道 走了走了 咱们回客栈去吧 三人收拾好东西 并肩朝着皇家斗技场外走去 然而 当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 却发现在斗技场外边 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咦 怂怂 你咋来了 顾小白亚然道 我爷爷说 他想见你 宋秋玄的面色看上去有些复杂 显然他对于顾小白现在的样子 依旧有些不适应 其实相比较来说 我还是更想听你说 是你想见我 顾小白怂了怂肩道 现在就走吗 宋秋玄点点头 道 感觉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所以还是麻溜点比较好 于是顾小白让唐明浩和夏小悠先回客栈 自己则是跟着宋秋玄一起乘马车回宋府 一路上 宋秋玄几次想要开口 最后却都又默默地闭上了嘴 而顾小白则是兴致勃勃地看着宋秋玄窘迫的模样 道 怂怂 怂怂 看你脸都红了 难不成 你这是在害羞 宋秋玄浑身一个机灵 大声道 谁 谁害羞了呀 我这是冻的 哦 原来是冻红的呀 顾小白煞有皆是地点了点头道 我还以为你看到我回来 所以害羞地都说不出话来了呢 你得一个什么劲啊 区区一只骷髅 宋秋玄下意识地就要反驳 然而话语刚出口一半 他就意识到 顾小白现在已经可以算是个人足了 原先的话 也被他又吞回到了肚子里去 顾小白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往宋秋玄的边上凑了凑 促侠地问道 哎 我说怂怂 你这人该不会是有练尸痞吧 宋秋玄气得抽出法杖 就往顾小白脑袋上招呼 你才练尸痞 你全家都练尸痞 不是吗 那为什么之前我还是骷髅怪的时候 就不见你像现在这样扭扭捏捏的 反而现在我凝聚出人形了之后 你却搞得好像跟我不熟一样 真的不是因为 你对骨头架子 有着什么莫名的好感吗 顾小白像真心地捂着脑袋 坏笑着问道 我 那你现在换了样子 我肯定不习惯啊 宋秋玄气鼓鼓地将头扭向一边 拒绝与顾小白对视 说得好像也有点道理嘛 顾小白若有所思地说道 行吧 那就等你再适应一段时间好了 不过有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清楚才行 宋秋玄眨了眨眼 不解地问道 什么事情 顾小白顺势握住宋秋玄的双手 感受着双掌之间传来的细腻柔软 轻声说道 不管外貌怎么变化 但是骨子里我还是那个我 这个事永远都不会变的 包括对你的承诺 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宋秋玄美眸微颤 红韵迅速地从脸上蔓延到了耳根 他花了老半天的时间才反应过来 急急忙忙地把自己的手 从顾小白的掌尖抽了出来 整个人背对着顾小白 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们 我们马上要到了 你这样 万一被其他人看见 不太好 顾小白看着宋秋玄的背影 脸上笑意盎然 嘴上则是说着 行吧行吧 那咱们先去见爷爷 宋秋玄文言 翘脸顿时更红 直接连话都不敢应声了 马车缓缓停下 顾小白掀开帘子 从马车上直接跳了下去 同时习惯性地转身 朝着宋秋玄伸出右手 一旁出来迎接的下人 正准备往马车边上放蹲子 结果看到顾小白的动作 便很拾去地又退了回去 所以 当宋秋玄从马车里出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只有顾小白 那带着温和笑意的脸庞 和递到他面前的右手 至于一旁的下人们 纷纷都露着一副 眼观鼻鼻观心的样子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 宋秋玄狠狠地瞪了顾小白一眼 最后还是顺从地 将手放在了顾小白的掌心之中 待到宋秋玄下马车之后 宋孤独的贴身侍卫常威 也出现在了宋府门口 他先是不着痕迹地 看了看顾小白与宋秋玄 正牵在一起的双手 而后面无表情地说道 顾先生 老爷在书房里等候多时了 这要是换了以前 常威早就出言呵斥了 结果今天他居然一点儿表示都没有 不得不让人怀疑 这是不是宋孤独的意思 顾小白的眼神中 露出几分玩味的神情 笑道 那就麻烦老哥带路了 在常威的带领下 顾小白和宋秋玄 又一次来到了宋孤独的书房门口 进去吧 老爷就在里面 常威说着 伸手推开了房门 顾小白与宋秋玄对视了一眼 然后迈步进屋 正好便看到宋孤独端坐在书桌之后 正面带微笑地朝着这边望来 曾几何时 当顾小白面对宋孤独的时候 哪怕宋孤独表现得再平易近人 但由于宋孤独久居高位 即便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 举手投足之间 也会流露出几次上位者的傲气与压迫感 这种感觉让顾小白多少有些抗拒 不过现在 或许是因为顾小白的修为 已然突破到了四品的缘故 哪怕他是 站在宋孤独的面前与其对视 都没有任何的不适感 宋孤独盯着顾小白看了很久 最后还是忍不住感叹道 我没有想到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你居然能够有如此巨大的突破 这进阶的速度 哪怕是放眼整片大陆 或许都是绝无仅有的 顾小白的脸上 不见丝毫巨傲之色 笑容一如既往的温和 除了这个以外 您应该还有更意外的事情吧 宋孤独一愣 随即失笑道 你说的没错 在你身上 的确还有一件让我更为吃惊的事情 他一边说着 一边站起身来 在旁边的书架上翻找了一会儿 最后拿出一本页面 都有些泛黄了的厚重史书 道 在这本史书上 有着许兆凡的画像 和你现在的样子 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只见宋孤独将史书翻开 正好翻到他所说的 有着许兆凡画像的那一页 宋秋璇好奇地凑上去看了一眼 发现果然如同宋孤独所说的那般 这个画像上的人物 活脱脱就是翻版顾小白 一想到顾小白之前所说的话语 宋秋璇的俏脸 就不可一致地开始泛红 然而 让宋孤独和宋秋璇都没有想到的是 顾小白竟然摇了摇头 抱歉 之前说我搞错了 事实上 我并非是许兆凡的转世 他说道 无论是宋孤独还是宋秋璇 一时间都没能反应过来 最后 反倒是宋秋璇 抢先一步打破了房间内的沉寂 他张牙舞爪地朝着顾小白冲了上去 咬牙切齿地逼问道 顾小白 你这家伙 是不是想翻脸不认人啊 顾小白抬手抵挡 并且苦笑着说道 没有没有 我哪是见义四千的人啊 不过怂怂 咱们讲道理啊 我本来就不是许兆凡 总不能信口开河吧 这 你们这都长得一样了 你还说你不是 宋秋璇气鼓鼓地说道 分明之前 你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许兆凡的 你这个渣男 另一边 宋孤独不着痕迹地清了清嗓子 宋秋璇顿时反应过来 赶紧狠狠地瞪了顾小白一眼 低下头不说话了 看到宋秋璇终于消停下来 宋孤独这才问道 你说 你并非许兆凡 这又是怎么回事 顾小白答道 其实 许兆凡 还有个孪生弟弟 叫做许兆凡 和许兆凡不同的是 许兆凡的天赋 更多地体现在剑道上 而当年使出一件碎河山的 自然也并非是许兆凡 而是和他长相酷似的许兆凡 宋孤独内心一动 目光瞬间便落在了顾小白腰间的 那把乘风剑上 脸上也露出了了然之色 缓缓点头 道 也就是说 其实你是许兆凡的转世 没错 我之前的时候 还曾经疑惑过 如果我真的是许兆凡 那为什么我没有继承 他的任何魔法造诣 反而是在剑道上越走越远 现在看来 有些事情其实早就已经注定了 顾小白不由地感慨道 宋孤独深深地看了顾小白一眼 道 虽然这件事情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不过大千世界自有其神奇之处 每个人也有着自己的造化 过去的事情都是过去 我们更需要把注意力 放在眼前的事情上才是 顾小白眼神微微一动 笑道 我听宋老的意思 似乎是一由所指啊 宋孤独并没有急着回答 反而是先对着宋秋玄说道 玄儿 你先出去 我有话要跟小白单独说 宋秋玄张了张嘴 最后却什么也没说 只是复杂地忘了顾小白一眼 这才不情不愿地朝着门外走去 顾小白低头摸了摸鼻子 他注意到 宋秋玄刚刚那一眼里 含着满满的关怀之情 看来这丫头 应该是提前知道了些什么 等到书房的木门再次关上 宋孤独这才说道 首先我想先确认一下 你跟武殿下的关系如何 顾小白毫不犹豫地说道 生死之交 宋孤独又问 那么你对当今清风帝国之内的形势 有什么看法吗 顾小白答道 没有任何看法 反正唐明浩那家伙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宋孤独微微皱眉 道 直呼武殿下的名讳 此乃大罪 顾小白呵呵一笑 不怕 我辈分比他大 而且这个帝国 都是靠我上辈子守下来的 谁敢治我的罪 宋孤独沉默了好一会儿 决定避开这个话题 否则若是真的要算辈分 他岂不是还得管顾小白叫一声前辈 如今帝都之间风云渐起 武殿下迟早会卷入皇室之争 毕竟三殿下是他的亲哥哥 话而言之 如果武殿下有需求的话 你是不是也会站在三殿下这边 宋孤独问道 很显然 这才是 他今天找顾小白过来的真正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 顾小白很认真地思索了许久 最后他抬起头 道 可是我不信任唐牙 宋孤独嘴角剧烈抽搐 因为坐在他面前的这小子 在提到殿下明慧的时候 随意地像是在说隔壁家的小明 偏偏他辈焚又高的要命 宋孤独压根没法指责他 于是 宋孤独深深地吸了口气 问道 你为什么不信任唐 我是说 为什么不相信三殿下 好险 差点就被这小子带偏了 顾小白道 因为之前 赵德元就死在唐牙的明光城里 所以我在想 唐牙跟那些增物 到底有没有关系 当顾小白从宋孤独的书房里出来时 天已经差不多黑了 宋秋璇本想留顾小白一起吃饭 不过被顾小白白手拒绝了 唐明昊和夏小悠 还在客栈里等他吃饭 他得早点赶回去才行 其实顾小白心里清楚得很 宋孤独这次找他过来 无非是想要试探一下他的态度 然而对于顾小白来说 他何尝又不是想通过这次对话 来获取一些自己想要的信息呢 之前满天星说过 唐牙在回到帝都之后 曾经与宋孤独有过一次会面 而刚才宋孤独在与顾小白交流的过程中 很显然也有要帮唐牙拉拢顾小白的意思 所以现在顾小白基本上可以确定 宋孤独已经站好边了 不过对于顾小白来说 他其实并不需要考虑站边的问题 反正唐明昊有需要 他就帮忙搭把手 只要帝都内的风波 不会危及到他身边的人 其他的事情就都无所谓了 自从凝聚了人形之后 分金错骨大法就没法用了 还真是有点不习惯 顾小白一边赶路 一边低头看了看自己修长的食指 无奈地叹了口气 换了以前 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麻烦地赶路 直接用分金错骨大法飞过去就好了 从宋府到顾小白暂住的那间客栈 大约有十多分钟的路程 更不用说 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大家收工回家的高峰期 街道上到处都是人 顾小白被挤在人流当中 着实有几分进退两难的感觉 这会儿的顾小白并没有穿着他的那件黑袍 一来黑袍穿了太多天 需要洗一洗 二来现在帝都内已经流传开了黑袍剑神的传说 甚至还有银忧诗人 在酒馆里讲述黑袍剑神行走天下的故事 为了防止被人围观 顾小白在出门的时候 都会很自觉地把身上的黑袍先脱下来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自然是源自于顾小白 在天下第一舞蹈会预选赛上的精彩表现了 毕竟强者不仅容易得到人们的尊敬 更容易激起吃瓜群众们的八卦之心 当然了 银忧诗人们口中的那些故事都是假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 顾小白以前不过是一只骷髅怪而已 不过即便如此 当顾小白在客栈里 听到有人在给他编故事的时候 也还是会捧场地给人家鼓鼓掌什么的 虽然是假的 但是只要听起来爽就好了呀 总而言之 身处大街上的顾小白显得非常低调 生怕自己被人认出来 好在观众席距离比赛场地还是有些距离的 应该很少有人清楚地看到过顾小白的相貌 咦 这个女人 是六眼 走着走着 顾小白突然发现 前方迎面走来一个身材曼妙的女子 所以说 帝都居然小到这个地步吗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好像是第二次在街上碰到她了吧 看来 今天晚上是赶不及和唐明浩他们一起吃晚饭了 顾小白掏出摩石通讯器 给唐明浩播了个通讯过去 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况 我知道了 万事小心 唐明浩沉声说道 嗯 放心 顾小白回应道 然后挂掉了通讯 现在顾小白已经改变了外貌 所以 六爷绝对不会认出他来 不过以防万一 顾小白还是先把破剑放到了空间袋中 这样便将他暴露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 正当顾小白要朝着六爷走去的时候 他注意到 六爷的表情 漠然间发生了变化 眼神中猛地流露出了一抹浓烈的杀意 暴露了 顾小白内心一领 下意识地就打算拔剑迎笛 然而 让顾小白没有想到的是 六爷恨恨地朝着边上瞪了一眼 随即快步走进了路边一条人际罕至的小巷子里 而在六爷走进小巷之后 原本几个站在他身边的男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脸上挂着淫荡的笑容 纷纷尾随着六爷走进了那条小巷中 顾小白这才反应过来 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和着六爷方才的杀气 并非是针对他 而是针对边上的几只咸猪手 既然那几个男人不知死活地跟了进去 那估计 现在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了 想归想 顾小白还是朝前挤去 然后迅速地进入到了那条小巷中 顾小白发现 小巷的空气中只有垃圾的腐臭味 并没有任何的血腥味 这让他多少有些压抑 因为在顾小白看来 六爷故意将那几个男人引进小巷中 就是要对他们痛下杀手的 顾小白快步向前走去 绕过一个拐角之后 他发现 先前那几个男人 此刻都已经躺倒在了地上 看外表 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就像是睡过去了一样 但是顾小白并不觉得 事情会有这么简单 他朝着周围张望了两眼 没有看到六爷的身影 于是他咬了咬牙 走到距离他最近的 那个男人身前 俯身侧了侧对方的鼻息 没有鼻息 这个人已经死了 小哥哥 你是来英雄救美的吗 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从边上传来 顾小白大惊 连忙朝着另一个方向闪去 同时警惕地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不知何时 六爷已经出现在了顾小白 先前站着的地方 他饶有兴致地看着顾小白 道 小哥哥你不用担心 我这个人 很少对无辜的人下手 尤其是像你这样 充满正义感的人 我感激都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伤害你呢 顾小白的心里 并没有因为六爷的这番话 而放下警惕 要知道 现在的他已经是四品中间的强者了 然而刚才 若非六爷主动出生 他甚至都感知不到六爷的存在 这个女人的修为 到底有多恐怖 看到顾小白始终沉默不语 六爷也只好一心阑珊地说道 哎 看来小哥哥 你并不想跟我有进一步的了解呢 那好吧 我们只好就此别过了 不过 若是你突然改主意了 可以来凤凰大街032号找我哟 说完 六爷便静止离开 没有再多看顾小白一眼 顾小白看着六爷的背影 原本想要偷袭的心思 现在早已消失殆尽 而顾小白不知道的是 当六爷离开小巷的瞬间 他的眼中露出了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这个人 为什么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天下第一武道会预选赛 赛程进行到了第十天 顾小白所在的物影队 以50战全胜的战绩 成功地入围到了正赛 而像他们这样 晋级到正赛之中的队伍 一共有20支之多 如此一来 算上诗星帝国和罗奥帝国 那边的参赛队伍 天下第一武道会 中级组小队战的60支参赛队伍 就算是正式确定了 距离天下第一武道会的正赛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但预选赛却还没有结束 准确地说 是个人战和小队战的低级组 还没有比完 毕竟低级组的人数是最多的 所以比起来所要花费的时间 同样也是最多的 而对于顾小白他们来说 这一个月就相当于是放假了 反正闲着没什么事情干 要么就在帝都内到处闲逛 要么就在客栈里宅上一天 想怎么过都没关系 这样的小日子 如果只是单纯地过上几天 倒也还算有滋有味 可惜的是 无论是唐明浩还是夏小悠 其实都不是那种 喜欢清闲日子的人 像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 偶尔过过就好了 如果时间长了 可是会无聊的 我说 趁着这两天没什么事干 咱们不如去拥兵工会里 接两个委托坐坐吧 夏小悠兴致勃勃地提议道 唐明浩第一个出声附和 好啊 我也正好有点闲得慌 而顾小白 则是黑着脸 瞪了唐明浩和夏小悠一眼 不满地道 你们两个还有脸说 自从我来帝都之后 你们两个压根就没上过场 整天就知道躲在下面 走过场看热闹 现在比赛打完了 你们两个反而闲得慌 想找事情干了 夏小悠黑黑一笑道 这不是能者多劳吗 反正我们两个就算是上去了 也只是看你表演而已 不过你放心啊 等到正赛的时候 我跟小浩两个肯定上场 顾小白冷哼一声 撇了撇嘴角 道 你问问唐明浩这家伙 正赛还能不能上场 唐明浩文言苦笑着说道 的确 如果到了正赛 我可能就没法上场了 如果被其他两个帝国的人知道 清风帝国的皇子 居然跑来当了佣兵 并且还参加了天下第一舞蹈会 到时候 一定会惹来很多没有必要的麻烦 夏小悠这才恍然 陈思忠点点头道 说的也是啊 你要是跑去参加比赛了 回头你那皇帝老子的老脸 可能会挂不住 那这样的话 岂不是就只能我跟顾小白 两个人上去打了 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这样没错 唐明浩严肃地点头回应 哎 那岂不是好没意思啊 夏小悠无精打采地说道 顾小白警惕地看了夏小悠一眼 道 你别跟我讲你突然觉得 这个天下第一舞蹈会索然无畏 所以接下来的比赛 都让我一个人上去打呀 你要是真敢这么跟我说 我顾小白今天就非打抱你的狗头不可 说到狗头 夏小悠突然想起了什么 好奇地问道 对了小白 你家小小呢 被你丢在雾影镇了吗 顾小白悠悠开口道 我把她丢到隐心塔里去了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顾小白只是想让陈友兴家的犬娘姐姐 帮忙照料一下小小的 结果 她忽略了一点 现在的小小 已经是一条地狱双头犬了 所以现在 整个隐心塔都已经轰动了 那些个大魔导师整天把小小荡宝贝一样看待 山珍海味顿顿供着 就连想要拿小小的一些毛发 或者鲜血取样做实验的时候 都得先征求小小的意见 否则就会被其他大魔导师群起而攻之 没办法 小小或许是这片大陆上唯一的地狱双头犬 而且 自从上次被地狱三头犬复生过之后 小小的脖梗处 甚至都已经开始长出第三个骨包了 不出意外的话 再过一段时间 她就能成长为 只有传说中才存在的地狱三头犬 顾小白估摸着 以后小小的配种问题 那些大魔导师估计也打算一手包办了 反正顾小白已经跟之前结识的那几位大魔导师打好招呼了 保证小小在隐心塔内不会遭受任何委屈 交给那群老头子照顾 顾小白还是比较放心的 总而言之 现在的顾小白同样很清闲 如果夏小悠和唐明浩 真的要去接委托活动活动 筋骨的话 顾小白肯定也是会跟上的 于是 三人在达成一致共识之后 便浩浩荡荡地朝着紫川城的拥兵工会走去 不得不说 紫川城的拥兵工会比起雾影阵来不知要豪华多少倍 工会内甚至还特地针对不同阶级的拥兵开辟了不同的任务区 如此一来 拥兵们就不需要整天乱哄哄地挤在一堆 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接取任务 可以说是非常方便了 顾小白三人来到黄同级的任务区 开始分头浏览委托 他们在来的路上就已经商量好了 这次就随便接一个简单的战斗委托 最好是能够在几天之内完成的 既不会影响到之后的比赛 又可以让他们充分地施展一番 顾小白正在挑选择的时候 一个青年忽然自顾自地凑了上来 道 小哥 我看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吗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拥兵团 这个青年看上去 大概也就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 外表显得有些清秀 笑容也非常灿烂 可以看到 他的背上系着一把长剑 这说明 他是一名剑客 而在他的腰间 还系着个酒葫芦 能够看出 这是个很喜欢喝酒的人 哦 你是哪个佣兵团的人 顾小白微笑着问道 青年神秘兮兮地凑到顾小白耳边 小声道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其实我是虎牙佣兵团的哟 顾小白失笑道 说出来你也可能不信 你背上 那把剑的剑鞘 还是我特地给你送过去的哟 李白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 眼中尽是欣喜之色 笑道 真的是你啊 我之前还以为感觉错了呢 顾小白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现在分明都已经改头换面了 李白高深莫测地看了顾小白一眼 道 相貌或许可以骗人 但是建议 是绝对不会骗人的 顾小白眉毛挑了挑 他倒是没有想到 李白居然能够通过建议认出他来 便听李白又很快压低了声音 兴奋地说道 喂 我问你有没有兴趣 跟我们一起搞事情啊 哦 你们要搞事情 顾小白的眼中 顿时迸发出了明亮的光芒 李白连连点头道 是啊是啊 而且是大事情 顾小白更激动了 有多大 李白道 关乎人族存亡 你说大不大 这个太大了 咱换个小点的成本 恐怕不行 因为我说的是真的 两个人站在原地大眼瞪小眼 李白的表情始终未变 而顾小白的脸色 则是从一开始的兴奋 逐渐转为惊愕 唐明昊和夏小悠 还在另一边认真的挑选委托 谁也没注意到 顾小白这边似乎情况不对 趁着顾小白犹豫的空当 李白又小声补充了一句 这么说吧 我给你透露个小消息 你应该知道魔族吧 不出意外的话 魔族近段时间 就要对人族领地下手了 顾小白内心一动 却没有多问什么 只是扭头朝着唐明昊和夏小悠 那边喊了一声 那边那两个吃闲饭的 我这边有个大委托 你们有没有兴趣 听到顾小白说有大委托 唐明昊和夏小悠 连忙望了过来 正好看见站在顾小白身边 正面带微笑的李白 这是顾主 唐明昊问道 你是顾主吗 顾小白也跟着问道 唐明昊和夏小悠顿时无语 和着顾小白这家伙 连事情都还没搞清楚 就开始瞎扎乎了 李白笑道 我当然不是顾主了 顾主在那边的茶楼里 方便的话 不如一起过去 茶楼内的某个包厢里 一群人围在桌子边上 面色严肃地 在低声讨论着什么 帝都承袭的死气浓度 今天又上升了几个点 不能再放任侯赛雷继续下去了 一个身着幽紫色发袍的女性 陈生说道 的确 再这样下去的话 只会有更多无辜的人受牵连 只是最近神剑拥兵团的人 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我们如果贸然行动的话 反而会引起他们的警惕 说话的是个肌肉健壮到 几乎要爆炸开来的大汉 即便是厚重的容服 都无法掩盖他的肌肉轮廓 坐在窗边的中年男子点了点头 道 嗯 咱们现在还需要再隐远一段时间 所以 这件事情 就只能交给已经站在明面上的人来办了 阿白 这件事情 就让你去 一 阿白呢 阿白说 他好像看见几个熟人 刚刚出去了 肌肉大汗说道 这小子 怎么一点都分不清 事情轻重缓急的 这个结果眼上 哪有闲功夫 让他见熟人 中年男子面色一沉 显然有些不满 正当这时 一直守在门边的光头汉子突然到 阿白回来了 还带了三个人 中年男子的脸色愈发阴沉 朝着周围的其余人 拱了拱手道 阿白这小子不懂事 回头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像是这样的内部会议 又怎么能让外人掺和进来呢 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岂不是 然而李白这会儿 已经推门进来了 他对着房间里的人说道 各位 我回来了 这位就是我刚刚 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那个肌肉壮汉 便突然站起身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顾小白等人 眼睛瞪得比同龄还大 阿白 这就是你说的熟人 他震惊地问道 顾小白等人也纷纷一愣 下意识地齐声脱口出道 上官大叔 没错 这个浑身肌肉的精壮大汉 正是雾影镇拥兵工会的分会会长 上官烈 而坐在他身边那个穿着幽紫色发袍的女性 和坐在床边的中年男子 当然便是上官烈的妻子慕容云 和雾影镇的镇长李清朗 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们 真的是太意外了 唐明浩满脸都透着喜悦之情 而顾小白则是不动声色地 快速扫尸了一圈 可以看到 这个包厢里一共有十来个人 除了雾影镇的三位老乡时和李白以外 剩下的都是陌生面孔 而在上座的位置 坐着的棕色皮肤的男人 这男人脸上带着一道争鸣的刀疤 看上去很是安静 但顾小白却无端地感觉到 这个男人或许便是整个包厢里最强大的存在 虽然其他人没有特意说明 然而自从顾小白他们进门之后 房间里的人或多或少地都扭头看了那个刀疤男一眼 虽然这些目光转瞬即逝 不过顾小白还是敏锐地觉察到了 难道说 这个男人就是虎牙拥兵团的团长 这位是 李清皱着眉头看向顾小白 他总觉得 这个人带给他的感觉有些熟悉 顾小白收回心神 笑了笑道 李镇长 我之前刚送你一只地狱魔犬的幼崽 这好像也没隔多久吧 你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呢 这下上官烈等人 就愈发地心感震撼了 只见李清激动地站起身来 甚至差点一个用力过猛翻到窗户外边去 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顾小白 整个人都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问道 那天晚上 你带回来几只幼崽 三只 一只给了你 一只给了上官大叔 还有一只送给杜将军了 顾小白应答如流 哦 对了 当时你跟杜将军 说是要送我一件礼物作为回报 然后给了把剑鞘 结果那剑鞘被破剑直接吃掉了 现在你相信我就是顾小白了没 李清闭上眼睛 深深地吸了口气 这才感慨出声道 你这小子 究竟是怎么练的 居然都已经修炼到四品中阶了 而且还凝聚出了人形 顾小白黑黑一笑 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机缘巧合 机缘巧合 而这时 先前被顾小白留意的那个刀疤男 忽然缓缓起身 面色淡然地开口问道 听说你曾经灭了一队魔族士兵 而且还击杀了一名魔族将领 伴随着这个男人的开口 房间内的气氛 突然就变得安静了下来 顾小白沉默片刻 点点头道 是的 那你认为 那群魔族该死吗 刀疤男又问道 我没有考虑过这点 毕竟谁都有生存的权利 没有谁是生来该死的 当然 如果他们惹到我头上了 我就一定会狠狠地打回去 就像我之前做过的那样 顾小白回答道 刀疤男深深地看了顾小白一眼 忽然道 我这里有一份委托 委托内容跟某个公爵有关 如果委托失败的话 十有八九连小命都要丢掉 这份委托 你敢接吗 他没有问顾小白要不要接 而是问他敢不敢接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面色微变 顾小白想了想 问道 你说的是哪个公爵 侯赛雷 刀疤男道 于是顾小白的脸上 露出了一副明雾的表情 道 增雾制造工厂 刀疤男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你知道 必须的 我已经捣毁一个了 顾小白同样微笑道 而且 我不介意再捣毁更多个 帝都承熙 距离帝都约某百里的位置 建有一座坟地 事实上 这里一开始并非坟地 只不过是一片小土坡而已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陆续有人将失去的亲友 埋葬在此地 当然了 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自然是不会把坟建在这种地方的 会被葬在这里的 就只有附近村落的平民 或是那些无名无姓 冻死在路旁的流浪汉 只是最近一段时间 在坟地的周围 突然多出了许多装备精良的士兵 这些士兵严密地把控着这片坟地 不让任何民众随意进出 据说 是因为在坟地里 不知为何产生了失变 为了防止亡灵生物暴动 祸害到周围的居民 侯赛雷公爵特地派人把守于此 至于民众们入土为安的事宜 则是全部都交给了这些士兵们 帮忙代劳 士兵们还承诺 会将这些遗体葬在外围 以免被亡灵生物们所玷污 反正大家平时把亲属 埋在此地之后 也不会特地回头来祭拜 哪怕是真的存着祭拜的心思 说不定连坟头在哪都找不到 侯赛雷公爵手下的士兵们 愿意施以援手 对于民众们来说 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虽然也有民众内心里犯嘀咕 为什么这些士兵们 在坟地周围把守了那么久 都还没有把坟地里的亡灵生物清除干净 不过不管怎么说 有士兵守在这里 多少还是让人有些安心呢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 偶尔有民众从坟地附近经过的时候 总会感觉到身体一阵阴寒 内心里也会莫名其妙地变得慌乱起来 这样的情况 无疑坐实了坟地内 的确有亡灵生物聚集的传闻 所以 伴随着时间推移 就很少会有人从坟地附近经过了 只有侯赛雷公爵的士兵们 还兢兢业业地守卫在坟地的四周 既是为了防止有人不慎物闯进去 也是为了戒备坟地里面的东西跑出来 伴随着夕阳逐渐下沉 又到了日暮黄昏之时 每每到了这种时候 坟地内的死气 便会出现不正常的波动 空气中的死气浓度 也会随之暴涨 侯赛雷公爵这边给出的解释是 每天日落之时 便是亡灵生物们开始活动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 千万不能随意接近坟地 可是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距离坟地几百米远的地方 借助着树木头下的阴影 这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正躲藏在一处低洼之地内 都只探了个脑袋 远远望着 像是这样的距离 如果不是视力特别好的人 多半都是发现不了的 前面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片坟地了 也就是侯赛雷的增物大军制造工厂 一会儿 咱们就按照计划行事 李白摇摇地指着前方 轻声说道 顾兄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顾小白微微一笑 道 放心好了 只要掐准时间 这种小事 自然还是手到擒来的 坟地外的那些士兵们 并非是一直站在原地把守的 他们遵循着一定的时间规律 进行反复的巡逻 而顾小白等人的计划 便是趁着那些士兵们巡逻的时候 强行将某一队巡逻士兵打晕 然后取而代之 看着目标小队 马上就要来到计划好的位置 顾小白深吸了一口气 猛地翻身冲了上去 顾小白的速度非常快 几乎化作了一道墨色流光 同时 他身上穿着的那件漆黑的长袍 能够更好的将他隐藏在夜幕之中 如此一来 直到顾小白接近到数十米的位置时 那一对巡逻士兵才猛地反应过来 他们面露惊慌之色 下意识地拿起手中的号角 就要吹响警报 可惜 顾小白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八品天赋技能 分影 数到分身 从顾小白的体内分离而出 每个分身都各自迎上了一名巡逻士兵 这些巡逻士兵的修为 不过只是五品到六品之间 哪怕只是面对顾小白的分身 都毫无招架还手之力 不过一眨眼的功夫 那对巡逻士兵 就已经被顾小白尽数放倒 而顾小白在放倒那群巡逻士兵之后 并没有就此停下 而是控制着自己的那群分身 开始丧心病狂地扒起士兵们身上 所穿着的盔甲 则则则 顾小白这家伙 做起这种事情来的时候 为什么一副轻车熟路的样子 辣眼睛 辣眼睛 夏小悠忍不住捂住了自己的双眼 而唐明浩则是沉生说道 准备一下 马上就轮到我们出马了 只见顾小白那边动作迅速 很快便将那些士兵们的盔甲 脱了得干净 然后他又操控着自己的分身们 麻溜地将盔甲套到自己的身上 做完这些之后 他才朝着藏身处的方向 比了个手势 示意计划一切顺利 顾小白的分身 接替了巡逻士兵们的任务 开始一板一眼地巡逻起来 而那些被扒光了的士兵们 则是被顾小白的幽灵挂剑 顾灵儿 直接冻成了冰茶 虽然说一件一个直接解决掉 会来得更快些 但是顾小白等人 担心血腥味会吸引来 其他的巡逻士兵 所以 这种事情交给小幽灵来说 的确是再合适不过了 反正这群士兵 也是助纣为虐 死有余辜 以顾小白现在的修为 如果只是几个分身的话 持续时间能够达到将近半个小时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能够潜入进去搞事情 然后再借着这个口子 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 没错 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完美计划 队伍里 有顾小白和李白这两个强力剑客 有下小幽这样的可靠顿位 而净化亡灵的任务 则是妥妥地落在了唐明浩的头上 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 就是唐明浩在施展净化魔法的时候 所发出的耀眼白光 这在漆黑的夜幕里 简直就是最显眼的指向灯 不过还好 对于这个问题 顾小白同样有着完美的解决方案 借着分身的掩护 四人悄眯眯地摸进了坟地之内 或许是因为坟地外戒备森严的缘故 所以坟地内的守备力量 反而显得有些宽松 唐明浩闭着眼睛 仔细地感受了片刻 将目光投向西北方向 道 那个方向的死气最浓郁 想来应该就是那里了 好的 咱们冲过去 顾小白挥了挥拳头 兴奋地说道 搞事情嘛 总是会让人身心愉悦的 在唐明浩的指引下 众人不断前行 而空气中的腐臭味 也越来越浓重 在过了十来分钟之后 众人总算来到了整片坟地中 死气最浓郁的地方 只是前方不知为何 却是一片灰雾弥漫 让人完全看不到 其中到底隐藏着些什么 这是气息辅助型魔法 阴晕之物 能够阻挡外界的视线 不过想要制造出 如此庞大规模的阴晕之物 至少也得要数百个气息法师 一起出手 才能够做到 唐明浩低声说道 同时心中带着一丝隐隐不安 这么大的一片阴晕之物 里面究竟隐藏着多少秘密 有破除的办法吗 夏小悠问道 我的净化就能够起到 驱逐阴晕之物的作用 但是施法的光芒 可能会有暴露的风险 而且作用范围也不会很大 唐明浩说道 就在这时 顾小白突然缓缓开口道 我可以让你们看到 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但是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话音落下之时 数道精神链接 从顾小白的体内放射而出 准确无误地连接在了 其他三人的身上 而与此同时 顾小白的精神力 也迅速地扩散开来 眨眼间便蔓延进了 阴晕之物中 借着顾小白的这个技能 唐明浩等人顿时惊讶地发现 前方的那片阴晕之物 突然失去了作用 准确地说 是顾小白的精神力 直接将阴晕之物 所覆盖的东西 映射到了大家的脑海里 而呈现在众人脑海中的景象 让其他三人 无一例外地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夏小悠甚至下意识地 抬起双手 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因为他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吐出来 就在他们面前不远处的地方 漫山遍野 皆是碎尸残骸 还有一坨坨的肉块 被肆意地丢弃在地上 不仅如此 在更远处的地方 还有许多正在缓慢移动的肉团 那些便是已经制造完成的增物了 哪怕仅仅只是粗略地一眼扫过 入眼之处 也全都是蠕动着的增物群 如此景象 很容易就会让人联想到屠宰场 然而这幅场面 比起屠宰场而言 却是更加地令人感到心静 这究竟是要残害多少人 才能制造出这样的场面来 唐明昊面色苍白 强忍着呕吐的冲动 笛声喃喃道 桑尽天良 简直不得好死 李白面露怒涩 并且握紧了手中的剑 哪怕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侯赛雷公爵 在这片坟地里 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但知道和看到 终归是两码事情 当他亲眼目睹此情此景 内心的愤怒 几乎突破天际 至于顾小白 虽说他之前 已经在王家的地下工厂里 见识过一次这样的场景了 然而 当他再次目睹 这尸横遍野的场面时 心中的怒火 依旧还是喷涌而出 难以抑制 各位 咱们看来还是低估了 侯赛雷丧心病狂的程度 这里的憎恶 少说也已经有上万只了 根本就不是我们在短时间内 能够处理得完的 顾小白沉声说道 只是既然来了 我们也不能空手回去 至少也得给他们制造点麻烦 李白点了点头 突然问道 古兄 你刚刚所使用的是什么技能 居然能够让我们共享你的精神力 顾小白也没有要隐瞒的意思 道 我以前是只骷髅怪 九品十所领悟的天赋技能是解体 但是自从凝聚人形之后 那个天赋技能的效果 就发生了变化 简单来说 我现在已经不能随随便便 把自己拆成各种零件了 不过 我可以把自己的精神力分出一部分 共享给其他人 就像你们刚才所感受到的那样 其实对于顾小白来说 分金错骨大法 显然是个更加适合他的技能 不仅能够赋予他强大的快速移动能力 而且还能在关键的时候解体 以躲避敌人的攻击 不过非要说的话 其实现在的这个共享精神力效果 也很不错 是个出色的团队型辅助技能 你们应该也发现了 阴晕之物里面没有一个人类 所以 咱们一会儿直接进到阴晕之物里面去 能杀多少算多少 一旦情况不对 咱们就立刻撤离 顾小白道 好 原本用来阻挡外人视线的 阴晕之物 现在反而成了遮掩顾小白等人 放手视为的最佳屏障 已经晋级到四品中阶的顾小白 自不用说 剑气所到之处 无数增物通通被制解为尸体碎块 李白的杀伤力同样不俗 仅凭一把长剑 便能在增物群中肆意纵横 不过唐明昊的效率 甚至比顾小白和李白两个还要更高 只见他从袖口内掏出精灵球 以精灵球为载体 将自己体内的光元素 尽数释放出去 那些增物 哪怕只是沾染上一点点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内化为浓水 值得一提的是 唐明昊在释放魔法的时候 并没有散发出一丝一毫的光亮 这是因为在动手之前 顾小白特地把自己的黑袍给拖了下来 并且照在了精灵球上 这样一来 就能够保证精灵球内的光芒 很难一散出去 同时又不会影响光元素的释放 不仅如此 在《阴晕之物》的掩护下 仅有的一点光芒 也不会被外人所看到 至于夏小悠 她的任务便是保护住唐明昊 确保唐明昊不会被增悟所伤 事实上 当顾小白等人开始行动的同时 增悟们便已经开始暴动起来了 对于这些亡灵生物来说 生者的气息往往是最诱人的 所以 无数的增悟都开始朝着顾小白等人的位置聚拢过来 而数万的增悟们同时行动 所造成的响动自然不会太小 阴晕之物 只会遮挡住人们的视线 却无法阻止声音传播出去 所以 守卫在坟地周围的士兵们 在听到坟地内忽然响起轰隆隆的声音时 他们便意识到情况不对 赶紧朝着里面冲来 被顾小白安置在外围的那几具分身 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 于是顾小白便及时招呼道 外面的士兵们已经在朝着这边来了 咱们还能再杀个五分钟左右 等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就撒鸭子闪人 在守卫士兵们完成合围之前 顾小白便带着其他人 悄悯的穿过 阴晕之物 照着之前已经计划好的方向溜了出去 而那些士兵们将要面对的 则是一群被激怒了的增悟大军 所幸的是 侯赛雷公爵或许是早就遇见到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制造这些增悟之前 他就已经留好了后手 在坟地内 隐藏着一个光属性的魔法大阵 这个大阵的作用 就是将所有增悟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防止他们暴动偷跑 为了能够随时激活这个大阵 侯赛雷公爵特地在坟地里 安置了近百名的圣光系魔法师 只是即便如此 想要激活这个大阵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当大阵好不容易被激活的时候 那些负责阻拦的士兵们 已经出现了近三成的损伤 而坟地里也留下了百来具增悟尸体 而此时 顾小白等人已然安全地脱离出来了 借着夜色的掩护 他们快速地撤回到了帝都城外 虽说现在这个时间点 帝都的城门已然闭合 但在帝都城外 还有许多的客栈 攻来不及入城的旅人们休息 而虎牙拥兵团的人 早就为他们准备好了房间 欢迎回来 情况怎么样 当顾小白推开房门的时候 老早就守在房间里面的慕容云 便迎了上来 关切地问道 情况 不容乐观 他们制造出来的增悟数量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哪怕是保守估计 也在万数以上 顾小白沉声说道 而且一想到这些增悟 距离帝都如此之近 我就更加觉得 侯赛雷这家伙图谋甚大 而随着顾小白一同进来的李白等人 面色同样有些糟糕 显然之前在坟地里所看到的 事情对他们来说 甚至已经达到了心理阴影的地步 慕容云在听到顾小白说 有数万只增悟的时候 眼神便已经变得凝重了起来 只听他出声说道 明昊 你先用净化术 把大家身上的死气都处理一下 我去找团长他们汇报情况 等过会儿再来找你们 说完 慕容云便快步走出了房间 并且随手关闭了房间门 唐明昊一言 用净化将房间里的死气清理干净 然后他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苦恼地叹了口气道 这么多的增悟 感觉以清风帝国现在的军力 虽说不至于应付不了 但肯定也会元气大伤的 更不用说 诗心帝国和罗奥帝国 始终虎视眈眈 绝对会趁着清风帝国内乱的空当 趁虚而入 到时候 清风帝国的国土内 定然会生灵涂炭 不行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 阻止这件事情 顾小白煞有结识地点了点头 道 我也觉得 你这皇子才当了多久啊 皇宫都还没住上几天吧 清风帝国 这要是真被侯塞雷给霍霍了 你这个皇子 也就做到头了 还不如趁早计划计划 回雾影镇当个小拥兵去 然而 李白却摇了摇头 道 顾兄 你这个说法是行不通的 唐明昊赞许地忘了李白一言 道 不愧是人称最强之鉴的李白大哥 觉悟比某人不知道要高到哪去了 如果去别的地方当拥兵 还是可行的 但是雾影镇比较危险 李白继续说道 雾影镇距离死亡山脉太近了 而死亡山脉是魔族军队攻击人族的第一要道 或者为了确保人身安全 明昊兄弟你也可以考虑去天玉山 我们虎牙拥兵团在那里有个秘密基地 躲起来保证安全 唐明昊扶恶叹息 好的 前面那句话我收回 你们俩都没有为国为民的觉悟啊 夏小悠从进门开始就没怎么说话 因为他现在满脑子 都是之前坟地里那满目憎恶的景象 始终有种想要反胃的冲动 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缓解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顾小白突然面色微变 他的精神力在众人之中是最敏锐的 所以能够提前感应到异常情况 只见他快步走到窗边 将窗户微微掀开一条小缝 朝着外面张望了几眼 然后转身对着其他人说道 果然是侯赛雷的人 李白忍不住嘟咙道 动作这么快的吗 咱们这才刚到客栈没多久吧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将自己身后背着的长剑解下 往顾小白那边丢去 顾小白接过李白的长剑 连同自己的乘风剑一起 直接塞到了腰间的空间袋里 没过一会儿 便有人敲响了房间的门 顾小白示意大家冷静行事 随后上前开门 而当顾小白打开房门之后 一个大富翩翩的胖子 就蛮不讲理地走了进来 冷冷地打量着房间内的其他几人 看他身上穿着的制服 可以看出这应该是个士官 你们几个都是干什么的 胖子士官捧着张脸 韩生说道 把职业都抱一下 嗯 我们是拥兵 从雾影镇来的 顾小白装出一副 唯唯诺诺的样子 出声回应 我问的是 你们的具体职业 胖子士官显然有些不耐烦 毕竟大冬天的 被逼着从温暖的被窝里 钻出来找人 对他来说 简直是一种折磨 于是 顾小白随手一招 摆了个似是而非的姿势 召唤出了一只幽灵来 胖子士官点头道 嗯 是个召唤师 下一个 李白注意到 胖子士官的目光停留在了自己身上 便忙不迭地在原地挥了几世拳法 道 我是个全尸 要知道 李白的父亲 本就是全尸中顶尖的存在 而李白从小耳濡目染 多少还是学会了一些的 胖子士官的目光继续移动 落在了夏小悠的脸上 夏小悠抬起头正要说话 但他在看到胖子士官脸上堆积的肥肉时 脑海中突然浮现起坟地里那些浮肿的增物 顿时忍不住直接吐了出来 胖子士官 抱歉抱歉 我妻子他刚刚怀孕了 身体有些不舒服 唐明浩赶紧解围道 胖子士官这才勉强点头 又问道 那你呢 唐明浩指了指靠在边上的乘风盾 道 这个是我的 我是一名盾位 胖子士官扬了扬眉毛道 看你这小身板 居然能拿得动这么大的盾牌 唐明浩羞懒地笑了笑 道 那这块盾牌总不能是我妻子的吧 胖子士官点点头 随即转身离开 顾小白赶紧跟上去 把门关上 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夏小悠从边上扯了张纸巾过来 把嘴擦干净之后 恶狠狠地瞪了唐明浩一眼 道 好你的唐明浩 居然敢占我便宜 唐明浩尴尬地别过脸去 道 临场应变吗 再说了 给你个皇妃当当 难不成还委屈你了 夏小悠仔细地想了想 嘀咕道 好像也是哦 唐明浩松了口气 以为自己成功糊弄过去了 结果没想到夏小悠的手突然伸了过来 狠狠地揪住了她的耳朵 恶声恶语地大声说道 你以为 我会被你骗过去吗 本姑娘才不稀罕什么破皇妃呢 顾小白看着这对耍宝的冤家 叹气道 真的是 我去找个拖把 顾小白找客栈里的伙计要了拖把 自己却没有回房 而是禁止出了客栈 他打算去侯赛雷公爵的城堡里看看 自从那天吸收了乘风剑传输过来的能量 一路晋级到四品中阶之后 原本那些盘踞在顾小白石海中的记忆碎片 开始进一步与它结合 虽说还有一部分记忆碎片始终在富于顽抗 不肯与顾小白融合 但更多的 则是乖乖地与顾小白的精神之海进行融合 释放出其中的记忆片段 拜这些记忆碎片所赐 顾小白的脑海中多出了许多 原先从未练习过 但却驾轻就熟的战斗技巧 战斗力方面相较于以往 完全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只是与此同时 还有一些其他的记忆 让顾小白在浏览过后 不禁有些费解莫名 当然了 现在可不是去计较这些的时候 当务之急 还是要去搞清楚 侯赛雷公爵究竟想要做些什么 皎洁的月光被阴云所掩盖 天地间也开始变得昏暗一片 而顾小白借助着这片漆黑的夜色 正翘无声息地朝着侯赛雷公爵的领地前去 领地内有许多的士兵在巡逻 然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 有一个身影 正翘无声息地从他们的身边掠过 为了防止被人发现 顾小白将自己的气息尽数隐秘 速度却是丝毫未减 不过十来分钟的时间 顾小白便再次来到了那座熟悉的城堡跟前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今夜的城堡竟是被侯赛雷公爵麾下的士兵们 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 显然 侯赛雷公爵也已经察觉到 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 所以想用这样的方式来看保障自己的安全 不仅如此 顾小白还感知到 在城堡内有着数道强大的气息 其中有一道气息 甚至与之前冰霜巨龙约尔德 所带给他的感觉有些类似 侯赛雷这老东西 居然还养了个三瓶的打手啊 顾小白忍不住在心里暗自咕弄 在这样的情况下 顾小白自然没法硬闯进去 不过他并没有立刻转身离去 而是待在暗处耐心等待了一会儿 同时细细地观察着周围的景象 就在这个时候 顾小白突然发现在那群私兵里面 居然还夹杂着几名侍女 这几名侍女看上去就很瘦弱 浑身上下也没有散发出任何的气息波动 却偏偏守在门口的位置 像是在等待着某人一般 看到这几名侍女 顾小白内心里的疑惑愈发强烈 她的疑惑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很快的 一抹窈窕的身影 便从城堡里走了出来 六爷 顾小白瞪大了双眼 他完全没有想到 六爷居然会和侯赛雷勾结到了一起 联想到六爷的身份 顾小白的心里便如同掀起了惊涛骇浪 久久无法平静 要知道 六爷可是万宝阁的人啊 这个遍布整片大陆的巨型商会 竟然也插手了这件事情 顾小白的眼中闪过一丝一色 他在思考要不要跟踪一波六爷看看 六爷这个人 始终给他一种神秘的感觉 想必身上肯定藏着什么秘密 先前的时候 顾小白还在想着 等以后有时间了 再去找六爷探究情况 然而 既然现在正好撞见了 那么 顾小白自然也不会放过 这么难得的机会 六爷在夜色中缓缓前行 而顾小白 则是不远不近地 掉在六爷的身后 他想看看 现在帝都已经关闭了城门 六爷到底会去哪里 哟 小哥哥 我们又见面了呢 就在这时 六爷突然毫无征兆地开口说道 不过大晚上的 你这样跟着一个女孩子 似乎不太好吧 他一边说着 一边转过身来 就这么笑意 隐隐地望着顾小白藏身的位置 顾小白沉默了一会儿 干脆不再躲藏 直接站了出来 他望着六爷 轻声问道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这个嘛 每个女孩子 都有着自己的秘密啊 小哥哥 你这样询问人家的隐私 人家会不好意思的呢 六爷朝着顾小白 抛了个媚眼 大晚上的抛媚眼 你这是给谁看呢 顾小白忍不住叹了口气道 人家知道你能看到啊 六爷哥哥直笑道 他连布青叶 身子鸟挪 朝着顾小白款步而去 浑身上下都没有散发出任何的危险气息 但顾小白却偏偏下意识地后退了数步 本能地想要与六爷拉开距离 顾小白总觉得 被六爷近身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那天晚上 在巷子里的那些混混的死状 再次浮现在顾小白的脑海中 顾小白记得很清楚 那些混混的身上 没有任何的伤口 但却偏偏完全失去了生命迹象 也不知道 六爷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在搞清楚具体情况之前 顾小白不敢贸然与六爷进行接触 六爷看到顾小白的警惕模样 干脆也停下了脚步 与顾小白保持着约莫十米左右的距离 你是从侯赛雷公爵的领地里 开始跟踪我的吧 天都这么晚啊 你为什么还要特地潜入到侯赛雷公爵的领地里呢 六爷兴致勃勃地看着顾小白 今天晚上的 这个时间点 可是比较微妙啊 西边刚刚出了点大事情 你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鬼鬼祟祟地过去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东西哦 我不明白 你在说什么 顾小白没有承认 反正这种时候 装傻就对了 啊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自己做过的事情也不承认 六爷的嘴角 微微翘起一个弧度 你的身上 有着净化术的痕迹 但是净化术只能去除沾染着的腐臭味 却除不掉死灵系的魔法元素 在这附近 唯一能够让你沾染到 这么大量死灵魔法元素的地方 也就只有西边的那个坟场了吧 顾小白沉默了一会儿 问道 看来你也知道 里面有什么东西了 六爷毫不掩饰地点了点头道 没错 不妨告诉你 那些增物都是人工制造出来的 而制造方法 说到这里 六爷微微一顿 笑容更盛 轻声道 是我提供的哦 当顾小白听到六爷说出 这些增物的制造方法 都是我提供到这种化石 饶时他早就知道 六爷肯定跟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此刻也不禁还是微微动容 看向六爷的目光 变得更加警惕 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吗 六爷的语气 听上去就像是一个 在向情侣撒娇的小女生 虽然我杀人 也不归宿 而且还制造亡灵生物 但我其实是个好女孩哦 看到六爷如此扭捏作态 顾小白的心里 多少生起了几分怪异情绪 他反而觉得 之前那个一言不合 就要跟他动手的六爷 似乎更好对付一些 然而就在顾小白心里 生出这个想法的瞬间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猛地施展出 之前在天下第一舞蹈会的 预选赛中 经常使用的玄妙步伐 迅速向后退去 与此同时 六爷的身影 也树然消失在了先前的位置 而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赫然已经停在了顾小白 先前站着的那个地方 不错嘛小哥哥 居然还来得及反应过来 我可是对你更加刮目相看了呢 六爷伸出舌头 轻轻地舔着自己的两片柔软唇半 眼神也带上了几分迷离 看上去性感无比 顾小白面上不动声色 心里却是在暗自后怕 他没有想到 六爷会用这样的方式 来让他分神 更想不到 六爷竟是能够凭借着 他眼神那微不可查的变化 来判断他的专注程度 还好 突如其来的 危机感救了他一命 否则刚刚六爷的那一击 便会切切实实地打在他身上了 你发骚 骗人 搞偷袭 这样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好女孩 顾小白鄙夷地说道 他不再遮掩自己的身份 伸手从空间袋中取出了破剑 遥遥指向六爷 既然六爷已经对他动了杀机 那么隐藏身份 也就没有任何的必要了 然而 六爷却没有像顾小白所想的那般 在第一时间认出破剑 只是微微眯起双眼 眼神中透着些许的疑惑 的确 破剑带给他的感觉 同样很是熟悉 但他之前 见过的那把是短剑 而现在的破剑 已经把自己 吃成七尺长剑了 顾小白冷笑道 怎么 还认不出来吗 需要我再给你一点提示吗 六爷的瞳孔 突然猛地收缩 就连身体都本能地紧绷了起来 惊声喊道 你 你是 莫见死神 顾小白 啊 莫见死神 这是个什么鬼称呼 不过 顾小白觉得自己 好像还真的有听过 这么个称呼的样子 只是他完全记不起来 自己到底是在哪 看到过这个称呼了 没办法 他现在整合的记忆碎片 又多又乱 有的时候 他甚至搞不清楚 到底哪些记忆才是他自己的 哪些记忆 又是许兆平的 相比起一脸猛逼的顾小白来 六爷的情绪 显然激动得有点过分 他之前还有闲心调戏顾小白 然而当他看到顾小白 拿出那把通体墨色的七尺长剑时 他终于想起 自己那虚无缥缈的熟悉感 到底是从哪来的了 在他的族内 几乎每一个族人 都见过一幅画像 画像上 有个手持墨剑的男人 他挥出的一剑能够碎裂天地 同时也强行击退了魔族的百万大军 那一战 魔族强者实不存一 能够活着 逃回魔族领地的 每每弹起那一剑 无不肝胆俱颤 面露惊黄 就好像哪怕只是提及 都会被那一剑所伤 画像上的人 便是眼前的这个人 画像上的剑 便是眼前的这把剑 不 这不可能 都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你怎么可能还存活着 六爷淒厉地嘶吼着 内心中的恐惧暴露无遗 而顾小白也终于是回想起 自己究竟是在哪里 听到的这个称呼 那是在许兆平的记忆里 当许兆平 挥出那名为一剑碎河山的剑技时 那些没有被剑技波及 幸运存活下来的魔族们 口中便是这么呼喊的 于是 顾小白的目光再变 看着六爷轻声说道 原来 你是魔族 六爷剧烈地喘息着 先前的柔颜媚态 早已不复存在 他不是没想过逃跑 但在意识到 面前这人的真实身份后 他的全身都已经失去了力气 或者说 他连逃跑的胆量都没有 而顾小白道破 他真实身份的举动 让他更加确定 站在自己眼前的 绝对就是许兆平本人 要知道 六爷沿袭人类历史数年 从未在人族史书中 看到过 莫见死神这个称呼 而先前他在震惊之下 失口 喊出这个称呼 眼前之人却能够迅速反应过来 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 这本身就已经能够说明很多问题了 其实 如果六爷静下心来就能发现 面前这个所谓的莫见死神 不过只有四品中间的实力而已 虽然说摆在人族内 也能勉强算是个强者 但距离当年的许兆平 显然是云迷之别 以六爷的实力 甚至还能跟隐隐压他一头 可惜的是 六爷现在满心都是震惊的情绪 脑海里一片空白 压根想不到这些 顾小白意识到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努力让自己的表情保持平静 只是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亚然 道 没想到 居然还有人能够认出我来 看来当年那件事 给你们魔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 所以 究竟是谁给你们的勇气 居然敢再次对人族下手 说这句话的时候 顾小白将自己的所有精神力 都放了出来 全方位无死角地对六爷进行挤压 他在努力营造出一种气场压制的感觉 六爷冷汗沉沉 面色惨白 咬牙道 自从当年之后 我们魔族便再也没有要与人族开战的意思 那你怎么解释增悟的事情 顾小白问道 我只不过是提供制造方法而已 控制权并不在我身上 这是人族的内斗 难不成也要怪到我们魔族头上不成 六爷道 说得好 这样一来 你们只需要推波助澜 看着人族在接连不断的内战中逐渐消耗自身 等到合适的时候 你们魔族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将人族轻松覆灭 我说得可对 顾小白冷冷一笑 如是问道 六爷与智只能沉默以对 显然 顾小白完全说中了 虽然顾小白现在成功地唬住了六爷 但这毕竟只是一时之策而已 若是等到六爷反应过来 顾小白怕不是会被他追着走 所以 顾小白必须要在六爷识破之前 想办法糊弄过去 逃是逃不掉的 只能想办法让他自己乖乖听话 反正现在顾小白扯着许兆平的虎皮 哪怕只是稍微动点杀意 六爷都会像是惊弓之鸟一般 瑟瑟发抖不敢动弹 顾小白脑海中思绪电转 同时寒声说道 就算人族真的内乱了 那也是人族自己的事情 你们魔族不要整天想着把水搅浑 然后浑水摸鱼 要是让我发现 你们背地里 还在偷偷干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绝对会第一时间从死亡山脉杀过去 让你们再常常记性 听明白了没有 虽然顾小白的语气 听起来很严厉 但是六爷却是常常地松了口气 至少这能够说明眼前的这位墨剑死神暂时没有要对他动手的意思 还好还好 今天这条小命总算是保住了 便见六爷点头如捣算 道 晚辈记住了 请前辈尽管放心 在墨剑死神的面前自称晚辈 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毕竟人家也是千年前的老怪物了 虽然实力只有四品中阶 但也应该对他抱有相对应的尊敬 四品中阶 六爷突然愣了一下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一幕自然没有逃过顾小白的眼睛 他知道六爷终于是发现了他修为的不正常之处 不过没事 他已经想好了应对的办法 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顾小白故意冷冷地开口问道 六爷低着头 对顾小白拱手道 晚辈从小便听闻前辈的事迹 可以说是仰慕已久 今日万幸得以相见 心中自是欣喜难耐 只是晚辈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虽说或许有些冒犯 不知前辈可否听我一言 顾小白冷哼一声 道 既然你都知道会有所冒犯 那就干脆直接闭嘴吧 若是真的触怒本尊 本尊的剑 可是会杀人的 六爷顿时语色 内心中对于自己的猜测 却又笃定了几分 他狠狠地一咬牙 沉声道 前辈 冒犯了 话音落下之时 六爷已经朝着顾小白所在的位置冲了上去 同时在他的体内 爆发出了一股浩瀚无比的精神力 这股精神力 如同一条猙獰的巨龙 正张着血盆大口 试图将顾小白整个吞下 果然还是要动手吗 顾小白双手负于身后 在六爷看不到的地方 他的拳头已经紧紧捏起 面对六爷的攻击 顾小白居然完全没有要闪避的意思 而是选择正面对抗 这一幕落在六爷的眼中 顿时让他心中那原本 已经有些确定的猜想 又开始动摇起来 作为一名精神系的魔法师 六爷对于一个人的情绪变化 相当敏感 然而此刻 他分明能够感觉到 从面前这个男人身上传来的竟然是浓浓的 不屑 精神力化作的蛟龙 迅猛地冲进了顾小白的身体中 换作是其他人 硬生生地吃下这一击 就算是不死 也得落个精神力大损的下场 甚至可能直接沦为一具徒有生机的植物人 但是顾小白不一样 他的七品天赋技能叫做精神免疫 就是那种一点道理都不讲 无论你精神力有多强 反正打在我身上就是不痛不痒的免疫 六爷的冷汗几乎是瞬间浸湿了全身 没有人会比他自己更清楚刚刚那一招的威力 为了能够达到一击必杀的效果 他已经将自己体内近九成的精神力都灌注到了刚才的那一击力 然而面前的那个男人 不仅没有半点要躲避的意思 更是很坦然地直接正面受了那道攻击 看着还跟个没事人一样 难道说 所谓的四品中阶只不过是个假象 是他用来掩人耳目的方法而已 六爷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善笑道 前辈修为果然高深莫测 晚辈佩服 顾小白面色不变 道 冒犯也冒犯完了 接下来是不是该轮到我出手了 六爷赶紧卑躬屈膝道 前辈您大人有大量 犯不着跟我这样的人计较 毕竟 他一边说着 一边惊慌失措地低下头去 然而 在他那被额前刘海遮住的眼睛中 却是闪过了一道诡异的光芒 先前的那一道精神力攻击 可不仅仅是 为了试探莫见死神的身份真实性 更重要的目的是 在对方的体内 留下属于他的精神痕迹 毕竟 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傀儡了呀 六爷的死海中 一道精神力凝结而成的浮咒 骤然闪亮 这是他的四品天赋技能 起名为 精神奴役 只要六爷能够成功地在对方体内 留下属于他的精神力痕迹 那么对方 就会被他完完全全地控制 成为一具唯命侍从的傀儡 如果眼前这个人不是莫见死神 那么刚刚的那一招 绝对可以使其毙命 但如果他是莫见死神 那么正好 六爷就可以获得一具天下无敌的奴仆 这 就是六爷的计划 正所谓富贵显中求 六爷将自己的性命 直接压了上去 可惜的是 即便是再强的精神系技能 那也是精神力的一种特殊运用而已 精神奴役的印记 第一次完完全全地失去了效果 而六爷的笑容 直接僵在了脸上 至于另一边的顾小白 他还站在原地 等待着六爷的下文 先前六爷话说到一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莫名其妙地没了想动 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卡文了 还是实在编不下去了 结果顾小白等着等着 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脑海里 多了一个小巧精致的精神印记 咦 这是什么 顾小白好奇地释放出精神力 对其好好研究了一番 然后他惊讶地发现 这竟然是来自六爷的一道灵魂印记 准确地说 这是精神奴役的反噬 正所谓 偷鸡不成十把米 陪了夫人又折兵 六爷想要因顾小白一波 未曾想尽是把自己给搭了进去 变成了一个没有思维 只知道为命是从的傀儡 看着六爷一脸呆滞的样子 顾小白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 脸上也逐渐展开了一抹笑意 没想到啊 这意外之喜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 那么 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展开一些喜闻乐见的剧情呢 所以 这就是你大晚上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千娇百妹的小姐姐的原因 唐明昊瞪大了双眼 看着顾小白身后低着头 一言不发 满脸顺从的六爷 显然还没能彻底回过神来 虽说唐明昊之前在明光城里的时候 也跟六爷打过交道 但那时候的六爷始终没有露面 所以 唐明昊完全没有想到 六爷居然会是个这样娇滴滴的美女 或许 这就是传说中的蛇仙美人吧 夏小悠则是嘻嘻一笑 道 道理我都懂 但是我就想知道 如果六爷他 一直像这样跟在你屁股后面 那回头 你要怎么跟宋秋璇解释 顾小白无奈地叹了口气 道 所以说 我也很头疼的呀 像我这么纯洁的男孩子 被这么一折腾之后 名声都要变糟糕掉了 以后还怎么勾搭黄瓜大闺女啊 喂 我说 这家伙以前就这么不要脸的吗 李白终于没忍住吐槽道 是的 没错 习惯就好了 唐明昊耸了耸肩 完全是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事实上直到现在 大家都还沉浸在顾小白带回来的消息中 脑子里乱糟糟的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顾小白只不过是出去逛了一圈 结果就带回来一个这么大的重磅炸弹 六爷是谁 万宝阁的高层人员 而且还是个修为不低的模组 他所掌握的内幕消息 绝对多到让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没过一会儿 虎牙拥兵团的一群人 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那个棕色皮肤的刀疤男 脉步如风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而其他人的表情 虽显得震惊无比 却还是刻意放慢脚步 走在刀疤男的身后 刀疤男走进房间 目光直接跳过其他人 停留在了六爷的身上 几秒钟后 刀疤男深深地吸了口气 道 这个人的确是魔族 而且级别不低 于是 其他人都纷纷倒吸一口冷气 上官列强行压抑住激动的心情 陈生问道 小白 能说说具体经过吗 顾小白点点头 将自己夜叹侯塞雷公爵领地的事情 简单地概括了一下 但是没有暴露自己精神免疫的事情 只是简单地提了句六爷 被自己的精神魔法反噬的事情 如今六爷的思维 已经被他自己给封印了起来 整个人都对顾小白为命是从 不过顾小白对于六爷掌握着什么信息 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所以他很干脆地对六爷发号施令道 你一会儿跟着他们走 他们问什么 你就老老实实打什么 听明白了吗 六爷机械般点头道 明白了 主人 李白泽泽感叹道 这种调教玩法 似乎还挺带感的 话说顾兄你要是对他下令 让他做这样那样的事情 他会不会顾小白赶紧干咳两声 强行打断了李白的话 义正言辞地说道 李兄 难道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这种卑劣的行径 咱们回头私下再谈 喂喂喂 我可是全听到了 赶名 我就去跟宋秋玄告状 夏小悠鄙地看了顾小白和李白一眼 哼 男人 刀疤男望向顾小白 陈生问道 这个魔族女人 你打算之后怎么处置 顾小白挠了挠脸颊 看起来也有些苦恼 这个 我暂时还没有想好 感觉 如果就直接杀掉的话 好像又显得太残忍了 刀疤男的眼中 闪烁着意味深长的光芒 点头道 好的 明白了 如果不介意的话 可以交给我们虎牙拥兵团处理 顾小白想了想 问道 你们会杀掉他吗 刀疤男反问道 你希望我们杀掉他吗 顾小白摇头 还是别了 虽然我不是什么富人之人的人 不过他活着才有价值 死了 就什么都没了 刀疤男点点头 带着其他人转身离去 而六爷则是按照顾小白所吩咐的那样 一步一趋地跟在刀疤男的身后离开 李白冲着顾小白 几眉弄眼了一番 也跟着刀疤男离开了房间 于是 房间里除了顾小白以外 就又只剩下了唐明浩和夏小悠二人 在回来的路上 我其实已经问过了 现在侯赛雷手底下 有着四万左右的增物 今天晚上 咱们除掉的那些 对他们来说 只不过算是杯水车薪 离伤金洞骨还远得很 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在天下第一武道会召开的时候 对子川城发动袭击 将三大帝国的帝君全都击杀在此 只要三大帝国的国君一死 那么三个帝国绝对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迅速陷入动乱之中 在那之后 魔族甚至都不用花费多少力气 就能够接手人类的地盘 成为这片大陆的主宰 顾小白沉声说道 唐明浩和夏小悠对视了一眼 不约而同地看到了 对方眼中的金具神色 如果这个计划真的实施成功了 那人族 岂不是将会面临生灵涂炭的局面 要是今天晚上 顾小白没有降服六爷 那事情可就真的大挑了 不管怎么说 现在事情已经算是 有了解决办法 至于具体怎么做 明浩你可以想想办法 反正 你现在也已经是 帝国的皇子殿下了 说出来的话 也还是比较有可信度的 顾小白继续说道 唐明浩点了点头 道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等明天我就回皇宫 把这件事情禀报上去 而夏小悠 却像是听出了什么 其他的东西般 突然开口问道 你要去哪 顾小白抬眼看了看夏小悠 道 我要回一趟雾影镇 有件事情 需要搞清楚才行 事实上 今天晚上 他从六爷那里所了解到的 并不仅仅只是关于袭击皇城的事情 关于千年前的那场大战 人族这边相关的资料少得可怜 但魔族那边 却是有亲历者逃回去的 而且 他们将自己所看到的东西 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 并代代相传 据六爷所说 当初的那一战 人族从头到尾 都只出现过一个人 根本就没有第二个人在场 顾小白觉得 自己也是闲得无聊 整天在帝都和雾影镇之间来回跑 若非他空间带里 还放着几个风行书的卷轴 否则等他从雾影镇回来的时候 怕是天下第一舞蹈会 都已经差不多快结束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趟雾影镇 是必须得回去的 因为有件事情 他一定要搞清楚才行 在肥猫之前的描述中 是许兆凡和许兆平 联手将魔族逼退的 但顾小白从六爷那里得到的消息 却是 当时战场上 只有一个手持默色常见的人类 对于魔族来说 百万大军被一人逼退 听上去就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然而人家 偏偏给记下来了 而且还一代代地给传了下去 就冲人家的这份务实态度 顾小白琢磨着 如果真的是被两个人击退的 那魔族那边 也应该会记录下来 才对 毕竟 被两个人击退 听上去多少总比被一个人击退 要舒坦一点 好吧 其实都挺丢人的 总而言之 双方描述的不一致 就说明 肯定有一方出了问题 魔族那边的情况 顾小白已经从六爷那里 了解得七七八八了 所以 接下来就得听听看肥猫怎么说 至于顾小白 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如此上心 这背后的原因 就连顾小白 自己都说不上来 就好像内心里有一股冲动 逼迫着他 非得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不可 从紫川城回到雾影镇 顾小白一共用了三天的时间 而他在进入雾影镇之后 便匆匆忙忙地 朝着肥猫的住处赶去 结果让顾小白没想到的是 他这次过来 居然扑了个空 蕊蕊家的破木门上 加了把大铁锁 显然里面没有人 也没有猫 小伙子 你是来找蕊蕊的 正好这时 一个老者从边上的房子里 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 当他看到顾小白的时候 便随口出声询问 顾小白点了点头道 对啊 我是蕊蕊的朋友 想过来看看他 结果他好像不在家 大眼 您知道蕊蕊这是去哪了吗 老者巍巍思索了一会儿 道 我记得 他上星期的时候 就抱着他的猫出门去了 那之后就没回来过 顾小白不禁小小地吃了一惊 下意识地问道 蕊蕊抱着他的猫走了 他家猫那么肥 他居然抱得动 可不是嘛 我活了大半辈子 就没见过那么肥的猫 老者也身以为然地附和着说道 那什么 大眼 我的意思是说 蕊蕊他不是身体一直不太好吗 难不成这是 已经痊愈了 这我倒是不太清楚 不过 我前段时间看那丫头的脸色 比起以前 倒是的确好多了 虽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不过顾小白 还是礼貌地 向老者道了个谢 等到老者离开之后 顾小白见四下无人 轻巧地纵身跃起 直接跳到了蕊蕊家的屋顶上 蕊蕊家的房子 是一间十分简陋的木板房 与其说那是房子 倒不如 说这就是由 几块破木板 简简单单地拼搭起来的小隔间 顾小白甚至都没花什么力气 就把蕊蕊家的天花板给掀了 正如老者所说的那样 房子里空无一人 地上已经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显然已经有段时间 没人走动过了 同时 床铺也跌得整整齐齐 这说明 没有要赶时间的意思 想来应该比较从容 顾小白从房顶上跳了进去 很快发现在桌子上 放着一封没有密封的信件 他本以为蕊蕊是在看到这封 信件之后才不告别的 结果当他展开信纸的时候 却发现 这张信纸上的内容 赫然是写给他看的 骷髅小老弟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本肥猫已经和蕊蕊 一起去死亡山脉里了 不要问我们去啊 反正就算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不过 你要是想来找我们的话也没事 只是我得先提醒你一句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要去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所以 能不能找到我们 就得看你的运气了 哦对了 前段时间我感觉到 买骨之地里 那条会飞的冰蜥蜴的精神气息 已经消散掉了 估计应该是被你干掉的 我只能说一句 干得漂亮 毕竟我看那条冰蜥蜴不爽 已经很久了 顺便提一句 既然你能够干掉那条冰蜥蜴 应该就说明 现在的你 实力已经至少突破到 五品以上了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会选择凝聚人形 但是凝聚出人形之后 又会产生许多乱七八糟的问题 具体的 你现在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那些问题我都能给你答 但是这样就没意思了 还是要自己一点一点探究出来才好玩 最后再补充一句 不要整天胡思乱想 老琢磨那些有的没的 你以为你以为的东西 就一定是真的吗 就这样 用爪子写字真的超麻烦 所以不跟你多说了 期待下次见面 性质的末尾处 还有一个落款 那是个脏兮兮的猫爪印 顾小白久久地看着这封信 最后哑然失笑 将信件重新折叠起来 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收好 这只肥猫 显然早就已经猜到 顾小白会来找他 结果他却偏偏拉着蕊蕊 一起跑到死亡山脉里去了 摆明了 就是想故意避开顾小白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肥猫只是单纯地 想要避开他的话 又为什么要把蕊蕊也一起带上呢 在死亡山脉这种地方 到处乱逛 可是会很危险的呀 顾小白在房间里又转了一圈 确定自己没有遗漏其他的什么信息 于是他再次纵身跃起 推开天花板蹦了出去 死亡山脉那地方还是比较大的 顾小白的却没什么信心 能在那么大的地方 找到蕊蕊和肥猫 不过呢 这并不代表着 他就对此束手无策了 在死亡山脉里面 有着不少实力强劲的魔兽 而在这些魔兽里面 正好就有一种魔兽的追踪能力 格外强悍 而且 顾小白和那个种族的魔兽 先前还进行过亲密的交流来着 哼 让你们当年欺负我 我顾小白可是很记仇的 顾小白站在赋衍云文豹的领地外 一脸兴奋的自言自语道 作为赋衍云文豹一族的头领 无品下街的化形强者 云林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总是有些心神不宁 都说修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第六感也会随之变得敏锐许多 而从今天早上开始 云林就一直感觉焦躁不安 就好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这种焦躁不安的情绪 并没有非常强烈 这或许代表着 事情只是比较麻烦而已 但还不至于太糟糕 所以说 会是什么事情呢 好在云林并没有等上太久 因为太阳才刚过头顶的时候 一个听上去就很欠揍的声音 便远远地从领地外面传了过来 喂 把你们领主给我叫出来 马流点 乍一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云林忍不住狠狠地愣了一下 脑子里甚至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啥情况 这年头 无品下街的强者 已经这么没排面了吗 但是很快的 云林的脸上 就浮现出了强烈的怒意 他猛地从自己那张兽骨 打造而成的靠椅上站起 杀气腾腾地朝着洞穴外走去 复衍云文豹的嗅觉能力相当出众 所以云林能够感觉到 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 这会儿还在外边好争以侠地等着呢 而且话说回来 那家伙身上的味道 似乎还有点熟悉 就好像先前曾经在什么地方 有闻到过一样 咦 慢着 这不就是那天晚上闯到领地里来的那只 骷髅怪身上的味道吗 反应过来的云林眼中怒火更甚 迈着几乎要扯到淡的步伐 朝外冲出 同时口中大吼着 该死的骷髅怪 我今天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不可 结果 当云林走出洞穴的时候 突然发现 情况有些不对劲 领地内 他那些平日里嚣张至极的童族们 此刻都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连个屁都不敢放 而在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 正站着个双手插腰 一脸不耐烦的人类 在看到云林出来时 那个人类甚至还不满地抱怨道 喂 你这出来的 也太慢了吧 而且 如果我刚刚没听错的话 你还想丢点颜色看看 云林的脾气本就暴虐 被这么一挑衅 顿时整个人都像是被点燃的炸药桶 眼看着就要怒而出手 好在他还保留了那么一点点的理智 知道在动手之前 先探测一下那个人类的实力 哼 不过也才四品中间嘛 四品中间很牛逼吗 我云林今天就要教你做人 只听云林毫不畏惧地大声说道 没错 大佬您看看我们复眼云文报一族 这个银白色的刘文 再看看我们这油光发亮的橙色皮毛 是不是很好看 顾小白 剧情转换得有点太快 他有点接受不来 看到顾小白 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样子 云林赶紧谈笑着迎上前去 道 大佬您别误会 我刚刚还以为来的 是以前打过交道的一只骷髅怪 所以说话 才重了点 顾小白似笑非笑地看了云林一眼 问道 那只骷髅怪 是不是超可恶 大晚上的搞偷袭 下鹰手 带条狗 跑得还贼快 云林惊讶地 看向顾小白 道 大佬不愧是大佬 果然见多识广 料事如神 全部都被您说中了呢 要不是我之前没见过你 我都快以为你就是那只骷髅怪了 你没想错 我的确就是那只骷髅怪 顾小白的笑容十分灿烂 我就说嘛 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还有第二个像您这样风姿绰约的强者呢 云林重重地一拍大腿 不瞒您说 那天晚上您潇洒离去的身影 时至今日 还留存在我的脑海之中 挥散不去啊 顾小白惊讶地看着云林 问道 你平时就这么不要脸的吗 云林略带落寞地苦笑道 这不是生活所迫吗 大佬您不然还是直说吧 究竟怎么样才肯放我们一马 只要不是太为难的条件都行 顾小白点点头 道 看你那么识相 我就不打抱你的抱头了 这样 我想让你们在这死亡山脉里面找两个人 不对 准确地说 是一个人和一只猫 云林双眼稍稍睁大 似乎是有些不敢相信地开口问道 就这样 顾小白翻了个白眼 不然还想怎样 让我涂掉你们一半的豹子 泄愤吗 虽然我这人记仇 但是还凶没到这个地步 再说了 我要是真的那么干了 岂不是少了一群帮我找人的苦力 苦力头子云林 赶紧唯唯诺诺地点头道 是是是 大佬您说什么都对 所以 您想找的那个人和那只猫 有什么具体特征吗 顾小白低头在空间袋里翻找着 同时随口道 那个人类是个女孩子 具体情况不知道 可能是罗莉可能是少女 这个我也说不准 但是那只猫很好认 橘色的 超肥 远了看 跟驼毛球一样 然后这个是那个人类戴过的帽子 你可以闻闻味道 这样可能会稍微好找一点 这顶帽子 自然是顾小白之前 随手从蕊蕊家里顺出来的 目的就是要让这群赋衍云文豹 循着味道去找人 云林从顾小白手中 恭敬的双手接过那顶帽子 道 大佬您放心 我们这就出发 保证把人带到您面前任您处置 处置个大头鬼啊 顾小白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那俩是我朋友 找到他们之后 不要打扰他们 然后把我带过去就行 是是是 那大佬您去里面做会 我带着那群小崽子找人去 云林道 顾小白点点头 朝着洞穴内走去 看着顾小白的背影 云林悄悄地抬手 抹掉额头上的冷汗 然后长长地舒了口气 还好 这位四品大佬 看起来还算和善 完全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记仇 不过无论如何 大佬交代下来的事情 还是要尽心尽力去完成的 否则 如果到时候找不到人 大佬怪罪下来 那到时候就又麻烦了 想到这里 云林赶紧冲着 其他复眼云文豹 高声喊道 全都给老子过来 咱们接下来有活干了 复眼云文豹 不愧是一个追踪能力超强的种族 不过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云林便匆匆忙忙地赶了回来 大佬 我们找到你说的那个人类女孩的踪迹了 没等顾小白出声询问 云林便主动开口说道 顾小白文言 顿时欣喜地站起身来 道 那他现在在哪呢 快带我过去 然而云林的表情 看上去有些复杂 他沉默了片刻 轻声道 那什么 大佬 您得先有个心理准备 顾小白的笑容逐渐凝固 像是没有听明白 云林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有些站立不稳了 心理准备 什么心理准备 看到顾小白露出这副模样 云林低头叹息 沉生说道 我们 已经尽力了 听到云林的话语 顾小白的双手 已然不自觉地紧钻成拳 略微有些发白的骨节清晰可见 根根清晶 甚至快要爆出体外 但 我 去 顾小白私生说道 云林不敢怠慢 连忙带着一干小地 领着顾小白朝外走去 一路上 顾小白的脑子里 依旧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 蕊蕊的英容笑貌 不断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之中 无论是少女蕊蕊 还是罗莉蕊蕊 都曾给顾小白 留下不错的印象 然而 那个曾经微笑着 将她换作拥兵先生的女孩 居然就这么永远地 留在了死亡山脉之中 顾小白不愿相信 所以当云林带着她 来到一片乱世林里的时候 顾小白深深地吸了口气 悲声开口道 那个人类女孩的尸体呢 在哪里 云林一愣 什么尸体 顾小白大怒道 难道连尸体都没能留下来 到底是哪个畜生干的 老子非把她整个种族 都给抽尽八批不可 云林这才明白顾小白的意思 她赶紧开口解释道 大佬您误会了 我没说 那个人类女孩死了呀 顾小白仰起的手臂 就这么尴尬地悬停在了半空中 一脸猛逼地望向云林 我真没说她死了 云林诚恳地说道 不幸大佬 您再好好回想一下 顾小白还真的回忆了一遍 道 你说 让我要有心理准备 云林点头 对的 因为我们只是找到她的行踪而已 并没有找到她本人 你还说 你们已经尽力了 没错 再往前 就是其他高级魔兽的领地了 我们不敢往里走 所以只能到这了 所以 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我 那个人类女孩和那只猫 是往里深入了 但是前面是其他大佬的地盘 所以你们耸了 没敢继续往里走 是这么个意思 没错吧 顾小白瞪大了双眼问道 大佬您总结得太好了 云林赞叹道 好你的大头鬼啊 你特喵的 直接说 会死吗 顾小白恨不得把云林的 抱头一拳打抱 害我难过了一路 连怎么给人小姑娘报仇都想好了 结果你现在告诉我 是我想错了 嗨嗨 大佬您消消火 不管怎么说 至少人还没事嘛 云林赶紧陪笑道 但是再往前的话 就是月影幽郎的领地了 那些可都是吃人不秃骨头的主 而且我听说月影幽郎的领主跟您一样 也是四品中阶的强者 那个人类女孩 跑到月影幽郎的领地里去 怕是 凶多吉少啊 你可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巴 顾小白恶狠狠地说道 要真出了事 回头我就找你算账 说完 顾小白便迅速朝前冲去 很快就钻进了那片乱石林里 而云林则是狠狠地打了的寒战 想着顾小白离开之前 说的最后一句话 下意识地嘀咕出声道 本来就是嘛 这年头还不让人说句大实话了吗 帝都内的一家客栈里 虎牙拥兵团的骨干成员们 正在召开一个小型会议 这个会议的参与人数并不多 但会议要讨论的内容 却是相当重要 除了虎牙拥兵团的人以外 还有两个外人 也被允许参与到了这次的会议中来 那便是唐明浩和夏小悠 具体的情况 相信大家也已经知道了 刀疤男曲起食指 指尖轻轻地敲打了几下桌面 低声说道 根据那个魔族女人透露的情报 现在侯赛雷的手里 有着三万以上的增悟大军 而这只是他摆在明面上的数字而已 在背地里 他是否还有其他的增悟军队 这事儿谁都说不准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众人文言纷纷点头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刀疤男继续说道 同时望向唐明浩和夏小悠 首先 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 在魔族里有一个所谓的造神计划 这个计划的具体内容 便是培养出一名绝世强者 待到那名强者成长起来之后 便一举攻占人族领地 但是造就绝世强者的过程太过血腥 方法简单而粗暴 就是要让被选中的魔族少年 不停地厮杀 不分昼夜 每个魔族少年唯一的任务 便是成为唯一一个活下去的人 唐明浩和夏小悠 忍不住对视了一眼 他们注意到 其他人的脸色并无异常 显然刀疤男 是特意在给他们两个解释情况 这个计划 虽然导致许多魔族的优秀少年 白白牺牲 最后却也成功了 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绝世天才 但是意外也发生了 那个所谓的绝世天才 因为无休止的搏杀 反而厌倦了这种 被加强在身上的杀戮命运 所以他找到了一个机会逃了出去 从此杳无音信 然而 就在昨天晚上 我们在审问那个魔族女人的时候 却意外从她 口中得知了一个情况 说到这里的时候 刀疤男微微停顿 抬眼在房间内扫了一圈 这才继续沉声说道 魔族并没有放弃造神计划 新的魔神已经被培养出来了 并且 这个魔神的血腥暴虐程度 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他们 已经准备对人族下手了 当顾小白闯入 月影幽郎一族的领地里时 他却惊讶地发现 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魔兽存在 准确地说 他能够很轻易地发现 各种魔兽活动过的痕迹 但是却连一只活蹦乱跳的魔兽 都看不见 咋回事 这群魔兽 闲着没事干出去串门了吗 顾小白其实并不怎么担心 蕊蕊的安危 毕竟在蕊蕊身边 还有那只死肥猫陪着 想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但无论如何 首先必须得把他们两个找到 这样顾小白才能彻底放心 然而让顾小白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继续深入之后 却突然在路边发现了一滩血迹 还有几根散落在地上的橙色毛发 那是 肥猫身上的毛 顾小白大惊失色 连忙冲过去检查情况 在仔细研究了一会儿之后 顾小白多少看出了一些情况 首先 这些血迹并不算多 还没有达到致命的程度 这说明肥猫应该还没挂 除此之外 这摊血迹看上去还比较新鲜 尚未完全凝固 想来肥猫和蕊蕊不会走得太远 只是 或许是为了摆脱追踪 所以周围没有任何的脚印 但这也让顾小白有些困扰 按现在的情况 他还怎么去找肥猫和蕊蕊 没有办法 顾小白只好大吼一声 死 肥 猫 谁知话音尚未落下 天空中突然响起一阵雷鸣声 有黑色的闪电 裹挟着万钧之势 当头披下 要不是顾小白六时敏锐 强行朝着一旁壁去 怕是就要被劈个正着了 咋回事 不就是喊了声死肥猫吗 怎么还会有天谴呢 顾小白抬头看着这万里蓝天 满脸不解 但是很快的 他便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劲 目光瞬间朝着 自己身前的方向望去 此刻顾小白正站在一片 乱石丛生的山道内 而在这条山道的尽头 站着一个古铜色皮肤的男人 这个古铜色皮肤的男人 有着一头疾腰的长发 不过他的长发 似乎没怎么打理过 看上去乱糟糟的 有点像是炸了毛的猫尾吧 除此之外 这个男人 还有着一张射人心铺的腰衣面旁 以及一双 深邃到让人心悸的血红色瞳孔 不知道为什么 当顾小白与这个人对视的时候 他竟然有种错觉 仿佛自己正在凝视着深渊 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顾小白也忘了自己 究竟是从哪看到的这句话 但他觉得这句话 用来形容当下的情况 显然非常贴切 现在的季节依旧是冬天 温度极低 然而这个男人的上身 却只穿着一件敞开的黑色风衣 下身则是套了条 寻常无比的藏青色长裤 浑身的肌肉线条 清晰可见 总而言之 眼前的这个人 相当危险 你是谁 顾小白双眼微眯 出声问道 你又是谁 古铜色皮肤的男人并未回答 而是对着顾小白反问道 是我先问的 总得有个先来后道吧 顾小白又道 现在 我对你是谁 这个问题失去兴趣了 男人的眼神中 透着明显的 索然无味的情绪 所以 你还是去死吧 话音落下 男人抬手对着顾小白 摇摇一指 顾小白心中警铃大作 一股浓浓的危机感 瞬间袭上心头 而就在下一刻 顾小白的头顶上空 再次响起阵阵闷雷 这次竟是有数道 黑色雷电重重劈下 而且每一道黑色雷电 都比之前的那一道要来得粗壮不少 卧槽 就是你这家伙刚才偷袭我 顾小白气得大叫 动作却是不慢 他脚下步伐变换 眨眼间便冲出了数十米 身后甚至带出了一片残影 那些黑色雷电 将地面砸出数个深坑 却没有伤到顾小白 哪怕半根毛发 男人的眼中露出一丝玩味的神情 他看着迅速逼近的顾小白 冷笑道 倒是比那只猫要强点 不过终究也只是强得有限 顾小白 他之前就隐隐有种猜测 这个古铜色皮肤的男人 便是伤了肥猫的人 结果现在听到他亲口承认 顾小白心中自然是怒火更甚 肥猫对于顾小白来说 已经可以算是一师一有的存在了 而这个男人却伤害了肥猫 所以 顾小白无论如何 也不会放过他 于是 顾小白拔出了破剑 当顾小白拔出破剑的时候 他整个人的气势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几乎凝成实质的剑气 狂乱地肆虐着 一时间飞杀走石 周围的岩壁上 也多出了数到深达数米的剑痕 而那个男人 在顾小白拔出破剑的下一刻 脸上的表情再次发生了变化 这次他的表情 看上去要稍稍认真了一些 只听他出声问道 你的实力 在人足里面能排到多少 哼 打架就打架 问那么多废话干嘛 有本事把老子先打趴下 顾小白横眉冷对 手中破剑爆发出长达五米的剑气 从对方的话中顾小白能够听出 这个人必定不是人足 不过现在的顾小白 并没有要探究的心思 他只想把这个人先打趴下 只是 下一刻 当顾小白的长剑挥出之前 那个男人缓缓地张开了五指 顾小白前冲的身形顿时静止 他被强行固定在了原地 这是 空间的力量 顾小白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他奋力地挣扎着 想要从禁锢状态中脱离出来 可无论他如何努力 都依旧保持着移动不动的状态 男人走上前来 随手从顾小白手中夺过破剑 然后 毫不留情地 将破剑捅进了顾小白的左胸口 顾小白的瞳孔猛地收缩 心脏处传来的剧痛 让他整个人都开始剧烈震战起来 直到这一刻 空间禁锢的力量才终于消失 顾小白无力地摔倒在地上 鲜血喷涌 很快便染红了地面 那个男人却没有回头看顾小白一眼 只是自言自语道 还是太弱 人族也不过如此 顾小白双手死死地抓着剑身 想要将破剑从体内拔出 他不甘心就这么倒下 但他的意识 却已经开始模糊 在顾小白的意识 彻底陷入昏迷之前 他听到那个男人在说 果然 还是直接动手吧 人族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动手 动什么手 顾小白的心头涌上不祥的预感 但他什么都做不了了 他的脑袋一歪 整个人就这么静静地躺在地上 不动了 痛 很痛 顾小白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从自己的左胸处 正传来撕心裂肺般的疼痛 说起来 好像心脏的确是被人给直接戳穿了呀 所以 我现在难不成 已经死了 顾小白很茫然 他好不容易才凝聚了人形来着 结果这都还没热乎几天呢 就又莫名其妙地凉掉了 而且 照现在的情况看 自己这次 好像没法再变回骷髅怪 继续活蹦乱跳了 话说 原来人死了以后 也还是能够感觉到痛苦的吗 难不成临死前受到的痛苦 还会鸣刻到灵魂里面不成 正当顾小白疑惑着 并且以为自己 将永远沉沦在这片无限黑暗之中的时候 一声饥不可闻的呼唤声 却突然在他的石海内响起 哥哥 从遥远的地方 似乎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哥哥 什么情况 难不成是在叫我吗 顾小白的脑海中 忍不住开始琢磨 但无论怎么思考 他都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多了个弟弟或者妹妹 其实 如果非要说的话 小幽灵倒是能算顾小白的妹妹 但事实情况是 小幽灵从来都没有喊过顾小白一声哥哥 而且刚刚那一声哥哥 怎么听都不像是小幽灵喊出来的 因为那特喵的是个男童的声音 顾小白琢磨着 就算推到自己前世许兆平身上 那他也只有一个哥哥许兆凡 哪来的弟弟 所以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顾灵儿这只小幽灵 其实是个伟娘 哥哥 快醒过来 再不醒过来的话 会死的 那个声音依旧在断断续续地呼喊着 再不醒过来 就会死 合着 难道我现在还没凉透吗 还能再继续抢救一下 顾小白本能的眉头一皱 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然而让顾小白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伴随着他皱眉头的这个动作 身体其余部位也逐渐传来了知觉 他竟是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 惊了 这样居然都可以 顾小白大喜 既然能够控制身体 就说明 他的确还没死 动了动了 这次 耳边响起的声音 听上去相当清晰 想来应该是近在咫尺 顾小白听得出来 这个声音这么欠揍 除了某只死肥猫以外 还能是谁 他艰难地睁开眼睛 正好看到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正在他脸上扫来扫去 我就说吧 只要挠他痒痒 他就肯定能够醒过来 肥猫尾巴扫个不停 同时得意地 对坐在边上一脸担忧的蕊蕊 如是说道 除了肥猫和蕊蕊以外 小幽灵也守在边上 在看到顾小白苏醒之后 小幽灵再也忍耐不住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我说你倒是别哭啊 顾小白苦笑道 你这样子 搞得跟我没救了一样 可是 可是人家忍不住啊 顾灵儿不停地抹着眼睛 但泪珠却还是像断了线一般往下掉 他之前一直躲在空间带里 没有帮上顾小白 哪怕一丁点的忙 早就已经愧疚得不行了 现在看到顾小白没事 他始终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但那些酸楚与无力 此刻也跟着爆发出来 所以才会哭成这样 而蕊蕊看到悠悠行转的顾小白 脸上顿时转悠为喜 只见他犹豫了片刻之后 开口问道 那个 你真的是佣兵先生吗 顾小白呵呵一笑 道 如假包换 简单的两句话 便几乎花光了顾小白全身的力气 而胸口处不断传来的痛楚感 则是让他不断地倒抽冷气 脸上血色尽湿 不过顾小白的心情 却还算不错 毕竟 他还是活下来了 小骨头我跟你讲啊 要不是本剑偷偷用剑气 封住了你的伤口 你刚才就真凉了 破剑靠在一边的岩壁上 语气中带着股心有余悸的感觉 还好那家伙没看出我是神兵 否则你这波就真的回天乏力了 之前的战斗中 破剑从头到尾都没有出过声 所以 他才会被那个古铜色皮肤的男子 当作是普通兵器 而直到这个时候 顾小白才有精力去观察周围的环境 他小心地深深吸了口气 防止动作太大 扯到伤口 随后他开口问道 这里是 一处隐蔽的山洞 我无意中发现的 肥猫解释道 还好那个魔族追踪能力不强 而且 他好像也没有要费心思赶尽杀绝的意思 否则我们这次都得挂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你们会突然跑到死亡山脉里来 顾小白不解地问道 最关键的问题是 肥猫如果要来 其实也没啥问题 毕竟猫这种生物 整天就喜欢到处乱跑 这没什么稀奇的 可这次 他居然把蕊蕊也给带上了 顺便一提 今天的蕊蕊 依旧是少女形态的蕊蕊 温婉可人 这件事情 可就说来话长了 肥猫唏嘞道 不过为了节约时间 所以我尽量长话短说吧 顾小白点头 认真的望着肥猫 静静地等待他的下文 魔族又要打过来了 肥猫道 一句简单的开场白 就让顾小白面色 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不过顾小白 并没有打断肥猫的叙述 毕竟事关重大 他还想再多听一点 结果肥猫老半天 没有要继续开口的意思 洞穴里愣是保持着 一种诡异的安静氛围 最后 顾小白还是忍不住 开口问道 这就没了 肥猫理所当然地点头道 长话短说吗 我说 你这也太短了点吧 顾小白气得大喊 并且差点又牵动伤口 那总结归纳下来的话 的确就只有这么一句吗 肥猫看起来 居然还挺委屈 那你带蕊蕊进来 是几个意思 顾小白问道 因为蕊蕊他 我要怎么跟你解释 这件事情呢 肥猫有些苦恼地 抬起爪子 揉了揉自己肥瘦的面旁 那什么 这么说吧 你有没有听说过 圣灵神印这个东西 那是什么 顾小白显然没听说过 那是许兆凡 当年无意间 获得的一件天地至宝 只要拥有圣灵神印 据说甚至连以死之人 都能够复活 肥猫沉声说道 顾小白若有所思道 我之前听宋秋群的爸妈 提到过这件东西 没想到 原来它居然还是真实存在的 肥猫点头道 是的 不仅存在 而且 它还诞生了气灵 顺便说一句 圣灵神印的气灵 现在就站在你面前 顾小白文言大惊 下意识地望向蕊蕊 惊呼道 你是说 没错 就是我 蕊蕊露出一抹甜淡的微笑 轻声开口 蕊蕊 是圣灵神印的气灵 怎么听都觉得不现实啊 顾小白下意识地就想坐起身来 结果因为用力过猛 再次牵扯到了伤口 剧烈的痛楚 疼得它呲牙咧嘴 只好乖乖地躺在地上 偏头望着蕊蕊说道 我跟你们讲啊 我好歹也见过好多把神兵了 就没见过气灵能够变成人形 到处跑的 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我没开玩笑 我真的是圣灵神印的气灵 蕊蕊干脆在顾小白的身边 坐了下来 柔声说道 只不过 我的存在方式比较特殊 需要吸收大量的灵魂能量 所以 肥肥它才会带着我在 埋谷之地附近的雾影镇里定居 肥猫插嘴道 圣灵神印 虽然可以起到复活的作用 但每次使用之后 就需要补充巨量的灵魂能量 准确地说 其实这些年以来 我带着它 在周围的各个镇子里都住过 就是为了让它能够更好地 吸收灵魂能量 来进行恢复 却没想到这一呆 便是千年岁月 顾小白嫩嫩地张着嘴 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没想到 肥猫之前委托给他照顾的 居然会是传说中的 天地至宝的气灵 好在 现在蕊蕊的能量 终于又回归到了巅峰状态 我也能借着这股能量 来复活 我想要复活的人了 肥猫缓缓出声道 你想复活的人 难道是 许兆凡 听到肥猫说 想要复活人 顾小白脑海中 第一个蹦出来的 就是许兆凡的名字 虽然先前顾小白曾经猜测过 肥猫其实就是许兆凡 但当时的肥猫 毫不犹豫地 就否认了顾小白的说法 如果顾小白当时猜中了的话 肥猫完全没有否认的必要 这也就说明 他的确不是许兆凡许兆凡啊 肥猫的脸上 突然露出一抹怪异的笑容 喂 捕头惊 你想不想听我讲个故事 顾小白狐疑地看了肥猫两眼 道 你先告诉我 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许兆凡和许兆凡 这两个孪生兄弟 肥猫没有想到 顾小白居然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顿时来了兴致 道 你是怎么想到问这个的 顾小白稍稍喘了口气 这才解释道 前两天我无意中 听魔族的一个家伙说 在他们的历史记载里 当初逼退他们的 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人 而你却告诉我 当时是许兆凡和许兆凡 并肩作战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觉得其中肯定有一方的说辞 是有问题的 所以才想来问问你 肥猫了然地点点头道 原来如此 我倒是没想到 魔族那边居然会这么实在 合着你这家伙 真的骗我 要不是顾小白现在没法动弹 他肯定要上去 狠狠地把肥猫撸上一顿 这么肥的猫 撸起来手感一定很好 那我总得捅一口径啊 毕竟许兆凡有个 孪生弟弟这件事情 可是我跟许兆凡两个 好不容易才制造出来的假象啊 肥猫感慨道 顾小白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开口道 你别告诉我 你特喵的 才是那个所谓的许兆凡 肥猫嘿嘿一笑 道 是 也不是 广义上说 其实你们认知里的魂灵树神 和碎星剑圣 压根就是同一个人 因为许兆凡那家伙 压根就是个魔舞双修的变态 至于当年他们看到的那个 和许兆凡一模一样的人 说到这里 肥猫干咳了两下 好整以侠地望向顾小白 道 我说 这么长时间下来 有没有人把你跟宋家那个丫头 当成孪生姐妹的 顾小白 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嘛 肥猫甩了甩尾巴 脸上满满的都是成就感 毕竟我当年仇家太多 总得想个办法躲着呀 否则绝对会被抓去做猫肉火锅的 要不是凡哥罩着 我哪能抖到现在啊 是的 传说中整天只知道惹是生非 但是从来没被人抓到过的 做死天王老肥猫 每次都是 靠着擬行术和许兆凡的掩护 才能得以蒙混过关 自打我跟凡哥认识之后 安全系数 简直就是翻了背的往上涨 要是别人问起 凡哥就说我是他的孪生弟弟 叫做许兆凡 是个剑客 反正当时凡哥的魔法和剑技造诣 都已经很高了 但是为了保持低调 他在外面一般都只用魔法 等到实在没办法碰到 要用上剑术的时候 他就喊我来给他顶锅 肥猫轻描淡写地说着 放在外面 足以震惊整片大陆的密文 所以说 魔族当年被凡哥一个人打退 真的不冤 顾小白愣愣地听着肥猫吹嘘 当年许兆凡的强大之处 光是消化其中的内容 就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脑细胞 等到他终于把肥猫 刚才透露的这些信息 消化完毕之后 他才开口问道 所以 我到底是谁 肥猫眨了眨眼睛 你是骨头精啊 难不成之前跟那个魔族 打架的时候 连脑子都给一起弄坏了 不是 你不是一直在给我灌输我前世 就是许兆凡这样的概念吗 难道我跟许兆凡压根没半点关系 顾小白感觉自己的人生观受到了冲击 呃 关系还是有的 非要说的话 你只能算是半个许兆凡 肥猫道 顾小白 实不相瞒 许兆凡因为剑道和魔道的天赋 都太过惊艳 在成功冲击上一品修为之后 他便将自己的意识割裂开来 分成了两份不同的意识体 用以分别修炼剑道和魔道 而你 就是继承了剑道的许兆凡的转世 肥猫缓缓开口道 这个答案 显然完全出乎顾小白的意料 是他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回答 那你该不会就是魔道的 也不对啊 按照你的说法 你之前跟许兆凡还是认识的 不可能是他的转世 顾小白感觉自己有点晕 可是你偏偏又能够修改灵魂契约 按理说 这是许兆凡才有的本事啊 哦 那个呀 不瞒你说 当年创造召唤术的 不仅仅是许兆凡 还有我一份功劳来着 肥猫昂首挺胸 骄傲地说道 你 顾小白更震惊了 对啊 他负责做实验 我负责被做实验 然后就成了 肥猫的眼神中 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肥猫的功劳的确不小 于是 顾小白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那你们来死亡山脉 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一回 肥猫并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深深地看了顾小白一眼 这才说道 当然是为了 复活继承了魔道的许兆凡啊 继承了魔道的许兆凡 跟继承了剑道的许兆凡 其实说白了 都是许兆凡 当年人家只不过是把自己的意识 分成两道单独的意识体而已 并不是说拿剑把自己劈成了两半 毕竟许兆凡也不是史莱姆族的 没法用这种方法 进行个体分裂 所以 肥猫口中所谓的复活 其实就是要把许兆凡的另一半意识体唤醒 而若是 将那另一半的意识体 直接融入到顾小白的体内 等到那个时候 顾小白不仅能够恢复所有的记忆 就连修为都能够瞬间一飞冲天 虽然不知道 能不能直接回归到许兆凡巅峰的一品修为 但至少达到二品 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现在的问题是 顾小白到底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形式的复活 不管怎么说 若是肥猫真的将另一部分的精神体 灌注到顾小白的体内 那么从此往后 顾小白到底还是不是以前的顾小白 就真的不好说了 当然了 其实如果你不愿意融合另一半的话 也是没有关系的 就像你只继承了剑道 也能够化为人形一样 想必继承了魔道的那部分 也能够独立成形才是 肥猫宽慰道 所以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的话 这件事我就不用你来掺和了 不过这样一来 你的修为就得靠自己慢慢长了 顾小白的脸上露出几分迟疑之色 他思索了好一会儿 这才缓缓说道 明白了 只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我需要再思考一段时间 而且 以我现在的身体状态 贸然融合另一个意识体 似乎也不太适合吧 肥猫点点头 道 嗯 所以我打算先把另一个意识体唤醒 顾小白心下微微一动 问道 另一个意识体 在哪 肥猫拍了拍脚下的土地 道 就在这里 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道光滑便从蕊蕊的体内绽放开来 整个洞穴内就像是被无数星光照亮 有点点乳白色的光芒 自泥地内升起 并朝着中间聚拢 这个过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 但进行的却相当缓慢 而伴随着复活一世的进行 蕊蕊的身体 也开始肉眼可见地发生变化 从一开始的少女模样 逐渐朝着萝莉的样貌改变 在等待的过程中 顾小白突然像是回忆起了什么 出声问道 对了肥猫 那个风筋骨针外边的许兆凡的坟地 是你挖的对吗 肥猫不解地望向顾小白 问道 是啊 怎么了 那里面的棺材里葬着的是许兆凡本人对吧 你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 许兆凡的坟 埋得难不成 还能是别人啊 既然是这样 那棺材里面放着的那张纸条 也是你放进去的了 什么纸条 肥猫文言猛的一愣 向死而生啊 顾小白从自己的空间袋里掏了一会 将那张从许兆凡坟地里得到的纸条摸了出来 展开之后 递到肥猫面前 呵呵笑道 上面还吐槽 卑文刻得太丑来着 话说你居然连自己的槽都吐 肥猫的脸突然白了 卧槽 我没写过这玩意儿啊 顾小白的笑容也瞬间僵化 啥 这东西不是你写的 肥猫有些失神的喃喃道 卑文丑是丑了点 但那是我用爪子一点一点挠出来的 当然不好看了 但是我还不至于沦落到自己吐槽自己的地步啊 顾小白额头上冷汗直冒 也不知道究竟是疼的还是吓的 这是个什么灵异事件啊 总不能是许兆凡自己爬起来写的吧 肥猫凑得近了些 仔细观察着纸条上的笔记 浑身的毛发都开始直立起来 哎妈 我的天 还真是凡哥的笔记 难不成是诈尸 话音落下 顾小白与肥猫木然对视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那强烈的震撼之意 尤其是此刻蕊蕊的竖法还在继续 周围点点灵魂之力 看上去就像是鬼火一般 而面色惨白的小幽灵 就这么静静地漂浮在一边 更是为场景增添了许多诡异之感 感觉就像是在拍鬼片一样 就在这时 肥猫莫地表情一变 哈哈大笑道 上当了吧 被吓到了吧 没想到你这个当过亡灵生物的家伙 居然还会怕这种鬼故事 顾小白的表情还没来得及转变回来 只见他眨巴眨巴眼 一脸的茫然无措 哎 那张纸条的确是凡哥写得没错 只不过 那是他在转生之前特地留下来的东西 肥猫解释道 凡哥他担心自己苏醒之后会丧失记忆 所以特地留下自己的精神力印记 和那张纸条在里面 就是为了提醒转生后的自己 结果我跟他都没想到 最后复活出来的 居然只是一副骨架子 哦 也就是你 而且 你这家伙一点以前的事情都记不起来 也认不出我 就只是傻呆呆地坐在那里 我寻思着 这也不是个事 所以才把你送到埋谷之地里去的 这样一来 很多事情便得到了解释 顾小白从一开始 就不是根正苗红的骷髅怪 充其量只是一具会动的骨架子而已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能成功突破九品 并不断向上升级 至于当年在宋秋玄班主任家里的那只幽灵 他想要吸取顾小白的灵魂之力 但顾小白生前的精神力 本就浩瀚无垠 虽说沉眠在顾小白的尸海中 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还是能够本能地进行反击 所以 那只幽灵便被顾小白莫名其妙地给反杀了 谈话间 蕊蕊那边的复活也到达了尾声 而此时的蕊蕊 甚至连萝莉状态都无法保持 直接退化到了刚出生的婴儿形态 按照肥猫的说法 这说明蕊蕊体内的能量已经耗尽 需要近千年的修养才能恢复 而在众人的面前 一个脸盆大小的灵魂球 就这么静静地漂浮在半空中 其中蕴含着的浓郁魔法能量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禁感到震撼莫名 这 就是许兆凡的另一半意识体吗 顾小白愣愣地看着那个意识体 正想询问肥猫 接下来要怎么办 结果就在他准备开口的时候 一道若有若无的精神链接 就这么搭到了他的身上 下一刻 灵魂球毫无征兆地 冲向没有任何防备的顾小白 并且就这么直接地钻进了顾小白的尸海中 整个过程迅捷而无声 顾小白 灵魂球动作很快 根本就没有给顾小白任何反应的时间 再加上顾小白现在身体状态本就不好 即便是当时反应过来 也注定闪避不开 他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灵魂球 没入自己体内 直至消失不见 哦呼 肥猫同样没能反应过来 只能瞄瞪口呆地 发出了一声意义不明的感叹声 以表示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惊讶 以及无能为力 他也想不到 居然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原本在他的计划里面 既然顾小白能够独立为个体 那么 继承了魔道的另一个意识体 应该也可以才对 然而事实情况却是 那个意识体 在感应到了顾小白的存在之后 便如同飞蛾扑火般 直接融入到了顾小白的体内 而顾小白 现在重伤未愈 根本就无法反抗 只能任凭那团意识体 融入到自己体内 哄 顾小白时海轰鸣 巨量的信息瞬间汇入 由一团外来的灵魂之力 毫不客气地钻了进来 并且与这具身体里 原本存在的顾小白的灵魂 挤在了一起 下一刻 那团灵魂之力 似乎是觉得 这里空间太小不够 融不下两团灵魂之力 所以 她朝着顾小白的灵魂蹭了几下 随后 融了进去 顾小白的修为 开始迅速攀升 而顾小白自己 则是因为无法忍受 信息涌入的痛处 加上胸口处的伤口 尚未愈合 双背的疼痛加在一起 终于是让她幸福地晕了过去 肥猫端坐在顾小白的身边 看着意识全无的顾小白 思索了好一会儿 这才开口说道 这家伙 不会就这样挂掉吧 顾灵魂一听 嘴巴一扁 眼看就又要哭出声来 好在这时候 破剑出声道 放心好了 这家伙没你们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本剑能够感应到 他体内的剑气还很活跃 听到破剑这么说 其他人 准确地说 是其他猫和幽灵 也总算是放下心来 而蕊蕊现在已经从少女 退回了婴儿形态 并且同样陷入了沉睡之中 恢复意识 又需要再次经历千年的时光 只是不知道 等到下一个千年 还会不会有一只肥猫 陪在他的身边 至于现在 大家的注意力 更多的还是放在了顾小白的身上 破剑和肥猫都想知道 再次苏醒过来的顾小白 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是保持着他们熟悉的样子 亦或是成为他们 曾经熟悉的那个人 顾小白的意识 其实很清醒 他只是感觉不到 外界和自身了而已 那股意识体中 还携带着无数的记忆碎片 这些记忆碎片 正好和顾小白 现在已经拥有的那一部分 融合到一起 并最终组成了完整的记忆 直到这个时候 顾小白才终于得到了 所有许兆凡的记忆 顾小白静静地浏览着 许兆凡自出生以来所经历的一切 看着他学习魔法 看着他接触剑道 看着他不断地成长 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小菜鸟 一步步成长为赫赫有名的强者 在浏览这份记忆的过程中 顾小白也逐渐对这份记忆 产生了一种熟悉感 就好像这份记忆并不是属于他人 而是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 原来 真的就是许兆凡啊 顾小白这么想到 当他看到许兆凡持着成风剑 一剑碎灭百万魔族大军的时候 那种特殊的感悟 再次浮上心头 只是这一次 灌输到他脑海中的 并非是那些精妙绝伦的剑技 而是无数玄傲莫名的魔道感悟 这些魔法方面的心得与感悟 相比于当初陈有信传授给顾小白的那些 不知道要深奥出多少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浏览了这些记忆的缘故 顾小白对于许兆凡这个身份的排斥感 开始逐渐淡化 直至最后 全然消失不见 但这却并不代表着 他从此便摒弃了顾小白这个身份 因为顾小白所经历的一切 同样也是珍贵的记忆 是切切实实的人生体验 虽说这份经历 比起许兆凡的人生经历 要短得太多 但在顾小白眼里 许兆凡毕竟是前世 而前世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只有抓住现在 才是最要紧的 我顾小白 就只是顾小白 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顾小白开始放任自己吸收另一团异视体 带来的庞大能量 而他的修为也随之再次暴涨起来 原本四品中间的修为 开始不断地增长起来 而顾小白的气势 也跟着一同向上攀升 在肥猫和顾灵儿的眼中 顾小白虽然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 但从顾小白身上传来的压迫感 却越来越强烈 这也意味着 顾小白终于开始与另一团异视体 开始整体融合了 也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少时间 顾小白的修为 毫无阻隔地突破了四品的界线 轻而易举地提升到了三品下接 要知道 约尔德称霸整片埋谷之地 晋升为亡灵大军的时候 也只不过是达到了三品下接而已 并且 他保持着这个修为等级 足足有近千年的时间 还不得提升 然而在顾小白这里 修为瓶颈这种东西 却像是完全消失了一般 因为它的等级依旧在缓慢 而稳定地增长着 三品中阶 三品上阶 三品上阶巅峰 突破 当顾小白突破三品 抵达二品修为的时候 整片死亡山脉的元气 都开始不停地朝着顾小白 所在位置的上空巨拢 伴随着顾小白的每次呼吸 这些元气疯狂地涌入顾小白的体内 随后又疯狂地涌出 如同一道周而复始的元气风暴 只是让顾小白没有想到的是 二品依旧不是终点 她能够感受到自己体内开始有无数的魔法元素涌入 而这些魔法元素则是令她的实力不断增强 见到与魔道相互印证 相得一张 推动着她的修为继续提升 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也没有任何的陌生感 因为这些原本就是属于她的力量 等到顾小白体内的力量终于不再增长的时候 她的修为已经稳固在了 二品上阶 放眼整片大陆 这样的修为绝对算得上是顶尖 甚至可以说 至少在人族以内 顾小白已然没有任何敌手 一如 千年之前的许兆凡 伴随着修为增长 顾小白的伤势也迅速恢复 此刻的她 赫然处于巅峰状态 于是 她睁开了双眼 就此苏醒 看到顾小白苏醒 肥猫和顾灵儿都松了口气 只是肥猫还是有些不放心 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现在是顾小白 还是顾小白呵呵一笑 道 我是骨头精 也是许兆凡 不过相比于许兆凡 我倒是更喜欢顾小白这个身份 肥猫微微一正 却也像是释然了一般 甩着尾巴道 你真是吓死我了 这一晕就晕了整整五天的时间 我还怕你撑不过去呢 五天 我昏迷了这么久吗 顾小白从地上翻身做起 活动着身上的筋骨 目入金光道 那个差点一剑戳死我的魔族呢 来而不往飞里一眼 我总得好好报答他一下才行啊 肥猫却像是才反应过来一样 连忙道 前两天的时候 唐明浩给你发过通讯 让你赶紧回帝都 那个魔族 已经朝着帝都一路平推过去了 目标是 要把人族赶尽杀绝啊 顾小白 距离顾小白陷入沉睡 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天的时间 这五天 人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数村庄城镇被屠戮殆尽 人类士兵死伤惨重 而造成这一切的 仅仅只是一个魔族男人而已 而那个魔族男人的名字 也很快出现在了 人族高层们的桌案前 慌 他的名字叫做慌 慌从死亡山脉出来之后 便一路朝着紫川城的方向 杀了过去 途中无论挡在面前的是谁 都无法阻拦住慌的脚步 而原本需要花上一个月行程 才能抵达的路程 对于慌来说 却只需要短短四天时间就够了 所以 当慌站在紫川城的城门前时 许多人的内心里 甚至还有种不真实的慌悠感 无数强者的尸体 证明了慌的强大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慌甚至只需要简单地动动手指 就能令人族强者们神霄道雨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族自然不会派出普通士兵 让其送死 能够站在紫川城前抵御荒的 无不皆是大陆上赫赫有名的强者 幸运的是 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召开 将大陆上的人族顶级强者 都聚集到了紫川城中 然而即便如此 人们的心中也依旧惶惶不可终日 谁也不知道 这些强者到底能不能就此阻挡住荒的脚步 神剑拥兵团团长 二品中阶强者冯晓云 天河拥兵团团长 二品中阶强者 楚剑 清风帝国大供奉 二品上阶强者 唐晨 失心帝国护国大将军 二品上阶强者 聂金空 以及来自罗奥帝国的四具机甲 每具机甲都堪比二品中阶实力的强者 除此之外 还有十四名二品下阶的强者 他们站在冯晓云等人的身后 目光灼灼地望着前方那个 正副手力的古铜色皮肤的男人 那个人 就是魔族强者 慌 对于人族 摆出的巨大阵仗 慌看上去 却没有任何的恐慌 只是好争以侠地望着不断聚集的人族强者 不懈地笑道 人族当真无人了吗 就让你们这种货色出来送死 冯晓云身为剑客 自是有着不屈于人的傲义剑骨 听到慌的话语 冯晓云双眼微眯 剑一声疼 冷声道 既是如此 就让冯某人好好领教一下阁下的高招 话音落下 冯晓云率先出手 天云剑不知何时已然出窍 无上的剑意朝着荒席卷去 其中所蕴含着的恐怖威力 甚至连周围的空间都隐隐有被撕裂的迹象 不愧是云天剑神 剑道上的造诣又有所精进了呀 天河拥兵团团长楚戒 忍不住感叹道 如此强大的剑技 想必能给对方造成不小的麻烦吧 清风帝国的大供奉唐臣抬手轻吕白须 低声说道 啊 若是单凭他冯晓云一个人就能给那个魔族造成麻烦 那我们又是因为什么才会站在这里 失心帝国的护国大将军聂金空冷声说道 这个魔族的身上有着滔天煞气 那是只有在尸山血海中存活下来的人才会有的气势 作为常年征战四方的大将军 聂金空对于煞气显得格外敏感 正是因为如此 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 荒的实力或许比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来得更强 果不其然看着冯晓云持剑袭来 慌的眼神中嘲讽之色更甚 只见他轻描淡写地抬起一根手指 精确无误地挡在了冯晓云手中天云剑的剑尖上 定 天云剑的剑尖竟是无法前进 哪怕半寸 冯晓云瞳孔剧烈收缩 怒喝出声 手中长剑由前刺变为横扫 剑气呼啸 带起阵阵龙卷 那是由剑气凝聚而成的风暴 然而 荒雀依旧淡定地站在剑气风暴之中 摇头叹息道 你还是太弱了 所以 还是滚回去吧 说完 他抬指前戳 冯晓云只觉得 有一股巨大的力量 狠狠地朝着他的胸口袭来 他连忙想要提剑抵挡 然而这股力量来势汹汹 不仅将他的天云剑直接震碎 更是去世未消 直接轰击在了冯晓云的胸口处 冯晓云身受重创 整个人都高高飞起 口中吐血不止 到飞出数百米的距离 堂堂神剑拥兵团的团长 人称云天剑神的冯晓云 竟是就这么被人用一个指头 声声震退 当冯晓云落地的时候 他的胸口已然深深凹下 口中也吐出了许多内脏碎片 俨然身受重伤 无法再战 在场的其他人族强者们 纷纷露出了惊骇莫名的表情 互相对视之时 皆能看到同伴们眼中 那难以置信的目光 二品中阶的强者 居然会被人用一根指头 重伤至此 这个人到底是要有多强啊 聂金天表情愈发冷峻 低声道 这个魔族的实力 至少在二品上街巅峰 又或许比着更强 单打独斗 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他的对手 所以 诸位 一起上马 其他人的脸上面露凝重之色 他们知道 这一战或许便是 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场战斗 最关键的是 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突然 从诸位人族强者身后传来 都住手吧 你们加起来 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话一出 所有人族强者们 都露出了愤怒的神色 简直了 虽然我们都知道 打不过 但是你这样直白地说出来 岂不是让我们很没面子吗 众人回头望去 想要看看 到底是谁在这里 长他人士气 灭自己威风 结果 当他们看到说话的人时 却一个个地都愣住了 那是一个皮肤有黑的男子 脸上有着一条猙獰的刀疤 但除此之外 看上去却是没有任何的实力波动 这人 是谁啊 唯有躺在地上的冯小云 突然激动起来 嘶声道 是你 肖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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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 大家并不陌生 因为它代表着一个传奇 它是 虎牙拥兵团团长 肖木 肖木走到冯小云身边 将一颗丹药味到他口中 道 不要激动 好好养伤 不然你会废的 随后 他站起身子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伐 朝着荒所在的方向走去 荒原本轻挑散漫的目光 也随着肖木的到来 而开始变得认真起来 叛徒 荒的口中狠狠地吐出两个字 所以你们怎么说 肖木的情绪倒是显得很镇定 不过我倒是没想到 你们的造神计划居然还没停 而且 竟是造出了你这么个怪物 荒的情绪突然变得异常激动 怒吼道 要不是你 要不是你临阵脱逃 我又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个样子 你这个叛徒 说到最后 荒的双眼都泛起了新红色的光芒 他咆哮着 第一次主动挥出了拳 拳祭出 天地颤 当荒挥拳的那一刻 人族强者们无不动容 仿佛看到了天底下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清风帝国的那名大供奉唐臣 更是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四个字来 一 品 强 者 荒的实力 竟是超过了在场的所有人 要知道 在人族之中 最强的存在 也只是抵达了二品上街巅峰而已 而一品强者 更是一个都没有 想要以人族现在的力量进行抵挡 无疑是天方夜谭 一品强者的攻击 举手投足之间 甚至都能够引发天地异想 荒的拳头 虽然还没来到肖木的身前 但天地间的元气 早已随着荒的攻击 化作一个无比巨大的拳头 想要将肖木一举击垮 面对这样的攻击 换作其他人 早就已经肝胆剧烈 至少现在 站在肖木身后的 那群人类强者 是断然不敢以身试招的 然而肖木却没有半点 要退缩的样子 当他看到荒汇聚天地元气的那一击时 只是淡定地 同样抬起右手 一拳轰去 于是 又一团天地元气会成的拳头 出现在场内 朝着对面的元气之拳 直轰而去 看到这一幕 众人的眼珠子 都差点没瞪出来 这 这肖木居然也是一品强者 聂金空精的连嘴都合不上了 两团天地元气相交 想象中震耳欲聋的声音 却并没有响起 反倒是元气对撞时产生的冲击波 将一杆人族强者远远撞开 弄了个灰头土脸 天地元气尚未消散 荒和肖木的拳头 终于对到了一起 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外泄 保证所有的力量 都能毫无遗漏地 落到对方的身体上 这是只有一品强者 才能达到的境界 看上去荒和肖木就像是两个普通人 在拳无章法的祸 然而所有人都清楚 这些拳脚如果落在他们身上 哪怕只是稍微擦了个边 都会让他们在瞬间变粉身碎骨 其中的能量 不是他们这个境界 能够承受得了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众人 才会感到震撼 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名扬天下的虎牙拥兵团的团长 居然也是个深藏不露的一品强者 而在城墙上 虎牙拥兵团的其他成员 连同唐明浩和夏小悠一起 正担忧地远远望着城下的战斗 所以 你们团长其实就是那个 唐明浩男男道 嗯 他就是第一次造神计划中 被培养出的魔族强者 但他其实是人魔两族混血 所以 即便他最后从造神计划中 成功存活下来 内心的暴虐 和对人族的愤恨 却并不算浓烈 为了摆脱被魔族当成兵器使用的命运 他从死亡山脉中偷渡到人族 隐姓埋名 并用自己在无数生死拼杀中得到的经验 培养出了一群强者 这就是虎牙拥兵团 为何能够在短时间内崛起的原因 李白低声说道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肖木才能够与荒坎坎打成平手 然而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肖木开始逐渐落至下风 而荒的全速却反而更快 口中还不断咆哮着 你这个叛徒 这就是你安逸过头的下场 我一定要把你吹成肉渣 这种想象 若是再这样下去 肖木绝对会被荒残忍地活生生打死 人族的强者们终于不再观望 在聂金天的带领下 所有人族强者怒吼着冲上前去 开始替肖木进行掩护 他们虽然没法对荒 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却能够有效地阻碍荒的攻击 从而为肖木争取更多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 荒的身上终于是多了不少的伤口 而这让他变得更加愤怒 给我滚开 荒一拳逼退诸多人族强者 同时体内元气瞬间爆发 将肖木远远地震开 他的嘴角挂着一丝血线 宁笑着道 既然你们嫌自己死得不够快 那就让你们看看 我的最强力量吧 话音落下之时 荒的额头两侧 突然长出了两根弯曲向上的脊脚 同时皮肤愈发地有黑起来 眼中的星红之色 却是愈发地明亮 在他的背后 更是生出了一对丑陋的肉齿 这让荒得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 一品天赋技能 魔神降临 肖木面色俱变 几乎到 快散开 他现在的实力已经达到了 他的话尚未说完 荒的身影便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当他在出现时 右手手肘已经重重地撞击在了肖木的腹部 便见肖木煞时喷出一大口血雾 身形控制不住的倒飞而起 最后撞碎了城墙 落入城中 生死不知 我来替他说吧 我现在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一品中间 那个叛徒 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慌冷冷地说道 连肖木都被一击放倒 人族强者们的内心更是灰暗一片 他们意识到 今天或许就是 他们的最后一战了 但 即便敌人的实力远远超过自己 难道就要畏缩不前吗 就算死 也要死得光荣 为了人族而战 聂金天大吼道 为了人族而战 所有参战的人族强者 放声咆哮 为了人族而战 城内的居民们 用尽浑身的力气呐喊 为英雄们 奏响最悲壮的离歌 喂个头啊 你们都给我让开 然而 一个不合十一的声音 突然响起 只见一道乳白色的流光 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 自天边掠过 随后迅猛地 朝着紫川城外冲下 人族强者们再次色变 他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那团光芒内的存在 所散发出的气势 竟是完全不弱于化身之后的荒 这 这又是哪位人族强者 荒的脸色 也同样阴沉下来 虽然因为他脸黑看不太轻 抬头望向天空 来者的气息 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仿佛前段时间 在什么地方感受过一次 碰 流光落地 将大地击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连带着整座紫川城 都颤动了好几下 嗨嗨 抱歉 抱歉 感得太急了 没控制好力道 那什么 你们没伤到吧 光团中的身影 还未露出身形 便赶紧跳出坑外 朝着人族强者们致歉 人族强者们 愣愣地站在原地 不知道该怎么回话 而荒则是寒声出口 问道 你是谁 我吗 你可以叫我顾小白 不过在你们的历史记载里 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来着 光芒散去 顾小白持见毅力的身影 正式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中 荒瞪大了双眼 呼吸粗重 看着前方那熟悉的造型 嘶声道 我想起来了 居然是你 莫见死神 许兆凡 人族的强者们 自然没有听说过 莫见死神这个称号 但是许兆凡这个名字 他们不陌生啊 只是让他们不明白的是 许兆凡都已经死了 有一千多年了 这个魔族 到底是脑袋袖斗了 还是怎么回事 居然会把这个年轻的小家伙 认成是许兆凡 肖木拨开身上的碎石 艰难地站起身来 远远望着顾小白的方向 两道浓眉几乎纠结到了一起 本就猙獰的刀疤 此刻更是如同活过来了一般 伴随着肖木的呼吸 而不断地起伏着 他认得顾小白 也知道数天前顾小白的修为 还停留在四品中间 然而短短几天时间 顾小白的修为近视 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是他无论如何 也想象不到的 二品上街巅峰 只是在实力 已然突破了一品的荒面前 顾小白的二品上街巅峰修为 着实还是有些不够 除此之外 更令肖木感到惊差万分的 则是从荒口中喊出的那声 墨剑死神 肖木虽是人魔两足混血 但也是从小在魔族长大 墨剑死神的名头 他也是听说过的 而且顾小白现在的样貌打扮 看上去倒是的确与史书上 记载的墨剑死神无比类似 尤其是他手中的 那把墨色长剑 更是与史书里绘制的一模一样 然而关键是 顾小白怎么就莫名其妙地 成了许兆凡呢 或许 顾小白只不过 是在机缘巧合下 获得了许兆凡的传承而已吧 肖木这么想着 的确 按照一般情况来看 这就是最合理的解释了 面对实力比自己更为强劲的慌 顾小白的表情 却依然很淡定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慌 大声道 你之前往我心口捅了一剑 这笔账怎么算 慌此时也是从先前的震惊中 恢复了过来 只见他一脸狠利地开口说道 有本事你就捅回来啊 不管你到底是不是墨剑死神 既然我能杀你一次 那就能杀你第二次 花音落下 慌的体内爆发出无尽的杀意 背后肉吃猛地一拍 整个人迅疾无比地朝着顾小白冲去 依旧是看上去朴实无华的一拳 只是这次 慌已然用上了全力 不知道为什么 自打顾小白出现的那一刻起 慌的心里 就真的开始坠坠不安起来 分明自己的实力比对方高出一大截 可慌偏偏就觉得 自己的气势始终被对方隐隐压了一头 从慌出拳 到他攻至顾小白的身前 中间锁隔的时间 也不过只有短短一眨眼的功夫而已 面对慌的攻击 顾小白却压根没有要躲闪的意思 他甚至都没有出剑 而是同样抬起拳头 打算与慌对上一拳 他所采取的应对方式 与肖木如出一辙 然而结果却截然不同 肖木与慌对拳的时候 慌只不过出了六分力 而肖木则是全力出手 那一拳 双方占了个平分秋色 这次 慌还处在魔神降临的状态中 力量本就大幅度提升 更是全力出手 而顾小白 却像是根本感受不到慌的威胁一般 不仅没有动用持剑的右手 而且还是用的左手出拳 看到这一幕 人族强者们的心中 多少生出了几分希望 难道说 这个被荒物认为是许兆凡的人 真的能够打败荒吗 轰 巨大的声浪 几乎将在场所有人的耳膜震碎 一道身影倒飞而出 如同先前的肖木一般 重重地撞在了城墙上 将紫川城的城墙又撞出了一个大坑 随即被碎石直接掩埋 是的 顾小白在与荒交手时 仅仅过了一招 就被荒直接打飞了 人族强者 这特喵的也太弱了 你对得起 你那华丽的出场方式吗 城墙上的唐明浩和夏小悠 也同时露出了惊慌失措的表情 夏小悠更是发出了一声惊呼 这 这墙可能要他了 咱们还是换个地方观战吧 夏小悠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唐明浩点头回应 旁边虎牙拥兵团的成员们 一个个大眼瞪小眼 最后还是李白沉不住气 出声问道 我说 你们两个 难道都不担心顾凶的吗 唐明浩摇摇头道 没事 那家伙比你想象中的 要坚挺得多 如果他真的那么轻易地就倒下 那他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果不其然 唐明浩话音落下没多久 从石块中突然传来了一阵甘大的声音 那什么 刚刚这一下不算 咱们再来打过 顾小白将压在身上的乱石震开 石剑再次朝着荒冲去 让在场所有人震惊的是 顾小白除了看上去狼狈点以外 身上竟是没有任何伤口 荒冷哼一声 依旧是一拳轰出 这次 就连围观的众人耳边 都响起了厉鬼奸笑的声音 显然 这一拳还附带上了神魂攻击 顾小白这次没有再拖大 在前冲的同时 他将体内的元气 直接灌入手中的乘风剑内 并朝前猛地斩去 这是拳风与剑尖的对抗 是人魔两足 时隔千年的再次正面交锋 乘风渐渐深光滑大放 漆黑色的光芒 似是要将这片天地间的所有光亮 全都吞噬进去一半 与此同时 顾小白浑身的气势 也开始猛涨起来 气机死死地将荒锁定 一剑 碎河山 顾小白咆哮道 这是他毫无保留的一击 也是他凭借着现在的修为 所能施展出的最强的一击 这场与荒的对决 顾小白其实并没有必胜的信心 所以 当他出手时 便是绝对的杀招 不需要其他招式的铺垫 只需要这么一招就够了 千年前 我凭借着这一招 击退百万魔族大军 千年后 你是否能够接下我的这一件 荒的面容更显猙獰 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忌惮与恐惧 迅速冲斥了他的全身 这就是 传说中的那一剑 哈哈哈哈 荒将自己所有的愤怒与惊惧 全都转化 为了这一声怒吼 就好像这样一来 他便不会再感到恐惧 魔族 绝不会被同一招击败两次 终于 顾小白的剑与荒的拳 毫无保留地撞到了一起 天地变色 围观的人族强者们 面色狂变 连忙朝着远处退去 以免被外溢的能量波动所误伤 而紫川城的城墙 终于是再也支撑不住 轰然倒塌 好在撤退工作足够及时 否则这一波 又要造成不小的伤亡 等到烟尘散去 余波退尽 众人这才看清 战场最中心的情况 只见顾小白浑身衣衫蓝褛 身上也满是伤口 俨然已成了个血人 但慌的情况更惨 他的魔神降临状态 被顾小白的这一剑 硬生生地打散 挥一拳的右手 此刻也不翼而飞 竟是被顾小白直接斩断 然而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在应接了一剑碎河山之后 慌竟然还活着 哈哈哈哈哈哈 慌突然开始放声大笑 你笑什么 顾小白主见站在原地 皱眉道 我还有左手 还能再站 可是你 你还能打吗 慌的眼中透着快意 死死地凝视着顾小白 凝笑着说道 莫见死神 也不过如此而已 顾小白沉默半赏 突然出声说道 其实你认错人了 我并不是你 口中的莫见死神 慌的笑声戛然而止 面色逐渐阴沉 寒声道 都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想狡辩吗 不 我没骗你 顾小白努力直起身子 解释道 莫见死神 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的我 已经转职了 请叫我 无头歧视顾小白 话音落下 一道庞大的身影 突然从城内冲出 并稳稳地停在了顾小白的身边 带起阵阵狂风 而当那道身影出现的瞬间 周围的元素波动 也突然变得狂躁不安起来 顾小白从之前开始 就一直拼命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状况 此时终于是稍稍好转了一些 他直起身子 拍了拍身旁那条巨拳的前腿 笑道 你这家伙 怎么到现在才过来 要是再晚点 这场仗 可就没你的份了 小小兴奋地甩着尾巴 低头叼起顾小白 将他放到自己的背上 哦 不好意思 我忘了我化形之后 没法把头骨摘下来了 顾小白冲着慌黑黑一笑 那我临时纠正一下 现在请叫我有头歧视 当小小出现在顾小白身边的时候 在场所有的人 都不禁再次被狠狠地震撼了一把 有着两个头颅的地狱魔犬 即便是放眼整片大陆 也都找不出第二条来 更令人在意的是 在传说中 曾记录过某种 能够掌控三种 截然不同魔法元素的强力神兽 那种神兽名为地狱三头犬 而现在的地狱魔犬 据传就有着地狱三头犬的血脉 难道说 这个传闻居然是真的 自从之前小小 被地狱三头犬的精神体附生过之后 他体内的修为 便也像是开了闸门般的猛掌 当时的地狱三头犬 抱着必死之志 将自己体内的绝大部分能量 都灌输给了小小 这种纯粹的能量 并不会称爆小小的身体 反倒是将他的修为等级 一鼓作气地送至了三品中阶 在隐心塔的这段时间里 小小一边受着众多大魔导师们的照顾 一边努力适应暴涨的修为 而现在的他 不仅习惯了突飞猛进的修为 甚至连第三颗狗头 都已经开始发育了 顾小白坐在小小的背上 笑摸狗头 道 小小 让那家伙看看咱们的真实实力 小小兴奋地嗡了一声 悍然朝着荒冲了过去 自打跟顾小白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之后 小小对于越阶挑战这种事情 已经完全没有了心理压力 更何况 现在的荒已经身受重伤 气势暴跌 能够发挥出来的修为 顶多也只有全盛时期的三成左右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小小和顾小白的组合 的确是有着一战之力 火焰与雷霆之力交替轰击在荒的身上 这些魔法攻击 对于之前的荒来说 或许连挠痒痒都算不上 然而对于现在的花而言 却已经能够造成一定的麻烦了 至于顾小白 他刚刚已经将自己体内的所有魔法元素 都灌注到了成风剑内 这才有了刚才的那一剂一剑碎河山 好消息是因为他的实力并未达到一品 所以 这次成风剑没有因为承受不住而锻炼 但坏消息是 由于顾小白的实力没有达到一品 因而无法将荒直接秒杀 现在的顾小白和荒都算是强弩之末 双方目前的战力凑巧达成了某种平衡 再这样下去 最后究竟会露死水手 谁都说不清楚 顾小白和小小的身上 很快又添了无数伤痕 而荒的状况看上去更惨 右臂断口处血流如注 身上也多了许多道牙印和剑痕 如果没有小小的助战 现在的顾小白或许早已落败 只是现在看来 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顾小白的额头不知何时 已被荒的拳头砸伤 树到鲜血流淌而下 将他的视线都染成血红色 哪怕是坐在小小的身上 他也已经开始有些摇摇欲坠 就连呼吸都变得不均匀了 该不会 真的要凉吧 顾小白心里忍不住这样想到 连带着意识也有些混沌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清脆的声音 忽然自顾小白身后传来 顾 小 白 你要是敢输给这个家伙 从今以后我就真的再也不理你了 顾小白顿时浑身僵硬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瞬间恢复清明 那是 宋秋玄的声音 他狠狠地握住了手中的乘风剑 望着不远处的慌 咬牙切齿道 你 死 定 乐 慌一脸猛逼 咋回事 这个人类不是已经沦落到强弩之末的地步了吗 为什么还能突然爆发出如此高昂的战役 伴随着顾小白的怒喝声 小小凝聚其体内的最后一丝力量 朝着慌猛冲而去 火焰与雷霆组合而成的死亡之花 再次绽放在战场之上 而顾小白也调动起了自己体内最后的元气 散出数百道分身 每道分身看上去都是摇摇欲坠的样子 但他们的眼中却是无一例外地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这一刻 就连天空都被遮蔽 因为所有的顾小白都将自己手中的乘风剑 抛到了空中 并整齐滑翼的剑指朝天 于面前划开两道圆弧 飞影 以及 无限剑制 这是剑的盛宴 哈哈哈哈 荒台起头 望着遮天蔽日的乘风剑 心中的滚烫战役不知何时 竟是变得冰冷 这 难道就是墨剑死神的实力吗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 也仍旧能发挥出这般威力的攻击 不 我不甘心 慌怒吼着 不屈不挠地朝着漫天墨剑挥拳 这是他最后的抗争 下一刻 剑落 血剑长空 清风历124年 魔族强者荒横闯死亡山脉 屠戮清风帝国数万民众 沿途城镇近毁 同年 人族强者顾小白携受宠地狱魔犬 战荒于帝都之前 慌生死 顾小白大胜而归 摘自清风帝国史 第364卷 所以说 史书什么的都是忽悠人的 我这算是哪门子的大胜而归啊 顾小白躺在床上 整个人被包得像是个粽子 只留了半张脸露在外面 宋秋玄脱腮坐在床边 直勾勾地盯着顾小白的双眼 轻声说道 不管怎么说 你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而那个魔族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这要是不算大胜而归 那还能怎么算 顾小白想了想 道 不管怎么讲 至少也该要赢得潇洒一些才行吧 反正打完那场之后 我直接就是被人抬回来的 感觉实在是有点丢人啊 怎么会丢人呢 你现在可是人类的大英雄啊 宋秋玄微微一笑道 而且听说天下第一武道会 今年还打算直接把天下第一的称号 颁发给你呢 顾小白沉默了一会儿 道 我才不想当什么人类的大英雄 太累 宋秋玄撇了撇嘴 道 多少人 想当还当不了呢 你这个人真矫情 他们想当 就让他们抢去好了 反正我 我只想当你的大英雄 说这话的时候 顾小白的眼神下意识地挪到了一边 不敢与宋秋玄对视 而宋秋玄听到这话 粉嫩的双颊 灯湿飞红一片 他抿唇低头 过了不知道多久 这才轻声开口道 其实 早在你从那个魔族将军手里 把我救出来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了 顾小白文言 瞬间振奋不已 连忙道 那提亲的是 之前说好的 如果你是许兆凡 才能上门提亲的 但是你那天 自己在城门外都说了 你是顾小白 那我当然不能随便答应你了 再说 我好歹是清风帝国第三公爵的孙女 哪能说价就价 流程可麻烦了嘞 宋秋玄故意说道 顾小白急了 顾不得自己浑身的伤势 一溜烟从床上爬起来 一蹦一蹦地朝着外边冲去 宋秋玄大惊失色 赶紧跟着冲了上去 喂 你这浑身是伤的 要上哪儿去啊 我找唐明浩去 他隔过几天就登基了 我去让他帮忙说两句好话 我还就不信了 要是皇帝赐婚的话 你还敢违抗不成 你 顾小白你给我站住 我就不 有本事 你来追我呀 吵闹的声音渐行渐远 只剩下和煦的阳光透过窗户 照耀在空无一人的床上 今天 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和平呢 全书完